雨一直下 雨还在下 雨下个没完没了 淋雨躲在一处屋檐下 看着外边的瓢泼大雨 咬牙切齿 天气预报说 今早有特大暴雨 因而她出门也是带伞的 奈何 途径菜场 一个大妈找上她 说 小伙子 可不可以把伞借我一下 淋雨有些犹豫 大妈又说 我伞给落在电瓶车上了 你看 车子就停在不远 我保证 拿了伞就还你 于是 淋雨就答应了 于是 大妈撑着伞 骑上电瓶车扬长而去 淋雨 掏出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 七点二十五分 新生考核八点钟开始 淋雨知道 不能再等了 她果断地走出屋檐 朝一个方向冲去 雨水哗啦啦淋在她身上 将她淋成落汤鸡 地上的积水淹没她的脚踝 让她每一步落下 都像是在池塘里遨游 淋雨就在想 是不是自己名字取得不对 这时 一辆黑色的 保时捷911行驶过来 带起一路水花 淋雨赶忙避让 保时捷却是放缓速度 在她身旁停下 嗯 淋雨疑惑间 驾驶位的车窗摇下 一个单手开保时捷的帅气小哥哥 冲她微微一笑 朋友去哪 顺路的话 我带你一程 少风学院 淋雨道 心说 这世上果然还是有好人在的 嗯 上车吧 小哥哥略带诧异 多看了她两眼 多谢 来到后座坐下 淋雨小心翼翼 生怕将作为弄尸 车辆启动 小哥哥依旧单手开车 看起来洒兔又豪迈 她道 我叫赵星成 是赵家子弟 朋友怎么称呼 淋雨 赵星成又道 林兄 你说 你要去少风学院 可是去参加今天的新生考核 淋雨点点头 是 赵星成哈哈一笑 巧了 我也是 淋雨意外地看了她一眼 又不觉得很意外 赵星成话语真诚道 少风学院 乃华国五大艺能院校之一 天才汇聚之地 报考少风学院的人 无不是人中龙凤 林兄 第一眼见你 便觉你与众不同 现在看 和我一样 不同反响 赵星过奖了 我其实只是 去碰碰运气 淋雨笑道 她没说错 不久前 她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 发现高考在即 在研究 哪家知名院校 才配得上她三百多分的优异成绩时 偶然间得知 还有异能院校这一说 一番了解 淋雨见证了 什么叫异能 有神秘女子被生双翼 化作一道光冲销而上 有神秘男子 随手丢出一团火焰 烧毁大片房屋 更有神秘老人 一根手指捅穿山岳 淋雨当时就被震撼到了 同时 心生向往 现在 有一个机会就摆在她面前 异能院校 在前世 无论如何也获取不到的霍格沃兹 录取通知书 在这个世界 貌似有一线可能 于是 她报考了距离她最近的魔都少风学院 踏上竹梦之路 此外 还有一个原因 便是 这世上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妖魔 就在前几日 一只血眼双头怪袭击了她附近的住宅 导致数十号人丧生 这更加坚定了她报考少风学院的决心 若不能成为异能者 拥有强大实力 自己的生命安全实在得不到保障 碰碰运气 赵新成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若只是碰运气 又怎会顶着这般大雨 也要参加考核 林兄 你知道自己能觉醒什么样的异能吗 经过近百年的研究 科学家们早已研制出 一种可以探测人潜力的仪器 只要被仪器一照 可以觉醒什么异能一目了然 林宇摇摇头 不知道 检测潜力的费用太高 林宇想的是直接去考核现场免费检测 那赵兄 你呢 林宇好奇问 赵新成表情一速 说 家中长辈带我做过检测 不过却是不愿告诉我结果 我问他们为什么 他们惊为天人 说我天赋一禀 又满脸愁容 说我只要去了少风学院 自然就会知晓 他的眼中带着难言的情绪 但我又想知道结果 于是多次询问 可他们始终不愿意说 尤其是我的父母 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 林宇听后 也是惊为天人 赵兄必是能觉醒出什么了不得的异能 家里人不愿告诉你 应该是怕你骄傲 赵新成大写 林兄 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你说咱俩怎么这么投缘呢 想必 你也与我一样 天赋一禀吧 林宇兴说 还是算了 两人正交流之际 已临近少风学院 路边 一女子撑着伞 在雨中艰难前行 见状 赵新成便又停下车 摇下车窗问道 这位美女 你也是去少风学院的吗 女子轻轻恩一声 一起吧 赵新成露出自认为迷人的微笑 说 女子眼神异痒 最终还是收起伞 坐上车 赵新成愣住了 原本喊她美女 只是出于礼貌 不曾想 居然这么美 信念 陶腮 穷鼻 朱唇 容貌完美无瑕 如同上天雕琢出的艺术品 身材也是 好到无可挑剔 同时 整个人还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气质 不染人间烟火 林宇也愣住了 因为就在身边的缘故 目光不经意撇向她的大腿 她的脚踝 却是发现 那白皙如玉石的脚踝上 不沾一点水珠 一双粉白色的运动鞋 也是干的 这就很离谱 林宇在想 对方是已经觉醒了异能 还是说 她是妖魔变的 想要借机 吃掉两位天赋一禀的男性 后背莫名有些良意 不过转念一想 真要是妖魔 跟他们去了少峰学院 那不是等于自投罗望 于是这才放下心来 这位美女 怎么称呼 赵新成转动方向盘 完成一个帅气的飘移后问道 陈瑶 女子说 赵新成满脸热情 将之前人中龙凤的那一套说辞 又给说了一遍 说得陈瑶都有些不好意思 赵新成忽然放低声音 道 说到新生考核 陈瑶姑娘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其实 我已经靠家里的关系 向学院里 一位负责出题的老师 打探到了考核内容 林宇嘴角抽搐 之前就我在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说 陈瑶诸唇微章 下意识看了看四周 低声道 你这是在作弊 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赵新成怂怂肩 怕什么 只要我们不说 又有谁知道 玄机笑道 你们就不想知道考核的内容吗 快说 林宇 陈瑶 几乎一口同声 少风学院的考核有多难 85%以上的人都会被淘汰 如果提前知晓题目 必然能大大提高通过率 赵新成清了清嗓子 道 考核共分三关 第一关是测试潜力 这个不能取巧 是什么就是什么 林宇点点头 确实 这个无法取巧 这也是他最担心的 要是他潜力太差的话 就没有后面两关了 第二关考的是做人的底线 将考生送到一群妖魔当中 观察他们的反应 贪生怕死 向妖魔求饶者会被直接淘汰 赵新成说 当然 这群妖魔并非真正的妖魔 而是某位异能者的幻境模拟出来的 那就简单了 林宇分析道 只要我们表现出宁死不屈的样子 这一关自然而然就能通过 陈瑶 赵新成 皆无意义 赵新成接着叹了口气 难的是第三关 同样模拟出真实的幻境 你身处一处妖魔杀人案现场 在你的身边有一名警察 当你在和警察讨论案情时 你的电话突然响了 电话里 传来和那名警察一模一样的声音 说他已经到门外了 让你赶紧给他开门 而在你身旁的警察 则是让你不要相信他 这一关 需要在十秒内做出正确决断 否则便会被直接淘汰 想想都变态 赵新成面露难色 只有十秒钟时间 到底怎么选 应该相信谁 陈瑶开动脑筋 思考片刻后 摇摇头 两个警察中 必然有一个是妖魔变的 具体是哪个 我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来 那就别想 林语道 见两人面带疑惑 他解释 我看视频上说 异能者在战斗时 机会稍纵即逝 所以 这一关考的应该是 果决与应变能力 所以 我们无需知道谁真谁假 先想办法将身边的警察拿下 再想办法将外边的拿下 这不就完了 赵新成眼睛一亮 林兄 妙啊 就按照你这个方法来 陈瑶则露出一抹浅浅的笑意 不多时 车子抵达少峰学院外 在通过门卫准许后 赵新成将车开了进去 并在一处地下停车场停下 此刻 停车场也是停满了车 几人花了好一番功夫 才找到停车位 由此可见 前来报考少峰学院的人真不少 林语看了一眼时间 7点48分 一行三人离开停车场 前往隔壁大楼的一楼 也就是本次考核的地点 林语也没太多时间 欣赏学院的风景 粗略看去 只见一栋栋教学楼 竟然有序排列 周围绿木成荫 环境清雅别致 完全不输前世 在照片上看到的 985 211 来到考核地点 便能看到 一位未面带憧憬的少男少女 人数足有上千之多 想报考少峰学院的 自然不止这么多 但大多数前例一般的 都有自知之明 不会过来自讨没趣 林语 赵新成来到人群之中 排好队 在人群的前方 有一处高台 高台上站着十几名青年男女 应是来协助考核的学长学姐 此刻 他们正翘首以盼 像是在等他们的主考官过来 咦 林语这才发现 自从来这里之后 陈瑶就跟他们分开了 陈瑶去哪了 他左右张望 却见那人群中 忽然亮起刺目地光 漫天光与凝聚成一朵盛开的莲花 粉白色花瓣绽放 陈瑶一步迈了上去 如花中仙子一般飘飞而起 就这样出现在高台上 学姐好 一众学长学姐 纷纷冲他恭敬打招呼 陈瑶则微微一笑 扫视下方众考生 你们好 我是本次考核的主考官 陈瑶 接着 目光看向人群中的林语 赵新成二人 似笑非笑 林语当场实话 那表情 精彩极了 赵新成则是一声 卧槽 那表情 更精彩 他 他 不是来考核的新生吗 怎么就成主考官了 人好像只说 是来少风学院 林语提醒 可他也不把话说清楚 赵新成痛心疾首 可咱也没问 林语说 赵新成重重叹息 那我们之前讨论作弊的事 草率了 台上 陈瑶嘴角勾起 欣赏了一会儿两人的表情 这才说到 本次少风学院的考核 共分三关 第一关的内容是 测试潜力 我事先声明一下 我们这里不接受第三方检测报告 只认当场检测结果 想浑水摸鱼的 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声音虽动听 却是给人不容置疑的感觉 所以 在场如果有谁觉得自己潜力不行 轻紧快离开 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为表示感谢 学院会报销你们回去的车费 美目扫过 最后落在林语二人身上 给林语弄得心里有点芳 他该不会取消咱俩的考核资格吧 怕什么 赵新成露出一抹自信的笑 看过网络小说没 主角在宗门遭受不公的对待 被逐出师门 临走之时 大喝一声 默契少年穷 这宗门不但也罢 从此便能走上开挂之路 奇遇不断 平步青云 美女左拥右抱 好不快活 人家这时候赶我们走 貌似合情合理 林语说 于是 赵新成也方了 好 看样子 大家对自己的潜力都很有自信 见无人退场 陈瑶微微一笑 废话不多说 开始第一关考核 伴随着他话音落下 立刻有一名戴着黑矿眼镜的学长走下台 笑道 学弟学妹们好 我叫陆云飞 待会儿 报道名字的 挨个上来接受检测 考生们原以为会跟外面一样 使用笨重的设备进行检测 不曾想 陆云飞只是取出一面巴掌大小的镜子 曹飞 被念到名字的人走了上来 却见陆云飞只是用镜子一照 镜中便出现一幅图案 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火系呢 那人兴奋地跳了起来 林语看出来了 这位和自己应当是同道中人 事先都不知道自己的异能潜力 不过话说 这位可真是好运 异能按照品质好坏 共可分为七个等级 S到S 火系排在A级 算是十分强大的异能 也不怪这人如此激动 陆云飞摇摇头 同学 你看错了 你觉醒的不是火系 他抬手指了指镜中 火焰上方 还架着一团黑油油的东西 像是一口锅 D级异能 厨神 擅长烹饪 而不是控火 同学 你很优秀 所以 你还是走吧 同学两眼泪汪汪 林语默默将同道中人 四个字滑去 陆云飞摆摆手 好了下一个 又有人上来接受检测 出的是他本人的模样 只不过多了一撮白胡子 众所周知 白胡子在某动漫中 是一位很强大的人物 因而 这位的潜力 应该也不弱 林语心想 陆云飞再次摇摇头 F级异能 毛发变色 同学 慢走不送 林语 之后 林语就看到 一名名考生被学长送走 学长就如那相亲节目中 铁面无情的一号女嘉宾 不断重复这一句话 抱歉 你很优秀 但不是我想找的类型 当然 过关的也不少 一番观察 林语发现 只要是C级以上的异能 就能成功过关 他便也在心里 默默给自己立了一个标准 最低C级 不能再低了 学长 这面镜子好神奇啊 测起来又快又准 有通过测试的女生说 我之前在外边测的时候 可是足足花了半小时 陆云飞解释 这是一件异能道具 名亏天静 又亏破天机之意 是从院长他老人家那里进来的 之后念到名字的 是一个名叫秦勇的壮汉 古铜色的皮肤 一脸老实相 却见他大步上前 镜中出现和他一样的身影 只不过手里多了一把斧子 此人异能应当很一般 有了之前的经验 林语立刻做出判断 这 陆云飞瞳孔骤然收缩 惊呼出声 S级异能 极道之力 众考生无不震惊 就连台上一直没什么表情的陈瑶 此时也露出一色 有人小声科普 极道之力 拥有世间最纯粹的力量 一粒详识会 听说所有觉醒该异能的 都是反阻了盘骨血脉 众人更加震惊了 惊为天人 壮汉却只是憨厚地笑了笑 问道 学长 我这是通过了吗 过了 陆云飞露出和煦的微笑 点点头 接着 终于轮到赵新城 他昂首阔步地走了上去 林语不免有些好奇 睁大眼睛看着 却见镜中映照出刺目的雷光 一道紫色雷霆横贯天雨 陆云飞一愣 而后脱考出S级异能 单身狗 众考生再度震惊 学长 你确定你没搞错 赵新城鼻子都气歪了 我知道 我很优秀 但你也不能因为极度 这样当众诋毁我吧 学弟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陆云飞道 不过 我还是要说一声抱歉 是我心直口快了 赵新城皱眉 什么意思 陆云飞解释 你觉醒的异能 真正名字叫 杨神雷 虽然很厉害 但想要保持异能威力 就必须保持纯杨之身 否则 异能就会退化 嗯 简单点说就是 破身前S级 威猛无匹 破身后S级 绵软无力 所以 也被称为单身狗异能 赵新城当场实话 不 这不可能 只是 想到家中长辈小心翼翼 不愿告诉他实的样子 想到父母难以启齿的样子 他 信了 辞了吃了 脑中如同过电 骂了 此刻 在场所有人 包括林语 包括陈瑶 都敬畏天人 此子真乃天赋一兵 赵新城不愧为赵新城 很快调整心态 抬头挺胸 横眉冷对千夫指 单身狗怎么了 心中无女人 雷电自然神 一切异样的目光 都是因为嫉妒 你们在嫉妒我 林语同情地看了眼赵兄 内心猜测 他的父母 是不是已经背着 他开小号了 随后 他听到陆云飞念叨他名字 林语有些紧张地走了上去 面朝镜子 却见镜中出现一只手 嗯 林语愣住了 抬手看了看 镜中的手 与他的手一般无二 在那手上 还握着一本黑色小册子 看起来颇为神奇 好吧 说实话 看起来平平无奇 这是什么异能 林语心中莫名没底 这 陆云飞静也愣住了 问询的目光看向陈瑶 学姐 这是什么异能 陈瑶美目中泛起疑惑 微微思索 他摇了摇头 目前已被发现 并记录的上万种异能 他都了然于心 却也从未见过这种异能 也就是说 林语所能够觉醒的 是一种全新的异能 一时间 所有人瞪大眼睛 看林语仿佛在看珍稀物种 赵星成挑了挑眉 这家伙还真是与众不同 不过 料想这异能应该不会太强 但愿能够通过测试吧 林语现在是真的没底 他看了看陆云飞 又看了看陈瑶 试探着问学长学姐 那个 我这算通过了吗 陆云飞摇摇头 学店 你的情况有些特殊 从未发现的异能 我们也不知道 它是什么等级 若是C级以下的异能 我们就这样给你通过 对其他人来说 是不是很不公平 所以 请回吧 可 万一是C级以上呢 林语觉得自己 还能抢救一下 陆云飞苦笑 在所有异能里 C级以上只占12% 按照概率学来说 你有88%的概率 无法通过测试 他扶了扶黑矿眼镜 接着看向陈瑶 学姐 你怎么看 毕竟 陈瑶才是主考官 陈瑶露出一个 爱莫能助的表情 道 学弟 你很优秀 比其他人都要优秀 林语有些失望 自己真的连第一关 都过不去吗 陈瑶画风一转 但像你这样的情况 我们以往都没遇到过 向负责招生处的老师请示一下 却见他一个电话打出 低声说了几句后 嘴角微翘 道 鉴于你的情况 我们临时商讨出了一套方案 不知你愿不愿意接受 林语一听 就知道有戏 他眼睛发亮地问 什么方案 陈瑶道 先给你测试通过 待你日后完成觉醒 再给你做异能评级 如果评级为C级以上 则你可以继续留下来学习 反之 我们依旧会将你劝退 一双信念微微眯起 半开半合注视林语 在这个世界 别看人人都有觉醒出异能的潜力 可真正要觉醒异能 方法 经验 资源缺一不可 单凭他自身 怕是这辈子都觉醒不出异能 当然 前提条件是 你能通过第二 第三关的测试 陈瑶忽然又似笑非笑地补了一句 这让林语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 对于林语能够通过测试 其他考生倒也没有意义 毕竟 这人如果不行 以后迟早还是要被赶走的 或许就在之后的第二 第三关 赵新诚走过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林兄 还以为你要被赶走了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林语总感觉 对方所说的虚惊一场 指的是他即将末期少年穷 但他没有证据 之后的考生陆续上来测试 不久后测试结束 近一千个人里 最后只余下五百多个人 近一半的淘汰率 这说明 有接近一半的人 抱着侥幸心理来到的这里 事实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值得一提 之后的测试里 又测出了一个S级 是个立场系少女 好了 下面开始第二关的测试 陈瑶宣布道 场地中央 被腾出一片空地 陆云飞 以及一众学长学姐 开始在当中布置 考生们难免好奇和紧张 小生讨论第二关考的什么 赵新诚眼中 透出满满的自信 在得知考核内容的情况下 之后的考核 对他来说 简直有手就行 嗯 到现在 学姐都没有揭穿我们 学姐还是通情达理的 他小声说 别高兴得太早 我觉得 这是不对劲 林语说 赵新诚哈哈一笑 说 林兄 你这未免也太起人忧天了吧 话音一落 他就看到 场中央 腾起刺目的火光 火光连成一片 红彤彤 十分谎言 这 赵新诚当场实话 他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却听陈瑶说 第二关 神火炼心 考验的是 各位的心智 朱唇微动 陈瑶耐心解释 你们所看到的火 明镜虚神火 专门灼烧人的精神 给人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 你们需要在痛苦中 磨砺自身意志 能够在其中坚持十分钟以上 考核就算通过 反之 淘汰 目光扫过一众考生 最后 看向林语 赵新诚二人 似笑非笑 有件事情 赵新诚或许不知道 他未卜先知 引以为傲的考试内容 不过是二十种预备方案中 被废弃掉的一种 至于 是哪位好心老师透露的考试内容 自然是陈老师了 我去 赵新诚整个人都不好了 那位老师 你误我啊 对此 林语倒是早有心理准备 拍了拍赵新诚的肩膀 赵兄 冷静 放宽心态 不就是一场考核吗 你说的对 赵新诚深吸口气 点点头 考生们望着那红彤彤的火焰 望而生畏 有少女窃窃问道 学长 会有生命危险吗 陆云飞摇摇头 不会 你们中 如果有谁坚持不住 叫一声就行 我会将你们救出来 却见他以及一众学长学姐们 纷纷拿出手机 打开计时器 第二关考核不分先后顺序 想进去的 直接可以进去 陆云飞提醒说 另外 静虚神火 大概可维持二十分钟的时间 二十分钟内完成考核即可 话音落下 一众考生即便有些抗拒 却也硬着头皮 朝火焰之中走去 当先脉搏而入的 是一个古铜色肌肤的壮汉 看起来像二十五六岁 但凌羽知道 既然能来参加少风学院的考核 年龄必然与自己相仿 十七八岁左右 只能说 这位真早熟 壮汉明晴勇 只见他刚走进火焰中 刚毅的面庞上 这位据说可是反阻了盘骨血脉 身体强健 意志坚定 连他都如此 更何论别人 有人双手抱头 身体抽动 发出一声声尖叫 有女生直接哭出声来 哭得梨花带雨 更有人不堪忍受 直接从火焰之中退了出来 陆云飞摇摇头 看向退出来的人 退出来后 之前坚持的时间作废 需要重新开始计算 于是 几人又咬牙冲了进去 随后火焰中便是响起一声声 杀猪般的惨叫 有这么恐怖 凌羽狐疑上前两步 将手伸入火焰之中 煞时 一股灼痛的感觉 沿着他手臂 直冲大忙 整个人像是被丢进火炉里思考 痛苦万分 下一瞬 凌羽抽回手 一切痛苦随之消失 而他的手 并没有被烧伤的痕迹 确实如陈瑶所说的那样 这种火焰 只对精神生效 赵星成也尝试了一下 将腿伸了进去 然后嘴巴一抽 又将腿收了回来 这伙着实有点要命 他一开始就这么难受 更不要说 十分钟了 赵星成想了想 自语道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减免痛苦 要不将自己打晕试试 花音落下 就见那火焰之中 真有人出手将自己打晕 结果 没两秒又给痛醒了 哇哇叫着 赵星成摇头 这方法行不通 那就真没别的方法了 只能进去硬熬了 凌羽开动脑筋 我觉得吧 这关当中 或许暗藏玄机 嗯 此话怎讲 凌羽不答 而是问道 赵兄 你说 这禁须神火 用灭火器 能不能灭掉 赵星成想了想到 这是用异能道具 制造出的火焰 一般的灭火器 自然灭不掉 得同样是异能道具才行 凌羽又问 那我们之前上楼梯时 拐角处放着的灭火器 是不是异能道具 赵星成一听 就愣住了 他当时急着过来考核 可没注意这些 若不是凌羽现在提起 他根本就记不起 什么地方有灭火器 嗯 这里既然是异能院校 所使用的灭火器 大概率真的是异能道具 赵星成分析道 所以凌兄 你的思路是对的 这一关果然暗藏玄机 凌羽一脸严肃的点点头 这一关 考的应该是灭火器的 正确使用方法 消防安全 人人有责 赵星成也一脸严肃的点点头 出题目的老师 真是用心良苦 于是 两人毅然转身 朝着楼梯口冲去 有考生注意到他们的举动 不过也没在意 只当他们是心怀畏惧 放弃了考核 这两个懦夫 陆云飞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两人中 那个单身狗 他原本还是比较看好的 毕竟怎么说 也是S级的异能 齐料心智这么不坚定 被人三两句话 就给拐跑了 陈瑶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张了张嘴 不知为何 他有种淡淡的 不祥的预感 楼梯拐角 凌羽 赵星成 人手一台灭火器 两人对视 嘿嘿嘿 对了 这玩意怎么用 凌羽倒鼓两下 问道 和普通灭火器不同 这台异能灭火器 重量上 是前者的五六倍 且在其上方 没有插销 没有压板 也没贴使用说明 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喷头 这就让凌羽有些搞不清楚 他的正确 打开方式 赵星成 沉吟沉吟 摇摇头 我也不知 要不 待会儿过去 请教一下陈瑶学姐 他提议 凌羽想想的画面 果断驳回他的提议 赵兄你想 这一关 竟然是在 烤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你觉得 学姐会告诉我们吗 赵星成点点头 凌兄所说有理 凌羽继续捣鼓 很快 在灭火器底座上 发现了一个旋钮 嗯 这应该就是开关了 然而 转动旋钮 灭火器仍旧静悄悄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难道我这台坏了 凌羽试了一下赵星成那台 发现也没用 不禁深深皱眉 赵星成沉吟沉吟 分析道 我听说 异能道具 每次使用前 都需要注入异能 像灭火器这样的急救设施 应该定期会有人 来输送异能 以确保他能够在危险来临时 第一时间发挥作用 凌羽恍然 所以说 输送异能的人 偷懒了 说话间 两人放下灭火器 对视眼 皆从对方眼中 看到深恶痛绝 现在怎么办 赵星成问 没别的办法了 换个地方找找 希望能找到有用的吧 凌羽当机立断道 好 赵星成点头 不过要注意时间 这样 咱俩分头去找 六分钟后 不管有没有找到 都必须回一楼大厅 参加考核 于是 两人双双出动 赵星成 依次进入这栋教学楼的两处电梯 拿起当中的灭火器 一一尝试 奈何 都没有用 眼看时间将至 他只得返回 也不知道 凌羽找到了没 走出电梯 却见凌羽已经等在了那 一手拎着一台灭火器 还真给你找到了 赵星成有些惊讶 同时有些好奇 问到 在哪找到的 三楼 女佣训练室边上 凌羽说着 将一台灭火器递给了他 赵星成忙接过 也不去想 此时当务之急 还是去完成考核 再度人手一台灭火器 两人对视 嘿嘿嘿 大厅中央 火焰熊熊燃烧 炽热之感 直击人的灵魂 火焰中 哀嚎声渐渐嘶哑 距离考核开始 已经过去八分钟了 这八分钟 考生们可谓被折磨得 愈仙愈死 痛不愈生 受不了了 我退出 有人趴在地上高喊 马上有学长进去 将那人抬了出来 有一就有二 很快又有人吃不消 被抬了出来 陆云飞扫了他们一眼 淡淡道 你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坚持或者退缩 那些被抬出来的人 大口喘着气 看向面前火焰 一番犹豫 终究还是没敢再进去 这关太难了 就不是人能过的 有女生抱怨道 是吗 对于你们这些 从小娇生惯养的人来说 是难了点 陆云飞摇摇头 不再说什么 目光落向火焰中 还在咬牙坚持的考生 带着几分赞赏 这些新生理 还是有几个好苗子的 一旁 一位学姐点点头 我看那个秦勇就很不错 意志坚定 假以时日 必成大气 只是 可惜了那个有望 觉醒杨神雷的学弟 没什么好可惜的 有些人 注定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陆云飞轻描淡写道 台上 陈云纤细的柳梅皱起 翘脸上挂起一抹冷意 九分钟了 那两个家伙 哼 再不来就别来了 忽听脚步声 从楼道那边传来 陈云侧头看去 然后他就愣住了 却见凌雨 赵新城 一人捧着一台灭火器而来 眼中带着亮光 两人一路飞奔进火焰中 终是在十分钟结束前 开始他们的考核 煞时 两人便感觉到 难以忍受的灼痛感传遍大脑 两人却是不慌不忙 转动灭火器上的旋钮开关 此次的声音里 灭火器中 喷出大量白雾 白蒙蒙的 如洒落而下的月光 刹那将他们深周的火焰扑灭 两人会心一笑 什么灼烧 什么折磨 统统火焰一起被扑灭 一众考生惊呆了 不是 说好的神火炼心呢 灭火器是个什么鬼 秦勇那刚毅的面庞 忍不住抽搐起来 他在这里硬挺了九分钟 九分钟里 他不哭不叫也不喊 得到了一众学长学姐的称赞 而现在 他的信念动摇了 总感觉 这两人考的和他不是同一关 白雾鸟鸟挣腾 灵雨一边调节灭火器上的旋钮 一边提醒 我滴哥 省着点用 不然照这样下去 肯定不够用 好嘞 赵星成立刻也开始调节起了旋钮 众考生看看这两人 又看看学长学姐 很想问一下 是什么导致双方对这一关的理解上 存在这么大差异 陈瑶张大着嘴 半上说不出话来 陆云飞只觉 脑瓜子都是嗡嗡的 离了个大谱 话说 这确定不是在违规作弊 有学长说 可咱也没规定不能用灭火器啊 一旁的学姐摇了摇头 几人目光看向陈瑶 见她没说什么 似乎默许了 几人便也没再说什么 这之前吃不消退出 并抱怨这一关太难的女生 这时候都傻眼了 难吗 看那两人手捧灭火器 悠哉悠哉的样子 不要太简单好吗 然而 事已至此 她想效仿两人也晚了 因为十分钟已到 秦勇等人怀揣着复杂的心情 从火焰中走出 这一关 他们过了 可不知为何 他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林兄 我怎么感觉 学长学姐们 看我们的眼神不对 难道这一关考的 不是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照星沉问 神特门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陈瑶感觉 自己要绷不住了 陆云飞一脸痛心疾首 真想问一句 两位哥 你们从哪看出来的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 林语想了想 说 可能 他们是觉得 我们太优秀了吧 陈瑶 陆云飞 重考生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副恍然的神色 原来 这一关真正考的是这个呀 可惜 我们知道的太晚了 是啊 如果不是 这位同学现在说出来 我怕是 想一年也想不明白 这样看 那两人确实优秀 随着一名名考生 陆续完成测试 火焰中 就只剩下了林语 赵星成二人 场内渐渐陷入安静 所有人都看着他们 看着他们灭火 陈瑶光洁的额头上 挂起三条黑线 原本 还想借着这一关 好好教育一下学弟学妹们 什么叫坚强不屈的意志 可现在 完全变位了 这时 林语忽然开口说 学姐 有件事情 我们要向你反应 陈瑶愣了愣 问道 什么事 却听林语正色道 先前 我们去找灭火器时 发现好多灭火器都无法使用 应是负责此事的人在偷懒 赵星成也正色道 都知道 消防安全乃是重中之重 希望你们能够引以为戒 重视起来 两人表情肃穆 配上手捧灭火器 呲呲灭火的画面 妥妥的消防教育宣传片 这两人 居然教育起我来了 陈瑶感觉 呼吸都有些不顺畅了 朱唇微颤 半晌 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 这件事情之后我会处理 你们 很好 学姐过奖了 两人谦逊的点点头 众考生肃然起敬 同样身为考生 自己还在想着 这一关怎么过 下一关怎么过 这两位同学 已经开展起了消防教育 怎能不叫人敬佩 不少考生 都把他们当成学习的榜样 无备开摸 这时 有学姐忽然惊一声道 没记错 这栋教学楼的灭火器 是蔡坤在负责打理吧 我昨天下午从训练室出来 刚好看到他在给灭火器充能 另一名学姐开口 被你这么一说 我也想起来了 我前天下午从训练室出来 也看到蔡坤在给灭火器充能 又一名学姐站了出来 我大前天的时候 也看到他了 他一边给灭火器充能 还一边冲我笑笑 总感觉他笑得不还好意 一听就很不对劲 林语若有所思 道 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位蔡学长 只逮着女佣训练室边上的灭火器充 而且还每天充 赵新城醍醐灌顶 被你这么一说 我怎么感觉 这冲门好像有点不正经 我想起来了 当即有学姐脸带煞气道 那家伙一个月前 用学分兑换了一副 可以透视墙体的眼镜 说是有了它 就可以轻松找出隐藏在暗处的妖魔 话音一落 学姐们各个脸色都变了 透视眼镜能透视墙体 自然也能透视他们身上的衣物 学长们一个个眼神诡异 陆云飞干咳两声 问道 你们不都有防透视的衣服吗 为防止有心人滥用透视眼镜 防透视的衣服应运而生 穿上它以后 便可以防止透视 学院的女生基本上人手一剑 有学姐摇摇头 防透视服穿起来又厚又重 尤其是在高强度训练的时候 太热了 我们都会将它们脱掉 说话间 她的翘脸肉眼可见变得涂红 这种事情 本不应该在这种场合说 只是一下子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蔡 坤 此刻 几名学姐都已是咬牙切齿 岂有此烈 太过分了 学长们同样咬牙切齿 有此等好事 居然不叫上他们 不行 陈瑶学姐 我现在就要找那家伙算账去 还请见谅 我也去 还有我 刹那间 就有五六名学姐施展出异能 脸带煞气的冲向外面 陈瑶张了张嘴 终始没来得及阻止 学长们幸灾乐祸地笑着 众考生子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没想到灭火器事件背后 隐藏着这样一桩秘密 赵新城凯探 可以预想到的是 那位蔡学长 威仪 是啊 林语说 这就是不注重消防安全的后果 林兄所言即是 赵新城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想了想 他小声问道 你觉得 那透视眼镜如何 非常神奇 有机会 我给自己佩服 林语说 当然 他可没有那种歪心思 他是正经人 赵新城黑黑一笑 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林语下一句话 让他立刻笑不出来了 赵兄 鉴于你以后要觉醒的异能 还是别用这个比较好 阳神容易变阳尾 赵新城 考生里 有和他二人一样想法的 不在少数 已经有人在打听 透视眼镜的价格 并合计着 要不要一起凑钱买一副 女生们则花容变色 人人自危 天啊 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道具 要我说 变态的不是道具 是人 姐妹们 以后可一定要小心了 不行 回头我就给自己整一套防透视服 看着场中的气氛越来越不对 陈瑶柔了柔眉心 他在想 好好的一个新生考核 到底哪出了问题 第二关考核终于结束 林语 赵新城笑着从火焰中走出 众考生又复杂又敬佩地看着他们 这一关下来 原本的五百多名考生 只剩下三百多名 陈瑶扫了一眼 诸位学弟学妹 这第二关 你们完成的都很不错 下面进入第三关 他也没说考核内容是什么 只是冲陆云飞等人招了招手 陆云飞会议将考生们聚集在一片区域 并和几名学长开始布置起来 由于少了几名学姐的缘故 布置的时间慢了不少 陈瑶想了想 亲自下场布置 伴随着他们注入异能 几台造型奇特的设备被激活 一圈朦胧的光运将所有考生笼罩 此即 考生们全都两眼一番 昏睡过去 见状 陈瑶下达指令 开始制造幻境 好 很快 考生们被先后拉入幻境 陆云飞笑道 没记错的话 这一关 考的是他们对于诱惑的抵抗力 一能路上存在诸多诱惑 只有经得住诱惑的人才能走得远 陈瑶微微汗手 从他手中接过窥天镜 他也想看看 一些人在幻境中的表现 预指轻点 镜中立刻浮现出一幅画面 那是一位少女 一个人站在月光下 美好的身段 清纯甜美的脸颊 给人一件清新之感 少女明周周 是这届考生里 唯一一个拥有S级潜力的女生 也是目前 陈瑶最看好的两个人之一 他并不清楚自己身在幻境 也忘记了自己正在考核 在他手中 踢着一盏古朴的青铜燃灯 微弱的火光在灯中跳动 画面怎么看 怎么为何 而此刻 燃灯中忽然响起一个飘渺的声音 小女娃 听得到我说话吗 你是 周周满脸惊异 看向燃灯 一时竟想不起来 此物何时出现在他手上 我是灯神 飘渺的声音说道 小女娃 只要将上面的盖子打开 放我出来 我便可满足你三个愿望 灯神 周周瞪大美目 在他身上 竟会发生如此离奇的事情 略微思索 他摇了摇头 放你出来 这不可能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灯神 万一是妖魔 要加害于我怎么办 灯神一声轻叹 世人对我多有误解 这样吧 我给你讲个故事 在他的故事中 他是正义的神明 为救着人间 不惜拼掉自己的性命 死后神魂 被恶魔封印在灯中 数万年沧海桑田 我累了 眷了 只想再看一眼 我曾守护过的人间 小女娃 你就忍心 让我一直关在里面吗 周周点点头 你的故事很感人 但我是不会放你出来的 小女娃 再考虑考虑 请别急着做决定 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 灯神声音急剧诱惑道 我可以给你这辈子 都花不完的钱 我可以让这世上 最俊美的男子 供你玩乐 我可以给你无上的权利 我可以给你毁灭一切的力量 只是 任凭她如何说 周周始终不为所动 我的妈妈告诉过我 想要什么 就靠自己努力去获取 不需要别人来施舍 少女声音坚定道 可 我是神 灯神声音陡然拔高 神也不行 少女默默放下手中燃灯 独自一人消失在夜色中 幻境也随之消失 周周迷蒙中睁开眼 这才发现 之前一切不过是幻境 她见到陈瑶冲她微笑点头 学妹 恭喜你成功通过第三关考核 周周也露出开心的微笑 没想到这第三关这么简单 都不用经历什么痛苦 几乎是同一时间 秦勇也从幻境中行转 有些憨厚的挠了挠头 我这是 恭喜学弟 你通关了 陈瑶 陆云飞等人 纷纷冲她微笑 事实证明 他们最看好的两个人 都没有让他们失望 至于其他人 此刻都还在幻境当中 进入幻境有快有慢 有的这时候 才刚刚进入 嗯 要不要看看那两个家伙 陈瑶想了想 玉指又轻轻点出 窥天镜上 再度浮现一幅画面 是他 那位在第二关中 表现非常突出的淋雨同学 周周顿时来了兴趣 明眸看向镜中 秦勇也把头凑了过来 不知道陈瑶同学 对这一关 是不是又有什么 独特的见解 我这是在哪 刚刚不是 还在屋檐下躲雨吗 月光下 陈瑶有些迷糊 发出灵魂拷问 随后 看了一眼自己手中 咦 什么时候多出来一盏灯 小友 听得到我说话吗 灯内 忽然响起一个 飘渺的声音 哐荡 陈瑶二话不说 直接将青铜燃灯 砸在地上 骂咧咧道 什么鬼东西 那个 小友别误会 我是灯神 不是鬼 飘渺声音说 灯神 灵雨冷笑 你是不是想说 放你出来 你就满足我三个愿望 哈哈 小友聪慧过人 我正有此意 灯神说 灵雨目光邪逆 你觉得我是傻子吗 放你出来可以 先满足我三个愿望 这 灵神为难地说 小友 抱歉 并非我不愿 而是我的一身神力 被青铜燃灯封印了 必须先放我出来才行 灵雨摇摇头 那没什么好说的了 再见 说着 转身就走 等一下 小友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灯神说 灵雨灿烂一笑 要不 还是我给你讲故事吧 嗯 这话把灯神给整不会了 却听灵雨说到 第一个故事是 农夫与蛇 从前有个农夫 故事简单 却又饱含哲理 配上他情真意切的讲述 将农夫的善良 与蛇的阴险狡诈 刻画得淋漓尽致 故事说完 立刻无缝衔接上另一个故事 吕洞兵与狗 从前有个吕洞兵 同样情真意切 引人深思 最后第三个故事 大妈与帅小伙 从前有个帅小伙 三个故事说完 灯神沉默 感觉这是在暗绰绰地嘲讽自己 但他没有证据 小友 别的我也不多说了 大家都是明白人 灯神组织了一下措辞 问道 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才肯放我出来 三个冤枉 灵雨淡淡道 这不可能 灯神咬了咬牙 暗拿下心中的杀意 笑道 我都说了 我一身神力被封印 即便我想满足你 也做不到啊 要不这样 我告诉你 我埋下三处宝藏的位置 当中宝物无数 等你获得那三处宝藏 再来救我出来如何 灵雨想了想 点头道 可以 灯神笑了 小友 光答应可不行 我需要你对魔神起誓 等获取三处宝藏 就立刻放我出来 否则天打雷劈 灵雨毫不犹豫到 好 我对魔神起誓 等获取三处宝藏 就立刻放你出来 否则天打雷劈 好好 灯神心情很是不错 于是 灯神很是痛快地 将三处宝藏位置告诉了灵雨 于是 灵雨也很是痛快地 来到一家水泥场 用水泥将青铜燃灯呼了 里三圈外三圈 又乘车来到海边 将之丢进海底 放心吧 三处宝藏 我只去两处 灵雨诚恳道 幻境消失 灵雨睁开眼 有些惋惜 原来是假的 害得我白高兴一场 陈瑶 陆云飞等人看着他 久久无言 这一关的通关方法说难很难 说简单 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拒绝诱惑 远离灯神 即可通关 而此刻 他们不禁在想 是不是他们对通关方法理解有误 恭 恭喜学弟完成第三关考核 陈瑶嘴角抽了抽 说道 他在心里面反思 把此子招进学院 真的没问题吗 毕竟 没觉醒一能就这样了 等觉醒了 那还了得 思索间 眉心又开始隐隐作痛 他忙给自己转移注意力 预止又轻轻一点 窥天镜中出现新的画面 小友 放我出来 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 你有什么愿望吗 灯神问 赵星成手握青铜燃灯 沉银沉银 认真道 容我想一想 我乃赵家少爷 家里千亿资产等着我继承 我要钱有钱 要言有言 更有无数美女 想要投怀送报 你觉得 我缺什么 灯神皱眉 想了想 眼睛一亮 力量 我可以赐予我 无你伦比的力量 赵星成摇摇头 这个也不用 实话告诉你吧 我家里人带我做过潜力检测 当时 他们一个个敬为天人 说我天赋一禀 今后必成大器 所以力量这玩意 对于我来说 并非遥不可及 要不你再想想 我缺什么 灯神 想了半天 灯神愣是想不出来 对方缺什么 赵星成却是眼睛一亮 这样吧 灯神 本少爷满足你三个愿望 这个愿望怎么样 灯神 灯神又给整不会了 对了 为什么要说又 拜上 灯神开口 可以 我的愿望是 放我出来 赵星成摇头 这个不行 万一你要出来杀我吗 绝对不会 灯神保证到 小友 且听我给你讲的故事 从前有个神明 为守护这人间 故事可谓赶人肺腑 赵星成听的动容 于是 他大手一挥 说吧 想要多少打赏 灯神 赵星成有些不好意思 那个 我还想再听 能不能讲一些热血点的故事 比方说 主角修为被废 惨遭退婚 退婚当天 他大喝一声 呆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灯神 嗯 实在不行 唱首歌听听 我喜欢有律动感的 能够听着歌翩翩起舞的那种 比方说 如果华佗在世 重阳都被医治 外邦人都来学汉字 激发我民族意识 赵星成一言不合 直接开唱 动听的旋律 可惜 没有一个音 是唱在调上的 灯神中是忍无可忍 小友 我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 把这盏灯扔了吧 哦 早说嘛 赵星成点头 随手一扔 青铜燃灯飞向远处 幻境也随之消失 赵星成睁开眼 就发现 学长学姐看自己的眼神不对 询问的目光看向淋雨 很快 他便从林兄眼中看到了答案 太优秀了 场内出奇的安静 陆云飞等人变得更加沉默 陈瑶则一个劲的柔眉心 他有一种预感 将这两人招进少峰学院 少峰学院 永无宁日 周周 秦勇二人则好长一段时间 都陷入到怀疑人生般的思索当中 是什么原因 导致双方对这一关的理解 出现这么大偏差 随着时间推移 考生一个接一个行转过来 他们先是一联盟 当得知第三关就这样通过时 都欣喜不已 欣喜之余 他们热切讨论 分享通关心得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 稀里糊涂就把青铜燃灯扔掉了 稀里糊涂就过关了 你们呢 我跟你差不多 看样子 大家都一个样呀 不 有人和我们不一样 谁 很快 众考生纷纷看向淋雨 赵星成 惊为天人 千言万语化作两个字 牛逼 此时行转过来的 共一百二十二人 剩下两百多人 还在一动不动昏睡着 他们怎么了 赵星成好奇问 陆云飞一声叹息 他们死在了幻境中 放出灯神的一刻 灯神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将他们毫不留情地杀死 这 众考生面面相去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庆幸 还好 他们当时惊住了诱惑 对了学长 这些人不会真就这么死了吧 有人满脸惊骇地问 那倒不会 陆云飞摇摇头 不过 若是没有人将他们唤醒 他们便会永远迷失在幻境里 再难醒来 众考生无不震撼 岂不是说 只要学长他们愿意 完全可以将所有人都困死在幻境中 这便是异能吗 林宇轻声自语 也被震撼到了 这时 陈瑶挥挥手 说道 将他们唤醒吧 好 陆云飞等人立即执行 很快 两百多人在茫然中醒来 当得知他们第三关没能通过时 一个个懊悔不已 为什么 为什么当时 没能管住自己 有人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 也有女生大哭 我并不是经不住诱惑 我之所以放灯神出来 是因为 我想救回身患重病的母亲 学姐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女生可怜巴巴地望向陈瑶 陈瑶微微摇头 抱歉 没通过就是没通过 对此 我只能深表遗憾 女生没再说什么 转身离去 随着这一批人黯然离场 本次新生考核 算是落下帷目 陈瑶望着122名新生 展颜笑道 恭喜各位学弟学妹 正式成为少风学院的一员 笑容温婉亲切 令得不少男生 对其新生好感 学姐真美 赵新成眼眸放光 随后 又在心中默念佛家四字真言 色即是空 凌羽露出一抹如释重负的笑意 穿越而来 见识到妖魔的可怕 那种焦虑的情绪 总算得到了缓解 她凭借自己的才华 通过层层选拔 最终成功加入 华国五大艺能院校之一的少风学院 更是获得学长们的一致赞赏 以及学姐陈瑶的青睐 想想都觉得很不错 陈瑶收敛笑意 表情忽然严肃下来 极具压迫感的声音 在场中响起 在这里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 不要因为考进学院 就沾沾自喜 这仅仅是你们艺能录的开始 日后若想有所成就 就给我一个脚印 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不要总想着投机取巧 这一刻 学姐的威严惊险 新生们纷纷被震慑 陈瑶的目光 最后若向林宇二人 警告之意再明显不过 你们都明白了吗 众新生 明白了 林宇星说 学姐对自己 还真是青睐有加 她一表情严肃地点点头 明白了 陈瑶这才收回目光 接着开口道 现在是五月份 距离你们正式开学 还有四个月 这四个月 你们要做的 便是熟悉学校环境 了解各大院系 并确定未来发展方向 见新生们一脸猛逼 她解释道 我们少风学院 共有五大院系 分别是战斗系 辅助系 理论研究系 物种研究系 道具开发系 具体如何选择 需要根据你们所觉醒的异能 以及你们的兴趣爱好决定 当然 你们没必要急着做出选择 八月底之前选择完院系 填报上去即可 随着她话音落下 不少人已经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无疑 选择院系 对新生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决定未来发展 有男生鼓足勇气 问道 陈瑶学姐 你在哪个院系 战斗系 怎么 你也想来 我们战斗系 陈瑶似笑非笑道 嗯 男生用力点头 陈瑶笑了笑 没再说什么 像是对此早就习以为常 林语发现 这一刻 几名学长下意识缩了缩脖子 表情都有些异样 看向那男生 像是在看曾经的自己 学弟 勇气可嘉 陆云飞给了那人一个 自求多福的眼神 见陈瑶目光冷冷扫来 他立刻闭嘴 对了学长 能和我们讲一下战斗系吗 有女生问 陆云飞点点头 战斗系 顾名思义 学习的就是如何战斗 说实话 战斗系真没什么好的 心生进去 不是在挨打 就是在挨打的路上 学成之后 更是会被送上战场 与妖魔战斗 陆云飞也不知道 自己哪来的勇气 在陈瑶笑盈盈的注视下 硬着头皮 将话给说了下去 他不经意的挺了挺身子 期待有学妹问他 那学长 你是哪个系的 那学长 你是哪个系的 赵星成问 陆云飞 陆云飞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那个 我是道具开发系的 各位学弟学妹们 如果对制作艺能道具有兴趣 可以考虑来我们系 我们来者不倔 这次 他是带着系主任的任务而来的 便是为他们系 多招那些优秀人才进来 当然 最好是女生 在道具开发系 男女比例失调 将近5比1 这就导致 单身率居高不下 好多哥们儿找不到女朋友 于是 他们打起其他系女生的主意 于是 其他系的男生 都跟防贼一样防着他们 于是 他们又打起 新来学妹的主意 却见陆云飞微笑着拿出手机 打开一个二维码 学弟学妹 觉得咱道具开发系不错的 可以先扫码进群 大家深入交流一下 话音一落 不少考生都过来扫码 陆云飞眼含期待 然后 他就发现 新建的群寮里 男女比例为8比1 陆云飞 这就算了 更可气的是 竟有学弟哪壶不开提哪壶 赵老板 at学长 你们道具开发系 交作透视眼睛部 话题一旦打开 便停不下来 于是 群里硕果仅存的女生 纷纷花容变色 不约而同地退出群寮 陆云飞 林兄 我怎么感觉 群寮里的气氛不对 赵新成有些心虚说 那就 退群 林雨提议 我觉得这道具开发系 可能不适合咱们 好主意 就在众人讨论时 五大院系的系主任 也围坐在一张会议桌上讨论着 整场考核 包括此刻大厅中发生的一幕幕 都在他们面前 屏幕同步播放着 被他们看在眼中 不错 这一届的新生 总体质量远胜前几件 一位系主任笑道 是啊 有系主任点头 尤其 还一连出了三个S级潜力的学生 这方在任何一届 都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嗯 我觉得秦勇和周周两位同学非常优秀 很适合来我们战斗系 这就过分了 秦勇你们要去也就算了 周周 应该来我们道具开发系 凭什么 我觉得来物种研究系更合适 其实也可以来辅助系 说着说着 系主任们就开始争论了起来 差点因为这个动手 这时候 又有系主任说道 其实吧 林宇和赵星成两位同学也非常优秀 通关方法更是别出生面 别具一格 是好苗子 诸位 有谁愿意要他们 会议室内一下子陷入沉默 半场 才有人道 老曹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 你要了他们吧 凭什么 老曹当时就不乐意了 像这样的人才 就应该去你们战斗系 嗯 要不还是去道具开发系吧 刚刚陆云飞那小子 不是说了吗 道具开发系 来者不拒 我同意 我也同意 同意你大眼 就这样 系主任们又开始争论了起来 倒不是他们看不上这两位 实在是这两位太过于优秀 让他们担心 自家院系有朝一日 鸡飞狗跳 会议桌上的争吵 当事人自然无从得知 一楼大厅 陈瑶开始进入下一个话题 除选择院系外 之后四个月里 你们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 那就是把异能觉醒出来 陈瑶表情严肃 不论多大的潜力 不将异能觉醒出来 都是空的 若到时候 连异能都觉醒不出来的人 不好意思 学院会给你们安排退学 此话一出 场内立刻安静下来 新生们仿佛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现在考虑去哪个院系 为时尚早 当务之急 还是得将异能觉醒出来才对 新生们很快摆正心态 有人问道 那么请问学姐 如何才能觉醒异能 陈瑶没有回答 而是摇头道 这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不过 你们也不用担心 从明天开始 学院会安排专门的老师来教导你们 他摆摆手 好了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还有事 先走了 说着 他静止朝门外走去 最后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灵雨 希望你们的表现 不要让我失望 灵雨心中的那点喜悦 渐渐被冲淡 取而代之的是忧虑 他和其他人的情况都不同 即便成功觉醒出异能 一旦被评测低于C级 也一样会被退学 灵雨想到之前镜子中的图案 手握一本黑色册子 那便是他今后觉醒的义能吗 希望 给点力吧 看了一眼时间 接近十一点整 这时 就听陆云飞说 各位学弟学妹 我带你们去食堂吃午饭吧 饭后 你们可以在学校里随便逛逛 下午一点半 还是在这里集合 办理入学手续 外边 雨还在哗啦啦地下着 陆云飞随手取出一个玻璃球 义能注入 一道光木凭空升起 众星生站在光木下 叹为观止 陆云飞趁机宣传道 此道具名为隔绝水晶 是我自己设计并制造出来的 怎么样 很神奇吧 只要进入我们道具开发系 以后 你们也可以 这番宣传还争起了一定效果 好几名学弟纷纷表示 对道具开发很感兴趣 怎么没有学妹 整个学校做地面积 约有八千多亩 乘一个圆形 食堂便是在这个圆的圆形 众人行进约二十分钟 面前出现四栋双层建筑 上面写着食堂的字样 标号分别是CBAS 新生们一愣 难不成 吃个饭还要按照异能等级 选择对应食堂 林宇有些纠结 问道 学长 那你觉得 我应该去哪个食堂 陆云飞差点被这问题给整不会了 许久 他才揣度出其中的含义 解释道 学弟 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 我们这里的字母 并不是代表异能等级 而是代表消费高低 等级高的食堂 无论是食材还是口味 都要更好 相对应的费用也会更高 原来是这样 林宇点点头 看向面前四座食堂 怎么选 有钱人才会因不知怎么选择而迷茫 想他 目标就很明确 递好食堂 只是 刚走出没两步 赵新成便笑着拉住了他 林兄 我一个人吃饭甚是无聊 不如 和我一起 赵新成指了指A号食堂 又指了指自己 暗示这顿饭由他来请 从林宇的穿着不难看出 家里条件不怎么好 因此 他说话注意分寸 顾及林宇的自尊 林宇笑了笑 那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 两人刚准备去往A号食堂 却被陆云飞拦下 那边的饭 你们吃不起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赵新成瞪眼 血脉喷张 仿佛下一秒 就要化身都市爽文男主 上演拿钱 杂哭尖酸配角的桥段 陆云飞有些牙疼 解释道 A号食堂 是用学分进行消费的 就问 你们现在哪里来的学分 这样的吗 赵新成立刻恢复冷静 问道 那这学分 可以用钱买吗 陆云飞摇摇头 学分在我们学院用处很大 可以兑换各种道具 修炼资源 可以说 与提升实力直接挂钩 要你 你愿意用学分跟人换钱吗 好吧 赵新成轻叹 男主变身失败 事实证明 结果总是差强人意 林宇拍了拍他肩膀道 没事的赵兄 等以后赚到学分了 我们再去A号食堂 大块吃肉 嗯 好 陆云飞摇了摇头 两位学弟 还是将生活想得太美好了 先不说学分有多难赚 即便赚到学分 用来提升实力不香吗 有谁会奢侈到 用学分满足口腹之欲 最终 赵新成和林宇去了B号食堂 一顿饭下来 供给消费1800 当然 贵也有贵的道理 所有菜品都是现烧现做的 而且从味道上来说 完全不输五星级酒店 两人边吃边聊 离开食堂时 已是中午12点 刚走出食堂 便见一青年脚踩水波 仿佛乘风踏浪一般朝他们冲来 神色却显得尤为慌张 青年看到林宇二人 便是眼睛一亮 两位 你们是新来的学弟吧 嗯 林宇点头承认 学长 有什么事吗 赵新成问 却听青年语速飞快道 是这样 学长我遭受到了校园霸凌 有一群疯女人要追着打我 我走投无辱 你们可一定要帮帮我 这 林宇二人有些为难 他们可还没有觉醒一能 牵扯进来 不是纯纯给自己找麻烦吗 青年已是顾不上多做解释 他指了指闭号食堂 我现在躲进里面的一间包厢 等追我的人过来 你们就说 我去了帝号食堂 感激不尽 最后四字 可谓是情真意切 只是 林宇二人却是察觉到 对方眼中的威胁之意 似乎 如果不答应 就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放心吧学长 包在我们身上 林宇同样情真意切 赵新成情真意切的点点头 多谢学店 青年常常松一口气 快速冲进帝号食堂 很快 便有五六名学姐 从各个方向冲来 满脸煞气 见到林宇二人 他们也是眼睛一亮 两位学弟 有没有看到一个 绝心水稀异能的家伙 往这边跑来 一学姐问 林宇二人愣住了 他们认得这几位学姐 正是新生考核上 寒怒杀出去的那几位 所以 先前那位青年的身份 呼之欲出 蔡学长 他禁闭号食堂了 赵新成化身诚实小郎君 十二号包厢 林宇补充 多谢学店 几名学姐投去感激的目光 而后 杀气腾腾的冲进食堂 下午一点半 全体新生集合 办理入学手续 用时半个小时 期间 一个面容课版 不苟言笑的中年男老师出现 告知所有人 明天上课的时间和地点 老师的话不多 说完就走 甚至都没做自我介绍 新生们纷纷觉得 这位老师似乎不太好相处 值得一提 临走之时 老师多看了林宇 赵新成一眼 这让两人受宠若惊 果然 人还是不能太优秀 赵新成新生感慨 林宇耳阔微动 听到人群里有这样的谈论 听说蔡坤学长 刚刚被毒打了一顿 老惨了 他微微一笑 作为此事的始作俑者 外加见证者 只能说 刺激 手续办理完毕 林宇领取到一张学生证 以及一把宿舍钥匙 赵新成不知什么原因 急匆匆的就走了 林宇来到付费窗口 让他有些惊讶的是 在少丰学院 并不需要交学费和住宿费 询问原因 得到的回复是 咱学校瞧不上那点钱 这句话可以有两种解读 一种是咱学校很富有 一种是咱学校很有胃口 希望 不是后者 林宇心中没底 看了一眼 要是上对应的门牌号 319 值得肯定的是 因为担心新生 找不到宿舍楼所在位置 学院贴心地 安排了一位学姐带路 学姐留着一头短发 身穿T恤 给人很清爽干练的感觉 我叫于珊珊 来自辅助系 学姐自我介绍一番 便开始为他们辅助系 做起了宣传 这次 他也是带着系主任的任务而来的 我们辅助系 主要学习后勤 医疗 信息采集处理 远程指挥等一些辅助技能 基本上不会上前线 安全性有保障 或许是有人格魅力的加持 这位学姐的宣传效果 就比先前那位学长要好不少 得到不少人的响应 周周美眸微亮 笑嘻嘻地上去 主动要了学姐的联系方式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相谈甚欢 林宇只听到几个关键词 亦能觉醒 呼吸数 隔着一段距离 其他的实在没听清 来到男生宿舍 打开门 出现在他眼中的 是一间单人间 配套设施齐全 有独立阳台和卫生间 环境可以说很不错 床上铺着崭新的被褥 地面上没有灰尘 垃圾桶里也是干干净净 完全不需要他打扫 嘎吱 隔壁宿舍的门打开 林宇看了一眼 发现住在他隔壁的 是新生考核里 同样出类拔萃 但比他要差一些的勤勇 两人简单打过招呼 见对方手里捧着一本书 林宇好奇询问 得知这是一本异能图谱 里面收录了目前 已被发现的上万种异能 对此 林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询问 这本书是从图书馆借的 借书前需办一张借约卡 林宇当即前往办理 一本厚厚的异能图谱 被他借了回来 翻页 再翻页 时间就这样飞快流逝 林宇最先查看的 是与他那手握黑色册子的图案 相类似的异能 想借此判断一下 他要觉醒的异能到底如何 结果 还真被他查看到两种 S级异能 契约裁决 图案是手握一张羊皮卷轴 异能效果 是与他人签订契约 契约一经签订 谁也不能违背 否则便会遭受裁决 A级异能 厄运诅咒 图案是 手握一张黑色性质 异能效果是 将他人的名字 生辰八字写在上面 那人便会自此厄运缠身 直至死于厄运当中 显而易见 两种都是非常强大的异能 凌羽不禁大受鼓舞 这样看 自己的异能应该也不会弱 也是 若自己的异能 真烂泥浮不上墙 学院怎么可能说录取就录取 凌羽有理由怀疑 陈瑶一早就知道 故意不告诉他 但他没有证据 一晃到了晚上 凌羽躺在床上 想着明天 就有老师来教他们 如何觉醒异能 不免期待起来 没多久 他便睡去 凌羽家距离魔都 有小半天的路程 为了赶来参加考核 他起的笔记都早 一天下来 自然也已经很疲惫 次日清晨 一觉醒来 神清气爽 起床洗漱 吃完早饭后 凌羽前往上课地点 一间阶梯教室内 新生们陆续赶到 教室很大 容纳一百多人 没多大压力 凌羽 这 靠前排的位置上 赵新城冲他招招手 凌羽便来到其身旁坐下 见到他脸上 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凌羽问道 昨晚没睡好 赵新城点点头 叹息道 草率了 不应该买下那栋别墅的 到了晚上 外面各种虫子 在叫 吵死了 别墅 凌羽疑惑 一问才知道 这家伙闲学校住宿条件太差 直接花三千万 在学校边上的黄昏花园 买了一栋别墅 结果换来的 是一晚上睡不好觉 赵新城抱怨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一首歌 虫儿飞 虫儿飞 虫儿求你不要飞了 不知为什么 凌羽想笑 这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教室前方 正是昨天那位面容课板的中年老师 一上来 他便直截了当地说 同学们好 我叫李长青 是学院执法部的负责人 今天 有我负责向各位传授 有关艺能的知识 以及觉醒艺能的方法 随着他话音落下 原本还有些议论生的教室 立刻陷入安静 新生们眼中隐隐带着期待 当然 也不乏畏惧 他们已经从学长学姐那里得知 执法部 是悬在他们所有学生头上的一座大山 谁敢违规乱纪 大山直接压落 昨天 擅自在食堂动手的几名学姐 就被执法部狠狠教育了一顿 不出意外 现在还在面壁思过 我们先来说说 有关艺能的基本知识 李长青道 同学们 你们知道 艺能是怎么来的吗 众星生摇头 不知道 李长青倒也没真指望 有人能回答上这个问题 不过是想借此抛砖引玉 打开话题 却听一个声音说道 老师 我知道 艺能 是觉醒出来的 赵新成满脸骄傲 好像一位资深学霸 众星生看着他 你这说了跟没说 有什么区别 谁不知道 艺能是觉醒出来的 关键是 怎么觉醒 赵新成疑惑 难道 我说的不对吗 李长青憋了半天 道 你说的很对 不要再说了 他情绪都给整部连贯了 深吸一口气 说道 艺能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在那如毛饮血的时代 人类时刻面临着生存危机 四处寻找食物 同时 也要担心成为其他生物的食物 此外 各种天灾不断 在当时人类留下的残缺壁画上 我们看到这样一幅画面 说到此处 他顿了顿 然后继续到 一场神秘大物降临 笼罩全世界 各种各样的妖魔 不断从大物中走出 他们样貌猙獰 生性残暴 将除他们之外的所有生物 当作血食与奴隶 自然也包括人类 起初 面对实力强大的妖魔 人类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任人鱼肉 直到一天 一位人类先贤 破解了妖魔 获取力量的秘密 并以此觉醒出异能 让人类自身变得强大 带领人类对抗妖魔 时至今日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这才摆脱奴隶和血食的命运 将妖魔驱赶出人类的视力范围 李长青声音沉重 续说这一段 本该被所有人铭记 却被人们逐渐淡忘的历史 新生们听得认真 又对老实话 只说一半的行为 咬牙切齿 有人无比迫切地问道 老师 你所说的 妖魔获取力量的秘密 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觉醒异能的关键 猜得不错 李长青点点头 表示赞许 妖魔获取力量的秘密 确实是异能觉醒的关键 而那秘密便是 神秘大物 在新生们期待的目光下 他缓声解释 当时 人类先贤发现 妖魔似乎只要不断呼吸 那神秘大物 就会变得越来越强 于是就想 人类可不可以效仿 答案是 可以 但很危险 九成九的人类 都会因为吸收神秘大物 少数人能够从中获取力量 觉醒异能 这么恐怖 有学生倒吸量器 这和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试问 如果非要这样子 才能觉醒异能 还有谁愿意觉醒 灵语倒是平静 真正的方法肯定不是这个 不然 就这成功率 人类早被妖魔给灭了 况且 也没听说 有谁觉醒异能失败就暴体的 李长青扫了一眼众人 摇头道 这只是人类探索异能录的开始 万事开头难吗 事实上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之所以会出现 那样的情况 是因为大物中存在有 X Y W 等不少于十种的能量物质 种类庞杂 这些物质看不见也摸不着 而其中 有八种都是不适合人体吸收的 会损伤人体 具体原因就说到这了 如果有人对这方面感兴趣 可以考虑一下理论研究系 李长青趁机为好友 曹主任所在的理论研究系 打了播宣传 可惜 适得其反 此刻 大家伙心里面想的都是 啥玩意 好无聊 不行 报啥也不能报理论研究系 李长青继续先前的话题 接下来 说说异能探索的第二阶段 在不断探索中 有先贤发现 杀死妖魔后 从其尸体里 可挖出一种半透明晶体 吸收该晶体 不但可以觉醒 而且还可大大提升成功率 至于原因吗 自然是因为这种晶体中 有害物质相对较少 相当于被妖魔自身给过滤了一遍 李长青侃侃而谈 正因此 在那个时代 大批量的异能者横空出现 带领人类对抗妖魔 在普通人眼中 神话人物如盘古、女娲、福西 都是那个时期的大能 拥有通天彻地之伟力 他们为人类而战 燃尽生命 将妖魔消灭大半 只是 随着他们生死 人类还是不可避免陷入颓势 李长青放缓语速 像是在缅怀着什么 随后 继续到归根结底 人类中 能觉醒成异能者的人 还是太少了 强者数量更是稀少 所以 人类迫切希望 能多诞生一些异能者 便开始不断尝试 如何进一步提升觉醒成功率 接下来 便进入了异能探索的第三个阶段 众星生们眼睛都是一亮 他们知道 重头戏来了 却听李长青郑重说道 经过无数次失败 人类先贤 终于探索出 进一步提升觉醒成功率的方法 那便是 在吸收磨合的同时 使用呼吸术 呼吸术 淋雨等人都是一阵 这个词 他们也曾听学长学姐提起过 李长青点点头 道 呼吸术 顾名思义 一门与呼吸有关的术法 通过改变呼吸频率 从而实现身体各部位的共振 建立起一张防御网 不仅可以过滤掉 对我们有害的物质 还能增强我们的承受能力 最大幅度提升觉醒成功率 想了想 又补充 当然 呼吸术一开始 并没有如此神奇的效果 而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开发与完善 这也是理论研究系研究的重要课题 感兴趣的 不妨考虑一下 众人下意识忽略掉最后这句话 一个个眼含憧憬 有学生按捺下激动问道 那老师 什么时候传授我们呼吸术 李长青也没让众人失望 声音低沉道 现在 一众新生们都欢呼了起来 无比激动 毕竟 有了呼吸术 他们就能如愿以偿 觉醒出异能 李长青面色不变 继续言传身教 呼吸术 其实是一种术法的统称 细分下来 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呼吸术 品质有好有坏 也有的呼吸术 是专门为一种异能而开发的 不适合其他异能 所以 在学习呼吸术前 你们需要选择一门品质好 且适合自己的呼吸术 这一番话 又让新生们很快冷静下来 看样子 选好一门呼吸术 比选好对象都重要 众人竖起耳朵 却听李长青一口气 念出四种呼吸术的名称 兽痕 特点 与兽化类异能最为契合 对提升身体素质有奇效 烈阳 特点 可大幅度提升异能的爆发力 适合吃爆发的异能 神木 特点 可提升异能的持久力 与恢复速度 适合比较温和的异能 磐石 特点 可提升异能的稳固性 适用于防御类异能 李长青看向众人 表情肃目到 四门呼吸术的品质均是绝佳 你们可以根据你们的异能进行选择 不过 在选择之前 还有一个流程要走 什么流程 秦勇挠了挠头 问道 他已经选好了一门呼吸术 就等老师传授了 契约 李长青淡淡道 随着他话音落下 手中竟是出现一张羊皮卷轴 微微泛黄 带着岁月斑驳之感 其他人倒是没觉得什么 而看到这一幕 淋雨的瞳孔却是一缩 这不正是他昨天 从异能图谱上 查看到的异能契约裁决 李长青意味深长地看了淋雨一眼 玄机对众人说道 这是我的异能 契约裁决 一旦与我签订契约 终生不可违背 否则 无论身处何地 都会遭受我的裁决 除非你们的实力超过我 不然被裁决就是死 而现在 我要你们与我签订的契约是 永不背叛人类 永不投笑妖魔 永不将呼吸数泄露给外人 他声音洪亮 问道 你们敢签吗 敢 有何不敢 短暂沉默 新生们同样声音洪亮地回复 李长青满意点头 好 那便开始 他招了招手 从第一排按顺序一个一个来 就这样 新生们陆续上去 与李长青签订契约 怀揣着几分好奇 几分忐忑 事实上 过程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简单 李长青只是一个念头 契约便自动生成 根本不需要他们做什么 换言之 李长青想要用契约杀他们 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羊皮卷轴上 一行又一行文字凭空生成 众人看着上方出现自己的名字 无不惊惧 愈发的心怀敬畏 很快 轮到林语 赵新城 两人上去 仿佛只是走了个场 但他们知道 自此 这世上便有了他们无论如何 也不能违背的誓言 林语倒也没多少抵触 在他看来 契约的内容并不过分 永不背叛人类 永不投笑妖魔 想来是个人就能做到 至于最后一条 永不将呼吸术泄露给外人 也可以理解 不这样的话 估计人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呼吸术 没几天就要烂打街了 林语一边这样想 一边重新走回座位 然而亦在此时 变故突生 一个男生 原本排在林语和赵新城后面 轮到他签订契约时 他上前两步 与林语擦肩而过 突然 二话不说 从袖中翻出一柄匕首 朝林语刺去 刷 匕首划过一道寒芒 目标是林语脖梗大动脉 如此突然而狠辣的出手 将所有人都给惊到了 一些女生健壮 更是尖叫出声 林语也是瞬间汗毛直竖 肩不容发之际 他用力偏过头 脖子差点扭断 这才堪堪躲过刺向他的匕首 林语想也没想 迅速与对方拉开距离 心有余悸 而那男生 一击刺空后 不再看林语 果觉得转身 朝大门冲去 咔咔 李长青化作幻影 出现在他必经之路上 抬手将他的手脚关节 全部挤断 男生身体扭曲着 倒在地上 说吧 你带着什么目的来 李长青冷冷问道 这李长青话音落下 在场所有人 面色接连发生变化 男生的举动 起初让人匪夷所思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对同学下死手 又为什么要逃 可 联想到那份 他即将签订的契约 事情就很明朗了 这人有问题 所有人的目光 齐齐落向那名男生 四知道自己再劫难逃 男生也不装了 恶狠狠看向凌羽 该死 你为什么能躲过去 如果他刚刚那一下刺中 凌羽必定危在旦夕 届时 李长青就会面临两个选择 抓他与救人 若选择救人 他便有机会逃离这里 只是 令他没想到的是 凌羽竟然机敏地给躲过去了 这便使得他 再无逃脱可能 众人文言 纷纷面露一样 刚刚 他们都以为凌羽要出事 若换做他们中的任意一个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恐怕早就被得手了 结果 凌羽却是反应神速给躲开了 厉害 秦勇暗暗竖起大拇指 周周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凌羽 美目中带着异彩 赵星成沉默 他的拳头到现在 还紧紧握着 因为和凌羽离的最近 刚刚一瞬 他亲眼目睹了匕首刺下的轨迹 一道寒芒在他眼中闪现 只有他 真切体会到了此间的凶险 凌羽算是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 还好他没事 赵星成死死盯着那男生 心里没来由 涌起一股怒意 凌羽强忍着脖子的剧痛 刚刚那一下 他颈椎病都要扭出来了 此刻听到男生的话 他当时就不能忍了 二话不说 上去 框框就是两脚 在男生脸上留下两个血印 你 你在找死 男生咬牙 眼神怨毒无比 凌羽也不惯着他 框框又是两脚 将他牙齿给踢碎一地 做完这些 心中这才顺畅 众人都给看呆了 感觉凌羽是在借机报复 好吧 把感觉去掉 他就是在借机报复 李长青原本看向凌羽 目光里颇有些欣赏 觉得此子机敏 反应过人 有必要叫其他人 向他学习学习 现在 他默默收回这个想法 看着地上 被迫改头换面 说话都开始漏风的男生 李长青忍着牙疼 道 要交代什么 赶紧交代吧 男生咧开嘴 满嘴血沫的他 轻蔑地笑道 想要我交代 先让我弄死那小子 凌羽立刻抬起脚 准备再来两下 但却被李长青阻止了 对方表情严肃 示意他退后 凌羽当即照做 李长青回以那男生 同样轻蔑地笑 不用试图挣扎了 你究竟所为何来 真以为能瞒得住我吗 却见他轻轻一抖 手中的羊皮卷轴 一串文字在上方浮现 这当然不是真实的羊皮卷轴 而是由异能所化 伴随着他心念一动 契约签订 我 张俊逸 永不背叛人类 那是违背契约的表现 他果真违约了 也就是说 他背叛了人类 投笑了妖魔 所有人瞳孔收缩 即便先前有所猜测 现在还是忍不住大吃一惊 这世上 居然真有这样的人 居然就在他们身边 随之而来的是无边的愤怒 在这个世界 背叛人类 投笑妖魔 乃是十恶不赦之罪 就地处决 一点也不为过 李长青眼神冷漠 金光在他的控制下 化作一柄金色的十字箭 箭尖直指那名男生 裁决 说出你来少风学院的目的 我可以考虑 给你留个诠释 李长青面无表情道 男生忽然发出呵呵的笑声 目的 很快你就知道了 李长青没有犹豫 十字箭落下 将男生刹那格杀 男生失去心跳 失去呼吸 一动不动地 躺在血泊之中 众人神色复杂 看了一眼后 又收回目光 不忍去看 毕竟这怎么说 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眼睁睁看着他 在自己眼前消亡 那种冲击感太过强烈 心理承受能力差一点的 已经面色发白 摊坐在了座椅上 不过 毕竟都是通关了 新生考验的人 心智坚定 很快就从那种 不适中摆脱出来 在看那具尸体时 他们脑中只浮现四个字 死不足惜 只是 就在所有人认为 事情已经结束时 惊变在起 男生像是炸尸了一般 身体猛地 从地上弹射而起 在空中翻转180度 背在前 面靠后 扑向淋雨 姿势看起来颇为怪异 啊这 众人惊呼 而后 一个个头皮发麻 呲啦呲啦 男生背后的衣服 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撕扯开 定睛看去 赫然是几条紫黑色 布满道次的藤蔓 诡异如动 藤蔓仿佛是从身体里面 生长而出 与其背部的血肉相连 而在那中央 一朵妖异的紫红色花朵 撑开血肉 绽放开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花瓣片片舒展 露出里面的花盘 花盘上 生有一张争鸣的面孔 此刻 她的双眼正怨毒 而疯狂地盯着凌羽 恨不得立刻将她给生吞活泼 这一刻 所有人脑中 都如同过电一般 这是 妖魔 眼见那妖魔朝自己扑过来 凌羽惊出一身冷汗 背脊都在冒含义 早知道这家伙身体里 藏着一只妖魔 他就不应该 就不应该只后退这么几步 应该躲远点的呀 我 寄生花 不得对人类出手 关键时刻 李长青签订契约 并对其发动裁决 一柄十字剑后发先至 将那只妖魔定死 妖魔临死前 发出尖锐的惨叫 最后不甘地倒下 场中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能听到自己 砰砰砰的心跳声 他们中 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妖魔 却是没曾想 妖魔会以如此诡异的方式 出现在他们眼前 太可怕了 淋于脸有些白 不久前 她远远看到 一只血眼双头怪 在她家附近 大肆屠杀平民 那时 她就被震撼得不轻 而此刻 如此近距离接触 更是差点死在妖魔手中 那种感觉可想而知 很不好 淋于握了握拳 脑中只有一个念头 尽快觉醒出一能 记 记生花 赵新成喃喃两声 面露骇然 见她这反应 淋于等一众人都不解地看着她 怎么了 这种妖魔很恐怖吗 有人问 赵新成喉结微动 用力点了点头 远比你们想象的要恐怖 她没有卖关子 直接开口解释 这种妖魔名 记生花 记生 便是她最恐怖的能力 任何生物 一旦被记生 整具身体将会成为她的养分 意识也会逐渐被她掌控 除非是死 否则 永远无法摆脱 此刻 赵新成难得正经一回 倒也没人怀疑 她这是在危言耸听 这与他们先前所见 完全能对应上 这时候 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个问题 先前那位男生 并非主动投下了妖魔 而是被控制了 煞时间 所有人都有一种 不寒而栗的感觉 试想 若被记生的是自己 下场断然 不会比先前那位男生 好到哪去 李长青有些意外地 看了一眼赵新成 点点头 赵同学说得不错 这种妖魔 十分诡异难缠 尤其是 他已经记生到了 我们学院的学生身上 所有人都必须重视起来 他环顾一圈众人 神色正重到 记生花的记生能力 有一个限制 那就是 无法记生 并控制异能者 但如果 在觉醒成异能者前 就记生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限制 所以 他们最喜欢记生的 就是你们这群 有望觉醒异能的人 他的声音愈发低沉 表情愈发肃穆 历史上 便有一起案例 一位人类异能者中的 领军人物 突然投笑妖魔 对人类倒戈 造成无数人类强者丧命 一开始 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最后发现 早在他觉醒异能前 便被记生花记生 李长青的话 让众人头皮都骂了 这时候 不说人人自危 也差不多 不行 我要尽快觉醒成异能者 不然 说不准哪天就被记生了 是啊 想想都可怕 李老师 快点传授我们呼吸数吧 众人全部焦虑起来 眼神无比急切地 看向李长青 李长青点点头 不过在此之前 那些还没与我 签订契约的人 立刻上来与我签订契约 花音落下 人群中 两道身影 好似金弓之鸟般 飞速后退 众人大惊 难不成 又有两人被记生了 定睛一看 发现那赫然是凌语 赵新成两人 众人 之后的契约签订非常顺利 没有发现有人被记生 这让所有人都不禁松一口气 好了 接下来你们可以根据自身需要 前往楼上的四间教室 里面会有老师传授你们呼吸数 李长青告知众人道 从401到404 分别是兽痕 猎羊 神木 磐石 咚咚 意在此时 教室的门被敲响 有学生跑去开门 却见门外 站着两位漂亮学姐 穿着科研人员专属白大褂 笑着打招呼道 你好 请问我们能进来吗 学姐请 那学生立刻让开位置 两位学姐走入教室 起初 众人还以为 他们是来找李长青 然而 事实上并不是 两位学姐的目光 一眨不眨盯着地上的尸体 准确地说 是盯着尸体上 长出来的寄生花 那眼神 就仿佛大灰狼 看到了心爱的小羊羔 科学家看到了心仪的小白鼠 用变态来形容一点不过分 淋雨都给惊到了 就见其中一名学姐 若无其事地取出一把特制手术刀 将寄生花一块块地 从尸体上切下来 小心翼翼地装进一支塑料袋中 另一位学姐 则微笑着做起宣传 各位学弟学妹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物种研究系 如你们所见 我们物种研究系 研究的就是妖魔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当然 我们偶尔也研究异能者 学姐声音软弱 细声细语 属于那种 我见游怜的类型 只是 配上切割尸体的惊悚画面 实在让在场男同胞们 游怜不起来 尤其是那句 我们偶尔也研究异能者 令得所有人心跳加快 但那是给吓的 这边 学姐还在介绍 另一边 学姐已将寄生花的尸体 全部切片打包 刀法不可谓不娴熟 所以 各位学弟学妹 如果对我们物种研究系感兴趣 欢迎扫码进群 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学姐笑盈盈地打开一个二维码 展示给众人 见状 众人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那个 我觉得 我可能不太适合 学姐 你解剖尸体的样子 真美 可惜 我一看到美的事物 手就容易抖 学姐笑容都僵在那里 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难道 是因为他们不够热情 到最后 也没一个人愿意进群 学姐有些失落地 收起二维码 那就不打扰各位学弟学妹了 学姐转身欲走 这时 忽听一个声音说道 学姐 我很感兴趣 可以加入吗 学姐一愣 寻生看去 发现是一个古铜色肌肤的壮汉 正一脸真诚地看来 欢迎欢迎 她笑着重新打开二维码 带到对方扫码进群 这才和另一位学姐一同离去 秦勇 厉害啊 没想到 这就给你博取到了学姐的好感 赵新成竖起大拇指 秦勇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那个 其实 我是针对物种研究系感兴趣 赵新成笑了笑 我懂我懂 对于众人来说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此即 一行人离开教室 去往楼上 摆在他们面前的 有四种呼吸术 而他们 则需要根据自己的异能 选择最适合他们的一种 这时 最纠结的要数林宇 自己的异能是什么 有什么特点 他一概不知 这怎么选 要是选了一个不合适自己的 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赵兄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选 林宇想让赵新成帮忙参谋一下 赵新成摇摇头 给了他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 这个 我可不敢给你瞎提建议 一旦提错 那不是害了你吗 林宇顿觉犯难 开始在楼道里徘徊 四种呼吸术 兽痕 猎羊 神木 磐石 该选哪一种 首先排除兽痕 自己的异能 应该与兽坏没有关系 剩下三种 一个注重爆发 一个注重持久 一个注重防御 林宇却是迟迟无法在他们中 做出选择 眼看新生们 一个个走进教室 走廊上 变得越来越空旷 到最后 竟是只剩下他和赵新成 林宇内心叹息 我太难了 对了 赵兄 你怎么不进去 特地在外边等我吗 林宇问 不知为何 心里倒是有些小感动 赵新成摇摇头 林兄 你误会了 是这样 我家里面已经花费重金 为我购得了一门呼吸法 名为苍蕾影 对于提升雷系异能 有奇效 或许从品质上来说 不见得比学院传授得更好 但却是最适合我的 是吗 林宇苦涩一笑 先前的感动 顿时烟消云散 就在他一咬牙 打算以最简单高效的方法 抽签来决定时 一声银铃般的轻笑 在远空响起 那是一道白衣飘飘的倩影 在其脚下 无数光与凝聚成一只粉白色仙鹤 如梦似幻 承托着他 向林宇这边飞来 画面美到不真实 陈瑶学姐 林宇有些惊讶地看向来人 这是他第二次见对方使用异能 第一次释放出一朵粉白色的莲花 已经够惊艳的了 这次 直接换成仙鹤 林宇当时就是一脸艳险 自己的异能 要是也能这么拉风就好了 这不是林宇学弟吗 怎么 还站在这 不去学习呼吸术 陈瑶一副碰巧路过的样子 笑盈盈地看着他 林宇摇头 颇为无奈道 学姐你也知道 我的异能太过优秀 所以我在纠结 到底怎样的呼吸术 才能配得上他 陈瑶文言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就你那千万年难得一见的异能 一般的呼吸术 确实配不上 学姐我这里正好有一门不一般的 想不想学 林宇心中微动 说来听听 陈瑶朱唇轻起 说道 万法 据说是所有呼吸术的祖师爷 现存的所有呼吸术 或多或少都借鉴于他 至于他的特点 陈瑶陈瑶陈瑶 嗯 他很均衡 没有什么太亮眼的地方 也没什么短板 同时 他的包容性强 适用于所有异能 林宇眼睛一亮 这门呼吸术 看似毫无特点 却是最适合他无疑 眼下 自己与其纠结选错呼吸术 不如选这门万法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既然学姐认为 只有这门功法才配得上我 还请学姐传授 林宇说 陈瑶收敛笑意 表情严肃下来 像是在认真思考 呼得眉头一皱 怎么了学姐 林宇小心翼翼地问 以为他要拒绝 或是借机提什么条件 起料 陈瑶脸上的严肃 请客间荡然无存 逗你玩的 林宇 想学呼吸术的话 跟我来吧 他指了指自己脚下的仙鹤 多谢学姐 林宇没有犹豫 一步踏了上去 顿时 感觉好像踩在一团棉花上 双脚都有种 被柔软包裹的感觉 林宇一脸惊异 没等他说什么 陈瑶便已经驾驭仙鹤 腾空而起 粉白色雨一扇动 朝远处一栋大楼飞去 林宇最后 只来得及向赵星成挥挥手 以作告别 赵星成 看着两人双速双飞 又看看走廊上孤零零的自己 鼻尖微酸 仙鹤不足一米长 出去头和尾 能占人的地方 其实很有限 两人不可避免 靠得有些近 一股淡淡的清香 流入林宇鼻中 他忽然开口问道 学姐 其实 你是特地过来找我 传我呼吸数的吧 陈瑶一撇小嘴 小学弟 想什么呢 就凭你那大概率 连C级都没有的异能 我犯得着特地为你过来 林宇一听就不乐意了 还想 诃骗自己到什么时候 C级都不到 可我怎么听说 和我类似的异能 都是A级 S级的存在 是 是吗 陈瑶表情有那么一刻的不自然 旋即 理直气壮道 你从哪厅来的 我怎么没听过 他板起小脸 学弟 这年头 一些不靠谱的言论多了 你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不要别人说啥就是啥 明白吗 话语中的笃定和真诚 让林宇不由产生动摇 难道 是我搞错了 可 我是从异能图谱上查到的 还有 李长青老师的异能 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林宇弱弱地问 这样的吗 陈瑶陈瑶陈瑶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也不瞒着你了 你的异能 确实很有可能是A级或者S级 之前不与你说 是怕你骄傲 希望你能够奋发图强 林宇 学姐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林宇面色一变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试探问道 学姐 寄生花的事情 你听说了吗 陈瑶一脸茫然 什么寄生花 我们这一届的新生中 有人被寄生花寄生了 林宇说 陈瑶满脸惊讶 天啊 竟出了这种事情 林宇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学姐 我在想 当时 新生考核的时候 你们手持亏天静 号称可以窥探天机 就真的没看出来 有人被寄生了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故意假装没看出来 把这人招进学院 然后 跟李长青老师商量好 在合适的时候 让其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 显现出妖魔真身 学弟 你想多了 绝对没有这回事 陈瑶坚绝不承认 是吗 林宇冷笑 那为什么妖魔刚被击毙 物种研究系两位学姐就来了 就好像有人提前通知过他们一样 还有 我总觉得李长青老师 看我们的眼神不对 当中 似乎带着怜悯 回想起当时 包括他在内 所有人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样子 林宇痛心疾首到 所以 学姐 你这也是 为了我们能够奋发图强 陈瑶脸色有些绷不住 居然被你给看出来了 林宇悲痛欲绝 声音在发颤 学姐 往我如此信任你 尊敬你 却没想到 一颗真心换来的是一句又一句谎言 你知不知道 当时 那只妖魔的獠牙 距离我的咽喉 只有零 零一公分 差一点我就 陈瑶听罢 感觉良心遭受大大谴责 心一软 道 学姐我这里 有一块觉醒九段的磨盒 学弟要是喜欢 就送你了 觉醒九段 林宇眨了眨眼睛 陈瑶解释 觉醒九段 是妖魔生前的实力境界 对于这个 你可能没有直观印象 这么跟你说吧 其他新生所能领取到的磨盒 都只是觉醒一段 相差八个小境界 品质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林宇眼睛闪闪发亮 觉醒一能 除呼吸术外 妖魔的磨盒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能够使用品质更高的磨盒 她自然是求之不得 谢谢学姐 林宇说 陈瑶嘴角微翘 那 刚刚那事情 你还怪学姐吗 什么事 林宇一脸茫然 你不会告诉其他同学的 对吧 陈瑶接着似笑非笑地问 林宇义正言辞 我觉得 同学们需要奋发图强 陈瑶满意点头 这时 仙鹤成功抵达远处这栋大楼 大楼的上方 鼻走龙蛇地 写着三个大字 战斗戏 陈瑶束手轻悟 点点光与消散 二人降落在六楼的走廊 在陈瑶的带领下 林宇进入一间修炼室 房门锁上 陈瑶将一张学生证 轻轻插入门边的插口 滴得一声轻响 房间内 像是有什么设备被启动 淡淡的雾气蒸腾 这种雾气 不同于浴室里冒出来的水气 更加的洁白和梦幻 这是 思想到什么 林宇后退两步 有些惊恐地问 听李长青说 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异能者 便是吸收一种神秘大物诞生的 暴体 而王率高达99% 陈瑶很喜欢看小学弟 一脸害怕的样子 过了几秒 他才慢悠悠解释 这是从磨合中提炼出来的能量物质 经过反复提唇 少吸两口进体内 不会出什么事 那就是说 多吸两口 还是会出事了 林宇并没有从话语中得到安慰 每呼吸一口雾气 他便感觉浑身不自在一分 索性咬牙 平住呼吸 陈瑶白了他一眼 怕什么 这不是要传你呼吸术吗 赶紧的 盘膝坐下 他指了指自己那插在插口上的学生证 没好气到 基础修炼式 一小时识学分 学姐我卡里 学分不多了 你最好给我争点气 林宇听陆云飞学长说起过学分 也知道 学分可以储存在学生证中 使用起来很方便 依照陈瑶所说 林宇乖乖坐下 并在对方的示意下 闭上双目 陈瑶则俯下身子 在他耳边轻轻念诵出一道呼吸法门 并开始对他进行指导 平心静气 心无杂念 调整呼吸频率 在陈瑶的指导下 林宇时而呼吸悠长 气息长眠 如一条溪流 连绵不绝 时而呼吸急促 气息急剧爆发 如一挂瀑布 飞流直下 渐渐地 身体陷入了某种奇妙的状态 随着他呼吸开始共振 建立起一张防御网 那种雾气 开始被他选择性地吸收 与先前的不自在不同 现在 林宇感觉非常舒坦 成了 林宇激动起来 陈瑶暗自点头 才过去三十分钟 辞子便已初步掌握了 这门呼吸术的药领 自己当年貌似 比他多用了三分钟 建林宇嘴角都给敲歪了 陈瑶随口道 没什么好得意的 学姐 我当年做到你这一步 只花了三分钟 真的吗 林宇狐疑 感觉学姐可能在吹牛 但他没有证据 当然是真的 陈瑶不由分说道 行了 别胡思乱想了 将这种状态继续保持下去 林宇不再多想 潜心修炼 又过了半小时 林宇停下呼吸术 奇怪 雾气怎么越来越少了 林宇正修炼到兴起 身体一点点在变强 当中似乎多了一股奇异能量 结果发现 外界的能量物质 有些跟不上了 却见陈瑶一脸肉疼的 拔起学生症 呼吸术的第一解 你掌握得很不错 就到这里吧 那个 林宇想了想 弱弱地说 我还想再巩固一下 陈瑶嘴角一抽 再巩固 再巩固 又要失学分了 你很好 不需要巩固 那 学姐 要不 你把后面的第二第三节 也教我一下 陈瑶额头挂起黑线 想得真美啊你 第一节呼吸术 足够你将实力提升到 觉醒九段了 想要继续提升 不复出怎么行 按照学院规矩 所有人只能免费 学到第一节呼吸术 之后的第二第三 乃至第四节 需要你们用学分来换 可学院是学院 学姐是学姐 学姐人美心又善 林宇还想距离力争一下 陈瑶摆了摆手 没给她把话说下去 学姐这里也一样 想要后续的呼吸术 拿学分来换 别把我想得太好 若不是想坑你积分 你以为 我会主动传你呼吸术 林宇 坑这个字 用得真特么理直气壮 陈瑶从怀中 取出一块半透明晶体 递给林宇 现在 你已经可以 直接吸收磨合了 没必要再去吸收 提出过的能量物质 那样不过是多此一举 浪费学分 林宇接过磨合 上面上存有学姐的体温 握在手中很温暖 行了 回去吧 陈瑶挥挥手 执法部办公室 李长青手指倾扣桌面 看向其他几位老师 寄生花的事情 想必你们应该也听说了 你们觉得 这件事情后续应该如何处理 文言 众老师脸上 都露出凝重的神色 一个前来报名的新生 被妖魔寄生了 对于他们来说 原本算不上什么大事 可 这如果不是个例呢 就跟蟑螂一样 当你发现家中出现一只蟑螂时 在你看不见的角落里 兴许已经隐藏了 数以万计的蟑螂 整个魔都到底还有多少人 被妖魔寄生了 这个问题不能深思 否则便叫人不寒而栗 沉默许久 才有人说到 这件事情 单靠我们学院已经很难处理 还是通知官方吧 让他们对整个魔都 进行一次大扯查 李长青想了想 点点头 确实也没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那好 我现在就通知官方 来接手这件事 众人皆无异议 这时 有老师问 那位新生的尸体如何处置 交由官方 还是送还家人 这容我想想 李长青皱眉 少请 他道 先派人去他家里打探一下吧 如果他家人没出什么事 就将尸体送还他们 不过我怀疑 他家人大概率凶多吉少 好 我将此事作为任务发布出去 一名老师当即起身 记得提醒一下学生 任务中可能存在的危险 李长青提醒 林宇没有耽搁 在获合与呼吸术后 立刻回到宿舍修炼 虽说寄生花事件 最终被证实是陈瑶 李长青二人 在借机给他们制造压力 可林宇并没有因此松懈 毕竟 有同学被妖魔残害 是不争的事实 谁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林宇很清楚 不成为异能者 自身安全 终究是得不到保障 此即 他手握磨合 默默运转呼吸术 煞时 一股奇异的能量物质 被林宇吸收入体内 与先前被提供过的能量物质不同 林宇此刻吸收的 要庞杂许多 即便有呼吸术所构成的防御网 也难免出现少许漏网之余 那些损伤人体的物质 哪怕只是少许 对于现在的林宇来说 也是够强 肌肉仿佛在被撕裂 骨头嘎吱作响 血管有种要撑爆的感觉 学姐 你说 我可以直接吸收磨合了 你确定 你这不是在坑我 林宇额头冒起冷汗 疼得直抽凉气 很想立刻去找陈瑶理论 嗯 细细感应 片刻后 他发现身体貌似只是疼痛男人 并没有要因此崩溃的迹象 林宇咬咬牙 选择继续修炼 林宇在想 自己现在都这么痛苦了 而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些没有呼吸术 也没有吸收磨合的人类先贤 又会是何等痛苦 九成九的暴体率 想想都可怕 和他们一比 自己这点苦 又算得了什么 一小时后 林宇浑身被冷汗尽湿 速速颤抖的身体 仿佛随时可能倒下 继续 又过了一小时 林宇麻木了 感觉不到痛了 随之而来的是身体 被奇异能量一点点改造 再变强 就这样 林宇废寝望时 一直修炼到下午三点 常常呼出一口气 睁开眼 眼中仿佛带着光 林宇有种浴火重生的感觉 在苦难中魔力自身 成就自我 料想 其他同学此时 应与自己一般吧 林宇微微一笑 忽然 他脸色一变 在他脑袋里 似乎多了什么东西 按理说 一个人 怎么可能清楚 自己脑袋里的状况 可他确确实实感应到了 那是一团胶状物 没有固定形状 但 若将其凝固起来 有点像 有点像他手中的磨合 林宇当时就给吓了一跳 自己脑子里 怎么会出现 和妖魔有关的东西 联想到寄生花的寄生 自己该不会也 他慌忙拿出手机 给陈瑶打去电话 还好回来时 他向对方要了联系方式 电话接通 陈瑶声音慵懒地问 喂 什么事 林宇带急切 学姐 我脑子出了点问题 想问一下 我还有就不 那估计是没得救了 陈瑶沉吟沉吟 说 林宇如遭雷击 隔了两秒 他问 你不应该先问问 我出了什么问题吗 陈瑶就问 那你出了什么问题 林宇赶忙将自身情况 告诉对方 学姐 你说 那团胶状物 到底是什么 陈瑶颇感惊讶 才过了半天时间 你就修炼出了一盒雏形 林宇一脸猛 一盒 那是什么 陈瑶有些无语 解释道 你都知道 妖魔体内有磨合 是妖魔一身力量的核心 难道 还不清楚 一盒是什么吗 异能者一身力量的核心 林宇试探问 陈瑶点点头 修炼出一盒 便是成为异能者的标志 自此 便能使用异能 而你居然已经修炼出异合雏形 不出一个月 应该就能修炼出真正的异合 陈瑶语气中带着异样 像你这样的修炼速度 在整个学院的历史中 也没几个人能够达到 当然 距离本学姐 还是差了一点 那是那是 学姐大帝之姿 岂是我等凡夫俗子能够比你 林宇随口恭维一句 再知道自己脑子并没有出问题 而是修炼有成后 她心情大好 手机中传来银铃般的笑声 知道就好 对了 修炼上遇到什么问题 趁现在赶紧问一下我 今晚开始 我就要闭关了 没什么问题 林宇风轻云淡的笑了笑 也就有那么一点点痛苦 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并且 我还从中悟到了很多 陈瑶却是一愣 痛苦 没听说刚开始修炼 会有什么痛苦呀 林宇面色一僵 什么意思 陈瑶思索思索 问道 你该不会是 直接用我给你的魔盒修炼了吧 林宇心里一咯噔 有问题 陈瑶叹息 我给你的 是觉醒九段的魔盒 相较于觉醒一段 品质是高了不少 但吸收起来 对身体的损伤也会高不少 按道理 你应该先找学院 领取一块觉醒一段的魔盒 吸收 等身体强化到一定程度后 再吸收我给你的 这样 就不会有痛苦了 也就是说 我之前受的苦 都是白受 其他人都不会和我这样 林宇问 没错 那学姐 你怎么不早说 林宇颤声道 亏自己还觉得 是在浴火重生 悟出一大堆人生哲理 现在想来 林宇想哭 那个 我以为你知道的呀 陈瑶一脸无辜说 林宇 其实 你也不用太难过 陈瑶想了想 安慰道 像你这样子修炼 好处还是有的 比方说 锻炼意志力 提升疼痛抗性 对今后的异能录 大有益处 真的吗 林宇一脸蹊迹 感觉受伤的心灵 即将得到慰健 假的 啪 林宇痛心疾首地挂断电话 随后 他拿起磨盒 运转呼吸术 继续修炼 也犯不着去领取 觉醒一段的磨盒来代替 毕竟 该承受的痛苦 都已经承受 现在都麻木了 不知是不是错觉 林宇感觉 自己脑袋里的一盒雏形 一秒一个变化 随着修炼 由胶状开始 渐渐向固态转变 这也 太快了吧 照这样下去 修成一盒 哪需要一个月 到了晚上 林宇随意吃了点东西 便继续修炼 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 林宇眼中非但没有疲惫 反倒神清气爽 就这样 一连三天过去 到了第三天 那团胶状物质 已经变成了硬邦邦的晶体 在其内部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孕育 林宇知道 快了 自己就快成为异能者了 突然 滴滴滴的消息提示音 轰炸他的手机 林宇打开手机一看 发现 自己被拉进了一个群僚 发图强 群人数一百二十一人 正好是全体新生的人数 林宇浏览了一下群消息 发现 大家伙正在讨论修炼进步 秦氏小钢炮 就在刚刚 我的脑袋里 突然出现一团胶状物质 问了一下 传我呼吸数的老师 老师说 我这是修炼出了一盒雏形 不出一个月 便能觉醒一能 牛傲天 卧槽牛逼 流浪的小跳蛙 666 然而 还没等这位人前险胜多久 却见赵老板说 说来惭愧 我昨天晚上 便已经修出了一能雏形 刹那 群聊里 跳出一个个 惊为天然的表情包 魔法小雏娘 好厉害 牛傲天 真羡慕你们有这么快的修炼速度 感觉 他们的修炼速度 有一点骂 林宇星说 林宇也没想到 自己的修炼速度 能够遥遥领先其他人 兴许是因为 自己所使用的魔盒 品质高于其他人吧 这样看 之前遭的罪 那都是值得的 嗯 也有可能是呼吸数的原因 自己修炼的这门名为万法的呼吸数 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 学姐的话 听听就行了 不能全信 当然了 还有一个不容被忽视的可能 自己天赋一柄 林宇看了一眼群聊 在想 要不要将当前修炼进度 与同学们分享一下 算了 没那个必要 林宇不是那种喜欢显摆的人 至少 得等一能觉醒出来 对了 你们听说了吗 咱学校一位学长 还有一位学姐同一时间失踪 失联了两天两夜 群聊里 忽然有这样一条消息 下方 有人惊叹 居然能吃得消两天两夜 异能者的事 简直恐怖如斯 有人发了一个猥琐的表情 则则 现在的学长学姐 都玩得这么野的吗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那人强调 学长学姐是出去完成任务的时候 突然失联的 至今未归 我们怀疑 他们恐怕遭遇到了不测 群聊里 一下子陷入沉默 不用想也知道 这必然又与妖魔有关 两位学长学姐 想必已是凶多吉少 半上 有人发言 能确定他们是死是活吗 不清楚 之前就有老师带队寻找过他们 结果 无功而返 连尸体都没有找着 群聊里 再度陷入沉默 众人心中仿佛压着一块石头 之前的寄生花事件 就给他们造成不少的心理阴影 而今 又有学长学姐突然失踪 让他们愈发不安 赵老板 怎么办 搞得我现在都不敢出校门了 情势小钢炮 原本还为自己的修炼进度 有些沾沾自喜 现在看 我们连异能者都不是 遇到妖魔只有死路一条 又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呢 魔法小厨娘 这位同学说得对 所以 不说了 大家伙赶紧修炼去吧 林宇面色颇为凝重地放下手机 感觉 这个世界处处是危险 就连异能者 也是说失联就失联 自己这点实力 根本不够看 呼吸数运转 林宇手握魔盒 继续开始修炼 可以看到 随着他这几日修炼 魔盒的体积 已经缩小了大半 用不了多长时间 便会被他彻底吸收一空 到时候 如果还没觉醒 林宇打算 厚着脸皮 再向陈瑶要一块九段魔盒 说实话 用过九段的 他就有些看不上一段的了 一处会议室内 李长青面色阴沉着 看向一位老师 还没有他们的消息吗 老师苦笑着摇摇头 我们已经第二次派人去找了 甚至请官方出动 异能者队伍帮忙搜查 然而 还是毫无头绪 怎么会这样 李长青眉头伸索 可恶 该死 辅助系 道具开发系两位 系主任双拳死死握紧 出事的两名学生 于珊珊 宋超 分别出自他们的院系 两天前 两人接下了 执法部发布的任务 前往死去那名新生家里探查 不久后 两人失联 当老师察觉到不对 待人赶过去时 两人彻底消失 至今找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线索 唉 叹息声在场中响起 诸位 现在该怎么办 还要继续找吗 一般来说 失联超过一天 就已经是凶多棘手 失联两天 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可能 找 当然要找了 哪怕只剩下尸体遗骸 也要带回来 另外 一定要把那群藏头入尾的妖魔给找出来 我要将他们错骨扬灰 老师们一个个情绪都有些激动 李长青看了众人一眼 沉生道 现在的问题是 上哪去找 漫无目的地寻找 只能是浪费时间 老师们一下子沉默了 这时 一直为开口的 理论研究系的曹主任忽然说 或许 我们可以通过窥天镜 获得一些启示 话落 众老师眼睛都是一亮 窥天镜 号称可窥迫天机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又有人犯难 校长他老人家云游四方去了 一直联系不上 我们上哪项他要窥天镜去 李长青摆摆手 这个倒是不用担心 在淋漓去前 校长将窥天镜交给了陈瑶 大部分老师 其实都知晓这件事 只有少部分老师 此刻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 校长竟对那丫头如此看重 那不然呢 有老师翻了个白眼 在场所有人 除了常青 恐怕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实力 怎能不得校长看重 奇料 李长青却是摇了摇头 站在他身边 我隐隐有一种压迫感 我感觉 我现在 或许已经不是他的对手 死 老师们纷纷倒吸凉气 好了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赶紧叫他过来吧 找人要紧 有老师催促 可 我听说 那丫头正在闭关 这样打扰他 会不会不太好 战斗系的系主任说 这 一时间 老师们都有些犯难 却见李长青摇了摇头 不需要找他 我听说 陈瑶一早就以一百学分 每月的价格 将窥天镜 借给了陆云飞做研究 所以 要用窥天镜 直接找陆云飞就行了 众老师面面相去 为了区区一百学分 如此强大的异能道具 说借就借 这个陈瑶 简直令他们大开眼见 好了 赶紧把陆云飞喊过来吧 不多时 陆云飞携窥天镜 赶到这间会议室 是这样 李长青说明情况 现在 于珊珊和宋超失联 我们需要通过窥天镜 来获得启示 陆云飞点点头 诸如意能 开始启示 然而 窥天镜并没有给出什么反馈 怎么回事 这方法也行不通吗 众人眼中难掩失望 陆云飞想了想到 或许 需要给出一些关键信息 比方说 生辰八字 当然 最好是能弄来 两位学弟学妹的血液 以及毛发 陆云飞今年大四 所以自然而然 就称呼两位大二学生 为学弟学妹 生辰八字 这个简单 去查一下两人的档案就行了 有老师说 血液或者毛发 有老师眉头微皱 去两人的住处 应该能收集到 他们掉落的毛发 至于血液 估计很难 没有血液 用贴身衣物也行 陆云飞说 那老师面色略显古怪 不过 倒也没再说什么 急匆匆的就走了 五分钟后 老师急匆匆的跑了回来 双手分别拿着一条红裤衩 几根短发 以及一件淡蓝色纹胸 几根长发 这里的长发 其实也就不到十厘米长 只是相对前者 稍微长一点 另一名老师 则在陆云飞的试意下 将两人的生辰八字 写在两件贴身衣物上 好 开始吧 陆云飞朝窥天镜中注入异能 煞时 一道静光照射出来 他先是对准红裤衩与短发 照了一会儿 接着对准淡蓝色纹胸与长发 又照了一会儿 众人看着他 行说 院长他老人家若是知道 自己的宝贝镜子 被拿来照这两样东西 一定会 很欣慰吧 时间不多 陆云飞最后将镜面翻转 朝向众人 各位老师请看 众人目光齐刷刷看向镜中 都想知道 窥天镜会给出怎样的启示 然后 他们都愣住了 一个个表情错愕 镜子里出现的是一个青年人 见眉心目 菱角分明的面庞 配上自信的笑容 看起来倒是十分俊朗 林语 李长青下意识惊呼出声 镜子里出现的 怎会是他 林语 那个考核上 通关方法别开生命的心声 老师们对这个名字 倒是并不陌生 只是怎么也想不到 窥天镜给出了启示 居然会是他 他们纷纷将询问的目光 看向陆云飞 陆云飞茫然地摇摇头 他也给看梦了 镜中出现的 为什么会是那位新入学的学弟 就很离谱 有老师试探着问 陆云飞同学 你确定 你拿的是真正的窥天镜 不是赝品 当然是真的了 如假包换 陆云飞赶忙保证 并将其交由李长青等人查验 经查验 确实不是赝品 那就奇怪了 老师们顿觉匪夷所思 窥天镜 身为最顶级的异能道具 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误才对 曹主任试探着问 陆云飞同学 该不是你对窥天镜 做了什么不可描述的研究 从而导致 其功能出了问题 哪有这回事 坏了 他的研究光明磊落 合理又合法 怎么就不可描述了 是不是过程中出了什么意外 这样 换个人 重来一次怎么样 有老师提议 他的提议 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赞同 很快 由李长青亲自催动窥天镜 一通尝试 镜中的画面并没有发生改变 依旧是淋雨 众人越看越迷惑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这时 就听李长青忽然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窥天镜的启示并没有出错 他这是在告诉我们 通过淋雨 便能找到失踪的那两位 众人思来想去 暂时也只能这么认为了 我现在就叫人将他喊过来 辅助系的系主任说 淋雨正修炼到兴气 忽然 咚咚咚 房门被敲响 淋雨很是不爽 去开门 发现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学长 什么事吗 淋雨问 是这样 几位老师想要见你 跟我走一趟吧 学长说 嗯 淋雨疑惑 见对方表情严肃 不像在开玩笑 他点点头 好 就见学长将手指放到嘴边 吹了吹口哨 瞬间 一匹高头骏马出现在他面前 双蹄抬起 用力一蹬地面 发出欢快的叫声 淋雨颇感惊奇 围着马看了一圈 马看起来栩栩如生 乌黑的毛发争亮 一双眼睛 炯炯有神 这是学长你的意能 淋雨问 学长点点头 B级意能 换身马 淋雨拍了拍马背 触感近乎真实 不禁感叹意能的神奇 好了 上来吧 学长翻身上马 示意他也坐上去 淋雨刚一上马 马便刷的一声窜了出去 马学长 不知道几位老师找我什么事 淋雨问 不知道 学长摇了摇头 那个 我姓王 叫王学长吧 好的马学长 马一路飞奔 下楼 上楼 很快 在一处会议室外面停下 就是这了 待到淋雨下马 学长便又一路狂奔着离去 进入会议室 淋雨发现 一众老师看他的眼神不太对 就好像 他们全部在等自己过来 一个比一个急切 说实话 有点方 嗯 陆学长也在 淋雨定了定神 笑道 各位老师好 不知道 找我过来 有什么事 你就是淋雨 嗯 我看过你在新生考核上的表现 很不错 一个笑容温和的男老师 指了指自己身边的空位 坐 淋雨顿时受宠若惊 要知道 陆学长都还在一旁 老老实实站着呢 不过 他倒也没矫情 大大方方的坐下 这位是理论研究系的曹主任 对面 李长青向淋雨介绍道 淋雨立刻向曹主任问好 态度诚恳 曹主任笑着摆摆手 此时场内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他 在他右手边 一个发际线堪忧的中年男老师问道 淋雨 不知你是否认识于珊珊和宋超 这位 是道具开发系的杨主任 李长青介绍 淋雨笑着向对方问好 随后回答道 和于珊珊学姐 有过一面之缘 至于宋超学长 没见过 也没听说过 杨主任眉头微皱 问道 那你知道 他们现在在哪吗 或者说 对于他们的失踪 你有什么线索 失踪 淋雨愣了一下 旋即才反应过来 对方口中的于珊珊和宋超 便是传闻中 失踪两日的学长学姐 淋雨苦笑着摇摇头 我并不知道他们两人的下落 也没有什么线索 若不是杨主任你告诉我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出事 杨主任眼中难掩失望 另一边 一个年近四十的女老师叹了口气 看样子 她并不能帮助我们找到他们 女老师名吴秋水 是辅助系的系主任 无论是身材还是样貌 都保养得很好 眼角微微皱起的余尾纹 暴露了她的年纪 这话听起来 淋雨总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几位老师会认为 自己能够帮忙找到学长学姐 她下意识看向陆云飞 觉得一定是此人从中作梗 但她没有证据 等等 淋雨注意到 在陆云飞一旁茶几上放着的红裤茶 以及淡蓝色纹胸 顿时眼神都变了 心中各种脑补 陆学长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场中陷入短沉默 而后 众老师纷纷又将目光看向陆云飞 事已至此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陆云飞无奈摇摇头 没有 双方的对话 无疑更加印证了淋雨的猜想 陆学长这个变态 偷人内衣内裤 被老师们抓了个正正 此刻 老师们正在开会 讨论如何处置她 其料此贼诡计多端 想方设法 为自己拖延时间 找机会开脱 为此 不惜把两位失踪的学长学姐搬了出来 更是谎称她淋雨有办法找到他们 一系列行为 简直叫人作呕 却听陆云飞忽然开口 我觉得 亏天竟不会无地放逝 还是应该在灵学弟身上 多挖掘挖掘 你的意思是 李长青若有所思的看来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们再去找人时 带上灵学弟 就有希望找到 又或者 和灵学弟即将觉醒的异能有关 陆云飞侃侃而谈 我们都知道 灵学弟的异能 并没有被异能图谱收入 没人知其特性 说不定 就与寻人有关呢 众老师眼睛一亮 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或许 这就是亏天竟的启示呢 旋即 他们又摇摇头 灵语修炼才几天 等到他觉醒 起码也要一个月吧 到那时 那两人估计骨头渣子都不剩下了 灵语 你现在修炼进度如何 即便不抱什么希望 李长青想了想 还是问道 灵语一边心里面暗骂 陆云飞此贼妖言惑众 霍国殃民 一边笑呵呵道 修炼进度也就一般 都修炼三天了 义和才只修炼到三分之二 距离成为异能者 大概还需要两天吧 场中陷入诡异般的沉默 三天 三分之二 众老师表情都变了 震惊中又带着不可置信 怎会有如此快的修炼速度 灵语 莫要这时候开玩笑 李长青严肃道 吴秋水等人 都用责备的目光看向他 开玩笑也要分场合 现在 是开玩笑的时候吗 学弟啊 麻烦你编的时候 编得靠谱一些 陆云飞说 也不怪他们不幸 毕竟 三天修炼三分之二 五天觉醒异能 这太精神害俗了 整个异能史上 怕是都找不出 几个像这样的天才 灵语斜了一眼变态学长 旋即摇摇头 语气不卑不亢道 我并没有开玩笑 所有人都是一愣 没有开玩笑 李长青目光死死盯着他 你确定 众人也都看着他 确定 灵语给出肯定的回答 场中再度陷入诡异般的沉默 仲老师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从对方眼中 看到不可思议 陆云飞则已是瞠目结舌 这个灵语 还真的是不是出的天才 等等 众人忽然想到 他刚刚好像用了一个才 顿时 众人都有些牙火 真想给他脸上来两下 吴秋水很快从这种情绪中恢复过来 看向灵语 你确定 你有把握在两天之内觉醒 灵语想了想 点点头 照这个速度下去 两天内觉醒 应该不成问题 吴秋水与杨主任对视一眼 后者沉声道 两天时间还是太长了 于杉杉和宋超即便现在还活着 估计也等不了两天 吴秋水等人汗手 确实如此 李长青问 那 有没有办法 让他更快觉醒 话音一落 众老师纷纷看向物种研究系的系主任 吴秋水道 老刘 听说 你们物种研究系 前不久刚刚用妖魔血 培育出了一株白心果 服用后 可提升五倍修炼速度 无负作用 还希望你能够示意援手 杨主任也道 对呀老刘 现在能不能找到那两人 就全看你了 你放心 我们会用同等价值之物与你交换 失踪的两人是他们的学生 因此这时候 他们自然要比其他人更着急 事实上 以他们的手段 想让人快速觉醒 办法还是有不少的 只是无一例外 都会有较强的副作用 说不定就会让觉醒出的异能 有所残缺 白心果是他们目前能想到的 最好的方法 那 好吧 刘主任略微沉吟 还是取出一个玉制的盒子 将当中一枚圆滚滚的白色果子 交到林渔手上 这 林渔感到有些梦幻 那满是肉疼的目光 还有变态学长 那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的样子 便知这梅果子的珍贵 而这么珍贵的果子 说给自己就给自己 林渔有些纠结 这梅果子 自己是要还是不要 林渔知道 他们这样做 是为了自己觉醒异能后 能帮忙找出学长学姐 只是 他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把握 所谓失望越大 失望越大 若他们发现 自己觉醒的异能 并没有他们预想中的效果 会不会迁怒于自己 愣着干什么 赶紧吃了它 趁着药效开始修炼 无休水声音温柔中 带着急切道 林渔一咬牙 将果子送到嘴里 直接开垦 事情是变态学长提出来的 是那贼说 他能够找到学长学姐 若不能 关他什么事 千错万错 都是那贼的错 果子的味道 不能用差劲来形容 酸色的枝叶在口腔中打转 林渔一口气吞入腹中 煞食 感觉身体被一股温暖包裹 自身进入一种奇异的状态 血液流速 形成代谢 大脑运转 都比之前快了好几倍 在这种状态下修炼 修炼速度可想而知 不用人提醒 林渔就地盘膝而坐 手握磨合 开始修炼 有老师眼间 一眼便看出磨合的品质 惊呼道 觉醒九段 众老师脸色都变了 他们很清楚 刚开始修炼 便使用这种品质的磨合 所面临的风险 所承受的痛苦 是一般人无法承受的 我忽然不惊讶 这小子的修炼速度了 战斗系的系主任感慨 人所不能得 话语里对林渔倒是颇具赞赏 他不禁开始反思 自己当时为什么百般不愿 让其进入自家院系 是不是自己错了 与他同样想法的系主任 不在少数 这时又有老师惊呼 你们注意看他的呼吸节奏 众老师这才注意到 林渔所运转的呼吸术 与他们学到的四门呼吸术都不同 莫不是万法 有老师试探着问 万法是学院中 最特殊的一门呼吸术 众人也不知道 具体特殊在什么地方 只知道 整个学院中 掌握这门呼吸术的 只有校长和陈瑶两人 据说 天赋不够的人 不论多努力 也很难学成此门呼吸术 顿时 众老师看林渔的目光都变了 隐隐带着火热 目光对撞间 仿佛有电火花生成 若不是场合不对 估计立马就要 上演一场抢人大戏 陆云飞晃了晃脑袋 感觉有些不真实 这位姓名的学弟 腰腻得有些过头辣 记得上一个被老师们 如此看重的人 还是陈瑶学姐 校长的唯一传人 难不成 校长的传人又要对位了 陆云飞觉得 有必要跟这位学弟搞好关系 只是 不知为何 感觉学弟方才看自己的目光 不太友好 林雨沉浸于修炼当中 呼吸术运转 不断将能量物质 吸收进自己体内 转化为自身所需 最终汇入一核 能明显感觉到的是 能量物质的吸收转化效率 比之前快了五倍不止 这种做火箭一样的修炼感觉 实在太美妙了 时间一晃 八小时过去 大多数老师都已经离去 去忙各自的事务去了 只有李长青 吴秋水 杨主任三人 一直守候在此 八小时里 感受着林雨身上的气息 快速变强 直到接近异能者的范畴 几人都是震撼不已 换作一般人 即便将修炼速度提升五倍 断也不会有这般快的提升 只能说 林雨本身的修炼天赋 恐怖如斯 就是不知道 她觉醒的异能是强势弱 能否帮助他们 找到失踪的那两人 这是他们最担心的 陆云飞也守在这 看着林雨修炼起来一日千里 心情颇为复杂 说不羡慕那是假的 说不嫉妒 那也是假的 随着林雨不断修炼 手上的磨合 已经只剩黄豆粒大小 能量物质 随时有要枯竭的迹象 好在 脑袋里的异合 也即将成形 在其内部 确实郁郁出了一件东西 一本黑色册子 通体漆黑 给人神秘厚重质感 她在源源不断接收 林雨吸进来的能量物质 自身也在逐渐变得完善 到最后 她轻轻振战一下 一圈波纹荡漾 似乎在向林雨传达着什么 成了 林雨豁然间睁开眼 刹那 林雨气息发生变化 相较于之前 变得更加雄浑 目光变得更具穿透力 身体变得更加匀称 不似之前那般瘦辱 此时 浑身上下 每一寸肌肉 都充斥着爆炸般的力量 这便是成为异能者的感觉吗 林雨嘴角翘起 脸上浮现一抹微笑 林雨 你觉醒了 似有所感应 李长青等人同时朝她看来 见她点头 几人都激动起来 快 让我们看看你的异能 无求水声音带着急切 林雨点头 心面一动 尝试沟通脑中的异合 一般来说 刚觉醒的人 不熟悉自己的异能 驾驭异能会很困难 林雨也不例外 几经尝试 林雨总算是将异能施展了出来 异合内 那通体漆黑的侧子微微颤动 下一秒 竟是放大数十倍 出现在她手中 林雨看了一眼 顿觉惊异 此刻 她手握册子的样子 倒是与窥天镜照出来的 一般无二 也不知道 自己这异能 是个什么等级 这是林雨现在最关心的事情 虽说她也知道 大概率差不到哪去 但难免还是有些忐忑和期待 这时 李长青等人的目光 全部被吸引 好奇打量 李长青的眼神最为异样 毕竟 林雨的异能 看起来与她的颇为相像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杨主任率先忍不住问道 林雨面色一僵 展示 怎么展示 她尝试将册子打开 摊在掌心 册子很薄 打开后 里面只有两页空白纸张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这 林雨看了看册子 又看了看众人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对此 李长青明显最具惊艳 当即提点到 用意念对你的异能下达指令 比如说 要她攻击 或者对你自身进行保护 林雨可谓醍醐灌顶 当即将册子 对准变态学长 下达攻击指令 陆云飞 有意针对她 但她没有证据 下一秒 所有人都愣住了 预想中的变化并没有发生 册子依旧一动不动地躺在林雨手中 啥情况 自己这一能靠谱吗 林雨心中出现不好的预感 她立刻更换指令 保护自身 然而 册子依旧一动不动 这一刻 林雨紧张的汗都冒了出来 好歹给点反应啊 尝试着用她与人签订契约看看 李长青给出建议 林雨尝试了一下 摇摇头 李长青猝眉 不是说 林雨的异能 很可能与寻人有关吗 吴秋水眼珠子一转 道 将于杉杉 宋超的名字 以及生辰八字写上去试试 林雨拿起笔 却是发现 普通的笔 根本无法在上面写下任何内容 用意念 吴秋水提醒 林雨稍一尝试 便摇摇头 意念也不行 所有人同一时间陷入沉默 片刻后 李长青一声叹息 林雨就目前来看 你的异能 没有任何可被利用的价值 一般来说 我们会将这类异能归于F级 林雨如遭雷击 吴秋水 杨主任纷纷叹息着摇头 面带失望 原本 他们还寄希望于 林雨能觉醒出什么特殊的异能 好替他们寻找到学生 到现在 只是图天失望罢了 陆云飞摇摇头 怜悯的目光看向林雨 前一秒 对方还是万众瞩目 老师们抢着要的天才 下一秒 天才直接沦为废材 确实 林雨的修炼速度 的确今是害俗 可光这样有什么用 一个毫无用途的F级异能 再怎么修炼也还是毫无用途 林雨只觉眼前一黑 一直以来 对异能世界的憧憬 以及觉醒异能时的欣喜 顷刻间荡然无存 颤抖着和尚手中的侧子 又颤抖着打开 反复尝试 每一次尝试过后 林雨的眼神都会暗淡一分 忽然 林雨思想到什么 笑道 各位老师 咱们是不是把问题 想得太复杂化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其实是一块无间不摧的板砖 说着 他将手中的侧子 往地上用力一砸 碰 却见地面安然无恙 那本侧子反而应声破碎 化作一道乌光 重新飞回他脑中的一盒 林雨最后的希望 也一同破碎 我是不是 可以走了 他问 之前约定的是 一能低于C级 便会被要求退学 对此 林雨也没什么好说的 只能认 李长青神色 颇为复杂地看他一眼 说道 也不见得 就一定是F级 你不妨 去找理论研究系的老师 帮你最后鉴定一下 至于鉴定结果 大概率不会有太大区别 走什么 一个清脆仿若银银般的声音 呼在场中响起 众人一愣 寻声看去 却见一身纯白色T恤 外加浅蓝色牛仔裤的陈瑶 推开门走了进来 脸上戴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学姐 林雨有些意外 陈瑶不是闭关去了吗 似猜到她的想法 陈瑶随意解释道 这次闭关 主要是想改良一些 用起来不称手的技能 原以为会耗费一些时日 没想到 三天就给我改良好了 林雨笑着点点头 学姐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彩绝艳 不像我 想了想 还是没有继续说下去 就这样吧 陈瑶来得正好 临走前还能与她告个别 陈瑶看她一眼 又看了看其他人 肆意猜到之前发生了什么 朱唇微起 道 施展一下 亦能我看看 陈瑶的目光里带着不容置疑 换作先前 没觉醒时 林雨并不能直观感受到 陈瑶的强大 而今 她对那种特殊的能量物质 有了较为敏锐的感应 对于陈瑶 她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如萤火在面对浩月 下意识的 她便听从了陈瑶的话 几次尝试失败 终于 在第七次时 成功将漆黑的册子 给召唤了出来 为此 林雨可是消耗了一盒内 近三分之一的能量物质 只是这异能施展出来后 依旧毫无软用 陈瑶美目打亮 笑道 你这异能不行啊 林雨苦笑 对此 早有心理准备 应该也就A级吧 S级 有点悬 陈瑶下一句话 却是让所有人一乐 吴秋水几人 更是一脸不可思议的看向她 没想到 她会为了留下林雨 而说出这样的谎话 A级 李长青第一个提出质疑 她的异能毫无价值可言 你怎么看出 她是A级的 身为执法部的负责人 秉公执法是她的职责 因而 即便是陈瑶 也不好在她这里随便糊弄过去 林雨却是没这么想 她和陈瑶的关系 还没好到这种程度 陈瑶像是根本不在意 几人的质疑 眼波流转 对林雨说道 知道为什么你的异能 看起来没有任何用途吗 林雨摇摇头 接着连忙道 还请学姐赐教 陈瑶啪地打了个响指 解释道 因为你还没有满足 真正施展她所需要的条件 条件 林雨若有所思 对 陈瑶汉手 所有异能施展都需要满足条件 一般人的条件 都是消耗异合内的能量物质 久而久之 人们下意识便认为 只要消耗能量物质 就能施展异能 然而 对于少数人来说 这还不够 李长青等人面面相去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惭愧 他们懂得 居然没有一位学生多 那还需要什么 林雨有些急切地问 陈瑶笑了笑 那就要问你自己了 尝试着 与你的异能进行交流 问问她 到底想要什么 好 不用陈瑶过多讲述 林雨知道该怎么做 她当即闭上眼 意念探入七黑册子中 与之交流 你想要什么 一个声音回答 我想要 把你也拿过来 当板砖拍一段 林雨豁然间睁开眼 李长青等人好奇看来 怎么样 林雨 搞错了 再来一次 闭眼 这次她心无旁骛 不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片刻后 再睁开眼 林雨的眸光明亮如星辰 我知道我的意能需要什么了 什么 众人盲问 是 林雨刚欲开口 似想到什么 又闭上嘴 心中一阵后怕 求助的目光 看向陈瑶 嗯 陈瑶察觉到不对劲 问道 不方便说 林雨看了眼 李长青等人 苦笑着点点头 是有些不方便 闻言 李长青当时眉头就是一皱 吴秋水 杨主任 面色也有些不自在 不过 几人都没有说什么 陈瑶想了想 缓缓举起双手 煞时 漫天光雨 自她身周浮现 如潮汐起伏 汇聚成一片粉白的光幕 将两人笼罩 说吧 现在 你说什么 只有我能够听到 陈瑶看着她道 迎上那静如止水的目光 林雨沉默半上 终于还是开口说道 我的异能告诉我 她需要 一盒 听到一盒二字 陈瑶瞳孔有略微的收紧 但很快恢复正常 林雨指了指手中的漆黑册子 上面的每一页纸张 都可以收录一种异能 唯我所用 收录的条件便是 需要吞噬一盒 说完之后 林雨心中很是没底 不是她的异能不强 而是 太强了 强到林雨 有些害怕被别人知道 主要还是那条件 太过惊世骇俗 吞噬一盒 这要是传出去 她还不得成为 全体异能者的功敌 换位思考 她要是得知 有人挖走她的异盒 便可获取她的异能 怕不是做梦都想出之后快 一二 她才不敢直接告诉 李长青他们 即便告诉陈瑶 那也是 做了好一番心理斗争 一来 她觉得 陈瑶大概率不会害她 二来 她如果不说 那她就还是F级异能 面临被退学的压力 而此刻 陈瑶却很是不懈地撇了撇嘴 还以为什么异能 就这 这话给林宇都给整不会了 她试探着问 学姐 你知道这当中的厉害关系吗 厉害关系 陈瑶吃笑一声 不过是一个稍微特殊点的异能而已 你是少峰学院的学生 只要原则上不出问题 没人会拿你怎么样 可我需要一盒 林宇说 陈瑶看傻子般看着她 这世上的异能者 又不都是好人 杀几个坏人 不就完了吗 可我还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容易被敌视 林宇说 陈瑶又看傻子般看着她 你现在总共能收录几个异能 两个 那你就赶紧把两个都给收录 当你威胁不到别人的时候 谁没事闲着过来敌视你 陈瑶的话 让林宇感到醍醐灌顶 自己不就是觉醒了一个特殊点的异能吗 有必要跟做贼似的吗 学姐说的对 是我肤浅了 所谓深圳不怕影子邪 管别人如何看我 即便真会给我招来危险 我又何惧 林宇仿佛彻底开悟 整个人的气质都不同了 如同一杆锋芒毕露的长枪 无惧任何危机与挑战 最后林宇笑着问道 所以待会儿 把这事告诉李老师他们 也没问题吧 其料 陈瑶表情忽然严肃下来 小学弟 你还是太天真了 须知防人之心不可无 若不想为自己惹来或是 一些秘密 绝对不可对外透露 尤其还是像你这样的秘密 断不可让外人知道 学姐我严禁于此 林宇 学姐 那你之前说的那些 之前逗你玩的 林宇感觉 整个人都不好了 少请 她问道 那要是老师们问起我的义能 我该怎么说 陈瑶却好像浑然没有听见 一双美目注视着她 想不想拥有学姐我 的义能 林宇一震 这话 不管是只听前半段 亦或者听整句 都是一个送命题 可以预想 自己要是点头 下一秒绝对会死得很惨 于是 林宇忙不迭摇头 不想 陈瑶嘴角微翘 是吗 那真是太遗憾了 学姐我本来 还想将义能传给你来着 啊 林宇又给整不会了 义能 还可以传的 这个 她简直闻所未闻 陈瑶白了她一眼 一般人当然传不了 但如果是你 或许可以一试 林宇半信半疑 问道 你的义能是什么等级 陈瑶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你猜 林宇沉吟沉吟 我觉得 也只有S级 才能配得上学姐你 她倒也不是刻意恭维 就凭对方如此年轻 便拥有深不可测的实力 想来必须是最顶尖梯队的天才 陈瑶呵呵一笑 原来在你这里 我就只有S级 林宇纳闷 S级还嫌不够 你还想要多少 却听陈瑶煞有歧视道 经过我多年的研究 发现S级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垃圾的S级和顶级的S级 可谓是云泥之别 所以 你的意思是 你是最顶级的S级 林宇问 陈瑶点点头 同境界下 我的异能光之神宇 完全可以碾压任何对手 迄今为止 还未曾一败 因而我就觉得 和那些个垃圾一起被称为S级 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于是我便在S级后面 又加了两个等级 分别是美元S级 SS级 我的话 当然是被归为了SS级 林宇都给听得一愣一愣的 嫌S级太弱 自己又在后面加了两个等级 学姐 这是 老师同学们知道吗 林宇小声问 陈瑶摇头 学姐我为人低调 这种事情 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 没有必要告诉别人 学姐的话 让林宇感到自残行贿 论脸皮之后 她表示自愧不如 砰砰 砰砰 林宇的心脏 跳得越来越快 尽管陈瑶的异能 有自卖自夸的嫌疑 但不可否认 真的很强 学姐 你真有办法将异能传给我 林宇问 见陈瑶点头 林宇呼吸都急促了 那还等什么 别急 陈瑶笑盈盈看着她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才行 什么条件 林宇忙问 现在不能告诉你 等需要你做的时候 自然会告诉你 这 林宇微微迟疑 随后一咬牙 只要学姐的条件 不违背 我做人的原则 我定当竭力完成 陈瑶喝一声 到时 你是不是也可以 以此为由拒绝我 怎么会 学姐你放心 我肯定不是那种人 陈瑶淡淡看她一眼 到时你若敢不从 给你的 我照样可以拿回来 不等林宇再说什么 陈瑶直接摊开手 点点光雨 在她掌中凝聚 越聚越多 裹带着大量能量物质 林宇眼睁睁看着 这些东西不断聚合 最终形成一块 半透明的晶体 不禁张大嘴 一合 她居然随手 就在体外凝聚了一枚一合出来 这是什么概念 就好比别人怀胎十月 才能生个娃 她随手捏个泥仁 就捏出来了 简直就是神技 陈瑶很满意林宇的表情 她语速飞快道 这是我无聊时候 捣不出来的技能 原本没指望有什么用 现在正好拿你身上做实验 根据我之前上百次的尝试 这个一合 最多只能维持两分钟的时间 便会自行崩溃 赶紧的过来接手 好 林宇激动得手有些抖 眼下 她很快就要拥有 学姐同款的SSS技艺能了 对了学姐 一定要是粉白色的吗 我在施展的时候 可不可以换个颜色 林宇忽然问 她承认 陈瑶配上这个颜色 很美 但换做她 就有些不忍直视了 都这时候了 还有空问这个问题 陈瑶真想一巴掌扇过去 不过想了想 还是解释到 光知神语可以是任何颜色 之所以你看到的是粉白色 是因为我喜欢粉白色 林宇一听 便不再有任何犹豫 立刻打开漆黑册子 用一页纸张 承接陈瑶递过来的一合 并尝试吞噓 一合在与纸张接触的瞬间 轰然破裂 林宇眉头一皱 就在她以为要失败时 破裂的一合又开始迅速融入 少请 一合消失不见 而那一页纸张上 则显现出一幅图案 漆黑的底色上 漫天光与闪亮 如繁星点缀夜空 煞是美丽 成了 林宇激动地晃了晃手中册子 忽然就想到了一样东西 异能图谱 自己这像不像在亲手打造异能图谱 凡是被图谱收录的异能 皆能为她所用 不过 略有些遗憾的是 眼下 图谱上面只有两页纸 林宇在想 也不知道 能不能多弄些纸出来 看样子 收录得很成功 陈瑶眼眸微亮 仔细打量那一页纸 施展个异能我看看 林宇抬起手 手掌在空中虚握 一圈蓝色光雨 被她抓在手中 揉啊揉 揉成一个小球 又搓呀搓 搓成一头小猪 看着手中的小猪 林宇略有些得意 这就是光之神语吗 SSS技能果真不同凡响 陈瑶额头上挂起黑线 SSS技能就是给你这么用的 林宇干咳两声 学姐 我用的哪里不对吗 你用的很对 别再用了 陈瑶觉得 有必要把她拉过来 好好教导一番 不然 就这样走出去 完全是在给她丢人 看着图谱上另一页空白纸张 林宇心中隐隐有些期待 她问道 学姐 不知道咱学校里 有没有和你一样的绝世天才 就是 能随手捏出一盒的那种 陈瑶笑盈盈看着她 眼神略带一丝傲娇 你觉得呢 那就是没有了 林宇倍感惋惜 嘴上却道 瞧我这话问的 学姐天资无双 那些凡夫俗子 岂能与你相提并论 陈瑶露出一个不屑的表情 少在学姐我这里拍马屁 眼角没捎上那一点愉悦 则在向林宇传达截然相反的讯息 林宇就说 学姐你误会了 我的话 句句发自肺腑 陈瑶哼一声 我平生最不喜的 就是油枪滑掉的人 眼神更加愉悦 过来 学姐教你一招实用小技巧 五分钟后 行了 就到这里吧 说着 陈瑶随手撤去光幕 李长青等人见到光幕出现 隔绝他们 脸上都带着急许不快 随着时间推移 这种不快愈发的明显 你们说 他俩在里面做什么 杨主任问 吴秋水摇摇头 陈瑶这个丫头 向来不按常理出牌 外加一个同样不按常理出牌的淋雨 谁知道两人凑一起 能做什么 李长青说 不过我觉得 陈瑶这丫头 做事还是挺有分寸的 就拿寄生花事件来说 在她的引导下 妖魔成功混进学院 起初我们都以为她在胡来 但事实是 新生们并没有遭遇危险 反而亲身经历了一遍妖魔袭击 这比我们上多少课都要有效 没看到新生们 一个个拼命修炼时的样子吗 李长青的话 得到几人的一致赞同 大多数情况下 陈瑶做事还是靠谱的 你们说 那小子的异能还有没有救 杨主任忽然问 说实在的 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她被开除 还是有些于心不忍 李长青想了想 说 或许会有什么出乎预料的事情发生吧 你们还记得 她在新生考核上做的事吗 有她在的地方 没有意外 也能创造意外 听到这话 陆云飞嘴角忍不住抽搐两下 作为亲身经历者 她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 不出意外 这次又要出意外了 这样想着时 光目撤去 几双眼睛这时候同时看去 却见凌宇 陈瑶都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怎么样 杨主任第一时间问道 还行吧 陈瑶扎巴扎巴嘴 道 经过我的确认 小学弟觉醒的异能 应该算是S级吧 S级 包括李长青在内 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在他们之前的鉴定中 那不过是一个S级异能 陈瑶说 A级已经够离谱的了 S级 简直离离远上谱 凌宇 施展一下技能 我看看 李长青说 凌宇立刻按照陈瑶所教导的方法 双掌合握 煞时 蓝色光宇在他掌中凝聚 形成一柄寒光森森的匕首 看起来倒是比小猪有气势多了 嗯 李长青愣住了 杨主任 吴秋水 陆云飞 全部愣在了那里 这异能 看起来和陈瑶学姐的好像啊 陆云飞小声嘀咕 几名老师点点头 眼中皆带着疑惑 最让他们想不通的是 凌宇的异能不是漆黑的册子吗 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凌宇便笑着 将他的异能图谱召唤出来 解释道 我这异能的真正使用方法 是收录其他的异能 为自己所用 一句话 彻底震撼了全场 这 李长青目瞪口呆 他很想说一句 卧槽 这异能也太变态了吧 其余几人也是同样的想法 而后 一个个眼神复杂无比 如此变态的异能 先前 居然被他们误以为是S级 此刻 他们只觉得羞愧和无地自容 什么叫愧为人师 误人子弟 他们就是 几位老师 你们觉得 我的异能有S级吗 凌羽问 有 太有了 杨主任毫不吝啬地赞叹 即便是在S级异能中 你这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凌羽凭尽点头 早就在心中 给自己归类为了SSS级 不屑与区区S级同流合污 不过 还真不好意思说出来 怕被打 对了凌羽 之前说的条件是什么 吴秋水心思敏锐 忽然问道 想来 你收录别人异能的时候 是要满足什么条件的吧 词语一出 其余人也纷纷看向凌羽 眼里带着好奇 凌羽摇摇头 抱歉 各位老师 这个还是不方便 告诉你们 在和陈瑶最后的商量中 出于安全考虑 目前还是不要把吞噬一合的事 告诉其他人 至于异能效果 却是没必要隐瞒 再说 想瞒也瞒不住 除非是 不想在这学校混下去了 此时 凌羽并不担心 有人能猜到 条件是吞噬一合 毕竟 陈瑶就完好无损地站在这呢 这是他最牢固的保护伞 不方便说 几名老师略有些失望 紧接着面面相去 他们看看凌羽 又看看陈瑶 最后联想到 那将他们隔绝在外的光幕 一个不那么正经的想法 浮上心头 以至于 几人的表情 一个比一个古怪 不方便说 也不方便看 他们好像 懂了 陆云飞当时下巴都快掉了下来 从他进入学院的那一天起 陈瑶就如一位高高在上的仙子 追求爱慕者无数 却始终不曾对谁青睐 更别说亲密接触了 而今却是和新来的学弟 陆云飞感觉 三观遭受到了大大的冲击 千言万语化作四个字 学弟牛逼 这一刻 凌羽 陈瑶 都感觉到深深不妥 却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妥 叮铃铃 会议室的电话忽然响起 吴秋水拿起并接通 喂 什么事 片刻后 他面色一喜 有那两人的消息了吗 只是下一秒 他的面色又变得极为难看 眼中带着掩饰不住的悲伤与焦虑 好 众人齐齐看向他 发生什么事了 李长青问 吴秋水一声叹息 一位学生传回来消息 就在刚刚 前去搜寻的队伍遭受到了妖魔袭击 李长青深深皱眉 妖魔袭击 这些妖魔竟已如此猖獗 略微沉吟 他道 这里是城市 妖魔数量有限 不可能为所欲为 有带队老师在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对了 是否有学生受伤 吴秋水摇头 没有 他们成功击退了妖魔 只不过 在追捕妖魔的过程中 人群走散 又一名学生莫名失踪了 什么 李长青面色陡然一变 好端端的 又有人失踪 有线索吗 吴秋水苦笑 这件事情 官方也介入调查了 只是 和之前一样 没有任何线索 怎么会 那妖魔不就是线索吗 追到了吗 李长青面色极为难看 连声追问 吴秋水却是连连摇头 妖魔已被擒获 只是 并没从其身上 找到什么线索 这 李长青一时静沉默下来 不知道该说什么 算上之前失踪的两个 已经是第三个了 三位学生离奇失踪 而他们却是毫无头绪 就连什么原因导致的都不知道 这样下去 接下来还会不会有第四个 第五个 场中的气氛变得无比凝重 众人纷纷沉默着 这时 陈瑶忽然问道 他们遇到的是什么妖魔 几只觉醒进八段的寄生花 寄生在普通人身上 突然对他们发动袭击 吴秋水回答 又是寄生花 陈瑶一双绣眉微醋 林宇若有所思 想到那位被寄生的同学 两件事情 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杨主任豁然站起身 来回踱步 这件事情 该如何处理 先把他们都喊回来吧 不能再有人出事了 李长青说 对此 陈瑶却是持不同意见 当务之急 是尽快找到失踪的同学 让他们继续去找 绝对不行 这样不是让他们置身在危险中吗 李长青沉声道 你也知道有危险 陈瑶淡淡看他一眼 若不把危险从根源上清除 就算你将他们喊回来 你又怎么能保证 今后不会再出事 他的话 让李长青无言以对 那你说 该如何从根源上清除危险 我们到现在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李长青问 这样吧 我去一趟 陈瑶想了想 说 文言包括李长青在内 几位老师心里面都松一口气 不知为何 他们对于这位 学院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学生 有着莫名的信心 麻烦你了 吴秋水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陈瑶摆摆手 没什么麻不麻烦的 到时候 记得给我多寄一点学分 凌羽哭笑不得 原本 学姐的形象难得高大一回 感情 你这都是为了学分 要不 让凌羽跟你一起去吧 杨主任提议 想到亏天敬给的启事 或许 让凌羽去 能多一分把握 也说不定 她的话 得到吴秋水等人的一致赞同 那好歹是亏天敬给的启事 命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至于凌羽的安全 有陈瑶在 他们倒也不担心 扭头 询问的目光看向凌羽 要一起去吗 凌羽略微思索 点点头 怎么说 她都吃了人家给的白心果 若是什么都不做 心里也会过意不去 再说 和学姐出去掌掌见识 赚点学分也是好的 那就走吧 陈瑶也不废话 转身就走 临走之时 深深看一眼陆云飞 以及其身边的内衣内裤 那眼神仿佛在说 你个变态 陆云飞面色陡然一变 连忙拿起蓝纹胸和红裤衩 将上面的名字 以及生辰八字指给陈瑶 学姐 你误会了 其实 凌羽深深看一眼陆云飞 偷人内衣内裤 还在上面乱涂乱画 学长 你比我想的还要变态 陈瑶则头也不回道 别的 我懒得管 若是让我知道 你和我老师的亏天静 干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回头一定告诉老师 陆云飞 地下停车场 凌羽手持车钥匙 打开一辆黑色保时捷 车是跟赵星成借的 作为回报 凌羽将一段 不可告人的秘密告诉了他 赵星成听后 感叹事风日下 人心不古 说实话 凌羽还是更想做仙鹤 只是陈瑶说 出行要低调 不然把妖魔下 跑了怎么办 凌羽觉得 好有道理 会开车吗 陈瑶问 凌羽点点头 会 但没驾照 车是他前世的时候学的 人穿越了 但驾照没有 还是我来开吧 陈瑶看他一眼 实在不放心 叫这家伙来开 嗡 一脚油门踩下 车辆硬声启动 帮忙打一下电话 陈瑶报给凌羽一串号码 凌羽立刻拨打过去 开启免提 电话响了两下后接通 当中传来带对老师 沙哑的声音 陈瑶 嗯 是我 陈瑶语速飞快道 孙老师 我现在准备去你那边 说一下你们那边的情况 沙哑男生立刻道 我们现在刚刚来到 松和区艺能协会 在这里修整 另外便是审问勤护的妖魔 只是并没有审问出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好 我知道了 通话结束 松和区的方向行驶而去 亦能协会 我从新闻上 好像听到过这个组织的名字 是官方组织吗 林宇虚心请教 陈瑶点点头 官方组织的人都很厉害吗 林宇问 那也不见得 陈瑶略微沉吟 道 光从前例上来说 普通官方成员 不如我们学院的学生 不过 有一点比我们强 那便是常年下来 与妖魔战斗的经验 至于顶级人才方面 差不多吧 学院的精英毕业以后 大多会加入官方 不少人现在已经在官方实习 林宇顿时有些好奇 那学姐 为什么你没有去官方实习 陈瑶下巴微抬 道 小学弟 这你就不知道了 一般来说 B级异能以上 便能算是精英 在我们学校 精英一抓一大把 并不算是最优秀的一批人 而真正最优秀的一批人 都是要留校任职的 学校怎么会舍得 把他们送去官方 一段话总结起来 其实就五个字 学姐很优秀 林宇觉得 不能继续在这个话题上 往下说了 于是道 学姐 我刚刚成为异能者 对一些有关异能者的常识 还是不了解 比方说境界 我现在是什么境界 陈瑶保持单手 开车的动作 另一只手拖着下巴 你什么境界 容我想想 林宇有些奇怪 这个还需要想吗 是啊 陈瑶点头 认真道 毕竟那对于我来说 已经很遥远了 需要低头俯视 才能看到 林宇不说话 她在想 自己有生之年 有没有机会 将这句话原封不动还给她 大概是没有 在小学弟面前 小小的装一波X后 陈瑶这才开始答疑解惑 你刚刚觉醒异能 当前所在境界 被称为觉醒境 觉醒共分九段 一般人觉醒之后 都在第一段 当然 也有旷式奇才 觉醒后是在第二 第三段 而你 说到这 陈瑶当即露出一个 惊为天人的表情 林宇一愣 问道 我便是那旷式奇才吗 陈瑶呵呵一笑 你想多了 林宇就知道 觉醒之上的境界 被称为断魂 陈瑶继续开始解惑 断魂也可分为九段 而在我们学院 断魂一段是毕业门槛 在校四年还为断魂的人 是不允许毕业的 林宇还是头一次听说 学校有毕业门槛 于是问道 这个门槛高吗 陈瑶微微摇头 踏入断魂境 确实有一定难度 但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 并不算太难 只要努力 外加一定的机遇 便可踏足 不过从断魂境开始 想要继续往上就难了 尤其从第五段开始 更是难上加难 他不急不缓继续说道 在我们学校 一般老师的境界 都在断魂五段到九段之间 当然 李长青 系主任他们不算 他们早已经超脱了 断魂境的范畴 林宇点点头 看这样子 断魂境貌似 就已经很厉害了 想到陈瑶那深不可测的实力 于是说 学姐 我猜你一定是达到了断魂九段 原以为会得来学姐的赞赏 谁曾想 陈瑶一声冷哼 断魂九段 瞧不起谁呢 林宇脸色一僵 难不成 学姐你也超脱了 岂不是说 他可与系主任他们比肩 陈瑶恩一声 逍遥静 九段 林宇瞪大眼睛 猴姐滚动 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 卧槽 好厉害 就这实力 在学院里 都可以横着走了吧 难怪 他对李长青他们 没有一点距异 难怪 同为大四学生 陆云飞还要尊称其一声 学姐 念及至此 林宇发自真心 饱含感情地说道 姐 陈瑶 陈瑶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车头一歪 差点没给撞电线杆上 你叫我什么 姐 难道你忘了 我是你一父一母的亲弟弟啊 林宇声泪俱下道 陈瑶 滚 好嘞 不知不觉间 车辆已是驶入松河区 经过几个红绿灯 来到一处 看起来像机关单位的建筑前 异能协会四个字印入眼中 两人下车 却见不远处 早已有人等候在此 朝他们招手 陈瑶学姐 那是一个扎着丸子头的女生 皮肤白皙 身材娇小 略带一点婴儿肥 见陈瑶和林宇朝她走来 她立刻自我介绍道 我叫方静 来自大二辅助系 陈瑶微微汗手 在学院 她不认识的人有很多 但基本上人人都认识她 这位是 方静目光看向林宇 好奇打量 学姐好 我叫林宇 是这一届的新生 林宇微笑道 新 新生 方静眼睛一下子瞪圆 没记错 这一届的新生 四天前才入学 三天前才开始修炼吧 然而 当她感受林宇身上的气息 分明已经是 来到了觉醒一段 就很离谱 现在的学弟 都这么妖孽的吗 学弟你好 方静露出尴尬 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接着开始在前带路 林宇两人一路跟着她 来到一处会客厅中 此时临近傍晚 听了亮起柔和的灯光 一个中年人 两名青年 正坐在沙发上 吃着泡面 隔着老远 便能听到呲溜溜的声音 陈瑶已经在食堂吃过饭 不然这时候 真想来上一桶 几人很快连面带汤一起吃完 为首中年男人声音沙哑道 陈瑶 你来了 目光偏移 看向一旁的林宇 眉头当时就是一皱 嗯 才觉醒一段 这么若你也带来 中年老师也不是故意嘲讽 属于有什么就说什么的性格 对于一个大二学生来说 觉醒一段的实力 可以说弱到渣了 孙老师您可能误会了 这位林宇学弟 是刚入学四天的新生 方静小声道 就见孙老师的同龄大眼猛的邓元 满是不可置信的问道 你说什么 他是新生 见方静点头 又见陈瑶没有出来纠正 他勉强相信了 神色颇为复杂的看向林宇 那两位青年更是身体僵硬 满脸震撼 这般修炼速度 用旷式奇才来形容 一点不过分 几人倒也很快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表情变回严肃 给林宇和陈瑶让出位置 示意他们坐下 陈瑶坐下后问道 事情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没有 一青年苦笑着摇头 审讯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妖魔宁可自我了断 也不愿意沟通 孙老师补充 此外 我们请相关人员调取事发地的监控 却是发现 那附近的监控 正好在事发的时候 被切断了线路 陈瑶皱眉 有些不对劲 论破坏 论杀戮 妖魔绝对是一等一的能手 但要说袭击人之前 先切断监控线路 这确定是妖魔能做出来的事 等等 寄生花 林宇 陈瑶几乎是同一时间开口 也只有这种寄生在人类身上 控制人类意识的妖魔 才能做出符合人类行为逻辑的事 孙老师点点头 我们也想到了这一点 并成功找出隐藏在暗中的寄生花 将其击毙 然而 对于三位学生如何失踪这件事 还是没有任何头绪 陈瑶想了想 道 他们失踪时的具体细节 我还不太清楚 都和我说一遍吧 孙老师点点头 首先是宋超和余珊珊 他俩接取到执法部发布的任务 当晚失联 我们赶过去时 已是早上 家中空无一人 并没有发生任何打斗痕迹 经调查 该名新生父母在外地经商 平时家里面只有他一人 另外便是 他在家里还养了一条狗 只是 我们过去时 并没有发现他家里的狗 他仔细回思着 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只是 单从这些 并不能推断出什么 陈瑶微微摇头 说一下第三名同学吧 孙老师没有废话 当即到 第三名同学名成辉 战斗系 相较于前二者 实力要强上一截 今天下午 我们在搜寻过程中 突然遭受妖魔袭击 好在那群妖魔不算太强 我们成功击退妖魔 妖魔分开讨窜 我们便分开追击 并约定好一段时间后会合 陈辉独自一人 追击一只妖魔去了 我们觉得他实力不俗 单独对上妖魔 应该不成问题 他的声音愈发低沉 然而最后 就他一个人没有回来 联系也联系不上 我们沿着他的足迹搜寻过去 找到被他击毙的妖魔 却始终找不到他人 陈瑶瞳孔收窄 陈英道 也就是说 这第三位同学 是在击毙妖魔后出的事 现场除妖魔尸体外 还有什么发现吗 孙老师想了想 道 地面上有一块烧焦的痕迹 应该是陈辉在追击妖魔时 使用异能神圣光焰留下的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从他追击 到发现他失联 一共过去多久 陈瑶问 不到两分钟 方静说 也就是说 他实际出事的时间 只会更短 很可能一瞬间就被制服 而且 现场还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陈瑶促起秀眉 这样看 袭击者的实力定然不弱 孙老师几人接汗手 方静道 正因如此 我们才选择来异能协会修整 以免再出什么意外 你们的做法是对的 陈瑶沉吟良久 忽然说道 目前来看 袭击者 很可能是一种擅长隐秘行踪的妖魔 他在狩猎 狩猎 众人面色微变 陈瑶点点头 沉生道 突然出现在学院的寄生花 或许只是鱼儿 之后出现的也一样 从一开始 这便是一场 妖魔对人类异能者的狩猎游戏 陈瑶的话 令在场众人头皮发麻 背后冒起寒意 身为万中无一的异能者 哪个没有自己的骄傲 在他们固有的观念里 向来都是他们猎杀妖魔 而今 有人告诉他们 他们才是被猎杀的一方 陈瑶怂怂肩 当然 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目前还没有实质性证据 孙老师微微摇头 陈瑶 你是对的 之前 是我们太小看妖魔了 话语中带着深深的自责 若他早一步发现端倪 没有下令追击妖魔 第三位同学 也不会因此失踪 说是失踪 以妖魔的残忍 大概率是 已经遭遇不测了 凌羽侧侧头看向窗外 不知在想着什么 看起来心不在焉的样子 方静看他一眼 也没说什么 这位学弟虽然天赋一禀 但毕竟才只是新生 兴许是被陈瑶的话给吓到了 这时 却听凌羽忽然问道 那个妖魔是不是 也可以吸收异能者的异合来变强 方静有些诧异 但还是点点头 青年学长甲也在这时候开口 确实是这样 不过 大多数妖魔喜欢连同异能者的血肉 一起吃掉 那样效果更好 边说 边笑盈盈地看向凌羽 凌羽怀疑 对方是在故意下自己 但他没有证据 这样一来 妖魔狩猎异能者的动机也有了 陈瑶的猜想 可以说完全成立 但凌羽总觉得 好像有哪里不对 他的眉头皱得越来越深 嗯 凌羽 你有什么想法吗 陈瑶美目扫来 问道 孙老师几人感到意外 没想到他会在这时候 询问一个新生的想法 凌羽想了想 说道 有一点我觉得不合理 如果说 几位学长学姐是当场遇害 并被妖魔吞噬的话 那现场未免也太干净了吧 没有断肢 没有残骨 没有破碎的衣服和鞋子 甚至连一滴血都没有 陈瑶若有所思 凌羽继续道 而如果说 几位学长学姐 而是被带走 那妖魔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话音刚落 却见青年学长甲 笑着摇摇头道 妖魔向来以凶残著称 直接将一整个人生吞的妖魔 又不是没有 学弟 你的见识还是太少了呀 以后 还是要多看多学 看着这位旷世奇才之姿的学弟 和陈瑶学姐的关系 似乎不一般 两人还坐得这么近 学长甲顿时有些醋意 故而 才想要刁难一下这位学弟 林宇笑了笑 也不生气 学长 你说的对 确实存在喜欢将将整个人 连同鞋袜一起吞噬的妖魔 但想来 那样的妖魔体型 应该格外庞大 不擅长隐秘行踪才对 学长你说呢 青年学长甲咬牙 那可未必 林宇嘴角翘起 是吗 那就请学长说说 哪一种妖魔符合以上特点 随着他话音落下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学长 学长甲老脸一红 牙口无言 孙老师赞许的点点头 林宇 你说的有些道理 也就是说 三位同学是被妖魔带走了 那么 妖魔为什么要这样做 又把他们带去了哪 他的目光看向林宇 陈瑶等一众人 然而 没人能给出答案 整件事情匪夷所思的地方 就在于 没人能对三人的失踪 做出合理的解释 动动 这时 慧客厅的门被人敲响 方静立刻跑过去开门 门开 门外站着一个身形挺拔的男子 穿着黑色运动衫 俊逸的面庞上 满是愁容 原来是郭学长 里面请 方静微笑道 男子点点头 急不来到陈瑶挤人面前 这位是小郭 郭怀 大四物种研究系 刚来艺能协会这边实习 孙老师笑着为陈瑶和林宇介绍 陈瑶点点头 问道 郭学弟 什么事 同为大四 被叫学弟 男子丝毫没有脾气 他低着头 不敢去看陈瑶 声音略带沙哑道 我刚刚在外面 跟巡逻队伍一起巡逻 听到居民楼里传来一声尖叫 叫声格外凄惨 巡逻小队中 一名擅长速度的队员当先破门而入 冲进那户人家中 尖叫声很快消失 原以为 事情已经解决 我们大概晚个十几秒冲进去 可等我们冲进去时 却是发现 里面空无一人 那位队员 失踪了 又一个人失踪 第四个了 陈瑶等人深深皱眉 眼神愈发的凝重 现场有留下什么线索吗 孙老师问 男子摇摇头 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痕迹 那名队员就跟凭空蒸发了一样 玄机 苦笑一声 尚多命我们三天之内 务必追查出凶手 若是追查不出来的话 估计我这边三五年 都无法晋升职位了 陈瑶学姐 孙老师 你们可要帮帮我 说着 他冲两人身居一躬 陈瑶摆摆手 没什么帮不帮的 我们本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来 略微思索 他道 这样吧 现在带我去一趟事发地点 我需要亲自查探一下 好 男子立刻答应下来 我也去吧 孙老师道 以他断魂武断的实力 真要发生什么事 也能助两人一臂之力 很快 陈瑶 孙老师 便跟随男子走了 临走之时 嘱咐众人 留在这 哪也别去 两位青年学长 明显想跟过去 一来是想在老师面前表现一下 二来是想在学姐面前 刷刷好感 只是 被孙老师那严厉的眼神劝退 趋于盈危 方静就压根没想跟过去 那么危险 过去干嘛 林宇衡量了一下自身战力 只能说 心有余而力不足 方静甜甜一笑 看向乖乖留下来的学弟 知己 林宇很想说 学姐 我们不一样 此时 会客厅中 只剩下他们四个 林宇低头思索着什么 另外三人 则聊天打发时间 方静 我们待在这里 不会有危险吧 学长假 不会 这里可是异能协会 不止一位断魂九段作证 能有什么危险 方静 也是 刚刚 真是吓死我了 感觉就跟听鬼故事一样 学长姨 你胆子可真小 对了 既然你胆子这么小 为什么还来 方静 还不是为了学分 凡是参与搜查 每天都有十学分 若是找到失踪的同学 还会有额外一百学分的奖励 我看中了一件异能内甲 还差八十学分 才能够兑换呢 学长假 我看中了刘主任手里的白心果 还差二十几分 听说截止到昨晚 刘主任手上 就只剩那么一枚了 我必须抓紧努力 可不能被人节足先登了 正聊天着 方静下意识看了一眼林宇 发现其还在那里低头思索 有些不合群 便笑着问道 学弟 你也是为了学分来吗 林宇这才抬头 笑了笑道 我啦 我是因为吃了刘主任 给的白心果 感觉怪不好意思的 所以就想着来为学员做点事 学长假 那个 学弟 刘主任给你白心果 什么时候的事情 几天前吗 学长假仍抱有一丝丝的幻想 问道 哦 今天上午 林宇说 学长假文言 痛心疾首 林宇看了一眼手机 忽然站起身 学姐 洗手间在哪 出门左拐右拐 再左拐就是了 方静并没有多想什么 随口道 林宇急不离去 他走没多久 会客厅的门便又被敲响 咚咚 方静一愣 看向青年学长假 你们男生去洗手间 这么快回来的吗 实际上 门并没有上锁 在外面也是可以打开的 不过 学弟好像并不知晓这一点 方静摇摇头 正当他起身 打算开门时 门嘎吱一声被打开 一个身形挺拔 穿着黑色运动衫的男子走了进来 俊逸的面庞上带着愁容 方静又是一愣 郭学长 你怎么回来了 孙老师他们呢 孙老师 男子疑惑地看向他 孙老师不是一直和你们在一起吗 学长 说什么 方静瞳孔收缩 惊得连连后退 之前 不是你把孙老师和陈瑶学姐带出去的吗 男子皱眉 用力摇头 没有 我一直在审讯室外面负责看守 直到有人换班 这才离开 这 方静张了张嘴 一股寒意直冲他的大脑 学长贾与学长以对视都从对方眼中看到惊骇 之前那个郭学长是假的 还是说 现在这个才是假的 没有犹豫 三人立刻施展手段护身 如灵大敌 男子无奈贪了贪手 想了想 从怀中掏出一份证件 异能协会 摩都松河区巡逻小队副队长 郭怀 证件上 还有一能协会的印章 这个应该做不得假吧 三人见状 神色这才稍稍缓和 男子沉声道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是真的 也就是说 你们之前遇到的那个 是假的 孙老师和陈学姐有危险 语气中带着不容质疑 现在 你们必须相信我 三人对视一眼后 艰难地点点头 方金立刻拿出手机 我现在就打电话提醒他们 下一瞬 他脸色变了 没 没信号 三人再度警惕地看向男子 是你把这边的信号屏蔽了 学长已问 不是我 男子苦笑一声 连连摆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 眼下 异能协会这边的信号 确确实实是被屏蔽了 他的表情变得无比严肃 因而 想要联系他们 必须离开着 赶紧跟我走 凌羽拿着手机 急不朝异能协会外冲去 当他发现 手机突然失去信号时 便意识到不对 顾不上提醒其他人 立刻离开 找人求援 走廊上 回荡着他的脚步声 凌羽竭尽全力奔行着 忽然 身后响起刷刷的破风声 凌羽猛地回头 却见几根生满 道刺的藤蔓 朝他抽打来 藤蔓一端 连着妖异的紫红色花朵 花盘上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 觉醒二段的气息净显 花盘下 两根藤蔓如同双腿一般 将其支撑在地上 那抽向他的藤蔓 则如鞭子一般 带起呼啸的净风 凌羽几乎下意识 向侧后方扑去 啪 两条藤蔓抽在地上 将地面抽出细密的裂纹 另一条藤蔓 则扭曲成诡异的角度 继续抽向凌羽 凌羽这时候 也被打出了火气 眼神凌厉起来 管他实力是不是高于自己 却见他翻手之间 点点光与汇聚 一柄匕首被他瞬间刺出 带着幽蓝色的寒芒 枪的金铁撞击声里 凌羽手臂微麻 而那藤蔓上 则是被他刺出一个窝口 险些断掉 藤蔓猛地向后缩去 末端的花盘速速颤动 一声尖叫响起 带着惊惧与愤怒 似乎是没想到 区区觉醒一段的人类 竟能对他造成这样的伤害 凌羽冷冷一笑 寄生花是吧 看样子 你这也不咋地啊 刷 匕首划过半空 带起一道幽蓝色的寒芒 被凌羽奋力斩出 寄生花迅速抽出 一根藤蔓来抵挡 另两根藤蔓 则分别从左右两侧 向凌羽缠绕过去 只是 没等他们接触到凌羽 匕首已是误不破斑 轻松斩下一根藤蔓 手腕翻转 幽蓝色的光芒 与他手中的动作交相辉映 刷刷 另两根藤蔓 寸寸断裂 在寄生花惊恐的眼神中 凌羽高举匕首 自上而下 直直刺向那花盘 他不得已抽出 最后两根藤蔓抵挡 只是 这终究只是负于顽抗把了 跟你走 方静等人 有些迟疑地看向男子 对方的话 他们只敢信一半 这时候 要他们就这样跟他走 显然不太可能 方静灵机一动 道 你说 你是真正的国学长 那我问你 你还记得你们 那一届新生考核 考题是什么吗 对于少峰学院的学生来说 记忆最深刻的 不是一学年一次的年度考核 也不是难度较高的毕业考核 而是刚入学时的新生考核 原因无他 因为 太变态了 文言 男子嘴角翘起 当然知道了 不过 我不想说 那对于我来说 是一段不太美妙的回忆 方静三人对视 这时 他们哪还看不出来 面前这人有问题 不需要任何的交流 三人同一时间施展异能 学长甲的身体上 覆盖一层厚厚的岩石 整个人如一尊石像 双臂轮动 斜千斤之势 轰向男子 B级异能 言化 学长以目光锐利如阴笋 背后一对灰色羽翼撑破衣服 双手伸出锋利的爪子 双翼煽动 腾空而起 扑杀男子 B级异能 应变 方静高举双手 两圈光环从他掌中飞出 套在两人身上 为两人提供属性增幅 B级异能 增幅之环 三人配合不可谓不默契 然面对这般攻势 男子的嘴角依旧翘着 却见他啪地打了一个响指 下一瞬 会客厅中的画面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若言所见 是密密麻麻 生满道次的藤蔓 藤蔓的末端 连接着一个个紫红色的花盘 一双双腰衣的毛子 死死盯着 被他们围在中央的三人 一刹那 三人都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前一秒 他们身边还是空空如也 后一秒 他们直接被寄生花包围了 数十只寄生花 实力从觉醒二段到五段不等 围攻之下 灭杀他们 分分钟地是 不 这不是真的 学长假怒吼 一双眼睛瞪得血红 这只不过是幻境 说着 他便无视那一只寄生花 继续朝男子冲去 你说的对 确实是幻境 男子笑呵呵道 此时 他已是变成了另一副样貌 一个留着长发 面色阴逸的年轻人 他的话 让三人稍稍松一口气 然而 他的下一句话 却是让三人如坠冰枯 之前你们看到的 才是幻境 现在不是 仿佛是要印证他的话一般 下一秒 密密麻麻的藤万 就抽打在了学长假身上 厚厚的岩层 请客间崩碎 学长假挖的吐出一大口鲜血 身体摇摇晃晃倒下 树根藤万从他身体上穿插而过 很快他便如死狗一般 一动不动躺在地上 紧接着 是学长矣 方静 两人的眼中划过绝望 不满道次的藤万 将他们死死定在地上 自始至终 那年轻人都未出手 只是笑盈盈地看着他们 方静俏脸煞白 眼睁睁看着血液 从自己身体中流出 而后被寄生花 当作养料吸收 他艰难地问出一个问题 之前失踪的同学 都是死在了你手上 年轻人笑着摇摇头 他们现在可还没死 不过 快了 至于你们 也快了 方静闭上眼 年轻人的话 他不能理解 但却是让他感到冰寒 他颤声问 这里是异能协会 你凭什么敢在这里动手 凭这里 没人能识破我的幻境 嗯 能识破的两个人 都被我引走了 年轻人颇有耐心地解释道 事已至此 很多事情 其实都不用他解释了 几名学生 以及巡逻队员的离奇失踪 都是他靠着幻境 无声无息间完成的 有这样一群妖魔攻其驱使 瞬间制服觉醒镜的异能者 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想到这 方静的身体 控制不住的颤抖 陈瑶学姐说的对 一切 都不过是妖魔狩猎人类 异能者的游戏 我们现在 都已经沦为了猎物 啊 妖魔放开我 我好痛 方静的声音 渐渐从尖锐变得沙哑 年轻人饶有兴趣地看着 似在期待他彻底崩溃时的样子 学长假双眼血红 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你 你是人还是妖魔 你 到底想干什么 要杀便杀 为什么还不动手 你还是不是男人 有种地放开他 都冲我来 哈哈 我想干什么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年轻人继续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 学长假像是没听到一般 在那里自顾自地说着 问着 整个人陷入到一种癫狂的状态 事实上 并非如此 他知道 方静已经竭尽全力拖延了一段时间 接下来该轮到他了 必须拖住 拖到学姐他们回来 年轻人忽然吃笑一声 我猜 你们是不是期待着那两人回来 很遗憾 你们等不到他们了 三人不语 年轻人继续吃笑着说 我再猜 你们是不是期待着 那觉醒一段的小子 能为你们求救 很遗憾 他注定无法向外界求救 三人脸色这才变了 可以说 灵语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而听对方话里的意思 灵语 显然也在对方的预料之中 完了 三人同时感到绝望 扑扑 幽兰色的寒芒不断闪烁 一只觉醒二段的寄生花 硬生生被灵语切成了八段 死得不能再死 灵语长舒一口气 感受了一下义合中的能量物质 一场战斗下来 已是即将消耗殆尽 灵语倒是可以吸收 空气中游离的少量能量物质 恢复自身 但那样太慢了 一二 他便想到了妖合 觉醒二段的妖合 用来恢复能量物质 应当绰绰有余吧 然而 灵语在寄生花尸体上翻找 却是并没有找到妖合 怎么会这样 灵语忽然想到在学院里 被李长青处决的那只寄生花 当时 两位学姐解剖时 好像也没见他们解剖出妖合 难道说 寄生花这种妖魔 本身无妖合 灵语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只想说一声 晦气 不行 得赶紧离开这里 他神色无比凝重 自己这边出了这档子事 可以预想到的是 方静他们那边 只会更严重 眼下 摆在他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 一 找异能协会的人 过来充当救兵 二 联系上陈瑶他们 没有过多思考 灵语果断选择后者 眼下情况不明 鬼知道异能协会的人 能不能信 万一这一切都是他们搞出来的 自己还去找他们 那就太特么搞笑了 灵语看了一眼手机 发现 依旧没有信号 他加快脚步 朝外面冲去 长长的走廊 镜头就在眼前 可 又好像没有镜头一般 灵语跑了半分钟 梳得停下脚步 看了一眼地上 被切成八段的寄生花尸体 瞳孔骤然收紧 自己这时 又回到了原点 什么情况 遇到鬼打墙了 灵语尝试着往前走十几步 又往前走十几步 然后 他便诡异地发现 妖魔的尸体 出现在他前方一米处 全乱了 这样下去 他或许永远走不出去 到底什么情况 灵语忽然想到 在异能图铺里看到的异能 B级异能 徘徊者 能将人困在一片区域内 不断徘徊 都圈子 就跟鬼打墙了一样 当然 能达到这种效果的 不止这一种异能 强一点的 有A级异能 紊乱 让一个人的意识产生紊乱 届时 那人将变不清方向 分不清敌友 浑浑噩噩 甚至 连一条笔直的路都走不出去 更强一点的 还有S级异能 幻境 这就厉害了 深陷幻境者 将分不清现实与虚幻 你看到的 不过是人家 想让你看到的 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实际上却是大错特错 所以 自己现在面临的是哪种情况 灵语额头上冒起冷汗 似乎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他都很难从这里走出去 嗯 未必 仿佛是刹那间的顿物 灵语伸出手 一圈蓝色光雨 在他掌心悬浮 画作一个小指针 转啊转 最后 指针停留在一个方向 有光照进来的方向 那里 应该才是真正的走廊尽头 灵语没有犹豫 直接迈步走去 在他面前 是一堵厚厚的墙 但灵语却是眼睛都不眨一下 直接走过去 结果是 什么事都没有 这更加坚定了灵语的信念 他不管不顾 直接开冲 十秒之后 碰 灵语直接撞在了一扇玻璃门上 玻璃门被他撞得粉碎 疼得他那是稀里哗啦 还好他现在也是 异能者了 没受太大的伤 嗯 门口 两位保安满脸震惊地看着他 仿佛在看一个神经病 有这样开门的吗 兄弟 你是不是眼神不太好 一名保安试探着问 灵语可没空搭理他们 一边向前走 一边查看手机上的信号 有了 灵语满心激动 就要给陈瑶拨去电话 兄弟 不能走 这门撞坏了 你得赔 两名保安的声音 在背后响起 灵语起初没有在意 忽然 呲呲的电流声 混合着破风声 骤然在他耳旁响起 灵语骤然转身 却见两名保安手持电棍 分别砸向他的头颅 以及他手中的手机 一刹那 灵语眼中杀意爆发 他哪还能不知道 两名保安有问题 在他掌心之中 早就凝聚好了两枚小指针 确切地说是 飞镖 刷刷 两道幽蓝色的光一闪而逝 直接洞穿两名保安 结果 还没等灵语松一口气 两名保安的尸体 便被树根藤蔓撑破 两朵妖异的紫红色花朵 同时间绽放 花盘上 两双冰冷的目光注视着他 不用想了 又是寄生花 灵语颇为不屑地看他们一眼 然后 转身就逃 妈爷 觉醒武断 要人命啊 两只寄生花 则如两道残影般 朝他追来 双方的距离越拉越近 这边 灵语拼了命地跑 那边 两只寄生花 拼了命地追 这谁扛得住 嘟嘟嘟 灵语立刻给陈瑶打去电话 会客厅内 年轻人正笑盈盈地掐着手指 我数到三十 你们的学弟就会过来陪你了 一 二 三 方静三人已经麻木 他们很清楚 以那位学弟的实力 下场估计 不会比他们好多少 忽然 年轻人眉头一皱 难难道 他居然脱离了我不知下的幻境 方静三人还没来得及欢喜 就听年轻人又冷笑一声 不过 结局不会变 继续开数 十一 十二 又响了又响 却是没能打通 灵语面色瞬间苍白下来 貌似 学姐那边的 信号也被屏蔽掉了 该死 此刻的灵语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乱转 他当然也可以打电话求助学校 只是 远水救不了近火 等学校老师赶来 黄花菜都凉了 嗖嗖 几根比他手臂还粗得藤腕 如长枪一般朝他刺来 灵语来不及思考 猛地侧身翻滚 藤腕贴着他耳旁飞过 扭曲两下 继续朝他刺去 危急时刻 灵语一个翻滚 躲到一辆车后 咔嚓 瞬间 这辆车被刺了的对穿 而后 硬生生撕成两半 藤腕紧随其后 再度朝灵语刺去 灵语没有迟疑 又躲到另一辆车后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车子又被撕成了两半 灵语环顾周遭 心中一沉 这附近 已经没有车了 藤腕末端 紫花摇曳 花盘上勾勒出一抹细血的笑容 像是在看一只垂死挣扎的猎物 说说说 树识跟藤腕编织成一张网 朝灵语当头落去 对于他来说 必无可避 宋河区 一处居民楼内 没有任何发现 还是白跑一趟吗 孙老师叹息一声道 整个搜寻下来 都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人是怎么失踪的 好似羚羊挂脚一般 无迹可寻 陈瑶皱着绣眉 不知在想着什么 几人从医护人家中走出 身穿黑色运动衫的男子 不急不缓地给门上贴好封条 随后问道 老师 现在回去吗 又或者 去其他两个失踪现场看看 孙老师略微沉吟 要不 去其他两处也看看吧 陈瑶 你觉得呢 他看向陈瑶 陈瑶点点头 那就 画到一半 在他掌中 光与凝聚成光刃 被他随手批出 扑的一声 男子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双腿齐根断 整个人倒在血泊之中 学姐 你 他满是惊恐和不可置信地 看向陈瑶 随后一脸痛心 一副正在被队友背叛的样子 孙老师当时就给惊到了 哪里想到 会发生这一幕 他勃然变色地看向陈瑶 陈瑶 你在干什么 陈瑶没有理会他 而是双手抱胸 嘴角微翘着看向男子 还想装到什么时候 说吧 引我们过来 有什么目的 让我猜猜 想埋伏我们 孙老师的面色又是一变 看看地上的男子 又看看陈瑶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孙老师 你不妨拿出手机看一下 若我所料不差 信号应该已经被屏蔽掉了吧 孙老师闻言 打开手机一看 确实如此 一刹那 他思想明白什么 豁然看向男子 小郭 你 为什么 他们听信了对方的话 来到这里调查 对方却是暗地里屏蔽他们的信号 不轨之举 昭然若见 或许 这里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失踪事件 对方只是想把他们引到这里 以达到他的目的 想到这 孙老师的目光变得无比伶俐 见自己被识破 男子 索性也就不装了 咧开嘴角 有些意外地问道 陈瑶 我自认为隐藏得很好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陈瑶淡淡看他一眼 隐藏得很好吗 从进屋开始 你有不下八次 对我展露杀意 男子微微汗手 不愧是陈瑶学姐 刚刚 我确实有想过要杀你 不过我也知道 那不现实 所以 你是在等你的帮手吗 陈瑶问 男子笑着摇摇头 不不 学姐 你很聪明 但你或许不会想到 我引你出来 仅仅只是为了引你出来 陈瑶表情一变 不好 他们几个有危险 如果不是要狩猎他 那么 狩猎对象只有可能是 留在异能协会的那几人 孙老师面色阴沉到了极点 几乎是怒吼着说道 郭怀 你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也是少疯的学生 为什么要害你的学弟学妹 男子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以前是 现在不是了 随即一声轻叹 孙老师 可惜了 原本 这次真正想狩猎的人是你 不过 来日方长 孙老师 多多保重 说着 他的身体开始迅速膨胀 整个人变成一团肉球 膨胀 再膨胀 像是随时都有可能轰然炸开 对了 陈瑶 不知道 你是否还记得冷风这个名字 哄 话语声与爆炸声同时响起 恐怖的微能席卷四方 断肢 碎骨 统统化成灰烬 巨大的冲击力 仿佛要将整栋居民楼给掀翻掉 关键时候 漫天光与浮现 凝聚成一个粉白色的护照 将整个爆炸 牢牢罩在了里面 爆炸来得快 去得也快 陈瑶 清晖御守 护照随之散去 一切如常 仿佛刚才一声巨响 只是有人 在和整栋楼的居民 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发生什么事了 一扇又一扇门打开 居民们出来查看 确认没出什么事后 又纷纷回去 孙老师呆呆地站在那里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看起来有些抑郁 他死了吗 陈瑶问 孙老师摇摇头 A级异能 一身双分 可将身体一分为二 化成两道分身 只要一具分身还在 就不会死 嗯 那就把他另一具分身也杀了 陈瑶说 此时 男子身上 用来屏蔽信号的装置 已随着爆炸 一同被销毁 陈瑶当即打开通讯路 找到备注小学弟 拨打过去 电话能打通 但没人接 陈瑶紧拧着嘴 握着手机的手微微用力 林宇那边 已经出事了吗 林宇整颗心都沉到谷底 眼下情况 不说生死一现 也差不多 一盒之中 能量物质少得可怜 而他要面对的 是两支实力远高于他的妖魔 恰好手机铃声在这时候响起 林宇却是顾不上去接 眼看大网即将落下 他深深叹一口气 仿佛任命一般 闭上眼 下一秒 他豁然睁眼 任命 不存在的 林宇眼神灵力 冷笑道 把我逼到这一步 就没想过 逼急了我 会是什么后果 刹那 一本黑色册子 出现在他手中 这 才是他的异能 而就在刚刚 林宇收到了异能给他的反馈 能量物质用完了怎么办 不要紧 他这里还有一招 就是需要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两支寄生花的眼中闪过诧异 很快这种诧异就变成了轻面 还想做最后的挣扎 却见林宇展开侧子 一夜会有漫天光雨的纸张 被他用力撕下 瞬间 整夜纸张开始燃烧起来 漫天光雨就这样从纸张中飞出 变成现实 围绕在林宇周围 将他硬衬的 仿若一尊神明 藤万速速颤动 这一瞬 两支寄生花察觉到不对 心生畏惧 想要将藤万撤走 然而 晚了 漫天光雨随林宇心念所动 凝聚成一把两米多长的巨剑 实际上 就是放大板的匕首 别的形状的武器 他一时之间 还真弄不出来 林宇刷的一剑批出 寒光乍现 将那藤万编织成的网 直接斩成两半 两支寄生花瞪大眼睛 旋即发出尖锐的嘶鸣 怎么也没想到 之前被他们玩弄的猎物 而金却能爆发出 如此恐怖的力量 两腰对视 都从对方眼中 看到金锯 几乎没有犹豫 两腰掉头就跑 藤万在地面上蠕动 像是两条 慌不择路逃跑的蛇 跑 林宇冷冷一笑 一个纵月扑了上去 手中巨剑横空披落 扑 没有任何悬念 一支寄生花从头到脚 直接被他劈成两半 另一支寄生花间叫着 将藤万收缩起来 包裹头部 试图以此逃过一劫 可惜终究只是妄想 扑 手起剑落 第二支寄生花 死 林宇以觉醒一段之力 斩杀两支觉醒五段的妖魔 战绩不可谓不辉煌 说出去 大概都不会有人信 然而 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也不可谓不大 林宇一共斩出三剑 随着他第三剑斩落 那一页纸张彻底燃烧殆尽 漫天光雨也随着消散 一声苦笑 林宇虚弱地瘫坐在地上 他新收录的异能 光之神雨就这样没了 那一页纸所承载的 相当于一整个异合的力量 而林宇刚刚施展的招式 相当于将那些力量全部燃烧 爆发 爆发的时候确实爽 爆发完后就什么都没了 此时 在他的手中 漆黑册子上 只剩下一页空白的纸 下一秒 册子化作乌光 飞回到他的异合中 能量物质也没了 林宇感觉 心好痛 叮铃铃 手机铃声还在响个不停 对方一直没有挂断 林宇拿起手机一看 发现是陈瑶打来的 心中总算有那么一丁点安慰 他酝酿酝酿 然后接通 陈瑶微微摇头 他知道 这通电话 注定不会有人接听 走吧陈瑶 我们现在立刻赶回去 或许还来得及 孙老师道 陈瑶一声轻叹 或许吧 而也在这时 电话突然被接通 陈瑶一愣 下意识问道 林宇 实际上 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在他看来 林宇大概率已经落入敌手 现在接电话的 八成是敌人 学姐是我 林宇声音虚弱道 嗯 陈瑶又是一愣 问道 你没事吧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 没事 林宇轻声道 仿佛一个将死之人 在何人低语 至于我这边的情况 林宇将之前发生的事 和陈瑶说了一遍 过程中 着重强调了 他是多么的机智 先是识破敌人的圈套 后又费尽千辛万苦 从那不知道 是不是幻境的异能中 逃了出来 接着 他又讲述 与两只觉醒五段妖魔大战 突出他的勇猛与无畏 陈瑶嘴巴张大 没想到 短短时间 学弟居然经历了这么多危险 太不容易了 等等 你说 你杀死了两只 觉醒五段的寄生花 这 陈瑶一双美目瞪的老大 虽说寄生花的主要能力是寄生 自身战斗力并不算强 可 那毕竟也是 觉醒五段的妖魔啊 换作一般的觉醒一段 铁定被顺秒 小学弟要逆天了 这是 察觉到林宇说话声音不对 像是已经气弱油丝 陈瑶立刻皱眉 我能感觉到你伤得很重 还说没事 等着 我现在过来 他将车钥匙丢给孙老师 自己则驾驭仙鹤 冲销而去 风声烈烈 如铺般的秀发随风舞动 找个地方躲起来 撑住 陈瑶用命令的口吻道 林宇点点头 放心吧学姐 我已经躲起来了 至于能不能撑到你过来 听天由命吧 他叹息一声 满脸惆怅 这时候不得不卖惨 最好是借机能多捞一点学分 没办法 这次损失实在太大了 嗯 其实也不算太大 失去的那叶纸 休养上一段时间 应该可以恢复过来 至于失去的异能光之神宇 再让学姐过来 给她收录一下就好了 四舍五入 貌似 没损失 不过 林宇还是不太满意 刚刚 她在寄生花尸体上一通翻肘 最终也没找到妖和 这让她对寄生花这一物种 深恶痛绝 陈瑶听到听天由命四个字 联想到林宇当前的处境 鼻尖微酸 只是 越想越不对劲 很快 她琢磨过未来 冷冷到 待会儿 要是让我看到你身上没伤 没我也会让你有 林宇 学姐 不瞒你说 那个 我的心灵受到了莫大创伤 陈瑶 滚 好嘞 略微思索 林宇神色凝重起来 陈瑶学姐 我这边虽然没事 但我感觉 几位学长学姐的情况不容乐观 该怎样才能救他们 陈瑶沉默 以她当前的速度 感到异能协会 也要十分钟 这十分钟 敌人不论是要杀死他们 亦或者将他们带走 都绰绰有余 这样 我想办法联系一下 坐镇异能协会的强者 让他们帮忙出手 陈瑶到 玄杰 严厉告诫 你的话 给我待在原地 不要轻举妄动 好 林宇痛快答应 毕竟与那几位学长学姐 只有一面之缘 对于她来说 小命更加重要 犯不着再以身涉险 通话结束 陈瑶立刻给孙老师打去电话 联系异能协会这种事 自然是让老师来更合适 双方平日里时常有联系 事实上 不用陈瑶提醒 孙老师这边早就已经联系好了 万幸的是 异能协会的坐机 还是能打通的 呼 陈瑶轻轻吐出一口气 放空思绪 脑中忽然想起 男子临死前的话 陈瑶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冷风这个名字 陈瑶皱眉思索 好像 有些印象 西城郊 一处废弃的工厂内 男子浑身猛的一颤 满头冷汗 面容扭曲 一声嘶吼过后 他轻声自语 我的另一半分身 死了 超过一段距离后 他的两具分身病 不能做到心意相通 但分身死亡后 那种痛苦与虚弱感 还是可以互相传递的 此次过后 我将会进入一个月的虚弱期 这一个月内 实力减半 且无法再施展分身 男子微笑说着 不过 一切都是值得的 计划很顺利 我的实力很快就能突飞猛进 说话间 他取出一个透明玻璃球 捏碎 28 29 会客厅内 年轻人数到30时 愣住了 预想中 那觉醒一段的小子 被如死狗一般拖过来的画面 并没有发生 这 什么情况 地上 原本已经绝望的方静三人 也是一愣 学弟没有被抓过来 这一刻 三人眼中都有了一丝光亮 默默祈祷着 学弟能够被人所救 然后 带人来救他们 像是猜透了 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年轻人冷冷一笑 别做白人梦了 想来 你们那小学弟 应该是跑得比较远 拖过来 需要多耗一点时间罢了 话虽如此 他的眼中 还是隐隐有些担忧 当即指挥一只 觉醒武断的寄生花 替他出去查探 年轻人心里估算着时间 他知道 事实后该撤走了 他又指挥面前的寄生花 将方静三人 捆成粽子后扛起 只等那小子被拖回来 然后带着一同撤走 时间一晃 半分钟后 寄生花拖着 另外两只寄生花的尸体返回 年轻人 怎么可能 打死他都不相信 那小子有能力干掉两只 实力远强自己的妖魔 谁救了他 方静三人眼中的光亮 则是又增加了几分 年轻人感觉到 深深的不妥 如那小子真被人救走 必然很快会带旧兵来 那样一来 会很麻烦 呼的 年轻人脸色一变 又一个幻境 被人给破了 那是他封在一个 特制玻璃球内的幻境 交给队友 用以传递讯息 眼下 幻境被破 说明队友那边 被陈瑶发现问题 陈瑶他们很快就会赶来 不好 年轻人再也顾不上 那觉醒一段的小子 随手制造一个幻境 隐去他 以及重妖魔的身形 旋即朝异能协会外撤去 先前进来时 未掩人耳目 走的是后门 车子就停在那外边 因而现在 他也不得不走后门 只是刚一临近 便听喷喷两声 两名保安像是 被人一脚一个 踢飞过来 撞在墙上 瞬间四分五裂 一同四分五裂的 还有他们体内的寄生花 年轻人眼睛微眯 看着前方 沈笑一声 断魂静 今日 我无心与你们战斗 不想死的话 就给我让开 此刻 以一名体型魁梧的男子 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为首的 十二名异能者 已将大门死死封住 他即便用幻境隐去身形 也无法就这样通过 他当然可以杀出去 只是担心被对方拖住 夜长梦多 听到年轻人的话 那男子呵呵一笑 异能协会 起事等妖魔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 他指了指那两名死去的保安 他们的命 需要你们用命来偿 一旁的女子皱眉提醒 根据上头的指示 我们只需要拖住他们 等少风的人过来 男子哼一声 知道了 两人一声令下 煞时 十二名异能者 同时宣泄出他们的力量 一道道光束 火球等朝前方轰去 好 很好 既然如此 你们的灵魂 你们的义和 我收下了 年轻人嘴角上翘 却是说着 让人不寒而栗的话 在他的指挥下 一众寄生花 纷纷冲上前 替他抵挡伤害 随即 他啪的一个响指打出 煞时 四方的场景发生了变化 变成狮山血海 变成修罗地狱 刺鼻的血腥味 让人遍体生寒 很快 场景再变 密密麻麻的寄生花 将那十二名异能者包围 向他们发动攻击 当中真假参半 他们根本分不清楚 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一时间 他们焦头烂额 啪 又是一声响指 十二名异能者惊悚的发现 他们的队友在他们眼中 也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寄生花 原本还团结一致的他们 瞬间乱成一团 他们甚至不敢随意出手 既能打空也就算了 要是打在队友身上怎么办 你们的灵魂 你们的义和 我收下了 你们的灵魂 你们的义和 我收下了 年轻人的声音 开始一遍又一遍 响在所有人耳边 像是恶魔在和他们耳语 该死 可恶 为首的一男一女破口大骂 然而 他们的声音 就连他们自己都听不见 只能听到一只只妖魔在嚎叫 听到那恶魔般的低语 这一刻 他们恐惧了 自己面对的 究竟是怎样的怪物 方靖三人被一根根藤腕缠绕着 像是粽子一般 被丢在后方 此时 目睹这一站的他们 一个个被震撼到难以复加 年轻人 简直强到变态 这不免让他们再度悲观起来 他们 还有豁旧的希望吗 与此同时 对面一栋酒店内 灵魂已经打定主意 狗在这里 狗到学姐和老师他们过来 然后 他就听到轰隆隆的声响 拿开窗帘往下一看 顿时惊呆了 在他的视线中 一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 正背负双手 细血的目光 看向不远处的十二人 那十二人感觉跟疯了一样 被一只只寄生花攻击 却是不还手 反倒将异能四处乱丢 有的再打空气 有的再打队友 这些人 是官方的异能者吗 灵魂促眉 感觉 好拉胯 确定能拖到学姐他们感到吗 当然 灵魂也知道 之所以有这样想法 或许是因为自己处于上帝视角的缘故 真实情况应该是 那十二人陷入到了幻境 又或者被人施下了混乱 才会变得如此不理智 这便更能衬托出 那个年轻人的强大 灵魂心里面 忽然不受控制的 出现这样一个想法 要是能将他的异能收入 灵魂知道这想法很危险 但是 他心动了 不得不说 造化真是弄人 原本他是抱着狗下去的心态 才躲在了这里 结果偏偏给他看到了这一幕 灵魂同样看到了 被捆成粽子的学长学姐 他在想 自己能不能做点什么 当然 送死的事情 他可不会做 灵魂走出房间 小心翼翼的下楼 来到一楼大厅 发现 这里早已空无一人 想来 都被外面的战斗给吓跑了吧 到达这里后 灵魂便直步 没敢走出去 他怕自己靠近以后 也会像那十二人一样 他只是站在这里 静等时机 他也不知道 他要等的时机是什么 只是觉得 或许会有机会呢 忽然 搜的一声 一只寄生花被一个魁梧男子 一脚踢飞 正好飞进灵魂所在的酒店 砰的一声 寄生花重重砸在地上 紫红色的花盘上 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 看样子伤得很重 以至于 觉醒五段的他 感觉比灵魂最开始杀的觉醒二段 还有弱 寄生花挣扎着 想要从地上爬起 灵魂谋放寒芒 他岂会放过这样好的机会 一个箭步冲上去 对着花盘 就是框框两拳 捶得他晕头转向 旋即又是框框两脚 对方很结实 若不是有伤在身 灵魂估计根本捶不动 然后 他开始手脚并用 再然后 他就惊讶地发现 寄生花被他打得昏死了过去 自己这就要杀死第三只 觉醒五段的妖魔了 灵魂都觉得有些不现实 正当他准备最后一击毕命时 忽然灵机一动 脑子里蹦出一个计划 虽然 有些不靠谱 但他还是想试试 灵魂快速取出手机 设置成精英 开启与学姐陈妖位置共享 接着塞进那裂开的花盘里 为了能成功塞进去 他将里面 几团黏乎乎的东西 给掏了出来 做完这一切 灵魂既兴奋又忐忑 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下外面 却见双方的战斗 已经来到白热化 年轻人亲自出手 以催枯拉朽的姿态 将那十二人打得叠血不止 眼看大败已成定局 灵魂却是嘴角一翘 确认没人注意到他 随手将面前寄生花 又给丢了出去 随后 他默默返回房间 灵魂能做的 也就这么多了 希望事情 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发展吧 酒店外 官方异能者 与邪恶之徒的战斗 已惨败收尾 方静三人无奈 而又绝望地闭上眼 最后一幕 他们看到 年轻人如鬼魅般出手 将十二名异能者 打到毫无还手之力 看到那些人和他们一样 被一根根藤腕穿透身体 捆成粽子 很好 年轻人满意地点点头 似乎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能有这么大的收获 十五梅一和 泽泽 顺利的话 一是今天就可以布置了 他的脸上 挂着灿烂笑容 眼神中却满是警觉 不能再拖了 必须 马上离开 他看了一眼手底下的寄生花 刚刚一战 阵亡过半 挥挥手 示意剩下的寄生花 赶紧带着人撤离 嗯 年轻人眸子微眯 发现有一只寄生花 掩掩一息 花盘都被人打猎 快要死去 但好像还能抢救一下 他想了想 还是让另一只寄生花 将其扛走 经此一战 手下可用的妖魔所剩不多 能少死一只 总归是好的 最后 他们登上一辆运货用的货车 就此离去 方静等十五名人质 被丢在后面的车厢里 此刻的他们 内心是绝望的 上车前 他们身上的通讯工具 定位设备 全部被找出来并销毁 一二 基本上不可能有人能找过来救他们 我们是不是要死了 方静泪流满面地问 我感觉 我们的下场 或许比死还可怕 学长假苦笑 没听那变态说 要取走我们的义和 收下我们的灵魂 还要进行什么议事 车厢内 一阵沉默 想到那恶魔般的话语 众人都是从头梁到脚 办上 学长已艰难扭过头 看向异能协会的人 道 抱歉 连累你们了 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 为首男子长叹一声 听天由命吧 除他之外的十一位异能者 皆苦笑 这一战 他们遭受的打击 不可谓不大 以至于现在 他们一个个都还是魂不守舍 不知是谁 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队长 我不想死 我家里面还有年迈的母亲要照顾 还有未过门的媳妇 等着我过门 文言 男子鼻尖微酸 想了想 他安慰道 没事 我们要是死了 上头会将抚恤金送到我们家人手里 到时 会有人照顾你母亲 至于你那未过门的媳妇 嗯 也会有人照顾 操 队长 被你这么一说 我更不想死了 亦能协会上空 一只鲜鹤凌空掠来 陈瑶看向下方狼藉一片的战场 秀眉微醋 难难道 还是来晚了吗 他预想的还要糟糕 学弟学妹 官方异能者 亦或者敌人 一个也没看到 想了想 给小学弟打去电话 结果 电话声响了又响 打不通 怎么回事 又失联了 陈瑶握着手机的手 微微用力 这时 就见一旁酒店 某间房间的窗户突然打开 从里面探出一个脑袋 还有一只手 薛姐 我在这 凌宇激动挥手 很快 两人会面 陈瑶上来 就是一个光雨大巴掌 行啊 让你躲着 你上酒店开房 刚刚打你电话还打不通 有能耐了呀你 啪啪啪 凌宇想躲来着 然后 他就发现 他想多了 误会啊 学姐 误会 凌宇喊冤 莫名就有一种 在酒店被抓奸的记事感 可 他是清白的呀 事情是这样 凌宇快速将后续的事情 说了出来 嗯 陈瑶有些意外 看了他一眼 你把手机塞进了妖魔脑袋里 凌宇忙不迭点头 对啊 学姐 所以 真不是我故意不接电话 陈瑶嘴角抽搐两下 心说 小学弟思路 还真是清奇 联想到新生考核上 对方拿灭火 清灭火的一幕 又觉得 这很凌宇 然后 他就没忍住 又飞过去一个光雨大巴掌 啪啪啪 嘿嘿 小学弟 你不是受伤了吗 我帮你活血化瘀一下 凌宇 感觉 他就是想打自己 好吧 把感觉去掉 苗向学姐那傲人的翘臀 凌宇暗暗发誓 终有一天 自己要打回来 一起前耻 咳嗽两声 他道 学姐 那个 正是要紧 快看看 能否定位到那边的位置 陈瑶尝试过后 摇摇头 对方很谨慎 把信号给屏蔽掉了 凌宇眉头皱起 事情果然没他想的那么顺利 现在该怎么办 陈瑶略作陈吟 道 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了 封锁整个魔都 然后进行地毯式搜索 这件事情 光靠我们做不了主 需要联系异能协会高层 凌宇点点头 眼下 貌似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联系官方的重任 自然又交到了孙老师手上 除此之外 陈瑶又联系到了学院那边 当得知又有三名学生失踪 并且明确是被人绑走时 一众老师皆震怒不已 战斗系的系主任 提着枪就杀了出来 李长青披上一身金色甲皱 带着执法部的一众老师 浩浩荡荡而出 剩余老师负责留守 大四以下的学生 则被严厉禁止外出 这次 学院是动真火了 不将那伙势力铲除 事不罢休 陈瑶冷笑一声 这么多年 我们少峰学院 一直以温和的面貌示人 是不是给人一种错觉 我们好欺负 从今往后 我们会让所有人知道 敢动少峰的人 死 另一边 异能者协会高层 同样震怒不已 居然有人敢在他们地盘撒野 一整个分布的异能者 这不等于是在狠狠扇他们耳光吗 如此挑衅官方威严 我们势必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一名高层沉声道 就这样 一场覆盖整个魔都的大搜捕 就此展开 看清楚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的吗 陈瑶问 凌宇回忆了一下 到东边 所以我们往东边去搜查吗 他问 陈瑶笑着看向他 你觉得呢 凌宇想了想 摇头道 像那种人心都是脏的 肯定是在误导我们 所以 我们应该去除东边以外的 其他方向搜查 不如就去西边吧 陈瑶笑着点点头 如此可教 此时 两人正坐在保时捷的后座 孙老师负责开车 文言 孙老师也是毫不犹豫 掉头朝西边行驶 车内放置着一个通讯设备 专门用来和其他参与行动的队伍联系 所有人同处于一个通讯频道中 使用该设备的目的是 为了保密 防止通话内容被人截取 咔哒 凌宇默默关掉通讯设备的开关 搓了搓手 看向陈瑶 雪姐 那个 我的一能出了点问题 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嗯 陈瑶疑惑 不是才把你治好 又出什么问题了 凌宇满脸痛心道 为了能从妖魔的围堵中 杀出一条血路 好给雪姐报信 我 燃烧了一盒 话音一落 陈瑶身体微颤 驾驶位上 孙老师开车的手猛的一抖 一盒 乃是异能者的根基 汇聚了异能者一身的力量 以及生命力 燃烧一盒 虽然可以短暂爆发出强大威能 可 那等于是在找死 即便只是燃烧一小部分 那也会导致异能者异能被废 寿命大减 陈瑶感觉喉咙里像是梗到了什么 有些说不出话来 凌鱼眼巴巴地看着她 雪姐 帮我看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 我还能抢救 陈瑶内心叹息 傻瓜 义盒兽 再强大的治疗异能也难救啊 她点点头 好 凌鱼眨了眨眼睛 那个 雪姐 你懂的 陈瑶想了想 随手挥出一道光幕 将两人笼罩 凌鱼便将她那本黑色册子召唤出来 眼下 义盒中的能量物质 已经恢复少许 倒是能让她使用片刻异能 陈瑶仔细打量 原以为 会看到凌鱼一边施展异能 一边吐血 又或者 施展出一个破破烂烂的异能 然而 并没有 她狐一地看向她 你确定 你燃烧了一盒 确定 凌鱼一脸笃定地说 见她表情严肃 不像是在说谎 陈瑶勉强性了 你现在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脑袋疼不疼 她问 凌鱼认真思索 点头道 心里面确实有些不舒服 至于脑袋 倒是不疼 陈瑶听着皱眉 心里面不舒服 是几个意思 种种迹象表明 凌鱼根本就没有燃烧一盒 陈瑶冷冷看向她 拿这种事情骗我 很好玩吗 这一刻 凌鱼在对方眼中看到失望 她有些不知所措 苦笑着说道 学姐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燃烧了一盒 是吗 陈瑶冷笑 不打算再搭理她 却见凌鱼摊开黑色册子 指着上面缺湿的一页 认真说道 你看 我将你给我的那枚一盒燃烧了 还有这一页纸 也给燃烧了 学姐 我没骗你吧 陈瑶 这一刻 她想打人 深吸口气 平复一下心绪 她还是想打人 于是 一个粉白粉白的 光雨大巴掌 凝聚了出来 学姐 我有哪里说的不对 或者做的不对吗 你又打我 凌鱼欲哭无泪 陈瑶柔了柔眉心 最终 她忍住了 下次发生这种事 把话说清楚 知道吗 凌鱼赶忙点头 知道了 陈瑶这才将注意力 又放回到凌鱼手中的侧子 所以 你现在只能收录一种异能了 她问 凌鱼汉手 之后应该可以将那叶纸恢复过来 至于要多久 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 你又想来收录学姐我的异能 她又问 凌鱼就说 学姐异能乃是我平生警戒 见之难忘 思之如狂 辗转反侧 只为能与之相守 还望学姐成全 陈瑶翻了个白眼 莫名有种自家小白菜 要被拱了的记事的 这次 我不会给你收录了 在凌鱼错愕的目光下 陈瑶表情严肃道 你以为 我在体外弄个异合出来 很容易吗 那 有多不容易 凌鱼小声问 每凝聚一次 需要耗损的能量物质 相当于我一个月的修炼 陈瑶淡淡道 之前那次 导致我的境界 从九段巅峰 滑落到九段初期 要是再来一次 我就得掉到八段了 这样吗 凌鱼有些沮丧 学姐会因此掉落境界 那再求对方给自己收录 她真开不了这个口 内心悠悠一叹 也说不上后悔 毕竟在那种情况下 不那样做 她会死 只能说 她与异能光之神语无缘吧 陈瑶眼珠子转了转 忽然说道 其实吧 也不是不可以 谁让我是你学姐呢 凌鱼摇头 这对于学姐你来说 太不公平了 我怎么能为了一己之私 让你实力受损 却听陈瑶笑迎迎道 想要公平的话也可以 再答应我两件事 凌鱼在想 自己是不是被套路了 可她没有证据 两件事 是不是太多了 一件事可以吗 她问 陈瑶摇头 不可以 最后 凌鱼还是没能抵住 SSS级异能的诱惑 答应下来 陈瑶笑着抬起玉手 在她手中 漫天光雨快速凝聚成 一枚半透明晶体 凌鱼没有犹豫 立刻将其接手过来 收录近一夜纸张中 感受到自己 再度拥有光之神语 凌鱼心中 只觉莫名踏实 旋即 她狐疑 陈瑶的气息 好像确实下滑了一劫 但她好像很开心 学姐 你很开心 凌鱼问 陈瑶笑着点点头 可不是吗 我正愁境界提升太快 根基略有不稳 想削减一下境界 以稳固根基 只是 就这样消去境界 太可惜了 这不 学弟你就找上了我 凌鱼 学姐 感觉你心也是脏的 光目撤去 陈瑶开始整理头发 凌鱼低着头 思考人生 孙老师几次欲言又止 想到一位旷世奇才 就此被废 倍感惋惜 最后 她还是安慰凌鱼道 小凌啊 想开一些吧 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见 文言 陈瑶这才露出一丝微笑 孙老师 其实 我已经抢救回来了 孙老师 这是说 抢救就能抢救的吗 小凌啊 现实虽然残酷 但人总归是要面对现实的 你放心 你的表现 我们有目共睹 今后你即便无法再修炼 学院也不会抛弃你 另外 我还会向学院申请 对你的补助 孙老师的声音 如沐春风 在她看来 陈瑶一定是承受不了 被废的打击 才会竟说些胡话 凌语原本还想解释 但一听有补助 便没那么急着解释了 对了孙老师 问一下 我之前 杀死寄生花的时候 并没有在其尸体中 发现妖合 是因为 这类妖魔 没有妖合吗 凌语问出她 困惑已久的问题 她没有问陈瑶 可能是因为 被坑怕了 孙老师点点头 又摇摇头 有的有 有的没有 一般来说 断魂镜以上的寄生花 拥有妖合 断魂镜以下 则没有 凌语疑惑 为什么 一条笔直的公路上 一辆大货车 飞速行驶 驾驶位上 年轻人哼着小曲 心情颇为不错 看了一眼当前位置 距离目的地 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想了想 她先是撤去信号屏蔽装置 然后拿出手机 拨打出一通电话 电话响了十几秒后接通 她问 郭槐 你看一下 现在能不能布置一事所需的阵法 电话 另一头有些意外道 我这边材料齐全 布置起来没问题 不过 异能者数量 是不是有些不够 这个不用担心 我现在一口气抓了十五名 异能者过来 年轻人笑道 这 电话另一头愣了半赏 道 不愧是冷风大哥 牛逼 不过这样一来 异能协会和少峰学院 大概都不会放过我们 需不需要转移句点 她有些担忧问 年轻人摇摇头 没必要 那样反而更容易暴露 好了 赶紧布你的阵法去吧 好 通话结束 年轻人想也没想 继续打开信号屏蔽装置 这玩意现在开着 似乎也没什么用 但她并不介意多一层保险 而此时 后方车厢内 却是死一样的安静 众人似乎已经放弃了 毫无意义的交流 开始麻痹自己 反正都要死了 为什么不在临死前 少一点痛苦和焦虑呢 方静将头枕在 不知道谁的大腿上 就这样睡了过去 她做了一个很甜很甜的梦 梦里 她暗恋的学长 接受了她的表白 两人一起吃饭睡觉 一起上下课 一起毕业工作 一晃多年 孩子都有了 在她怀里撒娇 叫她妈妈 方静微笑 笑着笑着 却是哭了 睁开眼 发现还在这车厢内 一直指妖魔冰冷注视着她 原来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啊 咚咚咚 咚咚咚咚 这时 车厢内忽然响起 有节奏的敲击声 有的绵长 有的短急促 方静愣了一下 这似乎是一种 用来联络的秘语 叫什么摩斯密码 她只是听说过 并不知晓其中含义 此时看去 却见几名异能协会的异能者 将耳朵贴在车厢地板上 手指关节轻轻扣下 表情专注而又认真 方静眼睛顿时亮起 难道说 他们在谋划 如何逃离这脸 小林啊 这你可问对人了 孙老师一边开车 一边不急不缓地解释 我们物种研究系 对此早有过研究 目前来看 有两个猜想 其一 寄生花这类妖魔 基因上存在某种缺陷 在未达到断魂镜前 无法凝聚出魔盒 她的眼中逐渐闪过狂热 声音陡然拔高道 其二 断魂镜以上的寄生花 才是真正的寄生花 林语给吓了一跳 一堂陈瑶 却是习以为常 物种研究系的人 都这样 听着孙老师的话 林语又觉疑惑 前者好理解 后者 是什么意思 难道觉醒镜的寄生花 还是假的不成 她问 其料 孙老师静一脸严肃地点点头 我们系的刘主任 之前就有过猜测 寄生花的初始境界 就是断魂 而觉醒镜的寄生花 其实是从更高境界寄生花身上 分化下来的一部分 即 分化体 比方说 一只逍遥镜寄生花 从身上折下一根藤条 便可使之重新长成 一只觉醒镜的寄生花 这只寄生花 严格意义上讲 只是前者身体的一部分 并非完整独立的个体 自然也不会有磨合 林语听得嘖嘖称奇 后一种猜想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不知为何 又让人觉得 事实或许就是这样 然后 林语整个人都不好了 自己杀的 如果只是分化体 那么本体知不知道 如果知道 本体会不会想 卧槽 此子好生妖孽 区区觉醒一段 竟是能杀我觉醒五段分话题 此子留不得 林语下意识看向学姐 寻求庇护 而此刻 陈瑶却是看着手机 眼神骤放光明 有他们位置了 陈瑶其实也没抱太大希望 只是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看一眼林语手机的定位 没曾想 一直显示不出来的位置 突然就显示出来了 林语一看 还真是 地点是乳冰花大道 由东向西行驶 大概距离他们这边十二公里 现在过去吗 林语试探问 突然出现的定位 怎么看都有些可疑 难道 那边已经发现了 他藏的手机 将计就计 把他们引到别处 陈瑶陈瑶陈瑶 即便可疑 我们也必须过去一趟 万一是真的呢 这样吧 就先不要通知其他人了 让他们去别的地方搜查吧 就算我们上当 也不至于影响整个搜查进程 对此 林语 孙老师 都无意义 车辆立刻改道 是向鲁冰花大道 几分钟后 陈瑶皱眉 定位又消失了 文言 林语也是皱眉 对方又把信号屏蔽了 感觉像是在戏耍我们 孙老师倒是持不同意见 或许 对方只是想打电话与人联系 所以暂时撤去了屏蔽 林语想 这话也不无道理 不过 不管怎么说 有了一个比较精确的方向 总好过漫无目的地去寻找 半小时后 几人来到鲁冰花大道 大道以西 是西城郊 地域相对空旷 没有零次置笔的摩天大楼 有的是相对低矮的建筑 在这里 大大小小约莫有数百家工厂 没有太好的办法 对于这些建筑与工厂 几人只能一家一家的搜查 过程比林语想象的要轻松 陈瑶和孙老师各持一条手链 只要一定范围内出现妖魔 手链便会发光 林语觉得 这手链颇为神奇 有机会自己也弄一条 这样 日后遇到妖魔 便能第一时间发现 做出应对 一问价格 五百学分 林语默默打消了 这不切实际的念头 陈瑶 孙老师两人 分别去搜索左右两片区域 林语想了想 还是跟在了陈瑶身边 有仙鹤 谁还坐保时间 事实证明 林语思想还是太瞎爱了 陈瑶欲指弹出 光与凝成一把长剑 悬浮在他脚边 嗯 仙鹤做腻了 这次换成遇剑 说着 一步迈了上去 林语跟着迈了上去 搜的一下 长剑拖着两人飞起 感觉真和修仙小说里的遇见一样 原来 一门还能这么玩 林语眼睛发直 搓了搓手道 学姐 这个我也想学 可不可以教教我 陈瑶微微摇头 这个不需要教 等你实力到了 自然而然能够做到 实力不到 教了也没用 哦 林语点点头 略微有些失望 像是看了心爱玩具 却无法得到的孩子 陈瑶想了想 说 以你现在的实力 我这里 倒是有个技能 可以教你 说着 他预指轻轻点出 煞时 林语就看到 陈瑶在他眼前消失了 脚下的光雨长见 也不翼而飞 卧槽 大便活然 林语惊呼 很快 林语反应过来 真要是消失 他早就从空中跌下去了 学姐这是 隐身了 下一秒 陈瑶身影出现 微微汗手 隐身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 比方说 制造一个幻境 将自身在幻境之中隐去 又比方说 将自身变成 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空气 而我这个 是光学隐身 他简单解释 通过改变光在自己身上的反射 从而达到隐身的效果 说着 笑盈盈地看向林语 想不想学 林语毫不犹豫地点头 想 旋即 又有些迟疑 不会要交学费吧 陈瑶点点头 你这倒是提醒我了 一口价 八百学分 林语 陈瑶强忍着笑意 道 好了 学姐我大发善心 免费教你一次 听清楚了 接下来的话 我只说一遍 林语立刻竖起耳朵 很快将陈瑶教给他的方法 熟记于心 两人交流间 却也没忘记搜查 他们从一栋栋建筑旁飞过 时刻关注 手链是否发光 另一边 孙老师没有飞行能力 一个人开车搜查 就要无趣且麻烦得多 每到一处地方 他都要停下来 围绕着建筑物转一圈 如果是做地面积比较大的工厂 他还要进去转一圈 为此 好几次和工厂的保安起争执 保安 大晚上的 鬼鬼祟祟进我们场干嘛 孙老师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是一名老师 我在找我的学生 保安 我确实不信 赶紧走 不然报警了 每到这时 孙老师只能满脸无奈的 帮助对方快速进入睡眠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在对方后脑勺上 啪的来一下 时间一晃 当他已是不知道 哄第几个保安入睡时 那保安在他的帮助下 却是并没有睡去 孙老师一愣 旋即瞳孔收缩 下一秒 那保安猙獰着朝他扑了过来 孙老师略微留守 确认对方已经并非人类 这才扭断他的脖子 煞时 一朵妖异的紫花 从其背后生长出来 一根根藤腕 朝他缠绕过去 孙老师并不惊慌 弹指间 一颗颗水滴出现在空气中 嗖嗖几下 如出唐的子弹 刹那将袭击他的 这只寄生花打成筛子 他没有去看地上的尸体 而是看向自己的手腕 在那手腕上 一条手链闪烁着明亮的光 随着这只寄生花死去 光芒迅速消散 很明显 手链并不会对死物有感应 另外 当寄生花处于寄生状态时 他也无法感应出来 一而一开始 他并没有察觉到保安有问题 孙老师深深看了一眼面前 这座工厂 没有贸然走入 而是拨通陈瑶的号码 告知他这边的情况 这里很可能是敌人的据点 这样 我先进去看看 孙老师道 好 多加小心 陈瑶微微汗手 未防止出现意外 双方依旧保持通话 孙老师深吸口气 大步走入 一颗颗水滴在他身周环绕 随时准备鸡摄像出现的敌人 另一边 陈瑶仔细听着手机里的动静 林宇也把头凑了过来 嗡嗡 嗡嗡 一间间厂房内 机器运作的轰鸣声 清晰传递了过来 再有 就是沉稳的脚步声 许久 也没有听到其他的声音 我这边没有其他发现 孙老师有些意外 但还是说道 陈瑶皱眉 整个工厂只有一只妖魔 也就是说 并不是他们预想中的据点 或许 是敌人故意用来迷惑我们的 以拖延我们的搜查速度 林宇分析道 像这样的工厂 或许并不止这一处 可能有一大片 而真正的据点 就混在他们中 陈瑶点点头 神情严肃 我们现在杀死一只寄生花 应该已经打草惊蛇 必须抓紧时间 尽快找到他们 从现在开始 时刻保持通讯畅通 一有发现 立刻支援对方 好 孙老师没有意义 双方迅速行动起来 引擎轰鸣 一辆货车行驶入一家工厂中 这一幕 看起来既平常 又不平常 因为大环境不好 这家哥雷特沃汽车厂 早在两年前 便已经倒闭 找不到人来接盘 便这样荒废至今 像这样的地方 理论上 是不可能有人出入的 然而此刻 随着货车停下 后车厢门打开 一名名男女 被如同货物般丢了下来 一起下来的 还有一根根蠕动的藤蔓 一株株微笑盛开的花朵 年轻人冷风微笑着走下车 声音温和道 走 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说着 朝最中央 也是最大的一间厂房走去 一行十五人 则被藤蔓拖拽着 跟在他身后 学长贾与学长已的表情 从惊恐到绝望 再到面如死灰 方静像是在期待着什么 只是 他所期待的事情 似乎并没有发生 以一男一女为首的官方艺能者 此时一个个面无表情 像是已经麻木 嘎吱 一间仓库的门打开 仓库里大概躺着五六个人 面色苍白 一根根藤蔓束缚着他们 听到声音 几人下意识看向门外 见是一只寄生花后 表情都没什么变化 囚禁了我们这么久 终于要对我们下手了吗 有人惨笑一声 其余人纷纷沉默 一个短发女生 与一个微胖男生对视 皆从对方眼中看到绝望 他们分别是 于珊珊和宋超 被抓过来 已有两天半的时间 起初 他们还袭击着学院 能够来救他们 到了现在 已经彻底不抱希望了 很快 几人被拖出了仓库 去往中央的一间厂房内 此时 在那厂房之中 一个身穿黑色运动衫的男子 正在布置着什么 一样样东西 被他按照特定的轨迹 排列在地上 再用一种鲜红色的液体勾连起来 昏暗的灯光照在那些东西上 让于珊珊几人得以看清 当中有某些妖魔的触须 指甲 有奇异的植物和昆虫 也有不知何种动物的眼珠子 而那鲜红色的液体 自然是 血 是那男子 当场从一个人身上 放出来的 阵法还要多久布置完 冷风问 快了 五分钟搞定 男子答 你先布置着 我去见一下妖大人 说着 冷风转身离去 宋超 于珊珊 没有看冷风 而是死死盯着那男子 眼中满是仇恨 而当看到 那被放血的人 两人又不由浑身一颤 痛苦地闭上眼 那是他们的同学 郭怀 你个狗日的 勾结妖魔也就算了 居然对自己的学弟 都下个聚手 学长已指着男子的鼻子 破口大骂 郭怀也不恼 将失血过多 昏迷过去的学长甲 推到一边 笑道 正因为是学弟 所以才要好好关照一下 说着 将学长已和宋超 先后拉过来 随着穿透他们身体的藤腕 被抽出 大股鲜血流了出来 浇在地上 被他挥成一条条纹路 一边坐着这些 目光一边瞥向于珊珊和方静 放心 学妹我也会关照的 二女的后背 同时冒起良意 郭怀 你个畜生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宋超一边挣扎 一边大叫 学长已看着郭怀 忽然问 我很好奇 你做出这种事情 是怎么躲避 李长青老师的裁决的 在学呼吸数前 他们都与李长青签订过契约 一旦违约 便会被对方立刻发现 并进行裁决 而现在 郭怀却能完好无损地站在这 让人匪夷所思 这个吗 郭怀神秘兮兮地笑了笑 你猜 学长已冷哼 不说就算了 谁稀罕知道 郭怀细血看着他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的实力已经超过了那老小子 他杀不了我 宋超喝一声 平民 这辈子都别想超过李长青老师 这话像是戳中了什么 令得郭怀面色瞬间阴沉下来 他冷笑道 原本 若你们表现得好 我或许可以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现在看 不需要了 他陡然用力 将两人身体里更多的血挤出 带到两人也昏叫 随手将他们丢到一边 随后 目光看向两位女生 学妹 怎么说 是想和他们一样 还是 想好好地活着 二女咬着唇 低头不语 沉默 也表示了他们的态度 这时 脚步声从门外传来 却见一个模样斯文 带着金边眼镜的男生走来 开口道 两位 我劝你们 还是考虑一下郭学长的体谊 你们风华正茂 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年纪 你们的天赋出类拔萃 完全可以有更光明的未来 更广阔的前景 这样死去 是不是太可惜了 二女豁然抬头 看向那说话之人 眼中带着惊讶与愤怒 陈辉 没想到连你也 陈辉笑了笑 是啊 一开始 我也没想到 会有这么一天 当时 我的想法其实和你们一样 宁死 不与妖魔为伍 因为 学院里的老师 就是这么教的 可你们有没有想过 老师教的 不一定是对的呀 他的脸上带起病态的兴奋 老师曾说 磨合配合呼吸术 是提升一能最快 最有效的方法 我一开始 也是深信不疑 直到我刚才吞噬了一枚一盒 我才发现 老师的话是多么的错误 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那种感觉 真的太美妙了 说着 还露出一个意犹未尽的表情 他刚才吞噬的 不过是品质最差的 觉醒一段一盒 若是高品质一盒 又不知道 会是怎样一番滋味 他看向方静 于珊珊二女 诚恳问道 你们想尝试一下吗 玄机 歉意地摇了摇头 这次恐怕是不行 这些人的一盒 是学长和冷风大哥的 这样吧 等到下次 我亲自去带你们 狩猎异能者 就从 学弟学妹开始吧 这一届新生里 有几个天赋不错的 比如说周周 秦勇 又比如说赵新城 他们的议和 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 正好我们一人一美 陈辉像是一个话牢 喋喋不休地说着 说出来的话 却是令人发指 二女听得心中发寒 终于于珊珊忍无可忍 道 陈辉 你闭嘴 我即便是死 也不会与你们同流合污 方静一咬牙切齿道 像你们这样的人 不会有好下场 明顽不灵 陈辉冷笑一声 随后 用一种男人都懂的眼神 看向郭怀 郭学长 可否将他们交由我来处置 我一定在他们临死前 给他们一个永生难忘的回忆 可以 郭怀随意瞥了眼方静和余珊珊 点点头 于他来说 两位学妹死前 是否遭受凌辱 并不重要 他指了指角落里的一间办公室 快去快回 不要耽误 我跟冷风大哥的仪式 放心吧学长 陈 会黑黑一笑 解开二女身上的藤腕 拽起二女就走 想要凌辱他们 倒不是因为管不住下半身 而只是想尝试一下 那种尽情主宰他人命运的感觉 二女面无血色 受伤过重的他们 根本无法在其手中挣脱 他们的身体在颤抖 心也在颤 放开他们 官方异能者中 一位壮汉看不下去 诺吼道 你个小畜生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陈辉一愣 壮汉的队友们也一愣 他们在想 这冲我来 是不是他们理解的那个冲我来 怎么 怕了吗 只会欺负小姑娘 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 来欺负你爷爷我 壮汉呲咧咧嘴的笑道 队友们 肃然起敬 陈辉笑了 想逞英雄是不是 好 成全你 他当即丢下二女 拾起地上的一根藤蔓 就朝那壮汉走去 啪 藤蔓落下 在空中挥舞出一道近风 狠狠抽在壮汉脸上 抽得他皮开肉绽 哼 就这点力道 没吃饭吗 壮汉不懈地笑着 双拳却是死死握紧 指甲都嵌进了肉里 见到这一幕 二女同样死死握拳 泪水夺框而出 啪啪啪 陈辉再度挥起手中藤蔓 冷笑道 我看看 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一连四下后 壮汉终是忍不住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住手 壮汉的队友们 一个个红了眼睛 冲陈辉吼道 陈辉看了他们一眼 别急 很快就会轮到你们了 又抽了几下后 他大步朝那些人走去 手中的藤蔓接连挥落 烈烈作响 方静和余珊珊再也忍不住 就要不管不顾地冲过去 却是被一个声音制止 没事的 这点痛 对我们来说 算不得什么 先前那名壮汉笑道 一张脸已是血肉模糊 看起来格外猙獰 哦 二女低着头 小声唾气起来 谢谢 谢谢你们 郭怀默然地看着 半赏 他才到 差不多就行了 别把人打死 好的 郭学长 陈辉这才停手 此刻 阵法已布置完成 只带冷风回来 即可开始一试 幽暗的场区内 冷风静止走入地下停车场 半路上 他顺手扛起地上 一只花盘开裂 昏迷不醒的寄生花 心想 这好歹也是一只 觉醒武断的妖魔 把它交给妖大人 看看能不能救活 来到停车场深处 入眼所见 是密密麻麻的藤蔓 他们相互交错缠绕 编织成一个巨大的摇篮 而在那摇篮中央 一朵妖异的紫红色花朵 在那里摇曳 花盘上 勾勒出一张活灵活现的面孔 与其他寄生花不同的是 这张面孔不但不争鸣 反而十分妖艳美丽 妖大人 换我过来 有什么事 冷风微微欠身 收起眼中那一丝痴迷 问道 寄生花狗土人言 声音十分悦耳动听 就在刚刚 我在两宫里外留下的 充当哨兵用的分化体 被人清除了 妖异的瞳孔注视着他 冷冷道 看样子 你这次行动有很大的纰漏 都快被人找上这了 这冷风皱眉 认真思索后 笃定道 或许只是巧合呢 我可以确定 我这次行动 基本上天衣无缝 短时间内 不可能有人能寻到这里 是吗 妖大人不置可否 一根藤蔓电射而出 直接卷起冷风肩膀上的寄生花 呲啦一声 将之撕成两半 冷风瞳孔收缩 没想到 对方竟这样直接了当地 杀死自己的分化体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那分化体脑袋中 竟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 掉落出来 是 他妈手机 冷风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是谁趁他不注意 将这玩意塞进去的 又是在什么时候 咔嚓一声 手机被他一脚踩得粉碎 冷风面色阴沉 若他全程都开启屏蔽装置 兴许不会出什么问题 可偏偏 半途中 他为了与郭怀联系 曾关闭过一次 想来 位置就是在那时候暴露的 所以 这就是你口中的天衣无缝吗 妖大人嘴角勾起一丝细血 问道 冷风叹息一声 这次是我粗心大意了 不过好在 他们并不能第一时间找到我们位置 我们只需要在他们来之前撤离就可以了 说到这 他的眉头又不经骤气 眼下 阵法即将布置完成 要知道 那些布置材料 可是很珍贵的 且阵法一经布下 便无法挪动 更无法带走 因而就这样撤走 未免太可惜了 他一咬牙 躬身说道 妖大人 我想 将仪式继续进行下去 到时 若等他们杀来 还请大人为我跟郭怀护法 见对方沉默 似乎并不想同意 冷风忙道 等我们完成仪式 提升境界 也能更好地为您服务 不是吗 那好吧 妖大人笑容妩媚的点点头 我呢比较喜欢等价交换 以后拿什么东西来补偿我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放心 会叫妖大人满意的 冷风大喜 没有耽搁 急匆匆离去 扑的一声 孙老师操控水滴 又一只寄生花被他击杀 这是一家纺织厂 到了晚九点的换班时间 大批量的工人进进出出 孙老师看着手腕上 亮了一下后 便沉寂下去的手链 很明显 这里依旧不是敌人的据点 随后 孙老师乘车 前往下一家工厂 这是一家废弃的汽车制造厂 叫什么名字不得而知 上面的招牌 都已经被人抠走 孙老师下车 下意识便觉得 这里不可能是据点 一个一直没有人的地方 要是突然有了人 会很显眼 敌人不会想不到这一点 抱着随便看看的心态 孙老师迈步走了进去 刚一走入 他便看到不远处的一辆货车 顿时心头一跳 继续往里走 当他走到货车附近时 手腕上的手链 突然亮起刺目的光 孙老师瞳孔一缩 他现在有八成的把握可以确定 这里就是敌人的据点 正当他要拿出手机 与陈瑶联系时 耳阔微动 忽听脚步声 从地下停车场的方向传来 孙老师没有犹豫 迅速躲到火车后 以此为遮掩 待到脚步声远去 他探出半个头 远远的便看到一个 留着长发的背影 急匆匆地走进最中央的厂房 想到淋雨之前对敌人的描述 孙老师几乎可以确定 便是此人 嘟嘟嘟 电话拨通 喂 我这边找到据点了 孙老师激动道 另一边 陈瑶和淋雨 刚刚击杀完一只寄生花 文言都是眼睛一亮 位置发我 我马上过来 陈瑶道 孙老师点点头 正要点击发送 一道破空声突如其来 在他身后响起 那是一根足有他腰身粗的藤腕 上面的每一根道刺 都仿佛是毒蛇的獠牙 藤腕直着他的心脏 孙老师莫名有种直觉 此刻他若点击发送 必死无疑 而如果不点击 或许就没有机会了 肩不容发之际 他将手中的手机高高抛弃 自身则请客间化成一滩水 藤腕丛中穿过 见起水花 这一滩水 在被击散后 又快速汇聚在一起 重新变成孙老师的模样 孙老师大口喘气 施展完这一招后 明显消耗有些大 好在 他成功为自己创造到了机会 这时 手机里传来陈瑶略有些急切的声音 你那边出了什么事 孙老师微微一笑 伸手接住自高空掉落的手机 点击 发送 放心 我这边没事 话音才落下 只听刷的一声 先前那藤蔓朝他当头披落 迅捷无比 孙老师当时就是一个机灵 猛地朝侧后方扑去 砰 藤腕披在他先前位置 将地面砸得四分五裂 孙老师没有犹豫 迅速后退 拉开距离 同时 心有余悸地看去 却见那藤蔓的异端 一直通向地下停车场深处 总长超过百米 他不知道 当中还有多少像这样的藤腕 只知道 方才 对方如此远距离下 似随意而为的一击 便险些 要了自己性命 很强 非常强 孙老师可以确定 这只寄生花 起码也是逍遥境 绝非他所能敌 因而 他根本不敢继续待在这 几乎是以平生 所能施展的最快速度 一路逃出工厂 值得庆幸的是 藤蔓没有追杀出来 孙老师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快速将这里的情况告知尘妖 随后 又来到车上 打开通讯设备 与李长青等其他老师 以及异能协会 参与此次行动的人员 取得联络 呼 孙老师常常吐出一口气 心想 等到这些人赶过来支援 应该便能一举攻下此地 救出学生 中央厂房内 一个以鲜血 以及各种材料组成的图案 醒目地出现在众人眼中 像是一个血色的骷髅头 这便是那所谓的阵法 刺鼻的血腥味 混合着难言的味道 弥漫在场中 令人有种想要呕吐的感觉 学长甲 学长以 以及宋超相继转醒 呆呆地看着 这用他们鲜血绘制出来的阵法 一种难言的悲意涌上行头 这时 冷风从外面急匆匆走来 他先是将阵法 仔仔细细检查一遍 确认没有问题后 沉生道 情况有变 立刻开始仪式 他没有多说什么 当看到阵法的一刻 脸上的焦急便已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微笑 对于这一场仪式 他可是谋划了许久 也期待了许久 只要完成仪式 他便可从半步逍遥 一跃进入真正的逍遥境 别看只是少了两个字 到时 绝对能够让他脱胎换骨 郭怀此刻也是无比激动 他原本已经断魂七段 但由于一具分身被灭 而今只有四段 若完成仪式 他不仅能将受损的境界补回来 还有望在网上突破一致两个境界 两人一左一右 先后走入血骷髅眼槽的位置 陈辉则在阵法外面 用一种炽热的目光看向他们 心中在想 自己何时也能通过这种仪式 大幅度提升自己 冷风挥挥手 对手底下的寄生花发号施令 一只只寄生花们 立刻行动起来 用藤蔓 将余杉杉 宋超等一行二十一人卷起 分别送入血骷髅图案的相应位置 二十一人乘一个六芒星分布 将两人围在中央 看起来倒是很有讲究 此刻 冷风 郭怀同时向脚下的阵眼中注入异能 一刹那 两团血光从两人脚下升起 将两人笼罩 而地面上 那一条条由血液绘制成的纹路 一条条鲜红的触须扭动起来 触须的末端还生有锋锐的指甲 众人看着只觉头皮发麻 余杉杉等人已是绝望的闭上眼 等待下一秒死亡的到来 以一男一女为首的 十二名官方异能者 此时皆微不可见的点点头 扑扑扑扑扑 一条条触须 快速而精准的插进每个人脑袋里 像是要开始抽取什么 很好 你们的义和 你们的灵魂 我全都收下了 冷风露出一抹陶醉的笑容 对大部分异能者来说 腰盒配上呼吸术 是最佳的修炼方法 而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堕落者来说 异合配上灵魂 才是最佳的修炼方法 刹那 众人只觉头痛欲裂 方静 余杉杉等人用力抱住头 发出身影 就是现在 一声爆吼 十二名官方异能者眼中 接待着绝绝 一团团火焰从他们脑中燃烧起来 顷刻间将刺进去的触须 烧成黑烟消散 能量物质汹涌 充斥在他们身体中 一刹那 他们的力量出现暴涨 硬生生将束缚他们的腾腕症断 方静 余杉杉等人睁开眼 傻傻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在 燃烧一盒 方静嘴唇发颤 想到这些人之前在车厢里 用摩斯密码交流 像是在谋划什么 他终于知道他们在谋划什么了 便是这一刻 他们 要用自己的生命 来终结这场血腥的仪式 给予那两人重创 哈哈 爷爷我的一盒 爷爷我的灵魂 只属于爷爷我自己 想拿走 想都别想 壮汉朗声大笑 为首女子轻叹 原本我是很惜命的 我的老公和孩子都等着我回去 可明知是死 倒不如在死前 最后燃烧一把 一个受血小伙哭丧着脸 队长 我还是想我微博门的媳妇 想到会有别人来照顾他 想想都心痛 十二名异能者 你一言我一语 像是在和这个世界做最后的道别 此刻 他们每一个人身上 仿佛都带着光 下一秒 他们将自身异能施展到极致 义无反顾 朝阵眼位置冲去 你们 陈辉 郭怀的面色陡然一变 尤其是后者 原本在他看来 万无一失的仪式 却不曾想会发生这样的变故 几名学生是被深深震撼到了 这一刻 他们心中仿佛也有什么东西被点燃 一个个面露决绝 纷纷要燃烧自己的意合 罚罪 和你们拼了 即便是死 你们也休想 从我们身上得到任何东西 这时 冲在前方的十二人忽然停下 回过身 冲他们摇摇头 不需要你们 有我们就够了 活下去 说完这几句后 他们继续义无反顾 向前冲去 几名学生待在原地 泪水不受控制流淌而落 该死 停下 不然 我杀光你们全家 血光笼罩下 郭怀咬牙切齿 一双眼睛怨毒无比地盯着那十二人 十二人齐齐对他露出微笑 郭怀 好歹同事一场 你远心看着我们就这么死吗 不如 下去陪我们吧 他们竟是一起冲向郭怀 冷风那个变态 他们即便燃烧异能也打不死 倒不如退而求其次 见状 郭怀彻底慌了神 此时 他绝对不能离开阵眼 否则 阵法将会直接被迫 自身也会承受反噬 危急关头 他只得向冷风发动求救 冷风大哥 救我 冷风嘴角上翘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慌张 不用担心 妖大人会替我们摆平 安心完成一试吧 话音一落 厂房外 一根根足有腰身粗的藤蔓电射而来 像是一条条巨蟒 顷刻间将这十二人缠绕 与此同时 一阵笑声响起 婉转清悦 像是能抚平人内心的哀伤 刹那 他们的表情放松下来 被消灭了一切负面情绪 脑中的一盒停止燃烧 他们不再反抗 任由藤蔓将他们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任由血红处须再度钻进他们的脑袋 阵法全面运转 先前一刻的光与希望 此刻统统消散 几名学生寺也受到了笑声的影响 脸上纷纷挂起如沐春风的笑意 先前燃烧一盒拼命的想法荡然无存 片刻后 等他们回过神 纷纷毛骨悚然 就在产房外 一朵妖异的紫红色花朵 此刻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所有人 其大小 比普通寄生花大上数十倍不止 几人张了张嘴 却感觉 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郭怀一阵惊恶 旋即露出灿烂的笑容 多谢妖大人出手 数十日不见 妖大人功力更胜往昔 闻言 妖大人只是淡淡点了点头 在场 有资格与他交流的 只有冷风 雪光笼罩下 冷风勾起嘴角 细血地看向那十二名官方艺能者 燃烧一盒 有用吗 我要的东西 你们给也得给 不给也得给 十二人渐渐恢复理智 当意识到刚刚发生的事情 以及现在的处境 无不心生悲凉 不 不 一声声不甘地怒吼中 他们原本因燃烧 而有些许受损的一盒 进一步破碎开 并一点点被血红处须抽去 方静等人也一样 感觉一盒随时都有可能破碎 意在此时 尖锐的破风声响起 一颗又一颗水滴 划破空气而来 朝阵眼中的两人击射去 只是 还未等临近 便被一根上下翻飞的藤蔓 以碾压的姿态打散 孙老师一声叹息 他知道 他即便过来 也是于事无补 但听到里面的动静 发觉学生有性命之威 他还是来了 下一秒 一根藤蔓直接将他身体贯穿 因为先前一刻的爆发 此刻 他已无力再将自身化成一滩水 来躲避伤害 啊不 孙老师 在一阵惊叫声中 孙老师也被丢进了法阵之中 哟 这不是孙老师吗 欢迎加入 郭怀哈哈大笑 很高兴能送您最后一程 陈辉也在笑 只是下一秒 他们的笑容纷纷凝固在脸上 轰的一声 一道粉白色剑光自天穷坠落 将铲房顶部直接撕裂 烟尘弥漫间 一男一女两道身影 就这样从天而降 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 看向那两人 无不震惊 这一刻 时间仿佛陷入禁止 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 是靠左边的 一个容貌绝美的女子 而在她的翘脸上 却是挂满了寒霜 冷到吓人 陈 陈瑶 郭怀眼神错愕 当时就笑不出来了 取而代之的是惊悚 该死 怎么是他 他怎么来了 陈辉则已是 惊得连连后退 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就连向来淡定的冷风 也是面露凝重 如灵大敌 而另一边 原本已经彻底绝望的方景 于珊珊等人 陡然间双眼发亮 前者嘴唇发颤道 学姐 你终于来救我们了 孙老师常常松一口气 原本以为 自己要死 刚想豪情万丈地来一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刘曲担心 赵汉青 现在感觉 自己还能抢救一下 官方艺能者们面面相去 他们惊讶于陈瑶的突然出现 更惊讶于众人看到陈瑶后的反应 没记错 这也只是少峰学院的一名学生吧 旋即 众人又看向靠右边的男子 眼中皆闪烁异样 凌羽学爹 方静惊呼一声 随后 似想到什么 看着凌羽 复杂而又激动 一定是这位学弟 将他们的情况 告诉了陈瑶学姐 这才会有学姐此刻的出现 在其余人轻而易举 就被冷风拿下时 这位学弟 竟是能奇迹般逃脱出来 光凭这一点 他就不知道甩了自己等人几条件 学长贾和学长 以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到男言的复杂与自残行贿 余杉杉一双美目 带着好奇与疑惑 这人是谁 自己好像见过 对了 这不是新一届的学弟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同样疑惑的 还有陈辉与郭怀 两人上下打量凌羽 心说 这人是谁 才觉醒一段的实力 居然能跟陈瑶站在一起 值得一提 郭怀的两句分身 超出一定距离后 便无法做到心意相通 因而 他的这句分身 是初次见到凌羽 而让郭怀二人 更疑惑的是 看到凌羽后 冷风大哥的脸 就彻底阴沉了下来 什么情况 此刻 冷风感觉很不好 不用想 肯定是这小子 去跟陈瑶报的信 另外 他大概知道 那手机特么是谁色的了 尽管他没有证据 以上种种 都不过是一瞬间内发生的事 而在此期间 一朵巨大妖异的紫红色花朵 依旧冷漠 而残酷地笑着 俯视在场所有人 似根本没把陈瑶和凌羽放在眼里 见此情形 郭怀几人内心烧定 妖大人的境界 可是已经达到了 逍遥近八段 有妖大人在 区区陈瑶又算得了什么 毕竟半年前 陈瑶也不过是逍遥三段 料想现在 顶多四段或者五段吧 至于一旁的凌羽 直接被他们 下意识忽略 三人看着他时 无不是带着轻蔑的笑 对此 凌羽只是回了一个 更加轻蔑的笑 看什么看 你们不过是 妖魔养的三条狗而已 虽然不知道郭怀和陈辉 都做了什么 但眼下 场中情况一目了然 这两人一看 就是跟妖魔一伙的 早已被判了人类 凌羽眼中闪过厌恶 接着又将目光 看向那所谓的妖大人 真不知道 你这妖魔哪来的逼脸 这点实力 还好意思在我 嗨嗨 在我学姐面前摆谱 话落 凌羽直接来到陈瑶身后 不给三狗一妖 对付她的机会 小子 你在找死 郭怀 冷风 陈辉三人接满脸 杀意地看向她 前者更是差点冲出来砍人 一事都不管了 妖大人一双眸子 闪烁寒芒 当即抽出一根藤蔓 想要绕过陈瑶 刺死这蝼蚁 只是 陈瑶比她更快一步 刹那 大片光雨 在她深周爆发 席卷而开 将那藤蔓淹没 像是催枯拉朽一般 一根足有腰身粗 百米长的藤蔓 直接被碾成粉尘 接着是第二根 第三根 眨眼尖的功夫 数十根藤蔓没有了 妖大人冷哼一声 顷刻间又长出一根根藤蔓 编织成网 朝陈瑶笼罩 陈瑶却是看 都懒得多看一眼 说说说 只见她一个念头 漫天光雨 直接凝聚成一柄 又一柄飞剑斩出 砍瓜切菜一般 就将大王斩得支离破碎 这还没完 飞剑再度向前方斩去 瞬间 那些刺穿孙老师 或是缠绕在官方 异能者身上的藤蔓 纷纷被斩断成好几节 一同被斩断的 还有那血红色出须 在光雨飞剑面前 他们就跟纸糊的 一样脆弱 对于这一番场景 妖大人一方 可以说是始料未及 他们眼睁睁看着 陈瑶背后生出一对光益 煽动间 速度陡然暴涨 突破重重阻碍 冲入法阵中 不好 妖大人 快阻止她 冷风 郭怀当时就慌了 看陈瑶这架势 不仅仅是要破坏法阵 不给他们晋升 更是要直接撕了他们 两人骇然 怎么也没想到 陈瑶居然会这么强 官方艺能者们都傻了眼 这确定是学生 除武大学院外 其他艺能学校的校长 怕是也不一定 有这样的实力吧 妖大人眸子半开半合 透出些许凝重 此刻对于陈瑶 他也不得不重视起来 一声尖笑 花盘上紫红色花瓣 速速颤动 下一秒 他们全部脱落 而后疯狂生长 很快 十二片花瓣 就长成了十二朵完整的寄生花 挡住陈瑶去路 实力足有断魂镜 分化铁 淋雨瞳孔收缩 脱口出道 眼前一幕 无疑正视了孙老师 之前告诉他的猜想 而且看样子 对方不仅可以分化出 觉醒镜的分化铁 还可以分化出断魂镜 一下子 这只妖大人 在他心目中的危险等级 又提高了几分 也不知道 陈瑶学姐能否应付 只见陈瑶身周 带起绚烂的光 直接与妖大人 以及数十只妖化铁打了起来 另一边 官方异能者 以及方静他们 失去藤蔓和血红处须的束缚 恢复自由 一和也在崩溃边缘保全了下来 抓住时机 他们不再犹豫 当即便要向法阵外冲去 拦住他们 冷风大喝 花音落下 陈瑶便带着数十只觉醒进分化体 冲入法阵 将他们拦下 双方一个照面 直接展开激烈厮杀 方静他们 一方别看人多 但个个都伤得不成样子 战力实不存一 一时间 静落入下风 得亏有孙老师 这位断魂武断的强者在 否则 局面只会跟糟糕 只是 毕竟身受重伤 孙老师 现在也只能勉强与陈辉抗衡 二人一个操控水流 一个喷吐出赤金色的火焰 杀到难解难分 水 火本就是强大的A级异能 而孙老师的陈瑙之水 陈辉的神圣光焰 都是当中的佼佼者 无限接近S级 一二 两人的战斗 看起来尤为激烈和壮观 其余人的战斗 看起来就很一般 基本上就是两人合力 对付一支分化体 然后被爆锤 苦苦支撑 眼下 只能期望陈瑶那边 早点结束完战斗 过来回原 只是 看陈瑶那边 似乎也和对面 打得有来有回 没那么快结束 纵观全局 局势对于他们这边 很不乐观 这时 一道身影站了出来 林宇看看孙老师这边 又看看陈瑶那边 确认自己没有被人盯上后 直接开启陈瑶之前 交给他的光学隐身 煞时 他深周的光线 开始一点点扭曲 原本该从他身上 反射出去的光 直接被隐藏 取而代之的 是他周围环境 反射出的光 看起来就跟隐身了一样 当然 因为初次尝试 功力还不深厚 仔细看 还是能看出一点残疑 但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 足够了 这边 方静和学长甲 两人联手 被一只觉醒四段的分化体 打给不断叠血 说说说 一连四根藤腕 在地面上如动向前 仿若有蛇 惩他们不备 直接缠绕上了他们的脚踝 两人纷纷惊呼出声 身形不稳倒下 分化体抓准时机 扑了上去 花盘裂开 露出一张遍布獠牙的嘴 一口咬向方静的脖梗 方静已是无力反抗 他眼神一暗 自己终究还是逃不开 死亡的命运吗 随后 他又一愣 此刻 在那分化体后方 突然冒出一柄寒光闪闪的 光与匕首 朝着他后脑就刺了下去 扑 匕首刺入 分化体面色一僵 咬合的动作硬生生止住 在他的后脑 已是被刺出一个窝口 粘稠的黑色液体 从里面躺出 那是其血液与脑浆的混合物 这 是谁救了我 方静眨了眨眼睛 仔细观察 这才注意到 那手持匕首 若隐若现的轮廓 刹那 他的心中便有了猜测 只是仍有些不敢相信 凌语学跌 他试探着问 然而 却并没有得到回应 对方握着匕首的手在颤抖 似乎是用力 想将匕首刺得更深一些 奈何 被分化体收缩的血肉组织阻挡住 难以深入 他又尝试用匕首搅动 以造成更大的伤口 结果 还是无济于事 一开始 之所以能给予分化体重创 盛在出气不易 而现在 对方反应过来 想要继续重创对方 很难 好 分化体眼睛都红了 发出痛苦愤怒的叫声 树根藤腕 直接朝身后的袭击者抽去 小心 见状 方静惊呼 凌语内心微叹 觉醒四段的寄生花 果然没那么好对付 没有丝毫犹豫 他直接松开匕首 向后飞退 刷刷刷 藤腕接连抽来 却是抽了个空 重重落在地上 激起一条条裂痕 匕首失去凌语的掌控 化成光雨消散 而凌语手中 却是又凝聚出一柄匕首 只见他一个飞扑 再次避开袭击他的藤腕 旋即快速来到方静与学长甲身边 挥起匕首 将束缚两人的藤腕斩断 为了不引起两人误会 凌语特地献出身形 学弟 真的是你 方静美目瞪圆 即便有所猜测 还是难掩正经 要知道 对方还只是觉醒一段 也太魔幻了吧 学长甲心绪复杂 到最后 他们两位学长学姐 竟是需要一位 新来的学弟来搭救 他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道 多谢学弟 凌语白白手 没有任何废话 一起上 解决掉他 凌语坚持不了多久 刚刚恢复起来 些许的能量物质 感觉又快用完了 好 两人用力点头 学长甲施展异能实化 身上覆盖一层岩石 怒吼着 就朝寄生花冲去 他负责在正面迎敌 凌语选择在侧翼游走 以骚扰为主 时不时给分化体来下狠的 方静施展异能增幅之环 给他们提供增幅 几人配合的还算默契 在双方状态都不好的情况下 凌语一方明显处于优势 将分化体一点点压制 终于 半分钟后 扑的一声 凌语一匕首定在花盘中央 也就是分化体眉心的位置 分化体身体微颤 一声嘶吼 剧烈的痛苦 让他入片刻间的呆滞 抓准时机 学长甲双拳 斜千斤之力垂下 轰的一声 直接将花盘砸得四分五裂 分化体 云 一血到手 三人相视一笑 凌语感受着 之前那种被增幅的感觉 颇为不错 似乎将他的实力 从觉醒一段 提升到了二段 这便是辅助一能吗 凌语忍不住多看了两眼方静 方静被看得莫名有些脸红 连忙转过身去 他暗暗告诫自己 方静啊方静 你已经有喜欢的学长了 怎么呢 但感觉 学弟也很不错 胡思乱想间 学长假拍了他一下 愣着干什么 赶紧支援其他人去 好好 方静有些尴尬的点点头 偷偷看一眼凌语 发现其已经再度隐去身形 靠近一只分化体 此即 于珊珊与学长已两人 正被分化体打得岌岌可危 学长已施展出异能应变 一番薄纱 身上被刺出好几个血骷髅 翅膀也险些被折断 于珊珊立刻施展异能治愈 想要给他恢复伤势 自身却是不慎 被缠上藤腕 接着被拉扯到分化体进前 啊 于珊珊惊叫一声 一阵绝望 自己这下肯定是完了 忽然 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刺了过来 斜着插进分化体的脑袋 于珊珊一愣 接着便看到现出形的身影 是那位学店 美目闪动间 就见那分化体大叫一声 果断调转目标 挥舞藤蔓 要弄死那胆敢偷袭她的人类 于珊珊一惊 刚想提醒 凌羽却是早就做好准备班 一击击退 这是她能施展的最后一击了 此击过后 能量物质消耗一空 她不得不暂时退出战斗 不过 她的两次出手 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说是扭转战局也不为过 就见学长甲雨方静 先后冲了过来 对这只脑袋上 被刺出一个骷髅的分化体 展开猛烈攻击 于珊珊得以脱困 感激地看了眼两人 紧接着 她与学长姨也加入战斗 四人合力 很快便将这分化体击毙 快 去那边 有人已经不行了 于珊珊忽然指着一个方向说 还有那边 学长甲补充 只见两个方向上 几名官方异能者 已是到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随时可能身遇 四人强忍着疲惫 咬牙支援向他们 很快将他们救下 就这样短短几分钟 原本被打得节节败退的一方 却是逐渐占据上风 哗 这边 孙老师咬牙 竭力掀起一片三米多高的水浪 朝陈辉落下 在他看来 自己这一方 战力实不存一 兴许已经撑不下去了 隐约间听到几声惊叫 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 因而 他必须尽快解决对手 然后救援其他人 然而 陈辉远没有他以为的 那么容易对付 对方一爆发权力 刹那 大片金色火焰升腾而起 与孙老师的水浪分庭抗礼 孙老师有些无奈 忍不住回头看一眼身后的战场 然后 他就愣住了 预想中的惨烈景象并没有发生 反倒是他们这边 一群人追着残余几只分化体在打 看起来虽然也惨烈 不过惨烈的却是对面 孙老师有点猛 怎么回事 这时 就听一位官方艺能者感叹 对亏了这几位学生 没想到 关键时候 反倒是他们救了我们 是啊 感觉我们华国艺能界后继有人了 又有人感叹 孙老师有些意外 没想到 关键时候 还是这几位学生挑起了大量 嗯 不错 不枉学院这一年来 对他们的栽培 于珊珊却是站了出来 摇头说 其实一开始 我们也差点死在妖魔手中 是一位学弟站出来 救了我们 官方艺能者们一愣 学弟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众人看到 便是一开始 被他们下意识忽略的 觉醒一段青年 一时间 众人都有些不可思议 队长眼珠子一转 立刻向于珊珊几人打听 方便介绍一下你们这位学弟吗 方静想了想 说道 他叫林宇 是我们这一届的新生 新生 官方艺能者们面面相去 没记错 你们这一届的新生 才入学没几天吧 这就觉醒一段了 还能在觉醒四段的妖魔手中 将你们救下 官方艺能者们人都傻了 少风学院 这是出了一个怎样的妖念 你觉得 你的这位学弟 人品怎么样 队长问 方静想了想 如果是我 从这群人手中逃脱 大概会直接逃回学院 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可他却是出现在了这 队长点点头 我知道了 内心生出一个想法 一定要趁早将这样的妖孽 及天才 拉进异能协会 孙老师倍感意外 所以归根结底 一切主要还是林宇的功劳 嗯 不错 不枉学院这四天来 对他的栽培 与众人的好心情不同 陈辉的心情可以说 格外糟糕 该死 为什么会这样 眼见众人围剿完分话题 直接就要来围剿他 尤其方静几人 眼中带着不加掩饰的杀意 陈辉当时就慌了 先是阴毒的看眼林宇 辞子留着 必是大祸 找机会 一定要弄死他 旋即高呼 妖大人 救我 废物 妖大人一双眸子冷冷撇来 感受着那边分话题 一支支死去 他的心情同样糟糕 不比陈辉好多少 毕竟那些 都是从他身体上分化出来的 会消耗他的力量 而一旦分话题死去 力量便无法回收 原本 区区觉醒镜的力量 对他来说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可就在刚刚 他分化出数十只 断魂镜分话题 配合上他自己 想要围杀陈瑶 不曾想 陈瑶明修战道 用一道看起来 非常唬人的光刃 将他逼退 实则暗渡陈仓 借机雷霆出手 斩灭所有断魂镜分话题 令得他元气打伤 因而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每一份力量 都弥足珍贵 该死 他再度喝骂一声 然后 就不去管陈辉了 在其看来 一切都是因为这人无能 眼下 他与陈瑶的战斗 正到了关键时刻 怎会分心去救他 眼见如此 陈辉当场实话 一颗心拔凉拔凉 此时 他已经被众人团团围住 一行二十一人朝他杀来 当中有险些 遭他凌辱的方镜 于珊珊 有一张脸 被他打得血肉模糊的壮汗 冰冷的笑意 挂在他们脸上 先前 他们会用藤蔓恶狠狠地抽打他们 现在 他们便要如数奉还 陈辉只觉 眼前的世界都黑暗了 凭他一人 对上这二十一人 可以说毫无胜算 何况 还有一个孙老师 诸位 那个 先前 我也是迫不得已 一切 都是受妖魔胁迫 绝非我本意 陈辉硬着头皮 为自己辩解 只是 鬼才会听他的话 杀 杀吧这畜生 方才一通厮杀后 众人的战力都所剩无几 有的甚至 已经快走不动路 而现在 众人又跟打了鸡血一般 冲杀过去 只为杀死这可恶之人 陈辉振振绝望 一咬牙 继续高呼 妖大人 救我 冷风大哥 郭学长 救我 对此 妖大人直接无视 而身处阵眼的冷风 郭怀二人 却是面露焦急 倒不是他们有多关心他 而是照这样下去 他们还完成个淡的仪式 阵法里的人 一个个都跑了 就剩他俩了 两人咬牙对视 最后 艰难地点点头 眼下 继续一试 已然没有什么意义 最应该做的是 尽早撤离 防止还有更多人 前来围剿他们 当然 在撤离之前 他们不介意多杀点人 取走他们的一盒 算是小小的 弥补他们的损失 两人干脆利落地 毁掉阵眼 冲出阵法 旋即 目光不约而同的 扫尸场中 眼见陈辉 已经被人一拥而上 当场打断双腿 冷风一声冷笑 可以啊 一群人欺负一个人 你们是不是觉得 你们很厉害 那么 准备好被我欺负了吗 啪 只见他一个响指打出 四方刹那陷入幻境 当然 这幻境只会针对敌人 不会针对自己一方 而在敌人眼中 此地已被一片迷雾笼罩 几乎是寝客间 便遮蔽了他们的视野 场中很快陷入慌乱 众人仿佛又感受到 先前被冷风支配的恐惧 下意识想要逃离这片幻境 然而 岂会那么容易 无论怎么努力 到头来 都只像是在原地打转 不好 我们又被困在幻境里了 怎么办 必须离开幻境 不然我们都会死 恐惧在心中发酵 一时间 人人自危 陈辉趁乱逃了出来 此刻 他的脸上带着疯狂而怨毒的笑 面容极静扭曲 呵呵 风水轮流转 你们 留等着 冷风与郭怀 则一如深海中的鲨鱼一般 迅速扑向他们的猎物 前者目标明确 直接杀向淋雨 不管怎么看 他们此次计划 都是被瓷子破坏的 一二 今天说什么 也要诛杀瓷子 出口恶气 令他无语的是 淋雨好像预料到这一幕一样 早就躲得远远的 此时 并不在幻境影响范围内 冷风嘴角抽搐 旋即冷笑一声 小子 以为这样就行了吗 他朝淋雨急步冲去 淋雨见识不对 转身就跑 只是速度相较于前者 还是太慢了 没一会儿 他也被拉进了幻境中 刹那 淋雨便感觉到 从未有过的危险感 汗毛都立了起来 四方迷雾重重 让人难辨轻方向 又仿佛 不论从哪个方向上逃 都无法逃脱 怎么办 淋雨深深皱眉 眼下他一点异能都使不出来 更别说靠着这个脱离幻境了 拼命的底牌 他倒是有一个 只是面对冷风这个极数的强者 真的有用吗 正思存着 便感受到一股迅捷无比的气流 朝他迎面扑来 近在咫尺 淋雨方才看清 冷风那朝他当头批来的掌刀 冰冷的目光 像是在对他宣判死刑 另一边 郭怀嘴角擒出一抹玩味的笑 快速朝孙老师靠近 拳出如龙 击向对方后心 这没一盒 他收下了 孙老师背后竖得冒起寒意 下意识前扑闪躲 郭怀笑了 老小子 反应还挺快吗 他不紧不慢的跟进 先是慢吞吞的出手 引诱对方施展异能防御 然后调准 对方防御薄弱的部位 动如雷霆的轰出一拳 孙老师又腰上遭受重击 顿时 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 重重摔在地上 大口可血 不巧的是 他恰好摔在了陈辉旁边 陈辉嘴角当时就翘了起来 却听他诚恳道 郭学长 杀鸡烟用牛刀 就让我来解决掉这老小子吧 说着 手中燃起一团赤金色火焰 就要直接朝孙老师丢过去 此刻 孙老师与林语 可以说是危在旦夕 陈瑶察觉到了 刚想施以援手 几根藤万禅向他 封死他的去路 妖大人眼睛微眯 自然不会放过这样好的机会 若陈瑶真不顾一切过去救援的话 他会给对方送上一份惊喜 陈瑶秀眉当时就皱了起来 没有犹豫 背后一对光益山洞 斩碎藤万 化作一道流光远去 哼 一声轻笑在场中响起 舒缓愉悦 似可安抚人心 让人下意识就想放弃抵抗 安安心心躺平 这是寄生花到达逍遥境后 拥有的能力 魅惑之音 此集 原本还想反抗两下的淋雨 内心忽然生起一个念头 要不 咱还是躺平吧 虽然这一躺 大概就直接躺进棺材里了 但感觉也挺好的呀 孙老师则双手合十 面带微笑 觉得这样被烧死 貌似也挺好 都不用去火葬场了 方静 于珊珊等人更是满脸笑容 直接躺在了地上 等待敌人过来宰杀 这样死去 似乎也挺好 都不用还花呗了 事实上 他们不过是被殃及的驰鱼 妖大人的真正目标只有一个 那便是陈瑶 只见陈瑶飞行在半空的身影 微微停顿 茫然地看向四周 像是彻底放弃了思考 可以说 躺平倒不能再躺平了 见状 妖大人一双毛子 变得无比冰冷 在他的花盘上 一片又一片紫红花瓣脱落 朝陈瑶飘飞过去 临近之时 花瓣上 突然长出一条条根须 密密麻麻 像是触手一般 朝起脑袋扎去 难以想象 这样是被扎进去 会有什么后果 而对此 陈瑶却是没有半点反应 依旧茫然地站在半空 嘴角时不时上翘 像是地主家的傻女儿 妖大人嘴中 发出一声声怪笑 在他满脸期待的注视下 一条条根须直接扎了进去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砰的一声 陈瑶直接炸成漫天光雨 消失不见 唯一留下的 是那转瞬即逝的绚烂 像是数以万朵烟花 同时绽放 而那一片片长出根须的花瓣 便在这绚烂之中 统统被炸成灰烬 这 不过是陈瑶制造出的一道光影 足以以假乱真 而陈瑶的本体 早就光学隐身 飞过去救人了 想到到头来 重圈套的反而是自己 想到自己那一片片珍贵无比的花瓣 统统被炸成灰烬 妖大人顿时气急败坏 而在另一边 陈瑶以接近光速的速度 直接来到陈瑶镜前 屈指轻弹 一道光与从陈瑶的眉心动串过 谁能想到 陈瑶前一秒还嘴角含笑 手举烈焰 下一秒 烈焰直接熄灭 他的眉心出现一个窟窿 笑容则是永远定格在了脸上 红白相间的液体 见到一旁孙老师脸上 孙老师双手合十 满脸微笑 这人死了 貌似也挺好 陈瑶骤然间调转方向 下一个目标直指冷风 很明显 这所谓的幻境迷雾 对其没有半点效果 分分钟破址 感应到幻境被破 冷风当时就有种不好的感觉 下意识往身后一看 便看到陈瑶眉心被冻穿的一幕 顿时头皮都抹了 哪还顾得上杀凌羽 几乎是用尽平生最快速度 朝一侧闪躲 只是下一瞬 在他身边 还是出现一道身姿曼妙的身影 上来就要一巴掌拍死他 陈瑶 冷风瞳孔骤然收缩 汗毛都立了起来 好在关键时刻 一根藤腕缠绕上了他 将他卷走 他这才逃过一劫 陈瑶刚想追击 又一连几根藤腕电射而来 令得他不得不停下来应付 他自己倒是没事 就怕陈瑶直接被一藤腕给嘎了 说说说 几道光刃斩过 将藤腕斩得四分五裂 陈瑶猛被一个机灵 这时候 方才从躺平状态挣脱出来 顿时面色有些发白 浑身都被冷汗尽湿 原以为 之前的幻境 让人迷失方向 已经够可怕的了 不曾想 后面的一声轻笑 直接让人放弃一切抵抗 简直可怕他 姥姥给可怕开门 可怕到姥姥家了 心有余悸间 却见陈瑶笑盈盈朝他看一眼 怎么样 学姐我厉害吗 凌语重重点头 厉害 不论是那足以以假乱真的光影 又或者是那无计可循的隐身 都堪称惊艳 也让他意识到 双方之间有着怎样的差距 或许 这些不过是陈瑶展露出的冰山一角 他的真正实力又该如何 凌语打定主意 今后 定要向学姐 好好请教学习 这时 凌语忽然注意到 陈瑶手中把玩着一枚赤金色晶体 他试探问道 这是陈辉的一盒 陈瑶点点头 随手将他塞给了凌语 看你之前表现还不错 这枚一盒 就当是奖励 送你好了 一盒入手 凌语只觉 手中传来淡淡的灼热感 当中 似乎蕴含着一种炽热 躁动的能量 想到与之对应的异能 神圣光焰 他倒也不觉得意外 谢谢学姐 凌语诚恳道 对于其他人来说 一枚觉醒四段一盒 或许也就那样 但对于他来说 又用期待的目光看向陈瑶 那个 学姐 我还想要 可 我是说 绝对不能放过冷风和郭怀 那俩狗东西 却见他一脸正气凛然道 背叛人类 投笑妖魔者 人人得而诛之 陈瑶撇嘴 差点就信了 此集 孙老师等人 刚刚从躺平状态恢复过来 想到之前发生的种种 一个个神色复杂 满脸后怕 而听到凌语的话 众人无故振奋 渐渐从低迷的情绪中恢复过来 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句 说得好 背叛人类 投笑妖魔者 人人得而诛之 然后 众人就跟着一起喊了起来 莫名有种农民起义 揭端而起的济世感 林宇 陈瑶 冷风 郭怀二人面色铁青 感觉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好吧 把感觉去掉 二人恨不能立刻上去 垂死林宇 但李治还是战胜了冲动 眼下 局势对他们来说 已经大大不利 不能继续再在这里待下去了 妖大人 走 二人当机立断 转身就要顿逃 走 陈瑶冷哼一声 身后一对光一煽动 整个人像是一道光斑 转瞬即逝 下一秒 他已是出现在郭怀身侧 挥掌间 一道光刃朝其当头披落 郭怀大害 他知道陈瑶很强 但从来没想过 会有这么强 在其面前 他只有一种感觉 那便是无力 危急关头 他抬起双臂格挡 并将自己的头 用力偏向一边 结果毫无悬念 扑扑两声 他的双臂硬声而断 鲜血鼓鼓喷咬用 好在 脑袋保了下来 来不及庆幸 只见陈瑶不要再度出手 拍苍蝇一般拍死他 生死存亡之际 郭怀发出比女人 还要尖锐的惊恐叫喊 妖大人 救我 结果 并没有得到回应 陈瑶皱眉 却见妖大人与那冷风 已经逃出厂房 已然是要抛弃 郭怀跑路的架势 他没有再管郭怀 煽动光益 朝那一人一妖魔追去 郭怀算是又捡回一条命 然而 又来不及庆幸 只见孙老师等二十二人 已是怒吼着朝他杀来 不一会儿 便将他团团围住 郭怀 你这人类的叛徒 妖魔的走狗 人人得而诸之 别跟他废话 一起上 杀了他 郭怀 林雨手握一盒 在想一个问题 异能者 是否可以吸收 异合中的能量物质 应该可以吧 毕竟二者本就同源 这样想着 林雨没忍住 尝试着吸收了一下 顿时 一股精纯的能量物质 被他吸收进体内 几乎不用过滤 便汇聚入他的意合中 林雨皱眉 未免太顺利了 与吸收磨合不同 整个过程 没有任何痛苦 反倒有种极致的舒爽感 让人欲罢不能 林雨摇头 忽然停了下来 过程虽然美妙 但 似乎 少了点什么 很快 他知道少了什么了 那种身体组织不断被破坏 又不断新生的过程 对此 林雨可谓深有体会 这一过程虽然非常痛苦 却是能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加坚韧 相比之下 义合除了提供能量物质外 并无这种功效 因而 如果要林雨选的话 他更愿意选择用魔盒来修炼 感觉那样获得的力量 才叫人放心踏实 当然 若只是用来恢复消耗的能量物质 义合还是很不错的 就刚刚那两下吸收 林雨已经恢复了接近四分之一 效果不可谓不好 当然 林雨也不打算继续吸收了 生怕到时候嘎一下碎掉 这没义合 他还是想留下来 给黑色侧子收录 另一边 陈瑶将速度施展到极致 转瞬出现在一人一妖魔面前 一柄光剑指指他们 走 我让你们走了吗 陈瑶 冷风咬牙切齿 一张脸极尽扭曲 原本 一切都被他安排得滴水不漏 在他看来 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可他也没想到 会有林雨这个意外 将他的计划全部打乱 二没想到 会有陈瑶这个变态 实力强到离谱 冷风一副神经质的样子 忽然问道 我很想知道 陈瑶 你还记得我吗 陈瑶淡淡看他一眼 点了点头 有点印象 哦 说来听听 冷风似乎有些惊讶 问 陈瑶想了想 到四年前 新生考核上 自诩天才 结果 第二关就被淘汰的那个 人间 冷风浑身一颤 像是被人揪住了老鼠尾巴 旋即 老修成怒道 你懂什么 陈瑶 却是根本不理会他 自顾自说道 我记得当时 第二关的题目 好像是 我们一群人被妖魔给抓了 妖魔让我们 在屈服和沦为实物中选择一个 结果 某位天才第一个跪地 求妖大人饶他性命 当时还义正言辞说 只是暂时性屈服 自己想的 其实是从妖魔手中逃生 怎么 难不成 现在也是 陈瑶嘴角 露出一抹讥讽的笑 你 闭嘴 冷风大叫 情绪有些失控 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 与其毫无意义的死去 倒不如活下来 活下来 日后才能为人类而战 结果 那几个迂府的老师 非说我一身反骨 说我这种人 不值得培养 他们不但淘汰我 还联系其他一等学院 将我拒之门外 这样毁有前程 我就想问一下 我做错了什么 话语中 带着歇斯底里 不是说我一身反骨 好 那我就反给你们看 陈瑶微微摇头 早知如此 当初就应该直接弄死你 老师们对你 还是太仁慈了 玄机又摇了摇头 不懈地看他一眼 或许 老师们是觉得 像你这样的垃圾 不值得他们出手 记得之前 某人貌似还大言不惭 说少封这垃圾学院 不呆也罢 日后轻松吊打我们 所以就这 陈瑶的话 可谓杀人诛心 只见冷风一张脸 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 仿若疯我 忽然他诡异一笑 哦 陈瑶 你觉得 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 闲得淡疼吗 陈瑶脸色微变 视线骤然转向 另一边的妖大人 却见妖大人眼中 闪过星红 气息突然变得有些不稳 给人极致危险之感 明显 这是在憋大招 而冷风 便是在故意为其拖延时间 人类 让开 妖大人一双眸子冰冷看来 淡淡道 我承认你很强 逍遥八段 便可与我逍遥九段周旋 但你觉得 我的实力仅止于此吗 说话间 他眼中的星红愈发赤胜 现在离开 我们彼此相安无事 不然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后悔 陈瑶却是笑了 一步步退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你要怎样让我后悔 一套铠甲披在他身上 刷 光一煽动 光剑如一道长虹般批出 这一刻 陈瑶像是一位 英姿萨爽的女将军 憋大招 就你会憋吗 妖大人眼中闪过忌惮 他在陈瑶身上 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危险 此急 他不得不全力以赴出手 一声奸笑 在他眼中 两抹星红 有如实质即射出 我乃逍遥绝颠 区区八段 也配在我面前放肆 轰隆隆 厂房外 传来一声惊天巨响 恐怖的能量肆虐 地面寸寸崩裂 一直蔓延进厂房内 整座厂房剧烈阵战 仿佛下一秒就要崩塌 而此时 却是没人在意这些 一个个都杀红了眼 孙老师等22人 施展出最后所能施展的力量 朝郭怀不要命的发动攻击 郭怀战力本就有损 外加失去双臂 此时也就勉强相当于一个断魂一断 在众人围杀下 渐渐不敌 被打得不断跌血 临死前 他想找个垫背的 很快 他有了人血 淋雨 虽然他没有证据 但种种迹象表明 他之所以落得这般下场 此子鞠躬至尾 而让他想骂娘的是 淋雨似乎一直在提防着他 离他远远的 根本没有要靠近的意思 郭怀咬牙 调整方向 在被众人打得浑身是伤 节节败退的同时 一点一点朝对方靠近 他的气息在迅速衰弱 随着伤势不断加重 他的实力也下滑得严重 觉醒九段 八段 七段 郭怀一声不吭 继续向淋雨靠近 过程中 他小心翼翼 生怕被对方察觉 但好像 他多虑了 却见淋雨一直低着头 研究手中一枚赤金色一盒 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郭怀内心冷笑 很好 眼见他和淋雨的距离越来越近 终于 他眼睛一红 怒吼着就朝淋雨撞去 给老子去死 此刻 他的实力大概在觉醒三段左右 骤然间爆发 他有八成把握 一头撞死那小子 淋雨 小心 孙老师面色微变 没想到 郭怀竟是一直隐忍至此 只为杀淋雨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他看来位已的淋雨 却是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像是六月天里的太阳一般 不怀好意 却见点点光雨 在其掌中凝聚 化成片片寒光闪闪的飞镖 被他夹在指缝间 眼见郭怀一头撞来 淋雨也是毫不客气 奋力将飞镖制出 噗噗噗 那是血肉被割裂的声音 啊 那是声带被撕裂的声音 俗称杀猪般的惨叫 孙老师眼皮跳了跳 这一头给撞的 淋雨身影一闪 背后隐隐出现光毅的轮廓 快速躲开郭怀的撞击 光毅 自然是从陈瑶那里得来的灵感 只是以他二斤实力 只能构建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无法用于飞行 却是可以有效地提升他的速度 郭怀这一头 除飞镖外 啥也没撞到 最后更是喷一声 与地面来了个亲密无死角的接触 他本人先是猛逼 随后是愤怒与震惊 卧槽 到最后 他已是双眼血红 咬牙切齿 小子 你该死 众人面面相去 大眼瞪小眼 一开始 他们以为 淋雨危险了 换做他们 大概真会被郭怀拉下去做垫背 不曾想 淋雨还藏有这么一手 直接是让郭怀危险了 眼见郭怀倒地 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句 快 上去杀了他 众人纷纷面带杀意 自然不会放过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 却是有人比他们更快 只见一道幽蓝色的寒芒 在半空中划过 扑的一声 淋雨手持光与匕首 朝郭怀当头刺下 像是裂开皮的西瓜 鲜红的枝叶从中渗出 看起来很惨 但事实上 淋雨这一下 只是刺穿起表层皮肉 并未能给其带来致命伤害 毕竟 郭怀好歹也是断魂镜强者 身体的坚韧程度 绝非觉醒竟能比 淋雨却是不信邪 再度挥起匕首 朝相同位置刺了下去 紧接着 是一下又一下 血液飞溅 匕首每一次刺入 都比先前一次 刺得更深 啊 啊 郭怀发出一声声尖锐的嚎叫 声音凄惨中 又带着疯狂 他抓准时机 耗尽最后力气 猛的一个鲤鱼打挺 从地上弹起 而后朝淋雨扑去 张开嘴 像是一只猎犬般 撕咬向他的猎物 对此 淋雨只是冷冷地举起匕首 在旁人看来 郭怀像是主动将自己 送到淋雨的匕首上 这一次 匕首直接将他的脑袋 刺了个对穿 淋雨也被巨大的冲击力 撞飞了出去 虎口崩裂 重重摔在地上 而他的嘴角 却是擒出一抹笑意 终于死了 孙老师 学长学姐 官方艺能者们纷纷沉默 神色复杂地看着这一幕 一位断魂镜强者 最终却是死在一位 觉醒一段手中 即便这位断魂镜 已是双臂静断 浑身伤痕累累 一身实力实不存一 可这也是一件 让人不敢想象的事情 淋雨浑身剧痛 艰难从地上爬起 过了最初时的亢奋 她现在只觉阵阵血育 毕竟 这是她第一次杀人 还是以净身肉搏的方式 大股鲜血淋在她身上 调整了一下呼吸 强忍着不适 淋雨一点点割开郭怀的脑袋 从里面挑出一枚白色晶体 郭怀的意合 淋雨仔细打量 椭圆形 如鹅软石 一般的意合中 像是一左一右 站着两道模糊的身影 这是什么异能 淋雨疑惑 孙老师答疑解惑 A级异能 一身双分 可将自身一分为二 分开后 每一句分身 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淋雨愣了一下 这能力 听起来怎么这么像 秋蚁 孙老师无语 好好的异能 怎么到你 这就感觉变味了呢 不过想了想 她又无力反驳 确实像秋蚁 郭怀本人要是知道 自己的异能被人这样评论 怕是要分分钟爬起来抗议 淋雨有些嫌弃地收起一盒 自语到 将自己身体一分为二 变成两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到时候 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 两个都是 或者两个都不是 想了想 还是不打算将这枚一盒 收录进黑色侧子 有些能力 想想都觉腻弯 众人自然体会不到 淋雨此时内心的激烈挣扎 还以为她只是在讲述一个 十分有哲理的问题 两个都是 或者两个都不是 这是个问题 淋雨眼间 视线扫锅场中时 很快在锅怀一条断臂的手指上 一枚戒指 其上有着一块淡蓝色宝石 以及几条奇特的花纹 作为点缀 亦能道具 淋雨有所猜测 若是一般的戒指 正经男人谁会戴 当即上去 将之摘下 反手戴在自己手指上 众人齐刷刷看着她 眼神优越 不过 想到她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 倒也没人说什么 孙老师干咳两声 道 那个 也不知道 外面的战斗怎么样了 我们出去看一下吧 她的提议得到众人一致赞同 于是 一群人小心翼翼朝厂房外走去 淋雨跟在人群后 此时还在研究那枚戒指 她尝试着将亦能注入 想看看会有什么效果 结果是 没有效果 嗯 淋雨疑惑 这时 前方的于珊珊 像是刻意放慢了速度 等来到淋雨身边 忽然握住她的手 关切问道 学弟 你手上的伤没事吧 看着这位学姐看自己时 那如水般的温柔 淋雨愣住了 难道 这枚戒指的效果是 没事 回去简单包扎一下就好了 淋雨笑道 同时 默默将自己的手 从于珊珊的手中挣脱 说实话 从娘胎开始 单身十八年的她 真不太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温柔 何况 这似乎还是手上这枚戒指导致的 淋雨可不想事后被人说成 用道具占人便宜的猥琐男 嗯 于珊珊眨眨着漂亮的眸子 疑惑问道 学弟 在说什么 她的问话 让淋雨有点猛 不是 学姐 是我表达的有问题 还是你听了有问题 于珊珊竖起耳朵 一副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 道 学弟 你有在说话吗 淋雨摇了摇头 看来 学姐的听力真出了问题 等等 淋雨瞄一眼手指上的戒指 该不会 这才是她的能力吧 让人听不见 自己发出的声音 想了想 淋雨尝试着用力拍了拍手 又尝试着喊了两嗓子 方静学姐 听得到我说话吗 学姐旁边的那位学长 你长得有点吓人 拍了两下 喊了两下 不见有人回头 淋雨心中有谱了 别人确实听不见她发出的声音 古怪的看了一眼于珊珊 所以 学姐不是被道具吸引来的 而是 被我 玄机醋眉 感觉这件道具的效果 有点 鸡肋 嗯 倒也未必 淋雨忽然想到 她的正确打开方式 若自己处于光学隐身时 使用它 便能在隐身的同时 让别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岂不是能做到无迹可循 这样看 这件道具效果 其实还不错 想着这些 淋雨已经跟随众人来到厂房外 当时就被眼前景象给震撼到了 整片地面 都被打得四分五裂 勾壳纵横 而在地面上 是一层又一层寄生花的尸体 花盘与藤蔓交错 密密麻麻 堆成一座小山 半空中 一道身披光甲 被声光翼的倩影缓缓降落 黑夜里 它是那般的耀眼 像是沐浴在霞光中的神女 陈瑶学姐 于珊珊大叫着冲了上去 其余人也纷纷围了上去 陈瑶 什么情况 孙老师问 另一边 踢着一杆长枪的战斗系主任 以及李长青等一众老师冲进工厂 剑战斗似乎已经结束 纷纷上来询问情况 陈瑶 怎么样了 敌人杀光了没 陈瑶踢了踢脚边的一具男子尸体 又扬了扬手中的一枚一盒 冷风已经被我杀了 众人闻言并不觉得意外 毕竟 陈瑶的实力 有目共睹 林宇视线落在那枚一盒上 挪不开了 没猜错 冷风的异能应该是S级 幻境 想到那诡异莫测的能力 林宇就很心动 很想收入 不过 这里人多眼杂 林宇只得暂时按捺下心中的渴望 等没人的时候 再和学姐好好聊聊 对了 那只逍遥九段的寄生花泥 孙老师先众人一步 问道 陈瑶组织了一下语言 道 当时 我与他拼杀到最后 都施展了各自的最强一击 结果是我略胜一筹 林宇想到先前的一声惊天巨响 应该便是那时候吧 却听陈瑶继续道 那寄生花不敌我 便开始想方设法地逃命 但都被我阻止 最后 他将自身切成一段一段 足有上万份 分化出了上万只分化体 向四面八方顿逃 林宇微微汗手 看了一眼那堆积如山的尸体 知道那是怎么来的了 学姐 你将那些分化体 全部杀了吗 于珊珊眼中 带着期待与亢奋 问道 陈瑶微微摇头 有五只漏网之鱼 给他们逃掉了 这样吗 于珊珊眨眨了眨眼睛 觉得有些可惜 这时 李长青说道 我们再来的时候 刚好遇到两只寄生花 被我们顺手解决了 也就是说 还剩下三只 林宇笑道 想来 剩下的三只 应当不足为惧了吧 孙老师点点头 一只逍遥九段的寄生花 分化成上万只 每一只大概也就觉醒一 二段的实力 确实不足为惧 旋即皱眉 表情严肃道 但如果 他们其中一只 体内残存有磨合的话 就另当别论了 所有人都是一愣 为什么这么说 倒也没人觉得 孙老师是在信口雌黄 毕竟这位可是来自物种研究系 在场 没人比他更了解妖魔 却听孙老师解释道 磨合乃是妖魔力量的根本 有磨合在 即便实力削减到只剩万分之一 照样可以恢复过来 文言 所有人神色都变得凝重 林宇笑容微僵 感觉到深深不妥 现在 就看这些寄生花的尸体中 有没有磨合了 如果没有 情况其实并不乐观 孙老师道 于是 在他的号召下 众人纷纷上去解剖尸体 林宇也参与其中 被迫来了一次开颅手术 不过 要将手术全部做完 估计要耗费不少时间 没有 没有 这只也没有 退后 陈瑶忽然大声说道 众人纷纷向后退去 就见陈瑶手持光剑 对着尸体一通劈砍 剑光胶之间 尸体直接被切割成无数碎块 这样 无疑是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众人眼睛一亮 立刻开始在碎块堆中搜寻 孙老师则是一脸痛心疾手地看着陈瑶 这么好的实验素材 你就这么给切成块了 不知道要保留血肉组织的完整性吗 陈瑶看他一眼 孙老师 我看你伤得不轻 要不 你还是 先保留一下自身血肉组织的完整性吧 孙老师 很快 众人完成搜寻 纷纷摇头叹息 没找到磨合 李长青则是找来了 刚刚杀死的两只寄生花的尸体 里面依旧没有磨合 所有人皆面色难看 恰在此时 一批官方异能者赶到 孙老师便将这件事情 与他们说明 最后 他们表示 这件事情由他们官方来接手 让大家伙放心 众人陆续离场 该送医院的送医院 凌宇这边 不少人过来 向他索要联系方式 有方静 于珊珊两位学姐 有官方的异能者 还有几名受害的散修异能者 一个个都热情地与他交谈 凌宇纳闷 自己怎么就成香波波了 黑色宝石节即是在公路上 凌宇坐在副驾驶 在他的面前 此时 正摆放着一枚半透明晶体 晶体中 闪烁着如梦似幻的光 凌宇拿起 就有些舍不得放下了 他眼巴巴地看着陈瑶 那个 学姐 这枚一盒 你看 能不能送给我 不行 陈瑶嘴角一翘 无情拒绝 这是我的战利品 为什么要送你 凌宇就知道 没那么容易 他昧着良心道 因为学姐极美貌 智慧 善良于一身 风姿绝世 乃我生平警戒 想来 这样一枚小小的一盒 学姐肯定是看不上的吧 陈瑶点点头 眼中透出几分愉悦 这玩意我确实看不上 但 却是不能给你 为什么 凌宇问 陈瑶想了想 说 是这样 道具开发戏的杨主任 以前一直很照顾我 所以我就想 给他一枚高质量的一盒 作为感谢 凌宇表示 差点就信了 学姐 没记错 你是战斗戏的吧 陈瑶俏脸有些绷不住 算了 实话跟你说吧 却见他抬起左手 扬了杨雪白号腕上的一串手链 这条手链 是我从杨主任那里借的 另外还有一剑异能内甲 一把紫销云剑 现在我都不打算还了 这没一盒 算是我给他的补偿吧 凌宇 学姐 你可当个人吧 学姐 你看 要不这样 凌宇笑盈盈地取出郭怀的一盒 将面前冷风的一盒替换 玄吉 一脸认真道 我觉得 这或许更适合杨主任 陈瑶促眉 这会不会不太好 万一杨主任不高兴怎么办 毕竟 凌宇拿出来的 一看就要插上一个档次 凌宇摆手 问题不大 反正 不管给奶梅 杨主任都会不高兴 陈瑶一听 顿觉有理 于是点点头 那好 既然如此 就由你来负责 将一盒交到杨主任手中吧 凌宇感觉 自己又被套路了 但他没有证据 好在 总算是 获得了这没一盒 凌宇打算 等到自己那一页纸恢复 便立刻将之收入 返回学院 两人就此分开 临别前 陈瑶忽然说 回去之后 记得写一份一万字的任务报告 凭此领取学分 凌宇点点头 知道了 陈瑶又说 对了 记得帮我那一份也写了 凌宇 学姐 我感觉 我可能会忘记 陈瑶笑盈盈看她一眼 小学弟 那你还记得 答应要我做的三件事吗 这是第一件 凌宇深吸口气 不屈道 记得记得 来到学院医务室 在一位女老师的帮助下 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 随后返回宿舍 倒头就睡 一晚上的惊心动魄 以及紧张刺激的战斗 让她身心俱疲 因而这一觉醒来 已经是两天后了 凌宇从床上坐起身 因为手机被毁的缘故 也不知道现在的具体时间 只知道临近中午 简单洗漱一番后 鸡肠碌碌的她 直接去往食堂 途中遇到一鼻青脸肿的青年 凌宇觉得眼熟 频频朝对方看去 半晌才认出对方的身份 赵兄 凌宇招呼一声 有些惊讶对方此时的样子 赵星成转头 朝她看来 顿时眼睛里写满了忧怨 可算找着你了 打你电话你也不见 凌宇觉得不对劲 问道 赵兄 你这是怎么了 我被打了 赵星成说 凌宇一听 一脸愤慨 谁打的你 太过分了 陆云飞陆学长 赵星成说 因为你告诉我的那个秘密 我告诉了其他同学 其他同学 又告诉了其他其他同学 然后全校都知道了 凌宇顿时怒从心头起 所以陆学长恼羞成怒 就把你打了 岂有此理 还有枉法吗 还有法律吗 同时 按庆幸 还好自己这两天待在宿舍里没出来 赵星成看他一眼 凌兄 这是还得怪你 你告诉我说 陆学长是个变态 偷人内衣内裤 但事实上并不是 陆学长是在用亏天镜亏探天机 以获得失踪学长学姐的线索 我这相当于恶意造谣 被打真不冤 不对 冤 赵星成一脸痛心疾首道 凌兄 你误我啊 凌宇有些尴尬 误会吗 很快 他的脸上重新绽放出笑容 误会解开就好 一切都过去了 是啊 反正被打的又不是你 他倒也没真怪凌宇 抱怨一番后 又和凌宇勾肩搭背地走进A号食堂 今天的午饭 算我头上 别跟兄弟我客气 凌宇将车要是还给对方 此时 他忽然在想 自己此番圆满完成搜救任务 应该能获得不少学分吧 回头写完任务报告 领来学分 就请赵星成去S号食堂吃一顿 饭菜上桌 赵星成大快躲移着 忽然说道 凌兄 听说了吗 前些天失踪的学长学姐 亲历着 赵星成顿时来了兴致 问道 知道他们是怎么被救回来的吗 我这里可是有第一手情报 林宇摇头 属实不想知道 但赵星成还是眉飞色舞地说道 是陈瑶学姐 简直不敢想象 当然 跟我们同乘一辆车的陈瑶学姐 居然这么强 听说 他和一位姓林的学长 一起杀入敌人的据点 大展神威 救下失踪学生 斩杀三名投校妖魔的堕落者 说到堕落者 恐怕你打死也不会想到 当中有两人 竟然是咱们学院的学长 兴许是太过激动 赵星成说起来 便没完没了 他的眼中带着羡慕 林兄 你说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像陈瑶学姐 以及林学长这般强大 林宇的眼中带着异样 赵兄 你知道 那位林学长的全名叫什么吗 赵星成摇头 这个我倒是没打听到 只知道是一位姓林的学生 学长学姐提到他时 都有些自残行贿 不愿意多提 是吗 林宇似笑非笑 又问道 那赵兄 你为什么会认为 这位姓林的学生是学长 赵星成翻了个白眼 这不废话吗 能和陈瑶学姐一起去救人 实力肯定不弱 至少也应该是大二吧 咱们大一新生里 连一个觉醒异能的都没有 林宇觉得 是时候揭晓真相了 却听赵星成忽然说 听说 学院对此次事件特别重视 将召开全校师生大会 进行安全教育 时间好像定在明天下午 另外 我还听说 大会的其中一项 便是当众表彰陈瑶学姐 还有林学长 是吗 林宇笑了笑 忽然不急着揭晓真相了 午饭结束 临别前 林宇留下这样一句话 赵兄 大会上见 赵星成点点头 也没多想 对了林兄 你手上的伤 我不小心摔的 赵星成点点头 依旧没有多想 午后 林宇出了一趟学校 先去专卖店 买了一部华为P50 作为自己的新手机 随后补办了一张手机卡 翻了翻身上剩余的存款 298元 着实囊中羞涩 不过 而今已是异能者的他 想赚钱 不要太容易 林宇决定 找个时间 出去赚点外快 回到宿舍 拿出纸笔 粪笔集书 连连皱眉 四小时后 一份任务报告写完 又过了四小时 又一份任务报告写完 累得他倒头就睡 问 比写报告更痛苦的是什么 答 写两份 林宇表示 以后再也不想写这玩意了 次日清晨 林宇找上陈瑶 将报告交给对方 陈瑶浏览一遍后 频频点头 甚是满意 写得真好 以后有这种事 学姐我还找你 林宇默默戴上痛苦面具 片刻后 他摘下面具 问道 学姐 学分怎么领 陈瑶招了招手 跟我来吧 林宇跟随陈瑶 来到学分管理处 提交报告 稍等 管理处的老师 冲二人微微一笑 开始走审核流程 呼的 他脸色一变 道 抱歉 你们这次任务情况比较特殊 我无权受理 需要请示上层领导 说着 他便拿起座机 拨打出一串号码 林宇疑惑地看向陈瑶 什么情况 陈瑶贪了贪手 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电话里 隐约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林宇听出来 是吴秋水 具体说了什么没听清 只见那老师挂断电话后 脸上笑容愈发温和 柔声道 鉴于你们在本次任务中的突出表现 学院决定 给你们特级奖励 他看向陈瑶 陈瑶同学 奖励你1200学分 随后看向林宇 林宇同学 奖励你800学分 林宇听到这数字 当时就惊呆了 说好的 一次搜寻任务10学分 找到人后 额外奖励100学分 现在直接变成了800 也太好了吧 对于陈瑶比他多400这一点 林宇并不觉得不公平 毕竟若没有陈瑶 这次都没人能活着回来 陈瑶笑了笑 取出学生证 递给老师 示意林宇照做 学生证插入卡槽 滴滴两声后 学分到账 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老师忽然一声叹息 如此优秀的学生 怎么就燃烧一盒了呢 以后无法再修炼了 天度英才啊 希望这些学分 能让他心里好受些吧 走在路上 陈瑶忽然问 小学弟 要不要和我去 学分兑换处看一看 学分兑换处 顾名思义 用学分兑换东西的地方 林宇略微沉吟 点点头 两人来到学分兑换处 宽敞的大厅内 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物品 一旁里有标签 标注其用途 以及兑换价格 透视眼镜 觉醒镜 戴上后 可透视绝大多数物体 一百学分 防透视服 觉醒镜 穿上后 可防止被透视 八十学分 此为样品 仅供参考 尺寸和款式 均可定制 见林宇首先打量这两样东西 陈瑶笑道 怎么 想买 老实说 确实有点想 可 怎么会 学姐 我可是正经人 林宇正色道 陈瑶撇嘴 随口道 知道学院为什么要研制透视眼镜吗 为了 开拓试眼 林宇试探着回答 陈瑶摇头 解释道 在学院历史上 出过一位拥有透视艺能的学生 仗着这个艺能 他光明正大的偷窥女同学 女老师 惹来众目 于是 防透视服应运而生 当时 基本上人手一键 道具开发系 靠这个 赚得盆满钵满 但当这位学生毕业以后 所有人发现 防透视服无用武之地了 道具开发系 更是少了一大笔油水 于是 他们便研制出了透视眼镜 林宇听得目瞪口呆 真的假的 一切的一切 都不过是一场营销上的阴谋 道具开发系 也太老六了吧 陈瑶笑了笑 我瞎编呢 林宇 被陈瑶这样一折腾 他一点购买透视眼镜的欲望 都没有了 转头看向另一边的货架 异能内甲 觉醒镜 最高可抵御觉醒九段的权力 一击 二百学分 斩魔刀 觉醒镜 无误不破 风锐难当 对妖魔可提升百分之二十的伤害 二百学分 二者对应的物品 分别是一件小背心 以及一把黑色长刀 林宇有些心动 但还是克制住购买的欲望 异能内甲虽好 但保护不了头 斩魔刀虽好 但对上人类异能者 便发挥不出什么效果 忽然 一件道具引起他的注意 神盲 觉醒镜 共有剑 盾 枪三种形态 可任意切换 剑形态 削铁如泥 可斩出神盲之刃 附带流血效果 盾形态 最高可抵挡觉醒九段的权力一击 枪形态 诸如异能后 可射出神盲子弹 附带穿透效果 四百学分 林宇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买它买它 一件道具 能当三件道具来用 也太酷了 拿起神盲 首先是一柄银白色长剑 剑刃板锋利 线条优美 玄机是一面银白色盾牌 最后是一把银白色手枪 陈瑶看了他一眼 客观点评道 道具不错 缺点是三种形态 无法同时使用 四百学分的价格还算合理 再贵 就不建议买了 嗯 林宇点点头 决定购买这件道具 随后 他又挑选了两枚 卖相还不错的魔盒 打算用于修炼 觉醒九段的魔盒 每块售价九十几分 转了两圈 却是没有看到 他想看到的一盒 经询问 林宇得知 一盒属于管控品 除道具开发系外 其余人无权购买 而道具开发系 之所以有权购买 是因为制造道具 需要以一盒为材料 即便如此 购买时也必须登记 林宇隐隐猜到了原因 不过也没继续在这个话题上说下去 陈瑶一番挑选 拿了一把名为碎山锤的道具 售价一千二百 两人结完账后 就此分开 回到宿舍 林宇拿起刚买的一枚魔盒 盘膝而坐 准备开始修炼 忽然 他神色微动 召唤出黑色册子 展开 却见原本缺失掉的一页 已经补全 也就是说 他现在又可以收录一能了 当即取出两枚一盒 一枚出自陈辉 一枚出自郭怀 先收录哪一个好呢 嗯 林宇脑中忽然蹦出一个想法 可以收录一盒 那可不可以收录魔盒 凭感觉来说 应该可以 只是 将魔盒收录后 自己会怎么样 获得妖魔的力量 那自己还算人类吗 这样想着 林宇闭上眼 尝试着与手中的侧子沟通 片刻后 他睁开眼 眼中闪过光亮 收录魔盒 确实能获得妖魔的力量 但并不会像他所担心的那样 令自身妖魔化 而是 能将该妖魔召唤出来 为自己所用 这就很好 林宇手握魔盒 由于片刻 最终却是并没有将之收录 在那魔盒中 隐约可见一只眼睛血红 剩有两个脑袋的妖魔虚影 血眼双头怪 林宇见过这种妖魔 因而 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除了一身蛮力外 没什么出彩的地方 若要和异能者一样 划分潜力的话 应该是地级 在还是普通人时 林宇觉得他凶残恐怖 但放到现在来说 真的 太一般了 感觉 召唤出来也没多大用 至于另一枚魔盒 当中是一只蛇手重身的妖魔虚影 查了查资料 发现他名叫蛇虫怪 潜力一级 还不如血眼双头怪 林宇也是现在才知道 魔盒这玩意 也分三六九等 潜力差的为低等魔盒 主要用来修炼 潜力好的为高等魔盒 用途未知 兑换出卖的 基本都是低等魔盒 这种低等魔盒 林宇不会考虑收录 等什么时候获得高等再说吧 没有过多思考 林宇将来自冷风的那枚一盒 放在那一叶纸上 与前两次收录有所不同 这次 一盒并没有破碎 而是一点点 如冰雪般消融 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数次将林宇的能量物质耗空 好在他手握两枚魔盒 能够快速恢复 林宇猜测 应该是冷风的这枚一盒 境界实在太高 所以收录起来比较艰难 但好在 最后还是收录成功了 却见那一叶纸上 出现淡淡的薄雾 薄雾中 S极异能 幻境 林宇嘴角翘起 随手打了个响指 刹那 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 宿舍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森林 绿树成荫 虫鸟齐鸣 给人森林奇境之感 啪 又一个响指 森林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 富丽堂皇的宫殿 紧接着 场景再变 变成会所嫩魔 可 简单尝试后 林宇撤去幻境 对于新获得的能力 十分满意 这里林宇又发现一个问题 她现在所施展的幻境 只是觉醒一段 也就是说 自身异能在什么境界 收入而来的异能 就在什么境界 想来 将来随自身异能提升 这些也会跟着提升 那么问题又来了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能量不会凭空出现 也不会凭空消失 她吞噬了一枚 至少也是断魂九断的异合 当中蕴含的能量 可想而知 然而 她感受了一下 自身能量物质 却是没有半点提升 那些能量去哪了 林宇心中已有猜测 或许 是被封在了这一叶纸里 平时无法动用 但当自己将这一叶纸 彻底燃烧时 那些能量 便会被释放出来 彻底爆发 林宇觉得就是这样 之前 她就有过一次经历 燃烧一叶纸 直接让她斩杀 两只觉醒五段的寄生花 那时 连她自己都觉得离谱 现在想来 应当是释放了 封印在当中的能量 陈瑶给她的异合 应该本身就是觉醒四段 或者五段 这样才合理 也就是说 林宇现在若将这一叶纸燃烧 差不多可以爆发出 断魂九段的力量 想到这 林宇自己差点吓一跳 随后 是一阵激动与欣喜 这无疑是一张强有力的底牌 堪称王炸 弟弟 手机灵响 打开一看 是一则短信通知 下午两点 学院将在综合楼一楼大会议厅 召开全校师生大会 请务必参加 执法部 李长青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 距离大会还有三小时 林宇先去食堂吃完午饭 随后一直修炼到大会开始 下午两点 会议厅中 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不绝于耳 大一至大四的学生 老师 校领导全部汇聚于此 在不同区域入座 少不了一番议论与交谈 大义新生区域 听说了吗 这次多亏了有陈瑶学姐和林学长 才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有新生一脸崇拜道 真希望也能和他们一样抢 是啊 今后 他们便是我学习的榜样 秦勇面露推崇之色 有女生双目放光 听说这位林学长人长得帅 实力又强 此外 一身正气 真想和他认识一下 交个朋友 嗯 男朋友 周周眨巴眨巴眼睛 最近 他忙于修炼 没有关注外界的消息 此时 他像是听故事一般 津津有味的听着 没想到 陈瑶学姐居然这么厉害 另外 还有这位林学长 听起来也好厉害 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见见他 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刻 他们口中的林学长 正表情严肃 坐在他们之中 憋着笑 大会很快开始 李长青走上讲台 做了个安静的手势 一张不苟言笑 有些死板的脸 令得场面立刻安静下来 老师同学们 前几日 我校学生失踪的事件 想必你们都有所耳闻 下面 我先为大家讲讲 他们失踪的全过程 没有啰哩啰嗦的开场白 这也是李长青的一贯作风 他声音低沉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仔仔细细说了一遍 从一开始 心声中 发现被寄生者 到后面 于珊珊等人在任务中失踪 再到最后 他们被送入一个诡异的阵法中 进行仪式 一番话下来 听得老师们沉默 学生们握紧双手 内心阵阵发寒 尤其是大义心声 面色都有些发白 他们想象过此中的凶险 却是没想到 会如此凶险 整起事件 竟是两名人类中的堕落者 联合妖魔社局 狩猎少风学院和官方 不仅是学生 就连官方艺能者和老师 也差点因此死去 换作他们 若卷入这场事件中 想想都绝望 见气氛渲染的差不多了 李长青说道 因而 为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学院将对全体师生 进行持续一周的安全教育 老师学生们频频点头 觉得安全教育很有必要 李长青又道 另外 对于我校学生中 出现两名堕落者 这种恶性事件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重视起来 以此为鉴 为此 学院将对全体师生 进行持续一个月的思想教育 老师学生们频频点头 觉得思想教育也很有必要 好 本次大会就到这里 下面 将对此次事件中 表现优异的两名学生 进行表彰 李长青说 话落 一双双眼睛 或炽热或期待地 看向讲台之上 越是了解到此中的凶险 越是能体会到 两人的强大 此刻 所有人都凭住呼吸 期待着两人闪亮登场 却听李长青朗声道 他们分别是 大肆战斗戏 陈瑶 哗啦啦 场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以及大义心声 淋雨 掌声戛然而止 大部分学生都一脸猛 大义 心声 他们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林学长那么厉害的人物 怎么可能是大义心声 大义心声这边 则更加猛逼 林 雨 秦勇瞪起同龄大眼 林 雨 周周张起樱桃小嘴 刷刷刷 一道道目光朝林雨看去 带着错愕与不敢置信 卧槽 林雨 赵新成人都傻了 扭头看向一旁 林兄 这说的是你吗 下一时 有些不愿意去相信 毕竟大家伙可是一起来的学院 在其他人连异能都没觉醒出来时 林雨 特么已经杀进妖魔据点 营救学长学姐了 林雨 陈吟陈吟 道 大概 说的是我吧 心声里 好像也没其他人叫这个名字 那边 李长青在招手 是一两人上来接受表彰 这边 林雨很是自然的站起身 朝讲台上走去 赵新成眼月 眼睁睁看着 他和陈瑶一起走上讲台 南南道 我是不是在梦里面醒 不对啊 就算做梦 主角也应该是我才对啊 面对学生们的疑惑和惊讶 李长青淡淡道 如果有谁没听清楚 我将先前的话再重复一遍 大肆战斗戏 陈瑶 大义新生 林雨 场中 哗然声四起 学生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真的是大义新生 真的是林雨 这 有人提出质疑 李老师 你是不是搞错了 有人附和 是啊 他一个大义新生 怕是连异能都没觉醒 凭什么获得表彰 赵星成捏了捏脸 确认不是在做梦后 小声嘀咕 林兄 你瞒得我好苦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某位校领导的私生子 李长青抬了抬手 示意众人安静 旋即沉声道 有人问凭什么 好 那便与你们说说 他们都做了什么 他将两人前去参与搜寻后发生的事情 娓娓道来 先是陈瑶和孙老师被引走 剩下的人在异能协会遭到袭击 危急关头 林雨提前察觉 杀出幻境 通知陈瑶 而后更是依靠聪明才智确定了敌人据点的大致方位 这才有了后续的营救 而在营救时 林雨也发挥出了关键作用 陈瑶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 各种细节 被李长青描绘得淋漓尽致 整个过程听起来荡气回肠 事实上 他就是在念林雨写的任务报告 这一点 林雨无比笃定 随着李长青话音落下 学生们纷纷沉默 眼中只剩下震撼 这真是一个新生能做出来的事吗 一些大二大三 乃至大四的学生都摇头 换做他们都未必能做到林雨这般地步 这位学弟 简直妖孽他妈给妖孽开门 妖孽到家了 大一新生们一个个如遭雷击 能进入少峰学院的 都是天才 都有自己的傲气 而现在 李长青一席话 直接将他们的傲气按在地上 无情碾压 同为新生 自己和林雨 怎会有如此大的差距 到目前为止 他们中还没有人觉醒一能 而林雨不但觉醒了 还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 周周揉搓着小脸 已是被震撼到难以复加 很快 他的眼中流露出坚定的神色 轻声道 林雨同学 你很优秀 但 我会努力 争取追赶上你 秦勇表情肃穆 林雨同学 你以后就是 我学习的榜样 赵新城神色复杂 嘴角时不时抽出两下 林兄 你瞒得我好苦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 捡到了一枚戒指 戒指里面 还有一个老爷爷 却见林雨手上 确实戴着一枚戒指 其上有一块蓝色宝石 以及复杂的花纹作为点缀 这不禁让赵新城 愈发笃定心中猜想 台上 林雨和陈瑶 一左一右站着 原本 陈瑶自然而然 会成为全场主目的焦点 而现在 大部分人关注和热议的 都变成了林雨 有学姐感慨 学弟看起来好有气质 一张脸怎么看也看不腻 是我喜欢的类型 尤其 天赋还这么好 啊 真希望她不要有对象啊 一旁学姐当头泼来冷水 没对象也轮不到你 没看人边上还站着陈瑶 你和陈瑶有得比吗 学姐多了嘟嘴 万一 我是说万一 她不喜欢陈瑶那样的呢 那也轮不到你 一旁学姐说 那你说轮到谁 我 学长们的目光 却是隐隐带着敌意 时而咀嚼激突起 学弟哪里帅了 我怎么没看出来 就是 感觉还不如我 我承认 她是很有天赋 但和陈瑶学姐比 还是差了不少 像她这样 肯定是配不上学姐的 学长们说不上嫉妒吧 只能说 非常嫉妒 台下 老师席位 战斗系系主任道 说实话 林宇这学生真不错 原本 我都打算力排众议 将她收入门下 亲自教导 只可惜 爱 说着 她却是一声叹息 众老师接面待晚息 无秋水摇了摇头 有些自责道 早知道 当时就不应该让她出任务 是啊 杨主任眼神复杂道 谁能想到 会发生这种事 面对比自身强大数倍的妖魔 她绝望无助 孤立无援 最后 只能燃烧一盒来保住性命 自此无法修炼 前途近毁 一番话 听得众老师鼻尖发酸 唉 是我们少封欠她的 无秋水轻叹一声 要不想想 还能在什么方面补偿她吧 杨主任道 林宇被废这件事 是她最先从孙老师那里听来的 想到是因为自己几人的提议 林宇才出的任务 心里总归有些过意不去 这时 有老师惊疑一声 指着台上的林宇 为什么 我感觉这小子被废以后 反而挺开心 众老师纷纷看去 只见林宇神采飞扬地站在那 眼中带笑 颇有一种春风得意的味道 这 众老师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班上 战斗戏系主任说 我知道了 他这是在用表面的欢愉 来掩盖内心的悲伤 最终 老师们勉强相信了这个解释 大会在四点钟准时结束 师生们陆续退场 林宇 赵星成走在路上 后者心情复杂 时不时瞟一眼对方手指上的戒指 眼底藏着艳线 一个平平无奇的少年 偶然捡到一个 装有老爷爷残魂的戒指 从此走上开挂之路 升级就跟坐火箭一样 反派无脑送惊艳 总能获得美女的青睐 一幕幕 似乎都在对方身上应验 赵星成就想 要是自己也能捡到这样的戒指 那该多好 弟弟 手机灵响 林宇看了一眼 痛心疾首 陈瑶发来消息 说杨主任已经催他还道具了 让他赶紧将一盒送去 瞧瞧 这说的是人话吗 林宇都能想象到 杨主任暴怒时的表情 他要是去了 能有好果子吃 目光看向一旁的赵星成 林宇忽然间有了一个主意 他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赵兄 一会儿 我们去S号食堂 大口吃肉 赵星成一愣 旋即摇摇头 S号食堂 可是要消耗学分的 我现在可没有学分 没事 我有啊 林宇笑道 这次任务 我可是赚了不少学分 请你吃顿饭 还是没问题的 赵星成听后 颇为感动 旋即又一阵验线 有学分真好 也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才能赚到学分 林宇就说 赵兄 真要赚学分 我这里倒是有一个任务 陈瑶学姐交给我的 是学分 你要是愿意 我可以把任务转交给你 这赵星成咽了咽口水 苦笑道 我大概还需要七天时间才能觉醒 现在的我 并非一能者 应该没有能力完成什么任务吧 不 这个任务其实很简单 就是帮学姐给人带句话 带样东西 赵星成一愣 这么简单 旋即有些不好意思 林兄对自己可真好 这种有手就行 躺着赚学分的任务 说给自己就给自己 多谢林兄 赵星成微笑接下这个任务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在对方眼中 看到了一丝不忍 说话间 两人已经走到食堂楼底下 去吧赵兄 我等你回来 林宇郑重其事说 正要将郭怀的义和交给对方 忽然感觉到不对劲 像是有什么人在背后盯上了他 豁然间回头 却见一青年朝他急步而来 梳着拨拨头 目光颇为不善 蔡学长 林宇面色微变 赵星成面色也变了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蔡昆 两位学弟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啊 蔡昆咧嘴笑道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们 遥想那天 两位学弟一脸诚恳地说 会助他隐藏行踪 摆脱学姐追杀 其料两人 反手就把他的位置 报给了学姐 那顿毒打给他挨的 这其实不算什么 过去就过去了 他蔡昆岂是那种 斤斤计较之辈 真要报复 也应该找罪魁祸首报复 便是新生考核上 揭发他 坏他好事的人 结果 一番打听 发现 特么还是这两人 蔡昆 哈哈 学长 真巧 没想到 我们又见面了 还是在老地方 林宇 赵星成 感觉到身身不妥 单笑两声 转身就跑 哪里跑 蔡昆冷笑一声 挥手间 水波荡漾 一片三米多高的浪花 拦住二人去路 二人僵硬着回过头 却见对方的目光 刹那锐利下来 一步步朝他们走来 觉醒四段的气息净险 七天啊 我足足在床上躺了七天 知道我这七天 都是怎么过的吗 说话间 他已是扬起拳头 嘴角带起一抹残酷的笑 啊 学长 别 误会啊 赵星成像是只小鞍唇般 瑟瑟发抖 相比之下 林宇就要淡定不少 觉醒四段 真把他惹毛了 断魂四段 他都能吊起来打 当然 保命底牌能不动用 最好还是别动用 再有 对方毕竟是学长 能不动手 最好别动手 于是 林宇道 学长 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为此自责不已 蔡坤笑了 自责有个屁用 这样 我打你们一顿 然后 我也来个自责不已 林宇叹息 学长 俗话说 渊渊相报何时了 我这里 有一个躺着 就能赚学分的任务 如果你肯放过我们 我便将任务转交给你 蔡坤一愣 躺着赚学分 还有这种好事 说来听听 林宇立刻说 就是帮陈瑶学姐 给人带句话 带样东西 做完便可获得十学分 这么简单 蔡坤表示不信 林宇点头 一脸认真道 不信 你可以现在就去问陈瑶学姐 文言 蔡坤不由信了几分 不过 还是有些狐疑 从入销到现在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种有手就行的任务 想想都绝不靠谱 眼珠子转了转 他道 这样 为防止你耍诈 先将十学分转我 林宇果断摇头 不行 万一你拿了十学分 还要打我们怎么办 蔡坤摆手 严肃道 我不是那种人 事实上 他就是这样想的 拿着学分 直接开打 至于任务 自个做去吧 行了 快把学分转我 他有些不耐地催促 林宇点点头 笑着拿出手机 给陈瑶发去短信 学姐 我也将任务转交给了蔡坤学长 他保证 会在十分钟内完成 玄机将短信拿给对方看 恰在此时 陈瑶回了一个好字 外加一个微笑的表情 蔡坤面色微变 这样一来 这任务 他接也得接 不接也得接了 不然 依照陈瑶的性格 岂会给他好果子吃 他恶狠狠地看了一眼林宇 学分给我 我现在就去做任务 林宇想了想 便从怀中 取出一枚觉醒一段的魔盒 作为心生福利 虽然林宇看不上 但他还是抽空去领了 结果魔盒 蔡坤点点头 神色稍缓 觉醒一段的魔盒 正好驾至石学分 林宇又将郭怀的意合 交给对方 并告诉对方 见到杨主任后 该说什么话 知道了 没有废话 蔡坤接过魔盒 转身离去 哼 给我等着 他打算 等完成任务 再过来打这两人一顿 出口恶气 哎 赵新成一声长叹 到头来 好事竟然便宜了这家伙 想到石学分 与自己失之交臂 他心有不甘 林宇笑了笑 与被打一顿相比 石学分又算得了什么 赵新成点点头 这倒也是 他并未听出 林宇话语中的双关 走 S号食堂 大块吃肉去 林宇招招手 杨主任办公室 蔡坤敲开门 恭敬道 杨主任好 嗯 什么事 杨主任疑惑看他一眼 明显并不认识这学生 蔡坤先进行了一番自我介绍 旋即将一枚一盒 郑重地交到杨主任手上 杨主任更加疑惑 好端端 给自己一盒作甚 你这是 哦 是这样 蔡坤立刻说出 林宇教给他的话术 陈瑶学姐让我给您带句话 您的道具 他不慎丢失 对此 他深表歉意 特拿此作为补偿 你说什么 杨主任一听 眉毛都立了起来 他可是借了陈瑶有三件道具 分别是剑魔手链 异能内甲 紫霄云剑 他全给弄丢了 骗鬼呢 这明显是不还了 可恶 一枚一盒 就想作为补偿 还他们是一枚 没什么软用的垃圾一盒 陈瑶 你可当个人吧 杨主任咬牙切齿 蔡坤感觉到身身不妥 转身要跑 杨主任却是一把拽住了他 小子 陈瑶有没有跟你说 帮他带话 很可能会被打 没 蔡坤茫然摇头 杨主任眼泛凶光 总要有人为我的道具负责 就你吧 不是 杨主任 误会 哎呀 别打了 S号食堂包箱 香气扑鼻 一道道菜肴摆上餐桌 赤眼磨牛排 磨鱼鸡的蘑菇 红烧飞翅鱿鱼 赵星成嘖嘖称奇 原来这S号食堂里的肉 都是妖魔肉 长见识了 是的呢 我们这的肉 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不会有有害物质残留 二位请放心食用 一个兔女郎装扮的小姐姐 微笑道 凌羽切了一块牛排送进嘴里 细细咀嚼 嗯 味道真心不错 肉质鲜美 特别有嚼劲 赵星成一赞不绝口 还是头一次 吃过这么好吃的肉 爱了爱了 小姐姐面带浅笑 露出两个小酒窝 二位满意就好 精益流露出的气息 至少也是觉醒八段 暗道 少风学院真是卧虎藏龙 一名食堂服务人员 都有如此实力 带着几分好奇 凌羽问道 你是我们学校的学姐吗 小姐姐摇摇头 我的哥哥是学院学生 至于我 本身潜力只有地级 无法被录取 便想着以另一种方式 留在学院 每天工作之余 还能和哥哥一起学习修炼 后来 哥哥毕业了 要我跟他走 但我还是想继续留在这里 嗯 那也算半个学姐了 凌羽笑道 学姐怎么称呼 叫我小雅吧 听到对方叫自己学姐 小雅很是高兴 与凌羽两人的距离 仿佛都被拉近了 真羡慕你们 能够在这样一所学校学习 小雅真情流露地说 凌羽就说 学姐你也不错啊 能在这样 一家食堂工作 每天都吃腰魔肉 要我是你 早就胖得走不动路了 哈哈 小雅被逗得哥哥直笑 一番闲聊后 他小跑着离开 回来时 手里面拿着一个托盘 二位 尝试一下我们这里的新菜品吧 这个就当我请你们了 嗯 谢谢学姐 凌羽笑道 赵新城挠了挠头 看向托盘里的菜品 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紫红色物体 莫名有种熟悉感 寄生花 凌羽率先辨认出 问道 小雅点点头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 报酬花 除此之外 我们这边还有蒸花花 煮花花 炸花花 炭烤花花 花花糕 花花乳 好家伙 花花叶 凌羽想到 之前那一地的寄生花尸体 终于知道他们都流去了哪里 望着盘中 那一块块紫红色物体 凌羽迟迟没有动筷子 想到花花那么 可爱 真有些下不去嘴 赵新城也有些下不去嘴 但见小雅满脸期待地看着他们 牙一咬 夹起一块就往嘴里面送 怎么样 小雅问 对啊怎么样 凌羽也问 嗯 赵新城表情夸张地摇摇头 这玩意 一言难尽 说着 又加一块放到嘴里 紧接着又是一块 凌羽差点就信了 狐一地加起一块 然后又加一块 紧接着又是一块 说说说 到后来 两人直接开枪 风卷残云般 很快 一盘的寄生花 就被两人吃完了 原因无他 太好吃了 没想到 凶残可怖的寄生花 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小雅学姐 把你刚才说的那些个花花 全都来一遍 凌羽道 好的 半小时候 凌羽 赵新城同时打了一个响歌 后者擦擦嘴 感觉一犹未尽 后又摸了摸鼓囊囊的肚子 哎呀 撑死我了 凌羽也差不多 二人起身 打算结账离去 忽然 赵新城惊一一声 凌羽 我感觉 这一餐吃下来 体内能量物质 有明显增长 他感应感应 玄机哈哈大笑起来 原本 我至少还有七天 才能够凝聚一盒 现在感觉 用不了两天了 凌羽也感应感应 体内能量物质 确实也有小幅度增长 不过没有赵新城那么明显 小雅笑着解释 虽然说 妖魔绝大部分的能量物质 都在磨合 但在其血肉中 也会含有少量 两人点点头 结完账 与对方告别 离开食堂 本餐共计消费 三十五学分 即便是凌羽这样的积蓄 也感觉有些吃不起 更别说赵新城 虽然说 贵也有贵的道理 但这也太贵了吧 赵新城多闹 一顿饭几时学分 他一个星期 都不一定能赚到那么多 不过 想到凌兄第一次来 S号食堂 就愿意叫上自己 赵新城还是很感动的 凌兄 你是真把我当兄弟啊 这时 忽然听到附近几名学长学姐 在那里交谈 听说了吗 蔡坤那家伙又被打了 嗯 他又用透视眼镜偷窥人了 这倒不是 据说 不久前 这家伙脑子抽了 要去找杨主任切磋 然后被杨主任好好教育了一顿 现在还在医务室躺着呢 死 真惨 切磋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切磋 不知道 反正杨主任是这么说的 出听消息 赵新城只觉大快人心 哈哈 好啊 被打了好啊 蔡学长活该被打 很快 他发现不对劲 蔡学长 应该是完成林兄给他的任务时被打的 那号称 是躺着就能赚学分的任务 结果 还真是躺着赚学分 而要知道 林兄一开始 可是想让自己躺着赚的 想到这 赵新城只觉 痛心疾首 林兄 你是真把我当兄弟啊 晚六点半 学校如约开展安全教育 负责教育大义心生的 不是别人 正是杨主任 林语提前与杨主任见了一面 与他闲聊 话语中 有意无意透露出 对陈妖的不满与控诉 对其以及其狗腿子蔡坤 那无耻行径的谴责 最终 获得杨主任的大力赞赏 林语 你很不错 动良之财 林语趁机向对方提出自己的想法 杨主任 我觉得 我的安全意识非常强烈 从我能从幻境与妖魔的双重攻击下逃脱 也可看出 所以 我想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参加安全教育了 眼看身上的存款即将花光 他必须去赚钱了 可不想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杨主任沉吟沉吟 想到对方已经废了 无法修炼变强 以后大概率不会上前线 也遇不到什么危险 于是点点头 那好吧 为了防止别人说闲话 签个请假条吧 林语点点头 立刻签完请假条 杨主任看了一眼上边的请假原因 一脸黑线 扶平 有问题吗 林语问 没问题 你可以走了 于是 在其他学生过来接受安全教育时 林语却是笑呵呵地与他们背道而驰 回到宿舍 林语收拾一下东西 带上新买的道具神盲 就这样离开学校 神盲共有三种形态 剑 盾 枪 林语将三种形态都尝试了一遍后 发现 还是枪形态携带起来最方便 有这样一把银白色的手枪 大小正合适 刚好能被他塞进背包里 不过 说是手枪 实际上 枪管差不多有他小臂那么粗 用手炮来形容 或许更合适 在初学院的路上 林语认真思考起来 怎样赚钱 身为异能者 赚钱的方法可以有很多 例如 抓通缉犯 对于一些穷凶极恶的罪犯 官方如果拿不定 便会发布高额悬赏 自己只需要随手抓几个领取赏金就行 例如上综艺 一档娱乐节目 专门会邀请异能者上台表演 给的出场费都不低 又例如 给人充当保镖 尤其是一些出远门 或者出国的老板 担心途中遇到妖魔袭击 会愿意出大价钱 雇异能者保护 当然 最简单轻松的方法 还是凭借异能者的强大身体素质 勾搭上一个富婆女朋友 不过 身为一位有志青年 林语肯定不会这么选 否则都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管好兄弟赵新成借就好了 是不是可以顺带着赚点学分 林语记得 新生群聊 奋发图墙里 就有下载APP的链接 于是乎 点净下载 安装并注册完后 点开APP 一个简洁的页面出现在他面前 页面中出现两个选项 学内任务校外任务 林语先点进学校任务 页面跳转 一条条任务内容出现 觉醒进任务 镇守小镇 近日 魔都附近的南星小镇 时常有妖魔作乱 前往镇守 每日奖励10学分 同时 击杀一只觉醒一段妖魔 奖励10学分 二段奖励20学分 以此类推 须上缴尸体后 才可领取学分 魔盒无须上缴 可归自己所有 断魂禁任务 猎杀海妖 近日 魔都东部海域 发生海妖袭击渔船事件 据悉 袭传海妖为断魂三段 擅长海中作战 隐秘行踪 击杀该海妖 奖励300学分 建议水系异能者前去 林语番看几眼后 皱眉 感觉 奖励的学分有点少 没办法 谁叫她第一次做任务 就获得了800学分 不过 林语也知道 自己不能眼高手低 学分再少那也是学分 目前来看 以她当前实力 也就第一个任务 镇守小镇 比较适合她 这时 又一条任务引起她的注意 觉醒断魂禁任务 灭花 学院将联合异能协会 组建灭花小分队 在全魔都 展开扫灭寄生花的行动 行动期间 每击毙一只觉醒禁寄生花 所获学分比击毙同境界妖魔 多100% 断魂禁则一致 此外 本次行动的重点是 灭杀一只觉醒禁实力 但可快速恢复成断魂 乃至逍遥境的寄生花 击毙此寄生花 奖励学分600 看到这任务的第一眼 林语就知道 自己该做什么任务了 花花这么美味 当然要去杀花花了 不过在做这个任务前 林语还是需要先考虑赚钱事宜 她隐隐猜到了什么 退出当前界面 点进校外任务 果然 和她猜的一样 一条条任务出现 任务的奖励不再是学分 而是 人民币 任务 保护 星月娱乐公司 为旗下一位女艺人 招募一位贴身保镖 确保其在巡演中的安全 要求 性别必须为女性 实力在觉醒三段以上 奖励八万元 任务 保护 一位女性登山爱好者 想要攀登珠峰 需要一位异能者做保护 由于体制原因 此人无法适应极端缺氧的环境 需要携带氧气瓶 要求能将她连同氧气瓶 一起扛到山顶 且必须是男性 会搭帐篷会哄睡 颜值必须在九十分以上 奖励 二十五万 前一个任务还算比较正经 后一个 一言难尽 这时 一个任务引起淋雨注意 任务 私家侦探 某服装厂老板 于两日前莫名失踪 妻子痛心到夜不能寐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父亲 要求 有侦探方面的从业经验 最好是异能者 奖励 五十万 淋雨沉吟沉吟 觉得还是这个任务最靠谱 于是点击接取 界面跳转 夹载中 接取成功 提示 为保护学生在外执行任务的安全 从即日起 学院将安排老师对接 每隔两小时 需要向对接老师汇报位置 以及任务完成情况 是否遇到妖魔 提示 任务期间 若击毙妖魔 则可凭妖魔的尸体 领取学分 若遇到无法对付的妖魔 需以保护自身安全 为第一前提 粗略扫了眼后 淋雨退出APP给雇主打去电话 对面几乎秒接 扬声器里 传来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喂 哪位 淋雨立刻向对方说明情况 片刻后 那边道 好 我现在就在自己家里 地址室 你过来吧 挂断电话 淋雨当即叫了一辆网约车 当得知路费要150的时候 内心狠狠刺痛了一下 一个半小时后 淋雨抵达舒尔湾别墅区 来到一栋别墅前 暗响门铃 门铃响了三声才打开 只见门内 站着一个面容憔悴的年轻人 穿着睡衣人自脱 小腹微微隆起 年轻人上下打量淋雨 你便是之前打电话 给我的那个异能者 淋雨点点头 你有从事侦探行业的经验 淋雨又点点头 前世 他曾写过一本侦探小说 不过后来扑街了 这 应该算吧 进来吧 年轻人挥挥手 招呼淋雨 来到一处真皮沙发上坐下 别墅的装修十分精致 各种摆设一看就不便宜 只是 进来后 给淋雨的第一感觉便是凌乱 各种外卖袋子 啤酒瓶子 横七竖八地丢在桌上 垃圾桶里的垃圾都快满了出来 地上还有几个协议 淋雨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好好的别墅 愣是给筑成了多人合租的地下室 年轻人自我介绍道 你好 我叫顾明朗 是我父亲顾全唯一的儿子 请问 你怎么称呼 淋雨 淋雨说道 玄杰 他开门见山道 将你父亲的基本情况 以及失踪前后发生的事情 跟我说一下吧 今年51岁经营一家服装厂 一家拖鞋厂 身体健康 性格纯良 无不良嗜好 随后 他将父亲的生平过往 大致说了一遍 淋雨忽略掉其中没有用的信息 总结来说就三点 一 身价过异的普通人 非异能者 二 前妻去世多年 不久前 娶了一个小他20岁的老婆 三 为人老实 平日里并没有得罪什么人 他边私存 边分析道 目前来看 应该不是仇家所为 不排除有人因为钱财绑架你父亲 也不排除你父亲是被妖魔所害 听到妖魔二字时 顾明朗面色微变 听说妖魔生性残暴 以虐杀人类为乐 我爸他 淋雨摆摆手 不用紧张 我只是在阐述一种可能 事实上 你父亲被妖魔所害的可能性 只有不到10% 顾明朗常常松了口气 旋即 试探问道 你是异能者 真要是遇到妖魔 能对付吗 这个尽管放心 淋雨露出高深莫测的表情 区区妖魔 不过二 前不久 我才刚杀了两只觉醒武断的妖魔 这么跟你说吧 妖魔见了我 有如钟魁见了鬼 说反了 闻言 顾明朗内心大定 虽然不知道 什么是觉醒武断 但一听就好厉害 不禁安安庆幸 自己花大价钱 请了一位异能者过来 图的就是一个安心 对了 你的父亲都失踪两天了 你报警了吗 淋雨问 顾明朗点点头 昨天报的警 不过 一天过去了 那边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说说 你父亲失踪前后 都发生什么了吧 淋雨道 顾明朗回忆了一下 说道 我爸不是前不久 刚娶了一个媳妇吗 他在附近新买了一栋别墅 作为他们两人的婚房 之后就一直跟他媳妇住在婚房里 我们时常会有联系 最近这段时间 他和我说的最多的就是 那方面有些退化了 想求一门壮阳配方 说到这里 他有些不好意思 旋即 声音低沉到 最后一次联系 是在两天前的中午 他忽然跟我说 要将所有资产 转到我的名下 也没说为什么 当我晚上在联系他的时候 就联系不上他了 去他住的地方 却只看到那个女人 问他父亲去哪了 他说不知道 淋雨察觉到对方眼中的怨气 问道 你不喜欢你的后妈 顾明朗点点头 我很确定 那女人是因为贪图我父亲的钱 才嫁给她的 看起来体贴温柔 实际上全是惺惺作态 就拿我父亲失踪后 她的反应来说吧 我没有从她眼中 看到一丁点担忧 反而看到一丝窃喜 说到这里 她已是咬牙切齿 你说 我父亲的失踪 会不会就与她有关 因为得知 父亲要将财产转到我名下 一分不给她 她急了 淋雨微微汗手 对方的猜想不无道理 玄机皱眉 这件事情 你应该告诉警察同志了吧 警察同志怎么说 顾明朗苦笑 能怎么说 这只是我的怀疑 一切都要讲究证据 可警察一番调查后 并没有找到那女人作案的证据 她一声叹息 眼看迟迟没有父亲的下落 而那女人 已经在打父亲资产的主意 我实在没办法 所以才想着 找私家侦探 淋雨私存 就目前来看 顾明朗的后妈 确实最有嫌疑 当然 前提是 对方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这样 带我去见见你那后妈吧 淋雨道 顾明朗却是摇摇头 见淋雨皱眉 她解释道 那女人已经和我翻脸 她是不会见我的 尤其是我还带一个陌生人过去 她怕是连门都不会给我开 淋雨想了想 这样吧 你把她住址给我 我自己过去 好 几分钟后 淋雨来到附近一栋别墅外 暗响门铃 只是 门铃响了又响 迟迟不见有人开门 淋雨皱眉 正当她以为里面没人时 门忽然咔一声打开 门内站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容貌娇吼 体态风鱼 衣服和头发略有些凌乱 她一边整理一边问道 什么人 淋雨表情肃穆 道 你好 请问是顾全先生的妻子吗 我是一位侦探 对于你丈夫的失踪 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你 女人喝得笑了一声 顾明朗让你来调查我的 看样子 她还是不死心啊 她上下打量淋雨 嘖嘖道 长得倒是不错 就是不知道那方面行不行 摇了摇头 她道 回去吧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顾全的失踪 与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其他的 你无权过问 说着 她啪一声关上房门 不给淋雨任何机会 对此 淋雨早已有预料 脸上的表情 没有任何变化 常规方法进不去 她这里还有非常规方法 下一秒 她身周的光线开始扭曲 很快 身形就此隐去 若隐若现间 还是能够看到一点轮廓 不过 问题不大 淋雨又激活手指上的戒指 使得没人能听到 她发出的声音 做完这一切 她便光明正大的纵身一跃 跃起两米多高 右脚在墙面上用力一蹬 再跃起 直接落到别墅二楼的阳台 阳台上 正挂着几件女人的贴身衣物 蕾丝的 一旁的门并没有上锁 淋雨转动门把手 进入屋内 进去以后 左手边便是楼道 脚步声从楼道中响起 先前的女人扭着腰 从一楼走上来 来到二楼 女人并未停留 继续朝三楼走去 淋雨翘无声息地 跟在其身后 来到三楼一间房间 此时那房间的大床上 赫然躺着一个赤条条的男人 虎背熊腰 浑身见紫肉 让淋雨第一时间 联想到一种职业 健身教练 淋雨面色古怪 显然 那位失踪的顾全先生 头顶已经绿油油了 不知道 他知不知道 淋雨没有走入房间 而是往后退了几步 站在阴影之中 以免被两人发现端倪 怎么了我的小宝贝 那浑小子又来找你麻烦了 男人问 女人点点头 关上房门后 说道 他找了一个侦探部来调查我 不过 被我打发走了 淋雨竖起耳朵 以他异能者的听力 隔着房门 男子呵呵一笑 那小子还真是不死心啊 不过他注定什么也查不到 女人也笑了 毕竟 老头子失踪 跟我们真没有什么关系 几天前 他对我的态度突然变得冷淡 我还有点慌来着 担心他知道了我们的事 可没想到 他转头就失踪了 啪 那是巴掌打在某个 极具弹性的部位上 发出的声音 男子大笑 失踪好啊 没有那老东西 现在咱俩想什么时候玩 就什么时候玩 场地也不仅限于健身房了 啊 接下来是一段少而不移的音频 凌羽全程皱眉 忽然间脑中灵光乍现 对于顾全的失踪 他有了一个猜想 不过 需要从这两人身上进一步印证 于是 咔一声 凌羽推开了房门 兴许是两人太过投入 又兴许是凌羽隔绝了自己的声音 以至于他的推门而入 两人并没有察觉 还在那里 繁衍生息 可 凌羽有种进入岛国动作片拍摄现场的即视感 说实话 有些尴尬 他干咳一声 停止向戒指中注入异能 身形也随之显现出来 紧接着 一个响直打出 啪 一刹那 床上的一对男女浑身俱阵 僵硬地扭过头 只见一个梳着拨拨头 样貌普通中 带着一丝猥琐的青年 不知何时 出现在房间内 啊 女人尖叫一声 小猫一样蜷缩进被褥里 只露出半个脑袋 并迅速双手无脸 熟练地叫人心疼 男人也是 吓了一跳 男人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少风学院 蔡坤 林语道 刚刚 他施展幻景 两人看到的 正是蔡学长的伟案英姿 林语心说 这样 果然就不尴尬了 少风学院 女人惊呼一声 男人的瞳孔急剧收缩 在华国 异能院校不守 最有名气的 就那么武家 而对于身在魔度的人来说 少风学院四个字 更是如雷贯耳 你是异能者 男人颤声问 事实上 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普通人又怎么能无声无息 出现在他们面前 林语点点头 见两人紧张兮兮地望来 他摆摆手 放心 我不是来捉奸的 只是有问题想问一下你们 关于顾全顾先生 两人对视一眼后 无奈地点点头 问吧 若林语是一名普通人 他们会直接碾人 让他有多元滚多元 但他是异能者 尤其 还是少风学院的异能者 这样的人能不得罪 还是尽量不要得罪 那个 你说 你的丈夫 前几日对你的态度 突然冷淡下来 怀疑你可能出轨 可有此事 林语问 是 有 女人面颊羞红 一双眼睛透过指缝 打量面前这个名叫 蔡坤的年轻人 她没想到 先前自己和男人的谈话 都被对方听得一清二楚 林语点点头 又问 你的丈夫失踪当日 你是不是去健身房健身了 女人文言 脸更红了 孽如道 是 林语笑了 和她预料的一样 将自己带入顾全的角色 在怀疑妻子出轨时 气急败坏下 会做什么 一 准备离婚 二 准备好转移财产 确保离婚后 这女人一分钱也捞不到 三 寻找妻子出轨的证据 比方说 在妻子去健身房的时候 偷偷尾随 当场捉奸 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顾全失踪了 谁干的 显而易见 林语的目光陡然间变得锐利 历声鹤问 那天 你们在健身房 是不是被顾先生抓了个现行 更是在恼羞成怒下 对其痛下杀手 文言 女人先是一脸茫然 随后 连连摇头 没有 我们当天玩得很尽兴 没人打扰 更没有像你说的那样 是啊 男人也摇头 那老头的失踪 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即便你是异能者 说话也要讲证据 证据 林语笑了 普通侦探破案才需要证据 身为异能者 有的是办法 让两人开口说真话 他豁然间上前两步 一把拽住男人的脖子 将其从床上提了起来 与此同时 幻境施展 此刻 在对方眼中 林语已从一个波波头青年 变成了一只血眼双头的怪物 正面带猙獰的看着他 妖 妖魔 男人大叫着 整张脸变得惨白 身体止不住的颤抖 林语现在施展出的幻境 还有些生硬 实力强大的异能者 一眼就能辨认出虚实 但只是普通人的他 却是无法辨认 林语就这样 沉默注视着他 一秒 两秒 三秒 终于 在男人即将被吓傻时 林语开口道 将荡日的真相 原原本本说出来 不然 吃了你 男人颤抖得更加厉害 连连点头 好 我全都告诉你 当日 我们先做了腰腹运动 然后去了泳池里游泳 最后在SPA馆 做了全身保养 男人用一种 要将哭出来的语气 将他二人在健身房 从调情到健身的全过程 仔仔细细说了一遍 林语 我让你说这些了吗 可 我们就只做了这些啊 男人弱弱道 林语直视对方的眼睛 见对方虽然恐惧 却是咬牙 没有回避 他皱眉 不像是在说谎 难道 真不是他们干的 随手将男人丢回床上 林语又看向女人 此时 女人已是尖叫声不断 面无血色 眼泛泪花 我什么都跟你说 求求你 不要吃我 林语问了相同的问题 女人咬着唇 在那里细声细气的讲述 内容和男人大体一致 没说一半 便被林语打断 好了 不用说了 林语面色不是很好看 真不是他们 林语不禁反省 自己的分析 哪里出了问题 丈夫为了捉奸 一路尾随妻子 结果 肩没捉成 还把自己给捉失踪了 林语摇头 想了好几遍 也没想清楚 问题出在哪 忽然 思想到什么 林语再度看向女人 试探问道 你在健身房出轨的 是不是不止他这一位健身教练 女人当时就惊了 瞪大眼见 你怎么知道 男人当时也惊了 不可置信地看着女人 身为出轨对象的他 完全不知道 他还有其他出轨对象 林语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这样一来 就能解释了 顾先生前去捉奸时 以为妻子在和另一位教练做健身 于是捉错了奸 期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导致顾先生失踪 现在 只要找到另一位健身教练 应该就能找到顾先生 将一切都物理一变后 林语豁然贯通 玄机他看向女人 问道 说吧 你的另一位出轨对象 是哪位健身教练 这 女人有些犹豫 见林语目光锐利看来 他只得羞红着脸说道 名字有点多 既不太轻了 应该和每个男教练 都出轨过吧 林语 男人 一句话后 女人沉默地低下头 男人则有些怀疑人生 顾先生 极爱 林语心说 随后 他啪地打了一个响指 将两人拉进一个幻境 好好反省吧 你们 两人只觉眼前一花 周围景物瞬间变化 一面面围墙错综复杂地排列着 像是一座迷宫 将他们死死困在里面 幻境大概能持续十二小时 也就是说 之后的十二小时 两人将被困在当中 哪也去不了 这么做的目的 自然不是让两人真的去反省 而是不想 他们有机会与外界取得联系 从而通风报信 打草惊蛇 另外 若最终发现 两人对他说了谎 林语也好回过头来收拾他们 你 你对我们做了什么 男人惊恐地拍打着一旁的墙壁 对于他来说 触感与真实无异 这便是幻境最可怕的地方 让人分不清 虚幻与现实 求求你 放我们出去 女人苦苦哀求 两人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 对方哪里是妖魔 分明是拥有强大能力的异能者 在他们看来 林语一定是把他们带到了什么一空间中 但事实上是 他们一直就在床上 好好反省吧 时间一到 我蔡坤自会放你们出来 林语淡淡道 对了 把那家健身房的地址告诉我 女人一番犹豫后 点点头 地址是 林语一言不发地离去 走的时候 顺手将床头柜上的手机丢出房间 断绝他们最后一丝念想 该死 蔡坤 马德 异能者就能为所欲为吗 两人内心咒骂 心说等自己脱困 一定要去少峰学院投诉 林语上网查了一下 女人口中的这家健身房 从图片上来看 倒是挺有格调 装修奢华 一般人还真去不起这种地方 看了一眼营业时间 早八点到晚八点 现在已经接近晚十点 那边应该已经关门歇夜 看样子 只能明天再去看看了 回到顾明朗所在的别墅 刚一进门 对方便一个剑步迎了上来 眼中带着期盼 怎么样 调查出什么结果没 林语点点头 顾明朗一愣 旋即狂喜 说实话 他也没指望林语 这么短时间内 真查出什么来 说说看 你都查出什么 那女人是不是真有问题 他问 林语又点点头 见对方如此高兴 有些不忍的说道 我说的问题 可能与你想的不一样 在对方疑惑的目光下 他将其后妈所作所为 大致说了一遍 顾明朗听后 嘴角抽搐 双拳死死握紧 那女人 真不是个东西 他有想过 那女人可能已经给父亲戴了绿帽 不曾想 那不是绿帽 是一整片草原 林语很能理解对方此时的心情 拍了拍对方的肩膀道 想开点吧 这年头 谁头上没点绿 再说 被绿的是你父亲 又不是你 顾明朗一听 这才好受了一些 心中发誓 一定要那女人付出代价 玄机 他问道 那我父亲的失踪 你有眉目吗 林语便将他的猜测说了出来 你的父亲 应该是跟踪你后妈去了健身房 在那里 与你后妈的出轨对象起了冲突 由此导致的失踪 顾明朗听后 一阵沉默 眼神复杂 时而苦笑两声 半上 他道 你有办法找到我父亲的 对吗 迎上对方那略带祈求的目光 林语实话实说道 如果你父亲还活着 我会尽我所能 把他找出来 但如果他已经死了 恕我无能为力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顾明朗点了点头 见林语四还想说什么 他笑道 放心吧 若我父亲真死了 只要你能找到他的尸体 我也会给你十万佣金 另外 若能抓到害死他的凶手 我再给你四十万 林语笑着点点头 这样一来 不管找到的活人还是死人 五十万都没得跑了 明天一早 我便前往健身房调查 林语道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那个 明天能带我一起吗 我也想尽一份力 顾明朗问 林语想了想 点点头 可以 麻烦你了 顾明朗露出微笑 旋即提议道 今晚就在我这里住下吧 我去给你收拾房间 不用了 林语摆摆手 想到自己现在的存款 似乎连宾馆都住不起 他立刻改口 我是说 不用收拾房间 我睡沙发上就行 顾明朗打了个哈欠 那好 不打扰你 我去睡了 等等 林语指了指一旁 一桌子的外卖袋子 啤酒瓶子 闻着这味道 让他怎么睡 收拾一下 好 四日清晨 林语睁开眼 从沙发上坐起 事实上 他并没有睡 而是盘坐修炼了一整晚 此刻的他 只觉能量物质充沛 神清气爽 另一边 顾明朗打着哈欠 睡眼惺忪地 从楼梯上走下来 走吧 两人没有耽搁 就此启程 顾明朗开着一辆 黑色小轿车 一路急驰 十五分钟后 抵达目的地 大牛健身会所 走入其中 立刻有身穿套裙的 接待人员迎了上来 晃着白花花的大腿问道 二位好 请问是来健身的吗 林语看他一眼 不然呢 接待员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二位应该是第一次来 我们这吧 需要我给二位介绍一下 我们这的健身套餐吗 不用 林语白白手 我们就是来体验一下 体验完了就走 这样 将你们这里的私人教练 全都给我喊来 我们看看 哪个顺眼就挑哪个 抱歉 我们这里的私人教练 只为YIP客户服务 接待员露出尴尬 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YIP的价格是五万一月 请问 要办理吗 看林语两人的穿着 不像是有钱人 因而在他看来 两人大概买不起YIP 顾明朗微微一笑 接下来是他表现的时候了 平日里 因为喜欢用普通人的方式 与人相处 所以穿的都很低调 而现在 不允许他低调了 不就是一个YIP吗 来 给我办他一个月 却见他从怀中 掏出一张银行卡 正要递给接待员 却被林语抬手阻止 正经人 谁买VIP啊 却见他啪的一打响指 接待员一下子待在原地 紧接着 露出无比谄媚的笑容 老板 是我见过最大方的老板 我是02号接待刘仙 从现在起 我只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 满足您的一切需求 顾明朗傻了 林语的操作 给他整不会了 明明一分钱也没掏 怎么就成老板了 他不知道的是 在林语制造的幻境里 林语已经买了十年的VIP 接待员能不激动吗 想想他提成 做梦都能笑醒 好了 赶紧把我要的教练喊来 林语催促 接待员忙不迭点头 很快 实名穿着性感 录着肚脐和马甲线的女教练 被请了过来 可 那个 我要的是男教练 花音落下 感觉 场中的气氛有些不对 男教练 原来这位老板好这口 一道道怪异的目光 看向林语 林语察觉到了 立刻看向顾明朗 不就道 明朗啊 男教练 是专门为你叫的 不用谢我 顾明朗面色一僵 林语这话 没毛病 但 放到当前场合来说 很有毛病 不出所料 一道道怪异的目光 成功改变注视对象 接待员努力控制脸上表情 用饱含理解与包容的声音说道 稍等 我这就将我们这的男教练喊来 各种类型的都有 包您满意 这话 自然是对着顾明朗说的 顾明朗 由于健身房早上刚刚营业的缘故 没来什么客人 私人教练个个都很空闲 十名女教练眼见没人选自己 摇着头 有些失望的离去 很快 十二位男教练被请了过来 他们身穿低领背心 露出结实的手臂和胸肌 在接待员的示意下 齐齐向顾明朗鞠躬 老板好 随后 他们开始尽情展示身材 秀肌肉 一副老板快来选我的样子 顾明朗 顾明朗看着他们 咀嚼肌微微凸起 眼中带着极度的厌恶 这些 可都是他父亲头上的 草原 当中 更是有人导致了他父亲失踪 林语拍了拍他的肩膀 示意他稍安勿躁 自始至终 林语都很平静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 顾明朗深吸口气 压下各种无关紧要的情绪 接着 向林语头去询问的目光 接下来怎么做 即便知道 父亲的失踪 是他们其中之一所为 但要如何找出那个人 林语笑了笑 他自有办法 把你的手机给我 顾明朗有些疑惑 但还是将手机解锁后 递给林语 林语点开相册 在其中翻出一个 秃顶老年人的照片 只给顾明朗看 顾明朗知道 对方这是在问他 这人是不是他父亲 点点头 玄机 他更加疑惑 林语想干什么 直接拿照片上去问吗 这样真能问出什么东西来吗 事实上 林语只是想知道 对方父亲长啥样 下一秒 却见他啪的一个响指打出 在场所有人 除顾明朗外 皆被林语拉入幻境当中 而这个幻境 与现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 此时 正有一个秃顶老年人 从门外走来 接待员疑惑地迎了上去 您好 请问 您是来健身的吗 眼中带着若有若无的嫌弃 说实话 若不是看对方穿着还算贵气 他还真懒得搭理对方 林语则在不动声色地打量 那十二名男教练想看看他们中 有谁表情中出现明显的异样 若有 那人八成就有问题 目光从这些人中一一扫过 片刻后 他愣住了 没有 怎么会 林语只觉匪夷所思 这年头 罪犯的心理素质都这么强了吗 林语继续试探 只见秃顶老头绕过接待员 大摇大摆地走向那十二名教练 冷笑道 怎么 不记得我了吗 十二名男教练 齐齐露出疑惑的表情 面面相去 一人问道 你们有谁认识他 其余人皆摇头 图顶老年人露出争鸣的笑 以为装不认识就有用了吗 我告诉你 你对我做的一切 我会加倍奉还给你 十二人再度面面相去 很快 有人破口大骂 你肯磨神经病吧 去去去 我们这里不欢迎神经病 接待员也皱眉 老先生 鉴于您精神方面可能存在问题 我们这里不欢迎您 离开吧 你们一点也不遵老阿诱 秃顶老年人满脸委屈的走了 凌宇这边 面色肉眼可见变得难看 完全看不出这些人有问题 顾明朗整个人都不好了 在他的视角里 接待员以及教练们 莫名其妙跟一团空气说话 一口一个神经病 你们才是神经病 旋即 目光狐疑看向凌宇 感觉 这事是凌宇弄出来的 但他没有证据 凌宇忽忽然问道 你们这边的男教练 都在这里了吗 接待员立刻恢复调媚的笑容 道 都在这里了 凌宇皱媚 这边意味着 他的猜测 貌似又出了问题 顾先生如果真来这里捉奸 为什么 十二名男教练 没有一个认识他的 难道 自己一开始就错了 等等 凌宇脑子里闪过一个 不那么正经的猜想 可 那个 把你们这里的女教练 重新叫过来吧 接待员一愣 玄机冲凌宇惠心一笑 好的老板 顾明朗目瞪口呆 说好的 来给他找父亲呢 怎么就打起了女教练的主意 他频频给凌宇识眼色 凌宇仿若未见 另一边 十二名男教练 继续给顾明朗绣肌肉 老板 您看 我身材好吗 顾明朗 很快 十名性感女教练 重新站在凌宇面前 纷纷微笑着 开始绣自己的身材 将各种优美曲线 展露给凌宇 顾明朗很想说 要不我们换一下吧 凌宇面无表情 啪的一个响指打出 幻境在起 先前的秃顶老年人 再度从门外走进来 这次直接走向女教练 凌宇目光一宁 就见十名女教练中 有一人的表情 发生明显变化 带着惊讶与不敢置信 像是一个本该死去的人 又活生生站在了她的面前 那种刹那间的震撼感 很难被掩饰 凌宇手抚额头 弄了半天 事情的真相 果然如她最后才的那样 顾先生一路尾随妻子 到健身房 打算捉奸 然后办了一个VIP 再然后 跟一个女教练健身去了 凌宇几乎可以确定 该名女教练 便是导致顾先生失踪的真凶 此刻 她没有犹豫 在所有人惊恶的目光下 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动如雷霆的出手 要将该名女教练直接拿下 啊 那是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只是下一秒 尖叫声就变成了嘶哑的咆哮 就见那名女教练的皮肤 寸寸开裂 血肉如洞间 身体陡然膨胀一圈 整张脸变成坑坑洼洼的血红色 一下子 从一个妖娆性感的女子 变成一只猙獰可怖的妖魔 所有人目瞪口呆 紧接着 一声声 尖叫在场中回荡 妖 妖魔 快跑 好 妖魔嘶吼一声 手指上伸出一根根锋锐的指甲 朝凌羽当头抓去 凌羽有些惊讶 自己这都能遇到妖魔 旋即眼睛发亮 在她这里 妖魔就等于 薛芬 眼前这只妖魔 看起来挺吓人 实力其实也就觉醒一顿 凌羽根本不需要惧怕 只见她一只手掏出一枚磨盒 猛吸两口能量物质 另一只手上 一抹幽蓝色光刃划过 噗 那只身像她的 生满风锐指甲的手 直接被削了下来 妖魔惨叫一声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凌羽 这时候 方才发现 对方看自己的眼神不对 这么兴奋是咋回事 不等她多想 啪 一个响指过后 她的面前 立马多出十二个凌羽 琪琪朝她微笑 琪琪朝她挥砍匕首 妖魔只觉眼花缭乱 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她的眼睛死死瞪着 最终 她怒吼一声 扑向其中之一 被看出来了 琪琪眨了眨眼睛 看来 自己的幻境 还是不够真实 不过 她倒也没有慌张 手中匕首一闪 将对方另一只手 也削了下来 旋即侧身 躲开对方的扑击 妖魔一击落空 迎接她的是 自侧后方次来的匕首 扑 匕首精准呜呜的 刺进头颅中 搅动两下 妖魔眼眸一暗 僵硬着倒下 全场一片安静 所有人呆呆地看着 前一秒 令得他们闻风丧胆的妖魔 后一秒 就被淋雨杀了 义 义能者 接待员苍白的脸上 露出一抹震撼 怎么也想不到 开了十年夜不的老板 竟然是一名强大的义能者 顾明朗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刚刚 女教练变身妖魔 差点把她魂都给吓出来 不曾想 三两下就被淋雨解决了 不愧是少风学院的人 厉害 很快 她眼睛一暗 自己的父亲 这时 九名女教练齐齐看向淋雨 目光灼灼 脸带朝红 紧接着一步步朝她走去 就在众人以为 他们要上去讨好老板 现殷勤时 突然 他们的皮肤寸寸裂开 露出坑坑洼洼的血肉 身体骤然膨胀 他们 也是妖魔 一连串的尖叫在场中响起 众人 只觉头皮发麻 十名女教练 竟全是妖魔 顾明朗刚刚收起来的魂 又差点被下眉 好 一声声嘶哑地咆哮 从妖魔的喉咙里发出 此刻 他们的目标明确 没有管四处逃窜的众人 目标直指淋雨 如野兽一般 扑了过去 淋雨瞳孔一缩 眼前变故 令得她也有些始料未及 不过很快 她的眼中再度充斥兴奋 这些 可都是学分啊 淋雨倒也不敢拖大 对方数量上 足以碾压她 一个弄不好 谁猎杀谁真不好说 对了 可以试一下新买道具的威力 淋雨心面一动 当即放下背包 从中取出一把银白色手枪 同时 还不忘制造一个幻境出来 给自己拖延时间 创造机会 煞时 在妖魔们眼中 凭空出现108个淋雨 朝他们投去挑衅的目光 妖魔们眼韵 瞪着卡兹兰大眼睛 开始找不同 很快 不同找到了 他们纷纷怒吼着 扑向其中之一 而那其中之一 已是举起手枪 将枪口对准他们其中之一 异能注入 开火 轰的一声 一枚异能子弹 带着极致绚烂的光芒 射入一只妖魔脑中 直接将其脑袋打穿 鲜血四剑 好强的威力 凌羽咋舌 眼睛发亮 不过 手枪拥有强大威力的同时 也拥有强大的后座力 此刻 凌羽手臂就被震得有些发麻 大概一秒内 无法再进行瞄准射击 而剩余的八只妖魔 已是撇开嘴朝他扑来 丰锐的指甲 抓向他的要害 关键时刻 凌羽切换道具形态 神盲枪变成神盲盾 护持在他身前 滋啦滋啦 指甲与盾牌摩擦 发出尖锐的声响 盾牌上 不留一点划痕 凌羽则被一股距离 撞得连连后退 好在 自身并不大碍 快速闪身 躲开妖魔们的第二轮扑击 手中 神盲盾开始像液体一样融化 很快 塑形成一柄三尺长剑 剑刃薄封锋锐 刷 凌羽对准一只妖魔的脑袋 就是一剑 一道银白色剑芒劈出 直接将一只妖魔腰斩 凌羽的眼睛越来越亮 无论是神盲盾的防御力 翼或者神盲剑的攻击力 他都十分满意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消耗有些大 就这几下攻击外加切换形态 已经快将他的能量物质抽空了 此集 剩余七只妖魔又朝他扑杀过来 兴许是见到一连三位同伴被斩杀 他们的眼中 已然带着几分恨意与疯狂 凌羽继续切换神盲盾进行防御 一时间 滋啦滋啦的声音不绝于耳 凌羽一边退 一边手持磨盒 疯狂吸收能量物质 进行补充 只是 补充得有些慢 毕竟磨盒中 很大一部分能量物质 是无法被吸收的 凌羽咬牙 收起磨盒 一枚赤金色的异合 出现在他手中 煞时 精纯的能量物质被他吸收 很快就将能量物质补充上来 凌羽一声冷笑 打够了吗 现在 换我了 说说说 神盲盾切换成神盲剑 几下批斩 一只妖魔当场隔屁 另一只手中 点点光雨 汇聚成片片飞镖 被他投掷出 配合上幻境 在妖魔们眼中 直接就变成了成千上万片飞镖 一时之间 难辨真假 扑扑扑扑 妖魔们的身体 被打出一个又一个血洞 身形亮腔间 凌羽已是举起神盲枪 瞄准 射击 一气呵成 哄 一只妖魔当场被爆头 随着妖魔的数量不断减少 已经对凌羽造不成多大威胁了 之后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 凌羽一脸斩杀四只妖魔 最后一只妖魔 则被他削去双臂 尖叫着 向外顿逃 哪里跑 凌羽提剑就追了上去 此集 顾明朗等人 早已逃出大牛健身会所 隔着一段距离 心有余悸的妄想那边 太可怕 太可怕了 冰男教练双手无脸 在那里不断尖叫 接待员更是颤抖着 双腿发软 走不动路 他们基本上 天天都会和那些女教练打交道 岂不是说 他们一直都在和妖魔打交道 想想 都一阵毛骨悚然 再有 剩下的人里 还有没有妖魔了 众人眼中带着警惕 纷纷与其他人拉开距离 有人不确定地问 对了 那位老板 没事吧 接待员苦笑 记得跑出来的时候 他还看到 凌羽被打得节节败退的一幕 那位老板虽然很厉害 单独能斩杀一只妖魔 可遇上九只妖魔 怕也是凶多吉少 众人纷纷点头 一位男教练道 不过 他的死 换来我们所有人的生 也算是死得起锁吧 去你妹的 死得起锁 顾明朗狠狠瞪了眼那人 谁告诉你说 他就一定会死 话落 顾明朗又一声不吭地低下头 双拳死死握紧 他 真的能活下来吗 这时 一声耻耳的尖叫 引起众人的注意 众人寻声看去 就见一只断去双臂的妖魔 从健身房里逃了出来 在其后方 凌羽踢着一柄银白色长剑 仿若天神下凡一般 对其穷追不舍 这 众人纷纷瞠目结舌 和他们预想中的完全不一样 凌羽不但没有死 反而打着妖魔一通追杀 这也太牛奔了吧 顾明朗先是一愣 旋即大喜过望 他就说嘛 凌羽一开始表现得那么厉害 哪那么容易死 嗯 凌羽挥起神盲剑 就要对着前方妖魔 一剑消首 忽然注意到 这只妖魔 似乎再有目的地 朝着一个方向顿逃 就好像只要逃下去 就有希望活命一样 凌羽顿时有了一个想法 追下去看看 常见批示一致 凌羽略微沉膺后 选择任其继续逃亡 自己则继续跟下去 他也知道 这样 极大可能会遇到危险 不过 他还是想尝试 毕竟 危险与收益 往往成正比 当然 手握强有力的底牌 才是他敢如此冒险的 最主要原因 妖魔一路逃亡着 很快就从顾明朗等人的视线中远去 一同远去的 还有凌羽 凌羽顾不上解释 追着妖魔 穿过好几条街道 耳边频频响起路人的尖叫 卧槽 这 妖魔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怎么会有妖魔 而且 还被一个人类追着跑 我的天 我都看到了什么 逃亡期间 妖魔嘶吼着 几次想要攻击挡路的路人 每到这时 凌羽都会拿着神盲盾 给他脑袋上 框框来两下 一次 两次 一连八次之后 妖魔老实了 见了路人都要绕着走 对此 路人也是嘖嘖称奇 这怕不是假的妖魔吧 更有胆大的小姐姐 直接凑过来 要跟妖魔合影 妖魔 凌羽眉头一皱 眼见这只妖魔 竟真的与小姐姐乖乖合影 当时就察觉到不对劲 他才不信妖魔会真的老实 唯一的解释就是 对方不愿在途中横生事端 想尽快将他带去目的地 或许 从一开始 这只妖魔想的 就不是自己能活命 而是怎么坑死他 凌羽多长了一个心眼 想了想 拿出手机 给负责对接任务的老师 打去电话 简要说明了一下 当前情况 嗯 我知道了 电话里 响起一个温婉女老师的声音 凌羽同学 能描述一下 你所遇到妖魔的特征吗 我是物种研究系的老师 兴许能给到你一些帮助 好 凌羽当即将面前妖魔的特征 描述给对方 石脑朔 女老师几乎是瞬间 就念出该妖魔的名字 她的能力是 天华府 位于魔都二环的高档别墅区 相较于舒尔湾 每平米的房价 还要高出20%至25% 当然 贵也有贵的道理 在这里 每栋别墅 都附带有一个花园 此刻 22栋别墅花园内 满地鲜红 一具又一具无头尸体 堆放在地上 血腥味飘散 尸体旁 是一把太尸椅 大牛健身会所的老板 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 正闭着眼 满脸惬意地躺在上面 时而睁开眼 看向花园中央 在那里 栽种着一棵三米多高的树 大概有成年人腰身那么粗 树上没有长枝叶 而是长了十个人类脑袋 一阵风吹来 脑袋在树上晃啊晃 像是随时可能掉下来 大概还要多久成熟 中年人问道 回大人 马上 树上 十个脑袋起起张嘴 片刻后 脑袋剧烈摇晃 而后像是熟透了的苹果一般 从树上掉落 中年人微笑着站起身 将掉在地上的脑袋一一捡起 接着又将它们一一放到无头尸体上 二者拼接起来 十分契合 似乎 这些脑袋 原本就是长在它们上面的一样 一阵血肉蠕动过后 脑袋与尸体紧紧相连 下一瞬 尸体纷纷从地上站起 生命体征恢复 心脏重新跳动 竟是都活了过来 拜见大人 十人齐齐向中年人行 参拜大礼 嗯 中年人扫了一眼后 满意地点点头 面前的十脑树 每个月都能嫁接十个脑袋上去 培育一个月后 将脑袋重新安到身体上 便可使这些身体 一变成妖魔 这些妖魔 将完全由十脑树的意识所驱使 仿若傀儡一般 所以 也称它们为 十脑癸 这是中年人培育的第二批 十脑癸 记得第一批的培育 是在两个月前 他借开派对的名义 将健身会所的十名女教练 全部喊到了这 大人 可以开始第三批的培育了 一名十脑癸恭敬道 中年人摆摆手 去吧 把前几日刚抓的十个人带上来 好 几分钟后 一共十人被从地下室拖了出来 全是男性 一个比一个油腻 其中赫然就有一个秃头老年人 此时 老年人已是眼窝深陷 面无血色 三天前 他跟一位女教练健身 女教练说 可以带他来自己家里健身 他心痒痒的 就来了 然后 他就看到了比恐怖片还惊悚的一幕 一棵树上 长着十个脑袋 他当时就在想 他的脑袋 会不会有一天也长在上面 没想到 想法这么快就要应验了 啊 我不要 求求你们 放过我好不好 放过你 一只十脑狂笑盈盈地看着顾先生 当然可以 等我们先将你的脑袋 挂在树上培育一个月 等你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 随时可以放了你 不 我不要 顾先生连连摇头 语气中带着哀求 你们想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们 是啊 我们有的是钱 只要放过我们 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任何条件 其余九人也哀求到 然而 任凭他们如何哀求 十脑狂们始终不为所动 一根根锋锐的指甲 从他们手中弹出 就要抓下这些人的脑袋 忽然 他们的动作一僵 紧接着 一个个眼中划过争鸣之色 发出一声声嘶吼 怎么了 中年人皱眉看来 回大人 就在刚刚 第一批十脑狂中 有一只传来消息 另外九只 已被一名人类异能者杀死 大概一公里范围内 十脑狂之间的意识 可相互连接 异能者 什么实力 中年人眉头皱得更深 觉醒一段 见中年人面色骤然间冷立下来 十脑狂忙到 大人息怒 主要是因为 对手手里有一件强大的异能道具 他们这才拿他没办法 不过现在 那名异能者 已经在被引来我们这边的路上 倒是以大人的实力 定能诛杀他 中年人面色 这才稍稍缓和 事实上 死几只十脑狂 并不算太大的损失 只要十脑狂还在 便能源源不断铲出十脑狂 深吸口气 他道 准备好撤退事宜 等杀了那名异能者 立刻撤离这里 是 凌羽听着老师的讲述 渐渐对十脑狂有了清晰的认知 十脑狂一经栽种后 便无法移动 自身没有什么战力 也无法吸收能量物质变强 唯一的能力便是 每个月产出十个十脑狂 十脑狂的实力天花板 也只是觉醒一段 这样看 十脑狂根本不足为惧 凌羽说 不可掉以轻心 女老师严肃提醒 虽说单个十脑狂 实力确实很一般 但如果数量有很多呢 想了想 他提议道 我觉得 你最好还是不要追下去了 有些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 通知异能协会 让他们来接手吧 好的老师 凌羽点点头 老师的话 自然是要听的 当然 听听就好了 收起手机 凌羽全力运转呼吸数 吸收磨合中的能量物质 几分钟后 能量物质回满 他也一路跟着十脑狂 跟到了天华府别墅区 站住 高档别墅区 闲杂人等禁止入内 一名保安走过来 趾高气扬的吼道 然而 当看清面前是什么东西时 保安面色骤变 差点当场下晕过去 妖 妖魔 一人一妖魔从他身旁经过 都没有理会他 很快 十脑狂来到二十二栋别墅前停下 就是这了吗 凌羽笑了笑 没有犹豫 挥起神盲剑 直接将之一剑削手 紧接着 又是一剑 将别墅大门破开 门内是一座不大的花园 满地花朵被染成鲜红之色 风一吹 血腥味扑边来 凌羽紧绷着身子握紧神盲剑 缓步走路 生怕突然间就有妖魔朝他扑来 然而 令他意外的是 预想中的危险并没有发生 别墅内空空如也 什么石脑树 石脑葵似乎早已不知所踪 一番搜查下来 唯一的收获便是在花园中央 发现一个深坑 石脑树原本应该就是栽种在这 坑内的土还是湿漉漉的 没有被风干 这说明石脑树刚被拔出来不久 看样子 自己还是来晚了一步 凌羽眉头微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最后来到地下车库 同样是一键破门 凌羽提着剑走了进去 里面光线昏暗 可是度很低 凌羽朝四周看了看 好不容易找到照明开关 刚要按下 突然 好 好 几声嘶哑的咆哮从他耳边响起 数十只石脑葵 不知何时出现在他深周 尖锐的指甲 坑坑洼洼的血肉 锋利的牙齿 他们分别从不同方向朝他扑来 太快了 瞬间 凌羽的身体被撕裂 支离破碎 石脑葵们嘴中发出呵呵的笑声 人类 就这 下一秒 笑声戛然而止 那被他们杀死的人类 像是泡沫一般 消散不见了 而在不远处 真正的凌羽早已将神盲枪的枪口对准他们 知道这里可能存在危险 他又怎么可能没有准备 利用光学隐身 以及隔绝声音的戒指 他将自己隐藏在暗中 行走在明处的那个 不过是幻境罢了 轰的一声 凌羽毫不犹豫扣动扳机 一枚子弹击射而出 瞬间将一只石脑葵脑袋打爆 一枪打出 凌羽迅速更换位置 而在原地 则被他用幻境制造了一个假凌羽出来 另一边 石脑葵们似乎还没有弄清楚什么情况 怎么莫名其妙的 就有一个同伴被打死了 短暂的惊恶过后 他们纷纷看向子弹打来的方向 若隐若现间 他们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石脑葵们眼睛喷火 便是这家伙 刚刚偷袭他们 该死 吼吼 他们怒吼着 认为自己被戏耍了 二话不说 就朝那模糊轮廓扑去 然后 他们就又被戏耍了 他们眼睁睁看着 模糊轮廓被他们撕碎 紧接着又如泡沫一般消散不见 而在他们不远处 经过一秒钟的修整 凌羽的手臂已从麻痹感中渐渐脱离 他再度举起神盲枪 瞄准 开火 轰一声 又一只石脑葵脑袋被打爆 鲜血似箭 有戒指在 这声音只有凌羽自己听得见 一枪打完后 凌羽如法刨制般 更换位置 并又在原地留下一个假凌羽 不出意外 石脑葵们又扑了个空 又一秒过后 凌羽开响了第三枪 哄 再来的路上 凌羽就对先前与石脑葵的战斗 进行了一次反思总结 他发现 当时 自己其实可以更轻松地解决掉他们的 一些手段 自己都没用上 比如说光学隐身 比如说 隔绝声音的戒指 单独施掌幻境 容易被识破 但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呢 于是 便有了现在的作战方案 如果说 之前是在正面硬钢的话 现在更像是在打游击 效果显而易见 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也有三只石脑葵被他击毙 而剩下七只石脑葵 却连他的影子都没摸着 吼吼吼 他们愤怒嘶吼着 却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 只能眼睁睁看着 不知从哪击射来的子弹 将他们一支一支打死 啪啪 啪啪 清脆响亮的掌声在场中响起 这男人从黑暗中走出 微笑道 人类异能者 好手段 难怪能凭一己之力 杀死十只石脑葵 身上的道具可真不少 话语中满是轻松 似乎已经摸透了灵语的路数 并对此不屑一顾 如此低微的实力 便有如此多的道具 让我猜猜 你应该是某位大人物的子孙后代 或者学生吧 唉 只可惜 石脑葵 无法培育异能者的脑袋 我也无法寄生异能者 中年人的笑容 变得愈发诡异 眸光森冷如冰 那就杀了你吧 话落 他的身体转瞬间 炸成无数碎块 鲜血洒落一地 一根根长满道次的藤蔓 出现在凌语的视野当中 藤蔓末端 是妖艺的紫红色花盘 花盘上勾勒出 猙獰的面孔 寄生花 凌语瞳孔一缩 下意识后退两步 感受着对方身上 觉醒四段的气息 身体不由自主的绷紧 却见那寄生花 像是一条捕猎的毒蛇 快速封堵住地下车库的出口 防止猎物潜逃 说说说 三根藤蔓电射而出 卷起地上的三具石脑葵尸体 玄机不断地收紧 将当中的血液挤出 均匀涂抹在地上 四觉得这样还不够 又卷起两只活着的石脑葵 将它们硬生生挤爆 接着用血液涂抹 很快 整个地下车库的地面 都铺上了一层鲜血 凌语面色骤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已经无所遁形 每走一步 都会在上面留下血脚印 即便利用幻境 也无法完美眼去 寄生花露出一抹鸡巢的笑 在我面前卖弄小聪明 自取灭亡罢了 说说说 一根根藤蔓 精准无误地朝凌语刺来 与此同时 五只石脑葵 也嘶吼着朝凌语扑来 凌语咬牙 横廉了一下双方的实力差距 觉得未必就不能战胜 因而 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动用底牌 哄 它朝一只石脑葵 开出一枪 也不管有没有打中 一根藤蔓自在神盲盾上 发出金铁骄鸣之声 神盲盾果然没有让凌语失望 足够坚挺 然而 凌语却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坚挺 巨大的作用力 将他整个人击飞了出去 手臂一阵剧痛 跟要断了一样 人在半空 又有几根藤蔓追上了他 朝他缠绕而去 凌语此事无法借力 似乎只能任由藤蔓将他缠绕 关键时刻 凌语背后出现一对虚幻的光翼 用力煽动 虽然没能实现飞行 但也让他位置了偏移一些 成功躲开藤蔓的缠绕 最后 有惊无险地落在地上 吼吼 刚一落地 便有两只石脑葵朝他扑来 凌语笑了 这不是打着灯笼去厕所找死吗 神盲盾迅速切换成神盲剑 因为两只石脑葵凑得比较近的缘故 凌语调整好角度 一道剑盲劈出 直接一时二秒 来不及多看一眼倒下去的尸体 凌语立刻又切换回神盲盾 挡住朝他当头刺来的藤蔓 下一瞬 凌语又被击飞了出去 类似之前的一幕再度上演 凌语利用光翼 调整身位 落地后 瞬间化手为攻 扑扑扑 剑起剑落肩 剩余三只石脑葵 被凌语尽数斩杀 此时 凌语以浑身是血 不过 却都是敌人的血 他像是杀出了血性 面对再度朝他刺来的藤蔓 一步步退 长剑直指前方 叮的一声 长剑与藤蔓碰撞 火星刺射 叮叮叮 凌语一剑又一剑劈落 任由虎口与小臂 被反作用力震的寸寸崩裂 忍着剧痛 硬生生将面前藤蔓斩成两段 随后提着剑 直接朝末端的花盘冲去 觉醒四段又如何 今日 斩你 对于凌语的反抗 寄生花起初是抱着不懈的态度 区区觉醒一段 还能翻天不成 渐渐的 他的神色变了 这小子 竟能在自己的数次攻击中 存活下来 更是顺带斩杀 伍之与他同境界的食脑魁 其天赋和未来潜力可见一般 必须尽早抹杀之 正当他有此种念头时 不曾想 这小子居然反过来说 要斩了他 寄生花很想放肆大笑 笑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然而 不知为何 他却是笑不出来 一种名为畏惧的情绪 在他心底默默滋生 当他发现时 除了不敢相信以外 更多的是恼羞成怒 向来 都是弱小的人类畏惧于他 向他卑微祈求 怎么会 人类 找死 寄生花发出一声奸笑 哗啦啦 一根又一根藤腕 被他挥舞着 朝凌羽或劈 或刺或斩而去 凌羽嘴角微不可见地翘了翘 他之所以说那番话 要的便是这种效果 像是早就在心里面 预演了无数遍一般 凌羽猛地纵身一跃 刹那间 身心于半空中隐去 先前 他因为觉得 隐身已无多大用 为了节省能量物质 便没有再隐身 而现在 为达成他的计划 隐身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若单单只是光学隐身 其实还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因而 凌羽又用幻境进行遮掩 这才达到完全隐身的效果 见状 寄生花不屑撇嘴 觉得凌羽的做法实在可笑 都这时候了 隐身 有用吗 刷刷刷刷刷 一根根藤腕扭动着 朝着凌羽跃起时的大致方位 无差别进行攻击 凌羽却是不慌不忙 眼看有两根藤腕一左一右 就要抽中他 在他背后再度出现一对光翼 用力煽动间 带着他迅速躲开 眼见攻击无效 寄生花表现的同样不慌不忙 一根根藤腕调整方位 蓄势待发 不管凌羽在半空如何蹦打 一旦落回地上 便将无所遁形 到时候直接集火 一波将其带走 凌羽身形开始下坠 他看了一眼下方 之前留下的血脚印 嘴角又忍不住上翘几分 点点光与汇聚在他掌中 凝成一团 接着被他搓压搓成一双 与他脚上穿的一模一样的运动鞋 在光学隐身和幻境的共同作用下 运动鞋同样无法被寄生花看到 凌羽果断将之丢出 运动鞋在半空划过一道抛物线 最终喷一声落在十几米外的地上 留下一对血脚印 看起来 与凌羽之前留下的一般无二 寄生花也含煞气 虽然惊讶于 脚印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么远的地方 觉得有些不合理 但还是毫不犹豫的 将藤腕打向那边 并露出一抹猙獰的笑 去死 啪啪啪啪 藤腕一根根落下 结果纷纷落空 寄生花的笑容一下子僵硬 下一秒 只见在距离他不远处的位置 又一对血脚印凭空出现 不好 寄生花面色骤变 原本有一半数量的藤腕 被他留在身边 用来保护相对来说比较脆弱的花盘 而经过先前凌羽的激怒 他只得自己留下一根藤腕 其余纷纷用来杀凌羽 不曾想 竟落入了凌羽的圈套 察觉到不对后 他立刻要将那一根根藤腕给收回来 晚了 凌羽举起神盲枪 对着紫红花盘的中心 就是一枪 哄 寄生花又惊又怒 慌忙间抽起藤腕 挡住击射而来的子弹 仅剩的一根藤腕 被他绷得笔直 就好像等着凌羽来切一样 对此 凌羽那时一点不客气 迅速切换成神盲剑 一剑 两剑 三剑 一阵金铁交鸣声过后 藤蔓被硬生生斩断 紧接着 长剑再起 直直斩向紫红色花盘 那是寄生花的头颅所在 都说了 觉醒四段又如何 今日 斩你 寄生花的脸色 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 尖声道 人类 你可知道 这只是我分化出的一句分化体 我本体的实力 强大到超乎你的想象 今日你若杀我 本体不会放过你 话音落下 却见凌羽目光无比诡异地看着他 让我猜猜 你的本体 是不是逍遥九段 自称什么妖大人 寄生花表情错愕 那意思 像是在问 你怎么知道 凌羽灿烂一笑 我不仅知道这个 我还知道 几天前 你的本体被人剁成了上万份 实力都不知道 跌进哪个山沟沟里去了 还想拿这个 诓骗我 寄生花 另外就是 你的本体 真的真的 非常好吃 至于你就算了 看到你从别人身体里钻出来 我对你提不起一点兴趣 寄生花 凌羽语速飞快 手中的动作 却是片刻未停 见起见落间 在花盘上 斩出一个巨大的豁口 接着切换成神盲枪 对准豁口 就是一枪 一声惨叫过后 寄生花 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 大团黑色物质 从豁口中流出 保险起见 凌羽又给对方补了十几件 确认不可能活过来之后 这才常常松一口气 虽说 他已经不止一次 斩杀觉醒四段以上的妖魔 但无疑 这次是含金量最高的一次 基本上完完全全 依靠他自身 期间 数次显向还生 好在最终 还是战胜了妖魔 此战 最关键的节点 便是那一跃 以及那一双运动鞋 总结起来就是五个字 一鞋定乾坤 在寄生花尸体上一通扒拉 并没有扒拉出磨合 这在凌羽的预料之中 在石脑葵尸体上一通扒拉 同样没有扒拉出磨合 这也在凌羽的预料之中 毕竟 都不是本体 想要磨合 得找到石脑术才行 凌羽一番搜寻 发现车库内 有一扇闭合的卷帘门 当即一箭破开 门后 是一个黑暗的房间 打开灯 只见房间内 停着一板跑车 一辆商务车 以及一辆面包车 一眼扫去 跑车内空无一人 商务车内 则是放置着一棵三米多高的树 光秃秃的 没有枝叶 石脑术 凌羽二话不说 一箭劈开商务车 紧接着溅起溅落 对里面的树一通劈砍 树一动不动 任由凌羽劈砍 完全没有反抗之力 却时不时发出一声声厉鬼般的哀嚎 树皮破开 鲜红的血液从里面流出 普通人见到这一幕 怕是会吓个半死 而对此 凌羽却丝毫不为所动 他将石脑术硬生生切成十四段 最后 从中挖出一枚半透明的磨合 令他失望的是 只有觉醒一段 只能说 聊胜于无吧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次最大的收获 并不是磨合 而是所有妖魔的尸体 凌羽算了一下 拿回学院 应该能领二百五十学分 这数字 吉利 凌羽随后走向面包车 却见里面跟堆积货物一样 堆了十个人在里面 一个个被捆覆手脚 嘴中还塞着布条 见凌羽提剑朝他们走来 不禁瑟瑟发抖 理论上 石脑术死后 石脑魁会跟着一同消亡 所以这些 应该是正常人类吧 凌羽想了想 还是没有一剑劈下去 打开车门 一股腥臭味扑边来 这让凌羽瞬间改变之前的想法 定是该死的妖魔 在对他使用生化武器 发出乌叶 惊恐地摇着头 凌羽一愣 仔细辨认 发现里面的 貌似真的是人类 至于那腥臭味 大小便失禁了 凌羽将里面的人 一个个拎出来 凌羽先是奇怪于 里面怎么都是一群 油腻的中老年 随后惊讶地 看着一个秃头老年人 顾先生 在听闻石脑术的一刻 凌羽就已经默默给顾先生 打上了死亡标签 当时他就在想 若对方变成石脑魁 自己是将其交给 顾明朗换十万佣金 还是交给学院 换石学分 为此 他还好一番纠结 而现在 发现顾先生还活着 凌羽除惊讶外 自然也是高兴不已 顺手拔去 顾先生口中的布条 并为其松绑 顾先生看了看凌羽 又看了看 被切成十四段的石脑术 接着用颤抖的声线问道 你 你是来救我们的 对吧 见凌羽点头 顾先生激动的眼泪 都冒了出来 谢天谢地 佛祖保佑 不对 你瞧我说的什么话 他真诚地看向凌羽 小兄弟 感谢你将我从妖魔手里救下 说吧 你想要什么回报 凌羽白白手 你并不需要给我什么 之所以救你 是因为你的儿子顾明朗 他花五十万顾的我 顾先生愣了愣 玄机哈哈大笑 明朗 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 说话的功夫 凌羽也为其他九人松了绑 九人纷纷向他表示感谢 话语真切 毕竟若不是凌羽 他们的脑袋都会被摘下来 挂在树上 想想都让人窒息与绝望 一毛发稀疏的中年大叔 上来就握住凌羽的手 叙叙叨叨叨 我是九龙饭店的老板 资产不多 也就一千多万 家里面一对不孝子女 天天盼望着我死 好瓜分我的资产 我岂能如他们意 原本我打算写份遗嘱 将资产留给我那撕生子 不曾想 还没来得及写 人就要没了 还好小兄弟 你救了我 我决定拿出五十万作为答谢 还希望小兄弟你能够收下 凌羽原本都有些听得不耐烦了 而当听到最后一句时 他热情地跟对方握了握手 这我怎么好意思呢 嗯 这是我的卡号 写你衣服上了 中年大叔 随后 其余几人纷纷表示 要拿出五十万作为感谢 顾先生也表示 愿意再拿出五十万作为感谢 凌羽摇摇头 只能勉为其难答应 顾先生等人的眼中 带着耐人寻味的笑容 如此年轻 便能杀死如此之多的妖魔 此人必是一位 天赋了不得的异能者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与这样的人结一份善缘 对他们只有好处 没有与这些人多做客套 凌羽将妖魔的尸体搜集起来 一股脑地塞进跑车内 塞不进去的就丢在引擎盖上 随后 一脚油门直接离去 临走之时 凌羽特意摇下车窗 提醒道 哦对了 顾先生 如果你想捉奸的话 现在回家 或许还来得及 顾先生 什么意思 把话说清楚 跑车在别墅外面停下 凌羽捡起地上的一具断壁尸体 随后驾车来到大牛健身会所 打算搜集剩余九具食脑魁尸体 此刻 健身房外 顾明朗情绪低落地站在那 几次拿出手机 想给凌羽打去电话 问询情况 手指颤动间 终究是没有勇气按下拨号键 生怕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 都说妖魔凶残暴虐 吃人不吐骨头 何况父亲面对的 还是实质 因而在他的潜意识中 父亲肯定死得不能再死了 且极有可能尸骨无存 然而 他却是不愿意直面这个现实 他多么希望 凌羽能够突然告诉他 他的父亲还活着 恰在此时 一辆跑车停在他的身边 凌羽从车上下来 顾明朗立刻迎上去 满怀期待地问 怎么样 我的父亲 化到一半 眼中的期待 已经消退大半 没有看到父亲 随后 他开始翻找车上的尸体 结果依旧没有看到父亲 和他预想中的完完全全一样 顾明朗苦笑一声 行了 不用告诉我了 结果我都已经猜到了 他冲凌羽摆摆手 转身就走 四十万 回头我会转变你 现在 我要回家 赶紧给父亲立个衣冠种 再为他安排一个 风风光光的葬礼 那个 凌羽欲言又止 原本 想将顾先生还活着的消息 告诉对方 现在 突然就不想了 嗯 你想说什么 顾明朗心中 带有一丝丝希望的问道 没什么 我想说 你真是个孝子 你的父亲若是知道了 一定会很 欣慰的 凌羽说 他强忍着笑 内心义正言辞 反正 是你让我别告诉你的 凌羽接着去搜集他的尸体 此刻 异能协会的人已经赶到 对健身房的工作人员 一番询问后 就要将尸体带走 凌羽赶忙阻止 并上去与对方交涉 亮出少风学院学生的身份后 总算保住了尸体 将尸体搬到外面 此时 跑车已经被塞满 就连引擎盖上 都叠满了尸体 想了想 凌羽拨打了 殡仪馆的热线电话 喂 我这里有尸体要运送 好的先生 我们这里运一次尸体一千元 殡仪馆的前台小姐姐说道 凌羽皱眉 这么贵 小姐姐笑了笑 是这样 我们这里的收费标准 是按次数 而不是个数 一次 不论运送多少尸体 都是一千元 一口价 不还价 说是这么说 一般情况下 找他们运尸体 都是一具一具运的 毕竟谁家里死人死一片 殡仪馆便是算准了这一点 才会如此收费 凌羽也笑了笑 这样吗 那可真是太好了 他掐指算了算 我这里一共有22具尸体 前台小姐姐 先生 那个 关于之前的收费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变更一下 凌羽 之前的话 我已经入阴了 一口价 不还价 前台小姐姐 凌羽开始乐呵呵地坐等对方到来 很快 殡仪馆的车来了 这次 为了给凌羽运送尸体 殡仪馆被迫全车出动 一排的运尸车 看起来格外喜庆 一位为运尸员走下车 随后 痛心疾手地看向凌羽 哪有你这样薅殡仪馆的羊毛的 说实话 凌羽有点心虚 这时候 才想起 自己全身上下 貌似只有一百来块钱 那个 你们这边 支持赦账吗 运尸员面色刹那讲主 见过薅羊毛的 没见过薅羊毛 还要赦账的 事实上 这话说出来 连凌羽自己都觉得尴尬 滴滴 这时 凌羽手机 短信提示音响起 打开一看 银行卡到账 五十万元 银行卡到账 五十万元 一连十条短信 共计五百万元 没事 刚刚那话 我开玩笑的 凌羽拍了拍 运尸员的肩膀 先生 你可真会开玩笑 来到学院 凌羽将尸体 一一扛到学分管理处 老师 帮我结算一下学分 同学 是你啊 你又来了 管理处的老师 冲凌羽笑了笑 对于这位 有着旷世奇才之资 却遗憾被废 只不于觉醒一段的学生 他印象特别深刻 原本 在他看来 今后 应该很少有机会 见他来这了 有些天才 终究只是昙花一现 不曾想 才过去没几天 他又来了 而当看到 地上那一具 又一具尸体时 老师当时眼睛都直了 他试探问道 这些 都是你猎杀的 是啊 凌羽很是自然地点头 问道 有问题吗 没 老师摇摇头 眼神说不出的复杂 他在学分管理处 任职多年 见过一位又一位学生 前来领取任务奖励 有三五个学生 带着一只妖魔过来的 有两个学生 带着半只妖魔过来的 妖魔生性凶残 手段诡异 对于一般学生来说 单独猎杀 还是有些勉强 大多数都会选择组团 极少数战斗天赋 非常好的学生 才有能力单独猎杀妖魔 且一次 猎杀个一两只到底了 而凌羽呢 一次二杀二只 不知道的 以为他是去进货了 而当看到 当中竟还有一只 觉醒四段的妖魔后 老师瞳孔又是一缩 也是你猎杀的 凌羽点点头 是啊 有问题吗 老师沉默 他在想 若面前这位学生没有被废 成长起来后 会是何等的惊天地气鬼神 哎 天度英才啊 怀着一种 说不出道不明的情绪 他开始结算学分 一共250 把学生证给我吧 很快 凌羽学生证里 又多了250学分 算上之前 剩下的185 共435 对了 回去记得补一份任务报告 临走之时 老师提醒道 可 凌羽笑着搓了搓手 老师 我看 这就不用了吧 毕竟 我做的是校外任务 老师 一脸严肃地摇头 校外任务也要写报告 按照规矩 没有报告 是不能领取奖励的 我因为你已经坏了规矩 别再让我难做 好吧 凌羽无奈地点点头 这时 老师又笑着补充一句 报告里 记得将寄生花的情况 详细讲述一遍 凌羽疑惑 什么意思 老师解释 最近 学校和异能协会 联合开展灭花行动 扫灭隐藏在魔都的所有寄生花 我们需要有关它的信息 越多越好 若是因为你的任务报告 找出更多的寄生花 尤其是本体 那么 你也会有相应的学分奖励 这样吗 凌羽若有所思 离开学分管理处 凌羽竟直走到楼下的学分兑换处 一排排货架 映入她的眼中 旗上的物品凌亡满目 这次任务 凌羽充分体会到了 异能道具的重要性 可以说 若不是因为有神盲 她绝不可能 如此轻松地斩杀寄生花与食脑魁 因而 学分留着不花 等着过年吗 视线从货品上一一扫过 很快 一件道具引起她的注意 那是一对洁白的羽翼 天使之意 觉醒镜 使用后 可以此飞行 提示 该道具及其消耗能量物质 觉醒五段 最多可飞行一分钟 五段以下慎用 慎用 售价 二百学分 凌羽原本还有些心动 毕竟 谁不喜欢飞一般的感觉呢 可看到后面的提示 顿时就不心动了 觉醒五段 最多可飞行一分钟 那觉醒一段呢 怪不得要慎用 凌羽摇摇头 想要正常使用这件道具 起码得觉醒五段才行 而到那时候 自己的光翼 说不定都可以飞了 很快 又一件道具引起她的注意 巫师斗篷 觉醒镜 穿戴她 可减少能量物质 百分之二十的消耗 可通过她进行隐身 售价 四百学分 前面的 减少能量物质 百分之二十的消耗 凌羽很想拥有 可后面的隐身 凌羽已经拥有了 凌羽有些纠结 不买吧 感觉可惜 买她吧 感觉又亏了 毕竟 她等于是买了一个 重复的能力 最终 凌羽还是毅然转身 看向下一件道具 那是一条毛茸茸的腰带 酷似狐狸尾巴 忠贞者腰带 觉醒镜 仅男性可以使用 穿上后 除自己以外 无人可解开 售价 十学分 凌羽眼睛一亮 这件道具 超级适合她 的好兄弟赵星成 简直就是为对方量身打造的 单身狗一能最怕什么 保不住自己的裤腰带 保不住怎么办 道具来帮忙 凌羽想着 反正十学分也不贵 便决定买下来 送给对方 她会心一笑 仿佛已经看到 赵星成收到礼物时的激动样子 拿起腰带 继续转摇 很快 又一件道具 引起她的注意 那是一双黑金色 看起来低调 不失尊贵的靴子 暗夜之靴 绝行镜 穿戴使用后 可提升20%的行镜速度 以及弹跳力 若是在黑夜中使用 则提升100% 另外附带夜视效果 可看清黑暗中的一切东西 售价 200 这件道具 乍一看没有什么太强大的效果 但无论是提升行镜速度 异或者弹跳力 都很实用 尤其是在追击和逃跑的时候 而且 这件道具 非常适合在夜晚作战 从上所说 买它 凌羽还剩下200多学分 可以再买一件道具 逛了一圈 倒是又看到几件不错的道具 不过相比之下 凌羽更想买另一样东西 白心果 道具再好 终究只是外物 想要变强 尽快修炼 提升境界才是王道 而凌羽目前已知 提升修炼速度最好的东西 便是白心果 服用后 可提升五倍修炼速度 它之前就吃过一枚 效果立竿见影 只是现在 凌羽在货架上 并没有找到白心果 一番询问 才知 白心果属于锦翘货 在物种研究系 每隔一段时间会产出几枚 产出来后 很快就会被买光 基本上留不到学分兑换出来 凌羽打算回头去找物种研究系的刘主任问问 来到收银台 付款 想了想 凌羽问道 你们这边收磨盒不 收 收银人员点点头 凌羽就取出石脑术的磨盒 交给对方 收银人员结果 旋即指了指凌羽手上的忠贞者腰带 两件东西的学分抵消 这件你就不用付了 说话时 她的眼中难掩怪异 这忠贞者腰带 已经在这里放了五六年了 无人问津 只因效果太过奇葩 对于广大男同胞不说一点没用吧 甚至还会成为阻碍 因此 即便将价格降到十学分 也没人买 而现在 面前之人居然一眼就相中了她 或许 这就是缘分吧 上午十点半 刘主任从存放妖魔尸体的冷库中走出 眉头微皱 抓耳挠腮道 我记得石脑术的样本 应该还有一些的 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 这叫我明天拿什么给学生上课 石脑术 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妖魔 吸收能量物质 无法让自身变强 却是可以不断制造出觉醒一段的石脑葵 若给这种妖魔生长下去的空间 对人类社会的危害会非常大 因此 石脑术被列入人类毕灭的妖魔榜单中 随着人类的不断猎杀 其数量锐减 到了今 想要研究 都找不到样本 就在刘主任为此头疼时 就见一群学生 扛着一具具尸体过来 刘主任一愣 这不正是石脑术和石脑葵吗 真是瞌睡时候 有人送枕头 他拉住一位学生 好奇问道 你们这些尸体 从哪弄来的 学分兑换处 学生笑呵呵道 听说 全是那个名叫林语的学弟 做任务弄来的 林语 刘主任一愣 是那个新生林语 他一个人 对 学生点点头 眼中难掩钦佩 没想到 既上次任务的壮举 还没过去几天 学弟又做出这样一番壮举 简直就是我们少风新一代的传奇 刘主任点点头 内心却是苦笑一声 可惜 传奇只能止不再觉醒一段 天度英才啊 说来也巧 十一点半 进入A号食堂吃饭时 刘主任第一眼就看到了 这位连老天都嫉妒的英才 对方也看到了他 热情地与他打招呼 刘主任好 刘主任笑着点点头 林语同学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林语很是自然的 将刚买的一杯西瓜汁 递到刘主任手上 旋即笑道 方便请教您几个问题吗 有关物种研究的 说实话 我对这方面 特别感兴趣 哦 刘主任一愣 没想到 对方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见林语一脸诚恳认真 刘主任颇感欣慰 点点头 接着好奇问道 那不知 你具体对咱们物种研究系 哪方面感兴趣 白心果 林语诚恳地说 刘主任 所以 你是来找我买白心果的 对吧 林语诚恳点头 刘主任真想一走了之 不过想了想 还是道 不瞒你说 就在昨晚 我们又培育出了三枚白心果 到现在 已经卖出去两枚 还剩最后一枚 林语眼睛一亮 继续诚恳道 还希望 刘主任能把这枚白心果卖给我 刘主任皱眉 林语同学 我很能够理解 你想要迫切变强的心情 也明白 你心有不甘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以你的情况 即使服用白心果 也无用 只是白白浪费学分罢了 林语一愣 自己的情况 自己啥情况 他忽然有了一个猜想 试探问道 孙老师告诉你的 刘主任点点头 孙老师已经将一切前因后果 都告诉我们了 你放心 学院不会抛弃你 你也不用担心 被人当成废才瞧不起 我们这些老师 是你最坚实的后端 可 刘主任 你的话虽然令我很感动 不过 扯远了 林语干咳一声 接着道 我们回到先前的话题 白心果 可以卖我吗 刘主任皱眉 白心果一百八十学分一枚 你可要想好了 不要后悔 林语一脸认真道 放心吧 我不会后悔 刘主任一声叹息后 道 白心果就放在我办公室 这样吧 吃完饭来我办公室一趟 谢谢刘主任 饭后 林语如愿以偿买到了白心果 五学分 望着林语兴高采烈离去的背影 刘主任呼疑 感觉 哪里不太对 不久后 一位青年急匆匆而来 话语急切道 刘主任 听说你这里还有一枚白心果 快卖给我 青年不是别人 正是学长甲 上次 他因为还差最后一点学分 最终没能买到白心果 被一个名为林语的学弟截胡 这次 他终于凑够了学分 白心果 他势在必得 刘主任摇了摇头 最后一枚白心果 刚刚被买走了 你等下次吧 学长甲表情一僵 买走了 刘主任 你不是再和我开玩笑吧 刘主任依旧摇了摇头 学长甲咬牙 有些不死心 问道 能告诉我 被谁买走了吗 林语 刘主任淡淡道 林语 学长甲重复两声 突然间手捂胸口 怎么 刘主任问 没什么 就是呼吸有些不顺畅 回到宿舍 林语迫不及待拿出白心果 一枚洁白如玉石的果子 被他三两口吃下 玄机二话不说 盘膝修炼 一枚磨盒被他握持在手中 伴随着呼吸术运转 能量物质源源不断涌入他体内 一部分被他的异核吸收 一部分则在破坏并重住着他的身体 使之变得更为强大 目前来说 林语对万法这门呼吸术 还是非常满意的 一方面 修炼起来 速度是真的快 另一方面 与所有异能都契合的特性 跟他想要收入所有异能的美好愿望 不谋而合 修炼间 林语时刻关注自己的异核 发现其可谓是一秒一个变化 每一秒 当中的能量物质都会雄浑一分 随之而来的是实力的不断增长 五倍修炼速度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不过 这种效果是有时效性的 最多只能维持24个小时 然而 一般人根本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 中途只要停止修炼 比方说 吃饭或者上厕所 五倍的提速效果就会消失 这应该算是白心果唯一的缺点吧 鬼不是 那是你的缺点 要说林语也非等闲之辈 他咬咬牙 忍着腹中的饥饿 忍着膀胱的肿胀 硬生生撑了24个小时 一个自来形容 刺激 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天一夜的修炼下来 林语成功从觉醒一段中期 步入到中期 接近后期 若再给他修炼一个星期 说不定有望冲击一下 觉醒二段 林语眼中划过一抹坚定 他要闭关 争取早日突破到觉醒二段 花了一下午的时间 写完任务报告 采购完泡面火腿肠 林语便开始进入了 长达一个星期的闭关 这一个星期 他没日没夜 辛苦耕耘 将勤劳二字 展现到淋漓尽致 终于 一个星期后 泡面吃完了 闭关第八天的上午 林语豁然睁眼 眸光明亮如星 突破到二段了 虽然比预想中晚了一天 但林语还是完全可以接受 起身活动了一下身体 明显感觉 无论是力量翼或者速度 都比之前要强一大减 至于异能 更不用说 略微施展 便感觉 相较之前 强了不止一星半点 整体算下来 觉醒二段的自己 能打两个觉醒一段的自己 林语又迫不及待 召唤出黑色册子 想看看 随着自己境界提升 会不会多一页纸出来 若是那样 自己无疑会更强 翻开后一看 原本两页纸后面 竟真的多出来了 半页 林语瞪大眼睛 与前两页纸对比 多出来的一页 只有一半那么大 林语当时就猛了 半页是个什么玩意儿 能收录一能吗 尝试着 将一枚赤金色一盒放上去 结果 没有任何的反应 林语陷入思索 自己这一能 出bug了 又或者另一种可能 每提升一个小境界 只加半页纸 也就是说 自己需要提升到觉醒三段 才能将另外半页长出来 为验证自己的猜想 林语再度闭上眼 意识沉入册子中 与之沟通 最终确定 后一种猜想成立 林语不由松一口气 不是一能出问题 就好 旋即又握了握拳 看样子 自己得尽快提升到 觉醒三段才行 不为别的 只为能再收录一种异能 距离梦想更进一步 所以 自己要努力修炼 不过 两次快速突破的经验 告诉林语 修炼 绝不能盲目 而是要讲究技巧 比方说 白心果 所以 自己要努力赚学分 拿出已经关机九天的手机 开机 煞时 一条条消息 如炮弹一般轰炸过来 林语一一点开查看 5月11日 顾明朗 林语 四十万转你了 5月11日 顾明朗 不是 你这也太不厚道了吧 我这边 刚给父亲立完衣冠肿 父亲厚脚 就回来了 而且还是刚坐完肩回来 一肚子火气 无处安放 文字后面 附带一个痛心疾首的表情 5月11日 顾明朗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谢谢你 剩下十万也转你了 有空来我家吃饭 林语想了想 回复一个微笑的表情 继续查看消息 5月12日 陈瑶 小学弟 提前跟你说一声 明天开始 学姐我要闭关 有事等我出关 也不知道 学姐现在出关了没 想了想 同样回复一个微笑的表情 继续查看消息 5月13日 赵星成 林兄 你闭关了吗 打你电话 也打不通 本来想请你吃顿饭 再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你来着 算了 直接告诉你吧 我 觉醒你能了 哈哈哈哈 5月14日 赵星成 林兄 听说你又做任务了 一次任务 直接赚了250学分 厉害 放眼整个大一心声 也唯有你能与我比肩 嗯 今天我也接了一个任务 灭花行动 等着看我的光辉战绩吧 5月15日 赵星成 昨日灭花数量0 获得学分0 唉 行吧 再接再列 5月16日 赵星成 昨日灭花数量0 获得学分0 我觉得 可能是我运气不太好 今天出门戴一块好运服试试 5月17日 赵星成 昨日灭花数量0 获得学分0 我觉得 可能是我的几个队友不给力 今天 我特地换了一个队伍 与秦勇 周周一队 强强联手 共创大业 林兄 等着看我的好消息吧 5月18日 赵星成 昨日灭花数量0 获得学分0 林兄 问一下 你什么时候出关 我觉得 咱们队伍距离成功 就差一位像你这样的人才 5月19日 赵星成 昨日灭花数量0 获得学分0 林兄 想你了 快出关吧 林宇忠是没忍住 笑了出来 赵兄 不愧是你 这战戒 太光辉了 想了想 给对方打去电话 电话响了两下后便通了 当中传来赵星成 激动到颤抖的声音 林兄 你出关了 对 啊 那太好了 对了 林兄 发你的消息看了吗 看了 是这样 林兄 赵星成声泪俱下道 你也知道 像咱们这种刚刚觉醒异能的 想接取一份任务 何其之难 好不容易找到一份 结果 哎 别提了 别说灭花了 连个花孤朵都找不到 话语中 带着说不出道不明的心酸 最后 赵星成无比诚恳道 林兄 听说你跟寄生花 打过不止一次交道 对其有独特的见解 那个 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 共创大业 好 林语没有拒绝 原本 他就要做任务 赚取学分 而以他觉醒二段的实力 可供选择的任务 屈指可数 灭花行动 算是其中最好的选择 赵星成大写 好 林兄 中午来一趟A号食堂 具体内容 我们边吃边聊 电话挂断 林语洗了的澡 换了身衣服 随后又修炼了两个小时 时间来到中午 A号食堂 赵星成早早站在门外 见林语走来 立刻冲其招手 这 随后 他将林语带到一个包厢 此刻包厢内 正坐着两人 一个样貌清新甜美的女生 一个古铜色肌肤的壮汉 正是周周与秦勇 见林语到来 两人纷纷微笑着打招呼 眼中不自觉流露出几分欢喜 林语同学做任务赚学分的能力 有目共睹 想来 有林语的加入 他们一定可以赚到学分 林语来到空位坐下 先是吃了几口饭菜 填补一下鸡肠碌碌的肚子 随后问道 说说看 你们这个任务 具体什么情况吧 赵星成思索片刻 说道 灭花行动 要求是 找出寄生在人类身上的寄生花 并杀死 所有参与任务的人 会被分成M的小队 每队至少三人 分别负责搜寻魔都的一片区域 周周接着他的话说道 而我们被划分到的 是人流量最大的东浦区 准确点说 是东浦区的五分之一 这几日来 我们每天下午和晚上 都会过去搜查 只是 没有任何收获 说着 他一声叹息 明明我们比其他队伍更勤快 更认真 可偏偏 其他队伍或多或少都有收获 唯独我们没有 赵星成苦笑着摇摇头 原本以为 每天至少也能赚个几十学分 不曾想 到现在了 一点学分都没赚到 都被其他队伍笑话死了 秦勇也是一声叹息 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打算放弃这个任务了 随后 三人齐齐用期待的目光 看向凌语 想看看他怎么说 凌语沉吟沉吟 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不是你们找不到 而是你们负责的区域 压根就没有寄生化 赵星成摇摇头 一开始 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为此 我们还向本次行动的负责人反应 申请更换搜查区域 只是 被负责人驳回了 为什么 凌语困惑 周周解释 本次行动的负责人 名叫王冲 是异能协会的高层 能力是占卜 可以占卜出妖魔的大体方位 他在经过占卜后 一脸笃定的说 我们这片区域 有大量寄生花 让我们仔细搜查 不要懈怠 这样吗 凌语摊了摊手 那或许是你们 这片区域的寄生花 隐藏的比较好吧 又或者 负责搜查的人 脑子不太聪明 凌语在心里面补充 周周 秦勇的眼中难掩失望 本以为 凌语能有什么发现 不曾想 也和他们一样 赵星成有意无意 看向凌语手指上的戒指 这时候 就该戒指老爷爷出买了 老爷爷呢 难道 沉睡了 却听凌语忽然问道 能说一下 你们搜查寄生花的方法吗 周周想了想 从怀中取出一个 长条状盒子 像是眼镜盒 打开后 里面是一副黑矿眼镜 与普通眼镜不同的是 它的镜片特别厚 最中心处 足有两厘米 透视眼镜 凌语在学分兑换处 见到过这玩意 所以一眼就认了出来 周周点点点头 异能协会给每一支队伍 都配备了一副透视眼镜 我们主要就是靠它 看一个人身体里 有没有寄生花 当然 为了掩人耳目 我们会一边假装发传单 一边进行搜查 这方法听起来倒也算合理 凌语私存 这样的话 他们找不到寄生花 或许就另有原因了 之后的几分钟里 凌语一句话没说 专心干饭 吃饱喝足后 凌语忽然来了兴准 那个 透视眼镜能借我看一下吗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周周的翘脸 泛起一丝红霞 连连摆手 你们男生 不许用这个 凌语一脸无辜 他真没有那种想法 单纯只是想研究一下 这件道具 唉 要怪就怪蔡学长 把透视眼镜都给玩坏了 旋即 又狐疑地看一眼对方 你们女生就许用这个了 饭后 一行人前往搜查地点 赵新城保持着 单手开保时捷的帅气姿势 脸上却是带着愁容 希望 这次能有收获吧 凌语坐在副驾上 微微低着头 有记得上次任务 他只是想找个人 赚个外快 结果找着找着 就找到了寄生花 还有上上次任务 他明明什么也没做 就有好几只寄生花 找上了他 所以 寄生花真那么难找吗 滴滴 手机忽然震动两下 打开一看 是两条好友申请 秦氏小钢炮 申请家女为好友 来自群僚 奋发图强 魔法小厨娘 申请家女为好友 来自群僚 奋发图强 不用想也知道两人是谁 凌鱼点击同意 紧接着 他又被拉进了一个 只有三人的群僚 灭花行动第十八小分 对交流群 刚一进入 小厨娘便主动将群主身份 让给了他 与此同时 坐在后方 她的周周开口道 凌鱼同学 听说你不止一次直面过寄生花 对此应该非常有经验 所以 就由你来担任我们小队的队长吧 文言 秦勇 赵新城 都没有意义 凌鱼也没拒绝 毕竟 这几人的光辉战继摆在那里 就这么决定了 队长 请多指教 周周小脸上满是开心 感觉有凌鱼在 他们赚到学分的概率 至少能加三成 玄杰 他一脸认真道 凌鱼同学 你刚刚加入这次任务 一些注意事项 还是需要了解一下的 首先是安全问题 每隔两个小时 都要向老师汇报一下情况 但因为这个任务比较特殊 有专门的负责人 所以 只需要向负责人汇报就可以了 嗯 我知道了 凌鱼一脸认真的敷衍道 另外 在发现寄生花后 绝对不能轻举妄动 具体如何做 要因情况而论 周周一边捧着小脸 一边偷偷描眼手机上的文案 旋即才继续说道 若寄生花的实力 在我们可对付的范围 我们可以直接将其拿下 若超出 我们则必须呼叫支援 不能勉强 嗯 我知道了 还有 两分钟后 凌鱼眼睛一闭 整个人陷入物我两望的境界 俗称 睡着了 周周 等到凌鱼再次睁开眼 已是二十分钟后 周周看着她 善解人意地笑了笑 心想 凌鱼同学 一定是因为这几日修炼太过劳累 刚刚才会睡去 思想到什么 她的眼中带着好奇 问道 对了凌鱼同学 能等我说一下 你对寄生花 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吗 文言 秦勇立刻来了精神 好奇地把头凑了过来 她也想听听看 凌鱼对寄生花 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见解 要说见解吧 凌鱼思索两秒 道 她的肉非常好吃 算不算 秦勇 周周 后者心中隐隐有些忧虑 感觉 就目前凌鱼同学 所表现出的来看 增加不了三成的概率 别到时候将概率就好 这时 一直愁眉苦脸的赵新城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凌鱼 这话说的 没毛病 被你这么一说 我又想吃花花了 蒸花花 煮花花 炸花花 酱饱花 探考花花 周周 感觉 概率还得再降 魔都 东普区 一行四人下车 凌鱼搅穿暗夜之靴 身后背包里 放着神盲枪 斗智昂扬 整装待发 他的装备 不可谓不好华 只是 此刻 真正用到的装备 却是 一叠广告纸 凌鱼看了一眼 上面的内容 置置窗 找黑康 黑康卫生院 又看了一眼 将广告纸 递给他的赵新城 你就不能一些 正常点的传单发一下 赵新城嘴中 振振有词 为了让发传单这件事 看起来足够真实 我特地从求职APP上 找了一份 兼职发传单的工作 你想啊 只有传单上的内容 真实有效 才不会惹人怀疑 边说 头颅边高高昂起 一副快来夸我的表情 凌鱼摇摇头 半上憋出一句话 干得漂亮 下次别再干了 对于寻找寄生花 凌鱼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先按照 他们那个方法来 很快 四人分工完毕 就这样 灭花行动 稀里糊涂的就开始了 周周作为核心观察者 戴上透视眼镜 观察每一个来往的路人 每一辆驶过的车子 时不时也会发上两张传单 装装样子 凌鱼 赵星成 秦勇三人 主要负责在他附近发传单 为他打掩护 以确保暗处的寄生花 不会察觉到端倪 几人配合的 那叫一个天衣无缝 一眼看去 他们就像是出来 赚零花钱的大学生 毫无违和 然而 谁又能想到 他们肩上却还扛着 重如泰山一般的使命 当然 以上只是他们的个人想法 真实情况是 赵星成 小姐姐你好 置置窗找黑康 黑康卫生院 了解一下 小姐姐 你有病吧 秦勇 大叔好 大叔 请问 你得置窗了吗 大叔 你TM才得置窗 你全家都得置窗 路人们 借用一脸嫌弃的目光 看着他们 弄了半天 他们愣是一张传单 也没发出去 负责监督他们发传单的大婶 走过来就是一顿臭骂 这钱 你们还想不想赚了 不想赚直接滚 别浪费我时间 老板娘放心 我们一定能发出去 赵星成连连保证 然而 现实往往很残酷 又过了几分钟 几人还是一张 也没发出去 赵星成叹息一声 感觉 路人们对我们的态度 不是很友好 秦勇一脸认同的点点头 凌宇却是高深莫测的笑了笑 那是你们的方法不对 看我怎么把传单发出去 说着 他静止走向一对并排而行的父子 父亲约莫四十岁左右 发际线略微靠后 儿子看起来不足十岁 背着小书包 小眼睛里满是天真无邪 你好 看看吧 我觉得 你一定喜欢 凌宇将传单递给父亲 父亲接过一看 顿时眼睛就亮了 传单上赫然画着一群 身穿比基尼的模特 腹白貌美 心有勾合 他冲凌宇会心一笑 随后开始仔细端向 见儿子目光看来 当即就将传单举得老高 不想给对方看到 生怕秘密被发现一般 儿子则是伸长脖子 想要一看究竟 几次尝试后 他终于看到了 置置窗 找黑康 儿子一副恍然的表情 爸这是 得置窗啊 另一边 赵新城 秦勇当时都看呆了 这都能发出去 而且 还让对方看得如此陶醉 林兄 真有你的 两人一边竖起大拇指 一边将凌宇发传单的全部过程 铭记于心 并决定效仿之 于是 妹子你好 看看吧 我觉得 你一定喜欢 赵新城这次找上了一位女高中生 女高中生看了一眼传单 反手又给丢了回去 神经病 大爷你好 看看吧 我觉得 你一定喜欢 秦勇找上一位老大爷 老大爷看了一眼传单 反手丢进垃圾桶 我喜欢你个大头鬼 两人面面相去 为什么 还是发不出去 再看林语 短短时间内 已经发出去了几十张 基本上没有悲剧的 两人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林兄 牛逼 你真是天生适合干这行啊 大婶一不由频频点头 小伙子在发传单上的天赋 简直是他生平警戒 居然能让人一脸享受的 看完痴疮广告 666 为此 大婶特地买来一只雪糕 作为奖励 小伙子辛苦了 来 婶请你吃雪糕 谢谢婶 林语笑道 这一幕 直接献煞照 擒二人 周周也被这一幕吸引 戴着透视眼镜 就朝林语这边看来 林语大惊 他可不想被对方看穿 当即给对方套上一重幻境 嗯 周周惊疑一声 此刻 在他的视野里 林语依旧是那个林语 并没有变成一堆血肉 内脏与骨骼 兴许是眼镜坏了 周周心想 他尝试了一下 看向其他人 发现并不是 唯独林语 是他用透视眼镜 无法看穿的 顿时 林语在他心目中 那即将崩塌的形象 又高大起来了 时间一晃 一小时过去 有发现吗 林语问 没有 周周摇摇头 赵星成走过来加油鼓劲 没事 继续努力继续冲 时间又一晃 两小时过去 有发现吗 林语问 没有 周周摇摇头 秦勇憨厚地笑了笑 没事 继续努力继续冲 时间再晃 五小时过去 几人走过一条条大街小巷 眼看传单都要发完了 大审都给送走了 还没有发现吗 林语问 周周已经看得有些眼花了 文言苦笑着摇摇头 没有 赵星成 秦勇都笑不出来了 林语皱眉 感觉很不对劲 那位负责人不是占卜后说 这片区域存在大量寄生花 那为什么 到现在 一只也没找到 两种可能 一 占卜结果有问题 那负责人 纯纯是在忽悠人 二 搜查方法有问题 透视眼镜 未必能看出所有寄生花 不管是哪种可能 都意味着 他们先前完全是在做无用功 林语摆摆手 沉声道 停下来吧 不用搜查了 好 几人点点头 眼中难言沮丧 依照惯例 周周给负责人打去电话 汇报情况 王组长 我们十八小队 依旧没有任何发现 电话另一头 响起一个浑厚的男人声音 还没有发现 你们怎么搜查的 声音里 带着无奈 以及些许责备 我知道 你们只是刚刚觉醒异能的学生 也没指望你们一天之内 就把寄生花全部找出来 所以 给你们的时间很宽泛 可这都多少天了 其他跟你们一样的学生 都有收获 唯独你们没有 这让我不禁怀疑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认真搜查 我们 周周刚要开口 电话另一边接着道 给你们最后一晚上的时间 弱过了今晚 还没有收获 我将是做 你们主动放弃这次任务 电话啪一声挂断 周周眼中带着几分委屈 那个 你们应该也听到了 王组长那边 已经下了最后通牒 若今晚再找不到寄生花 我们就会失去任务资格 怎么办 他将询问的目光 看向灵语三人 灵语 秦勇纷纷沉默 浅着眉头微皱 不知在想着什么 赵星成撇撇嘴说道 能怎么办 找不到就找不到呗 凭良心说 我们完全对得起这次任务 至于他硬要说 我们不认真 那就不认真好了 玄机 他狠狠咬牙 这任务谁爱做谁做 我们走 秦勇毛了挠头 可 我们还要赚学分啊 赵星成满脸不屑 谁心还那点学分 随便换个任务 都比这破任务强 秦勇成功被说服了 当即一拍胸脯道 好 赵兄 我们走 这任务不做也罢 周周想了想 一咬牙说 既然你们两个都不做 那 我也不做了 灵语依旧沉默 理智地闭上嘴 不发表言论 就听赵星成咳嗽一声 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道 那个 刚刚我说的都是气话 原本还以为 你们会挽留我来着 然后 我向征信地挣扎几下再同意 以彰显出我的倔强 没想到 你们比我还倔强 秦勇 周周 强忍着上去 抱打一顿赵星成的冲动 周周问道 接下来怎么做 总不能被背负责人 取消任务资格吧 那样 对我们日后揭取其他任务 估计也会有影响 赵星成清了清嗓子 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道 两个办法 一 向负责人解释清楚 不过 他大概率不会听 自以为是 是上位者的通病 二 我们可以换一片区域搜查 别人能搜查到的区域 我们去了 照样也能 到时候 负责人若问我们 为什么不再划定区域搜查 我们则可以霸气地回对 他深吸口气 声音质地有声道 说这话之前 你也不问问自己 占不出的都是什么破结果 我们这里到底有没有寄生花 你自己不会过来看一下的吗 赵星成的话 迎来秦勇的赞美 赵兄 真有你的 主意出的真好 林雨点头 这方法 可行 周周有些担忧到 可 别的区域都已经分配给了别的队伍 我们去他们地盘上搜查 没搜到还好说 一旦搜到 别的队伍铁定不乐意 关于寄生花最后的归属 势必会有一番争抢 赵星成贪贪手 任务都不给我们做了 我们还在乎这个吗 也对 周周点点头 那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吧 此时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忙活了一个下午 几人都已是鸡肠碌碌 在赵星成的提议下 来到一家餐厅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大家随便点 别跟我客气 赵星成拿起菜单 豪迈道 几人还真就没跟他客气 点了满满一桌的菜 正在大块朵铁之时 三名青年大摇大摆走入餐厅 见到他们后 不知是不是刻意 直接坐在了他们临桌的位置上 服务员 点餐 一个将头发染成黄色的青年贺道 姑且称他为黄毛 黄毛点了五六个菜 旋即 瞥了一眼淋雨这桌 阴阳怪气道 赵星成 听说 你们到现在 连一只寄生花都没找到 还有心情吃大餐呢 赵星成面色不是很好看 握了握拳 要你管 黄毛笑着摇摇头 作为你先前的队友 自然是要关心一下你了 眼看着你 因为搜查不认真 就要被取消任务资格 我心里面也着急啊 不过话说回来 当时离开你的队伍 还真是明智的选择 这不 几天下来 我们已经消灭三只寄生花了 黄毛边上 一个鼻子上 长有雀斑的青年点点头 姑且称他为雀斑 是啊 还好我们 投靠了李显胜大哥 若是还留在你的队伍 等着和你一起 被取消任务资格吧 两人边说 边看向对面一个身材高挑 皮肤有黑的青年 像是在表中心 青年则有些不屑地 看了一眼淋雨这边 摇摇头 几个觉醒一段罢了 没资格引起他的注意 嗯 他的目光落在淋雨身上时 另一边 淋雨看看赵星成 又看看隔壁桌的黄毛雀斑 这两个 应该就是赵星成 之前跟他提到的队友 当时 对方信誓旦旦说 瞧不上那两个队友 这才重新组建队伍 现在看 恰恰相反 淋雨觉得吧 那两人离开可以 现在又过来阴阳怪气 嘲讽之前的队友 不由让人觉得厌烦 此集 淋雨 赵星成 秦勇 周玉四人 交换了一下眼神 很快 他们就已经决定好 接下来去和哪支队伍抢几生花了 那两个觉醒一段 倒是没问题 不过 那个李显胜 看起来好厉害 有觉醒二段了吧 我们能对付吗 秦勇小声说 赵星成咬了咬牙 只能拼一把了 我们几个的异能都是S级 外加我们 比对方多一个人 应该还是有希望和对方碰一碰的 淋雨笑了笑 赵兄说的对 区区觉醒二段 有什么好怕 三人看他一眼 周周苦笑着说 淋雨同学 有自信是好 但 也不能自信过头吧 淋雨怂怂间 对于几人到现在还没感应出他的实力 表示不能理解 或许 他们都懒得感应吧 四人很快吃完这顿饭 临走之时 赵星成笑着与隔壁桌的三人道别 几位 慢慢享用 我们先走了 时间来到晚上七点 夜幕彻底降临 在东浦区的另一片区域 还是和之前一样 周周戴上透视眼镜观察 另外三人给他打掩护 兴许是之前遭受到的打击太大 赵星成重新找了一份甜品店的传单 甜品店老板一开始是拒绝的 抱歉 我们不需要发传单 赵星成就说 没事 我们免费帮你发 不需要你花钱 另外 你要是觉得印传单麻烦 我们帮你印 老板想了想 实在没理由拒绝 这时 一个身穿粉色T恤的女孩 接过赵星成手里的传单 转头对一旁的男朋友撒娇 亲爱的 带人家去吃甜品吗 这 男朋友有些犹豫 可我们才刚刚吃完饭呀 老公 女孩面颊微红 娇滴滴地喊了一声 好 都听你的 男朋友拜下阵来 说着 两人手牵着手离去 赵星成被喂了一嘴狗粮 只觉苦涩无比 暗暗反思 自己是不是又找错了传单 寄生花 周周忽然表情一速 指着那名女孩 低语道 在她的视野里 女孩体内 一根跟藤蔓纵横交错 取代了原本的血肉骨骼 更是有一根藤蔓 直接插入女孩的大脑 藤蔓的中央 是一朵妖异的紫红色花朵 不是寄生花 又是什么 赵 秦二人虎去一阵 看向那边 眼中难掩兴奋 终于找到寄生花了吗 什么境界 凌羽问 觉醒二段 周周神色凝重地说 闻言 赵 秦二人眼中的兴奋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凝重 几人最后纷纷看向凌羽 咱们几个联手 有把握对付吗 赵星成问 凌羽点点头 那 需不需要制定一下战术 周周问 凌羽摆摆手 先跟上去吧 别让他给跑了 男朋友被女孩拉着 拐过几个街角 来到一条没什么人的小巷 灯光昏暗 女孩握着她的手不断用力 焦好的脸蛋上 透出一抹娇艳的红 男朋友咽了咽口水 小方 你不是说去甜品店吗 怎么带我来这种地方 确定女孩似有些娇羞到 去什么甜品店啊 我最想品尝的是你 甜品 哪有你美味啊 男朋友只觉气血上涌 身体都在发热 交往半个月 每次他都是求着对方 他亲热 今天居然这么主动 还说出这种连他都脸红的话 那还等什么 赶紧来品尝吧 男朋友搂住女孩 将嘴巴缓缓凑了上去 女孩闭上眼 睫毛颤动两下 像是非常期待 然而 就在男朋友 即将品尝到恋爱的甜美时 一道紫色雷霆 在他眼前划过 扑的一声 女孩脑袋被打出一个焦黑的窟窿 一双眼睛死死瞪在那里 小方 男朋友一声大叫 用力抱紧女孩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他有些崩溃 而就在下一秒 令他更崩溃的事情发生了 呲啦呲啦 女孩的尸体 自内而外破开 一根根不满道次的藤蔓伸了出来 就要将他当场刺穿 藤蔓末端 一朵妖异的紫红色花朵 宠他微笑 林兄 这 太草率了吧 赵新城施展异能阳神雷 击出一道雷霆后 忍不住说道 原以为 林雨会有什么高明的方法 对付寄生花 没想到 就一个字 上 行了 严肃一点 人命关天 周周绷紧小脸 双手交叠 施展异能立场 煞时 男朋友只觉 一股推力推动着他向后 整个人就这样不受控制 飞了出去 避开一根根藤蔓 最后 男朋友喷一声砸在地上 两眼一翻 昏死过去 对此 寄生花似乎并不意外 转过头 冲周周几人微笑 令得几人几倍都在发寒 一起上 秦勇人如其名 勇猛地冲了上去 双拳挥舞 烈烈作响 觉醒极道之力的他 近身作战能力堪称一绝 手撕妖魔都不是问题 然而 缺点也很明显 敌人一旦不给他近身 他就会很被动 此急 一根根藤蔓 如同游蛇一般 朝他身体缠绕而来 对此 秦勇只能干瞪眼 速度太快了 且角度一个比一个刁钻 他根本来不及躲闪 周周咬牙 再度施展立场 想要将一根根藤蔓给拉扯走 只是 只有觉醒一段的他 施展出的力道 远不足以撼动 觉醒二段的寄生花 只能令其藤蔓微微停顿 最终 还是要缠绕在秦勇身上 呲的一声 赵星成翻掌之间 再度击出一道雷霆 霸道刚猛 在寄生花的花盘上 留下一片焦黑 使其受了不轻的伤 然而 这也导致 寄生花的仇恨值 成功被转移 一根根藤蔓 直接改变方向 缠绕向赵星成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他 带着滔天杀意 赵星成 卧槽 他转身就跑 可 又哪里跑得过藤蔓 就在他以为 这下要凉凉的时候 只听啪的一声响指 紧接着 一根根藤蔓就这样 精准无误地避开了他 缠绕向空气 绕啊绕 用力勒紧 再勒紧 赵星成满脸问号 寄生花这事 眼花了 秦勇 周周 也是一脸惊仪不定的表情 愣着干什么 赶紧地 上去解决掉他 凌羽在一旁催促 几人一愣 难不成是凌羽 不过 容不得他们多想 如此好的机会 转瞬即逝 可不能错过 几人避开藤蔓 静止 冲向寄生花的花盘 施展异能进行攻击 而在寄生花的事业中 他正用藤蔓 将赵星成几人残忍绞杀 嘴角挂起疯狂的笑 等察觉到这一切并非真实时 为时已晚 轰轰轰轰 他的花盘被人一通毒打 打到支离破碎 四分五裂 死了 赵星成几人脸上带着笑意 原以为 会是一番恶战 没想到 他们居然这么轻松 就干掉了一只 觉醒二段的寄生花 随后 几人纷纷看向凌羽 眼中带着难以置信 凌羞 你 二段了 赵星成艰难问道 凌羽点点头 几人面面相去 这 修炼得也太快了吧 他们未觉醒时 凌羽早早来到觉醒一段 原以为好不容易追赶上对方 不曾想 对方这就二段了 几人都被震撼到了 同时 内心都有了紧迫感 一定要再度追赶上去才行 对了凌羽 刚刚是你施展手段 迷惑住了寄生花 周周问 凌羽点点头 什么手段 周周紧接着又问 秦勇和赵星成也好奇地看了过来 对于凌羽的异能 他们也是有所了解 传闻 那是一本可以收录其他人异能的册子 已知被他收录的异能是 陈瑶的光之神语 难不成 他又收录了其他什么异能 幻境 凌羽说道 脑中回忆刚刚一幕 他觉得有些疑惑 一只觉醒二段的寄生花 如此轻易就被自己的幻境给迷住了 难道因为境界提升 幻境一下子变强了好多 原来是幻境 周周恍然 旋即眼中滑过一色 很神奇的异能 秦勇 赵星成咽了咽口水 林兄 真羡慕你 一个人能拥有两个异能 旋即眼中也滑过一色 所以之前的传单 该不会是淋雨摇头 一脸正色 想什么呢 那是我凭本事发出去的 几人看着他 表示差点就信了 周周拿出手机 给负责人王冲打去电话 什么事 王冲咒没问 王组长 我们十八小队 刚刚找到了一只 觉醒二段的寄生花 王冲一听 面色稍缓 这样 我派个人过去协助你们 不用了 我们已经将其击杀 周周摇头 嗯 王冲颇感意外 似有些不幸 他道 拍张照片发我看看 周周立刻将照片发了过去 王冲看了一眼 态度明显比之前好了不少 你们今晚的表现还不错 希望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周周松一口气 继续保持 便意味着 不会再取消他们的任务资格 让我和姓王的老东西说两句吧 赵星成走过来 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 周周一听 果断挂断电话 以这位的尿性 分分钟能跟对面 吵到面红耳赤 然后 任务提前宣告结束 行了 走吧 林雨挥挥手 来个人 将尸体送回学校 剩下的人继续搜查 我去吧 秦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麻袋 将寄生花尸体塞了进去 扛起就走 几人走出小巷 正好看到 一行三人朝他们这边走来 正是李显盛 黄毛 以及雀斑 三人自然也看到了他们 先是一乐 这群人 来他们的地盘干嘛 思想到什么 几人面色都是一变 黄毛指着秦勇肩上的麻袋 尖声问道 里面装的什么 秦勇 周周脸色一僵 莫名有些心虚 林雨摆摆手 示意他们不用担心 旋即 又给赵星成使了个眼色 赵星成当即面不改色道 里面装着我们爱吃的食物 怎么 你们还想抢 食物 黄毛冷笑一声 也不废话 直接取出透视眼镜带上 我倒看看 里面到底装的什么 然后 他就看到 一麻袋里面 满满都是棒棒糖 黄毛 怎么了 见黄毛脸色不对 李显盛问道 黄毛略微犹豫 如实说道 我看到了各种口味的棒棒糖 菠萝西瓜 苹果橙子 李显盛嘴角抽了抽 古怪的看了一眼 赵星成几人 原本 他还以为 麻袋里装的是寄生花 对方在自己地盘上找不到 所以来他们地盘上找 看来 是他想多了 雀斑捧腹大笑 哈哈 棒棒糖 一麻袋 你们吃得完吗 别把牙给吃没了 黄毛也笑了 岂止是牙齿没 我感觉 他们要得糖尿病 哈哈 两人仿佛橡上里的豆根与捧根 一唱一和 食尽埋太对面 另一边 淋雨几人与他们擦肩而过 一脸不悦 心里面却是乐呵呵 赵星成笑道 这边的货 真好进 下次 我们还来这边进 告辞 黄毛忽然内心一动 对面那妞儿 颇有些姿色 身材也好 说不定 还是个处 这时候 自己岂能放过大宝眼福的机会 这样想着 他当即眼神火热地看了过去 周周大惊 先前 见到对方戴上透视眼镜 他便多长了一个心眼 刻意拉开距离 生怕连同麻袋一起被看到 可他都如此小心翼翼了 对方还是心怀鬼胎 不肯放过他 流氓 周周如同一只受惊的小猫 尖叫一声 黄毛躲到淋雨和赵星成身后 满脸羞愤 没事 有我在 他看不到你 淋雨忽然说道 周周一愣 想到淋雨那神奇的幻境能力 想到之前 他用透视眼镜 同样没能看穿淋雨 心中莫名安定下来 玄机 赶急地看了一眼淋雨 谢谢 另一边 黄毛面色难看 预想中的完美玉体 并没有看到 反而看到 一只血眼双头的怪物 冲他抛媚眼 差点没给他吓一跳 混蛋 他狠狠瞪一眼淋雨 紧接着 立刻将看到的东西 告诉李先生 大哥 我怀疑 这小子能让人精神错乱 产生幻觉 所以 刚刚看到的棒棒糖 不一定为真 对面完全有可能是在骗我们 李先生眉头一挑 目光逼视对面 这年头 真是打哪 都能遇到骗子 那个谁 麻袋拿过来我看看 若真是在骗我们 有你们好看 一旁雀斑立刻叫嚣 赶紧地 听不懂人话是吗 淋雨四人 面色都沉了下来 对面拿透视眼镜 恶意看他们这边的女生 如此行径 不但没有悔改之意 反而还指责起了他们 周周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抱歉 给大家带来麻烦了 淋雨笑着摆了摆手 不麻烦 等会儿 麻烦的肯定是他们 赵新城冷笑着看向对面 不用看了 我明明白白告诉你们 麻袋里面就是寄生花 行了吧 玄吉 抬手点指向黄毛 你 乖道歉 赶紧地 听不懂人话是吗 两人都不是怕事的主 不去惹事 就算好的了 秦勇想了想 麻袋一丢 然后大跨步上前 一脸凶狠地看向对面 虽然他从小到大 没和人打过架 但这次 他不介意打一场 有意思 李显胜嘴角翘起 真不知道 谁给你们的自信 就因为 人比我们这边多一个吗 说话间 他的眼中闪过一道银芒 眸光如利刃 让人不敢与他对视 觉醒二段的威势境险 听说你们几个 都是少风学院 这一届的新生 巧了 我是京都学院的新生 这次南下游历 早就想和你们过过手了 李显胜到出他的身份 令得凌鱼等人 包括黄毛雀斑 都有些惊讶 京都学院 五大异能院校中 排名第一 没想到 京都学院的新生 这时候会出现在魔都 赵新城 秦勇 周周三人 神色骤然间变得凝重 能考入京都学院 并且如此短的时间 便突破到觉醒二段 其实力绝对不一般 凌鱼笑了笑 目光与之对上 丝毫不出 那就来吧 李显胜挥了挥手 示意黄毛与雀斑退后 玄机冲对面四人 挑衅的勾了勾手指 你们四人 一起上吧 凌鱼几人对视一眼 这要求 他们实在没理由拒绝 于是 刷刷刷刷 四道身影 分别从四个方向 朝李显胜杀去 周周控制立场 直接给对方身上 施加上五倍重力 使其行动受阻 赵新城双手揉搓 搓出一个球状闪电 随手就丢了过去 秦勇大喝一声 双臂抡起 朝对方脑袋上砸去 是大里晨 凌鱼的手掌之上 光与凝聚成一片片飞镖 被他投掷出去 跟魔术师丢扑克牌一样 望着四个方向而来的攻击 李显胜的嘴角勾起一抹 激潮的笑 下一秒 他的身影直接化作银芒 消失在原地 所有攻击打来 纷纷落空 不好 凌鱼四人面色微变 瞬间知晓了对方的异能是什么 空间 该异能可操控空间战斗 还能达到瞬移的效果 攻击方式神出鬼没 在S级中 都算是非常强大的异能 对我而言 你们四个人和一个人 没什么区别 因为太弱了 冷笑声从凌鱼身后响起 李显胜的身影 骤然出现在他身后 一拳朝他后背击去 拳风激荡 在李显胜看来 四人中 唯一能对他造成威胁的 便是觉醒二段的凌鱼 将其击败 他便可稳操胜拳 终于 他的拳头如愿以偿落了下去 煞时 凌鱼被他直接击飞了出去 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飞出十几米远后倒地不起 少风的心声 就这 李显胜脸上挂起细血的笑容 转头看向剩余三人 一脸兴趣缺失的样子 还要继续吗 你们这么弱 我都不想跟你们打了 嗯 李显胜一愣 发现三人都用关爱智障的目光看着他 另一边 黄毛和雀斑则眼神古怪 后者忍不住提醒道 大哥 小心身后 李显胜面色骤变 那个之前被他一拳击飞的淋雨 竟如泡沫一般消失不见 而他身后 却是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京都学院的心声 就这 你 相同的话 被对方以这种方式还回来 无疑是在啪啪打他脸 李显胜一咬牙 恼羞成怒的他 右手虚握 手中陡然出现一杆银色长枪 一枪朝身后刺去 长枪如一条蛟龙 刺出的刹那 伴着激昂的龙银 转瞬就到了淋雨进前 淋雨 小心 赵新城三人脸色大变 没想到 对方会这时候使用异能道具偷袭 可么的 看长枪直接刺入淋雨腹部 从其他后背贯穿而出 大片鲜血喷涌 几人眼睛都红了 就要不管不顾冲过去 李显胜转身收枪 一脚将淋雨踩在脚下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小子 有本事 把你刚刚说的话 再说一遍 好啊 京都学院的心声 就这 下一秒 脚下的淋雨再度变成泡沫消失 冷笑声再度从他背后响起 真以为自己很厉害吗 你所看到的 不过是 我想让你看到的 你所听到的 不过是 我想让你听到的 闭嘴 李显胜一张脸铁青无比 挥起长枪 就朝声音来源的方向刺去 然而这次 他却是直接刺了个空 下一秒 声音又从另一个方向响起 感觉再这样下去 你都要被玩坏了 要不 还是让你看一眼真实的世界吧 一声清脆的响指过后 李显胜整个人呆立当场 指尖不远处 黄毛和雀斑不知何时 早已被赵星成等人 按在地上胖揍 一声声惨叫 可谓鱼音绕梁 可歌可泣 而在他面前 凌羽正笑盈盈地看着他 手中神盲盾高高举起 悬在他头顶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李显胜整张脸失去血色 连声大叫 他怎么会说 而且还说得如此一败涂地 一定是幻觉 李显胜咬牙 是不是幻觉 你自己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凌羽笑道 说着 神盲盾直接砸了下去 哐 哐哐 哐哐哐 李显胜整个人都不好了 那痛感 也太真实了 他现在只觉 脑瓜子都是嗡嗡的 眼前阵阵发黑 我真的 败了 不 我不服 你不就仗着自己有幻境吗 有本事 不用幻境 我们再来一对一单挑 李显胜大叫 恍惚间 他听到一个声音 空间戏 都这么嘴硬的吗 不仅嘴硬 而且还头铁 凌羽一脸惊讶 他惊讶于 对方挨了那么多下 头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都没起爆 凌羽反思 是不是自己不够用力 于是 卧槽 要命啊 我去 轻点 几分钟后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凌羽这才把手 早这样 不就好了 李显胜顶着满头大包 灰溜溜离去 心中暗暗发狠 等着 等我找到克制你幻境的方法 再来教你做人 另一边 黄毛 雀斑 亦被打得连连求饶 他俩的异能一个A级 一个B级 同为觉醒一段 又启示赵星成他们的对手 哥 姐 我们错了 最后 两人一灰头土脸的离去 痛快 赵星成大笑 周周翘脸上写满了开心 眉毛都快弯成了月牙 秦勇兴奋地挥了挥拳头 原来打架也能这么刺激 一开始 李显胜自爆身份的时候 几人还有些担心 打不过对面 但很快 他们发现 他们多虑了 李显胜莫名其妙就开始跟空气说话 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事实上 目中是真的无人 那时 他便已经被凌羽拉入了幻境 之后的战斗 更是对着空气一通 呼呼哈黑 几人当时都看呆了 眼看李显胜这个心腹大患 已经不足为惧 在赵星成的提议下 几人便找上黄毛与雀斑 来上一次友好的切磋 林兄 这次多亏有你啊 秦勇有感而发 周周一脸认同地点点头 这次 若不是有凌羽 他们或许只能认对面欺负 尤其是他这个女生 对了 凌羽 你手上的这件 是一能道具吗 秦勇问 凌羽点点头 心念一动间 手中神盲盾 便如液体一般融化 很快塑形成一把银白色手枪 被他放进背中 秦勇一脸羡慕道 好神奇的道具 周周也一脸羡慕 赵星成同样一脸羡慕 目光却是落在 凌羽手指上的戒指上 要是我也能有 这样一件道具就好了 显然 他和其他三人 不在一个平道 凌羽内心一动 笑道 赵兄 你瞧我这记性 都忘了 我还有一件道具要送你 说着 他又从背包里 取出一条毛绒绒 酷似狐狸尾巴的腰带 递给赵星成 见状 秦勇和周周都惊呆了 一能道具说送就送 凌羽 也太大方了吧 这 我怎么好意思要呢 赵星成激动的手都在颤 颤微微接过腰带 眼含热泪道 凌羞 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 这腰带 他是越看越喜欢 双手妈撒 爱不是手 脑海中 也是挠不出了 各种各样强大的功能 系上以后 变身奥特曼 长出威风凛凛的九条尾巴 又或者变身小魔仙 他深吸口气问道 对了凌兄 这道具的功能是什么 凌羽道 这是一件只有男人 才能使用的道具 第一句话 直接将赵星成的期待感拉满 果然 和他想的一样 这道具 绝对 不同凡响 他的名字叫做 忠贞者腰带 第二句话 让赵星成有了不好的预感 这名字 他的效果是 记上他后 除自己以外 没人能够解开 第三句话 让赵星成陷入深深的沉默 这道具 不要也罢 另一边 周周 秦勇两人憋着笑 不行 憋不住了 赵星成 这件道具 真适合你 是呀赵兄 时间一晃 五分钟后 秦勇扛起地上的尸体 返回学院 领取学分 灭杀一只 觉醒二段的寄生花 奖励二十学分 而在灭花行动中 灭杀觉醒进寄生花 奖励额外增加百分之一百 也就是说 他们能获得四十学分 对于这四十学分的分配 四人已经达成一致 灭语分得十六 其余三人 每人分八学分 之后的分配 也会按照这个标准来 灭语忽然一拍大腿 按到自己亏大发了 之前石脑树的那次任务 他可是击杀了一只 觉醒四段的寄生花 结果只获得四十学分 若将那只寄生花 放到这次任务中来结算奖励 那么他还能再获得四十学分 灭语深表痛心 将此事告诉另外两人 两人听后都很开心 灭语 此集 三人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搜查 这片区域原本是李显胜他们在负责 奈何 他们玩忽职守 不好好搜查 导致寄生花愈发猖獗 灭语三人实在看不下去 这才过来 挟支大者 为国接盘 正搜查间 周周的电话突然响了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王冲 他有些犹豫 最终还是选择接通 电话另一头 响起王冲那压抑着愤怒的声音 有人举报 你们十八小队不服从安排 跑去其他队伍负责的区域搜查 并与他们发生争执 将他们打伤 可有这回事 好家伙 那几个家伙打不过我们 就打小报告了 赵新城几人一脸比一 周周摇头道 王组长 不是你想的那样 玄机解释 这是因为 停 王冲冷冷打断 我不管什么原因 你们现在都已经严重违反了纪律 划定给你们一片区域 你们便有义务 搜查出这片区域里的所有寄生花 确保民众安全 擅自离开 算怎么回事 出事情了 谁来负责 这也就算了 你们还打伤其他队伍 怎么着 你们想造反吗 周周深深皱眉 王组长 我觉得 你应该先听一下我们的解释 是 我们是违反了纪律 可那是有原因的 王冲摇摇头 油盐不尽道 我不需要原因 我只看结果 限你们三分钟内给那支队伍道歉 并回到自己的区域 若再让我发现 你们跑去其他队伍的区域杀寄生花 那这任务 你们不用做了 周周脸当时就沉了下来 王组长 要不 你还是跟赵新成聊吧 他将手机直接交给赵新成 赵新成嘴角翘起 上来就冷笑道 老东西 我认你很久了 你以为 我们真想去别的地方搜查吗 还不是因为你分配给我们的区域 实在没有寄生花 我就想问一句 你那什么货占卜 大街上随便拉一个抠脚的老大爷 都算得比你准 你 王组一声爆吼 血压蹭蹭上涨 居然说他的占卜 不如一个抠脚老大爷 你什么你 赵新成冷笑 你是不是想说 现在就取消我的任务资格 那希望你听完我接下来的话后 掂量掂量 王组笑了 让我掂量掂量 行啊 我吸耳恭听 深吸口气 赵新成道 本想着 以普通人的身份 来完成这次任务 没想到 换来的是某些自以为适者的针对与欺压 行了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是赵家大少爷 别问我哪个赵家 整个华国 最有钱的那个 话音落下 林宇三人 皆有些意外地 看向赵新成 他们自然知道 对方家境不一般 不曾想 不一般到这种程度 电话那头 一阵沉默 赵家二字一出 王冲都被惊到了 眉头也是微皱 赵新成脸上 挂起自信的笑容 仿佛一个胜券在握的将军 坐等对面的反贼老东西 头降服软 今时今日 是他赵新成的高光时刻 值得铭记下来 日后慢慢回味 却听电话那头一声冷哼 小子 你的背景确实不小 不过那又如何 异能协会又不归赵家管 你赵家势力再大 与我何干 规矩就是规矩 即便你再有钱 在我这里 也没有特权 要么给我守规矩 要么给我滚蛋 赵新成面色一僵 怎么跟电影里演的 不太一样 思索间 王冲那浑厚的声音 再度想在塔尔畔 两件事情 我再声明一遍 一 我的占卜 不会出错 其他被我占卜出 有寄生花的地方 或多或少 都发现了寄生花 没道理 就你们那没有 二 回你们自己那去 除非将那里的寄生花权给灭了 否则 若被我知道 你们又去其他区域杀寄生花 这任务 你们不用做了 啪一声 电话挂断 赵新成陷入深深的沉默 这是他距离主角最近的一次 奈何 还是变身失败了 那老东西 一点没有身为配角的觉悟 接下来怎么办 周周苦笑着问道 眼看这个任务 好不容易有了一些起色 又要一招回到解放前了 赵新成咬牙 要不 咱还是甚早换个任务吧 人不能总在一棵树上吊死 可以预想的是 回到自己的区域 肯定又一只寄生花都找不到 至于那占卜结果 鬼才信 林语想了想 说 不见得会被吊死 嗯 赵新成 周周 疑惑的看来 前者问 林兄 难道 你还有办法 林语点点头 我听到 他说的好像是 不让我们上别的地方杀寄生花 我们可以 先把别的地方的寄生花 变成我们自己区域的寄生花 然后再杀 这 周周当时就愣住了 还可以这样 赵新成一拍大腿 林兄 妙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在他看来 这方法 完全可行 周周沉吟沉吟 也没想到其他更好的方法 那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吧 三人说干就干 一番计划后出动 另一边 李显胜三人从一家商场中走出 戴上刚买的口罩和帽子 将被打成猪头的脑袋 包裹得严严实实 那几个家伙 应该已经被王组长训斥走了 黄毛四下环顾后 问道 雀斑点头 呲牙笑了笑 这招借刀杀人 用得好 看他们还敢不敢 来我们地盘上撒眼 黄毛冷笑 来的话更好 直接告诉王组长 让他取消他们的任务资格 雀斑摸了摸有些肿胀的脸 哼道 这件事情还没完 以后有机会再给他们制造麻烦 两人相视一笑 李显胜摆摆手 行了 别废话了 继续搜查去 他想尽快结束这个任务 而后闭关提升自己 一喜今日之耻 三人很快开始他们的搜查 黄毛戴上透视眼镜 左看看又看看 同样是用透视眼镜 周周只看人身体里有没有寄生花 而他 却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遇到漂亮且身材好的小姐姐 他是一点也不客气 尽收眼底 忽然 黄毛眼睛一亮 指着前方的老头老太太 低声道 发现了两只寄生花 觉醒一段 好 我上去解决掉他们 你们两个 风堵住他们去路 别给他们跑了 李显胜当机立断道 只是话音刚落 他们便看到 六个和他们一样 戴着口罩和帽子的大汉冲了过来 二话不说 扛起老头老太太就跑 李显胜嘴角抽了抽 很想问一句 你们什么路数 老头老太太都不放过 不对 李显胜很快反应过来 这根本是来和他们抢寄生花的呀 哪里跑 他大喝一声 当即跨越空间追了上去 却见他刹那化作一道银芒 消失在原地 在出现时 已在那六名大汉前方 被我李显胜看上的猎物 你们也敢抢 李显胜一声冷笑 只是 随着他话音落下 面前的壮汉 以及老头老太太 全都像是泡沫一般 消失不见 李显胜瞳孔一缩 这 黄毛 雀斑面面相去 几人几乎同时想到林宇的那句话 你们看到的 不过是我想让你们看到的 混蛋 李显胜忍不住破口大骂 瞧瞧 这干的都是人是吗 黄毛垂胸顿足 我这就向王组长揭发他们的恶行 雀斑皱眉 真的可以吗 我们这次 貌似没有证据 碰 碰 林宇 赵星成 一人抓着一只寄生花的脑袋 将其扔在地上 现在 他们已经回到了自己所负责的区域 这两只寄生花 也已经是他们区域的寄生花了 开始吧 周周拿出手机 开启录像 将镜头对准两人两花 同时将这里的地标建筑也给拍了进去 随着他话音落下 林宇 赵星成 当机立断出手 将寄生花斩杀 大功告成 三人面带微笑 就差机长庆祝了 视频很快发到了王冲呢 王冲点开视频看了看 随后 着重对拍摄地点进行确认 发现 与分配的区域吻合后 不禁常常松一口气 这次 没闹啥幺蛾子就好 想了想 他打字回复 要是一开始这样不就好了 继续保持 这时 秦勇折返回来 看到寄生花的尸体便是一愣 这是 在我们自己的区域找到的 赵星成摇摇头 将来龙去脉告诉对方 秦勇还能说什么 牛逼 叮铃铃 王冲这边 接到黄毛打来的电话 听到来龙去脉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瞧瞧 这干的是人是吗 玄杰 他皱眉 你说 十八小队的人 来你们负责的区域 扛走你们的寄生花 有证据吗 这 黄毛语色 整个过程都被换尽遮掩了 他们哪里来的证据 证据我们没有 但王组长 你要相信我们 我们的寄生花 的的确被他们扛走了 黄毛一脸痛心棘手道 王冲摇头 淡淡道 没有证据 一切免谈 这是规矩 黄毛 请用一手一个 拎起地上的尸体 笑道 交给我吧 我再回一趟学校 林雨点点头 不忘交代一句 路上小心 两具尸体 不出意外 又是四十学分 林雨则又能分配到十六学分 对此 其余三人都没意见 毕竟林雨在此过程中 发挥出的作用 有目共睹 此集 时间已经来到晚九点 几人决定 但完最后一票就回去 于是 另一片区域 李显胜几人重整旗鼓 一番搜查家跟踪 好不容易将目标 堵在一处死胡同里 那是一只觉醒二段的寄生花 几人联手 倒也不难对付 很快便将寄生花 打到奄奄一息 眼看就要被击毙 寄生花 突然又如泡沫一般消失 卧槽 又来 几人看着这一幕 人都骂了 赵星成 求你们当的人吧 黄毛又给王冲打去电话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向对方哭诉 王组长 求求你 制裁一下他们吧 不然这任务 真没法做了 然而 得到的回复 却和之前一样 这才可以 先拿出证据 王冲阵阵有词 他们那边都拿出证据了 发了两段视频给我 你们没有证据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黄毛 雀斑 去他娘的证据 老子受够了 李先生牙齿咬得嘎吱作响 一把夺过手机 吼道 姓王的 既然你这么明顽不灵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任务 老子不干了 谁爱干谁干去 说完 他便拂袖而去 黄毛 雀斑一脸苦涩 大哥走了 谁带他们做任务 啪 王冲一把将电话听筒 丢在桌上 眼中怒意 像是要喷涌出来 怎么了王组长 这么大火气 正推门 而入的女秘书 小心翼翼问道 王冲哼一声 还不是因为那几个学生 一个比一个不守规矩 脑袋上涨反骨了 还是反骨上涨脑袋了 什么事都要与我对着干 女秘书笑了笑 现在的年轻人 都比较有个性 我觉得吧 身为前辈的我们 还是应当多理解与包容 只要大家的出发点一致 没什么 是沟通解决不了的 王冲摇摇头 我觉得 跟那群学生 根本无法沟通 像是发牢骚般 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与女秘书大致讲了一遍 当然 他的版本 与赵星成的完全不一样 在他看来 那几个学生 是因为嫌弃他 划分给他们的区域不好 想要换一片区域 因而 故意谎称 那里没有寄生花 事实上 怎么可能没有 他堂堂逍遥三段 人送外号神算子的占卜 岂会有错 所以 他自然不会同意 他们随意更换区域 若每支队伍都像他们这样 那这灭花行动 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 结果 他们便开始一而再再而三的作妖 与另一支队伍起冲突 还打了起来 好不容易被他压下去 没过几分钟又开始了 一方说 另一方抢他们寄生花 我让他们拿出证据 结果 他们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王冲越说越气愤 这哪是请人做任务 分明是请了一群祖宗啊 女秘书想了想 我觉得吧 倒也未必是那几个学生 不满区域分配 或许 他们由于某种原因 真找不到寄生花泥 你想啊 他们若真找得到寄生花 何必去折腾后面那些 所谓旁观者清 女秘书一下子就察觉到 王冲话语中 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王冲一愣 被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样 我去他们那边看看 实地验证一下吧 魔都 某地下赌场内 一个女子的奸笑声响彻四方 该死 一是 又被人打乱了 原本三天前便可完成了 结果 作为祭品之一的石脑术 被人提前抹杀了 害的时间不得不延迟 而今 静又有 啊 该死 啪啪啪啪 一根根藤腕 用力拍打在地上 将地面打得寸寸开裂 那是一只寄生花 正疯狂宣泄着她的怒火 与其他寄生花不同的是 她花盘上的面目并不争鸣 反而极具魅态 美道不可方物 拜见妖大人 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袍下的男子走来 冲气叩手跪拜 妖大人冰冷的毛子扫她一眼 淡淡道 去 将刚刚打乱遗事的人找出来 杀掉 是 林雨几人笑呵呵地 回到自己所负责的区域 杀计生花 录视频 不出意外 这又是四十学分 视频录完后 周周直接就给王冲发了过去 他的脸上挂上灿烂笑容 你这方法真是 太棒了 短短时间 他们就赚到了120学分 而这在以往几天里 他们是想都不敢想的 今晚上的搜查就到这里了 等秦勇把车开回来 我们就走 照星成道 几人点点头 事实上 到了这时候 城市的夜生活 才刚刚开始 几人正立身在一处无人的街角 远处是不断闪烁的霓虹灯光 灯光下 人头攒动 不少人朝着他们这个方向而来 林语想了想 还是取出一个麻袋 将寄生花的尸体套了进去 以免吓得路人 忽然间 他有种汗毛直立的感觉 赵兄 你看 那些人 是不是在看我们 赵星成一愣 顺着林语手指的方向看去 莫名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怎么感觉 他们看我们的眼神不对 像是之前寄生花 看我们时的眼神 听到这话 周周也不淡定了 当即戴上透视眼镜 朝那边看去 玄吉 他摇摇头 我并没在他们身体里 看到寄生花 他们应该都是正常人类 你们 是不是搞错了 嗯 或许吧 赵星成想了想 觉得应该是搞错了 毕竟 他们这片区域 是没有寄生花的才对 不料 林语却是一声大吼 快跑 然后 他果断转身就跑 就见他刚跑出去的瞬间 那朝他们走来的十几人 几乎是刹那卸下伪装 一个个面露争鸣之色 朝他们冲来 卧槽 赵星成 周周这时候 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转身就跑 后方 那十几人快速就追了上来 脑袋裂开 一朵妖异的紫红色花朵 从里面长了出来 一张猙獰丑恶的脸 取代原本人类的脸 还真是寄生花 感觉 实力最弱的一只 也有觉醒三段 不好 他们要追上来了 赵星成连连怪叫 周周双手合十 立刻操控立场 将三人的重力减至最低 使三人纷纷感到身轻如燕 速度也是一下子提升上来 总算甩掉他们了 赵星成长长松一口气 然而 哪有那么简单 却见那十几人的身体之中 立刻伸出一根根藤腕 在地面上蠕动起来 像是快速行进的游蛇 迅速朝他们追赶上来 卧槽 又要追上我们了 作为三人里 跑得最慢的一个 赵星成感到很绝望 回头间 只见一根粗如手臂的藤腕 直接伸向了他的 屁股 枪的一声 一柄银白色长剑 出现在他视野之中 替他挡下藤腕 我拦住他们 你们先走 凌羽沉声道 好 赵星成略微迟疑后 点点头 旋即拔腿就跑 他相信 凌羽不是那种 喜欢逞强的人 敢留下来断后 应当是有一定把握的 周周依旧向前跑着 回头看一眼凌羽 道 小心一点 我们在下一个路口等你 黑夜中 两人的身影渐渐远去 枪枪 凌羽劈出数道 银白色的剑芒 将面前一根藤腕斩断 而在那藤腕末端的花盘上 一双眼睛冰冷注视着他 嘴中更是发出一声尖笑 杀了他 下一秒 越来越多的藤腕 朝他延伸过来 有的缠绕向他的脚踝 有的刺向他的胸腹 有的劈砍向他的头颅 凌羽连忙闪避 同时 神盲剑切换成神盲盾 将无法闪避的攻击挡下 砰砰砰 藤腕砸在盾面上 发出沉闷的声响 凌羽手臂被震得一阵发麻 身形亮强后退 此刻 十几只寄生花 已成半包围之势 封住他的大半去路 并试图继续合围 将他最后的去路也封死 那样 凌羽可就真完了 没有犹豫 他立刻制造出一重又一重幻境 将自身隐去 又制造出几个假凌羽出来 以此迷惑他们 然而 收效却是微乎其微 几只觉醒三段的寄生花 确实被迷惑住了 但对他拥有致命威胁的觉醒四段 乃至五段的寄生花 一下子就识破了他的幻境 继续朝他合围过来 对此 凌羽却像是早有预料般 脸上没有一丝慌张 危急关头 他将异能注入 激活暗夜之靴 刹那 凌羽速度和弹跳力 提升了整整一倍 同时 在黑夜中的视野 变得无比清晰 这 便是凌羽敢留下来断后的仪仗 却见他猛的一蹬地面 整个人便如离弦之剑一般冲了出去 这还不算完 他的背后 又出现一堆若隐若现的光翼 显得冲出了寄生花们的河围 啪啪啪 一根根藤腕朝他抽来 最终都迟到一步 抽在他身后的地面上 眼见到手的猎物就要逃掉 寄生花们咬牙切齿 嘶吼声震天 追 别让他跑了 锅躁 凌羽回头 手中神盲盾变化成神盲枪 对着一只实力最弱 却是叫得最欢的寄生花的鼻子 就是一枪 轰一声 那只寄生花的鼻子不翼而飞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窟窿 寄生花 唰唰唰 下一秒 那寄生花怒吼一声 张牙舞爪 抄起一根根藤腕 朝凌羽或刺 或劈 或缠绕而去 凌羽马不停蹄地向前跑着 嘴角翘起一抹弧度 这时候 不将那窟窿保护住 反而攻击他 不是找死是什么 抓准时机 凌羽回身又是一枪 轰 子弹拖拽着长长的尾焰 精准无比地射进那个窟窿里 直接是让寄生花的脑袋炸开 二次开花 这一幕 落到其余寄生花眼中 令得他们又惊又怒 一个被他们 视作猎物追杀的人类 却是反过来 杀了他们之中的一员 这对于他们来说 无疑是奇耻大辱 这也就算了 他们竟还听到 那人类用无比挑衅的语气说到 六十学分入掌 让我算算 剩下的值多少学分 嗯 要是能把他们全弄死 我就发达了 到时候天天去S号食堂 吃寄生花 一番话下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 才是被追杀的一方 寄生花们越听越气 眼睛都红了 声音尖锐到 仿佛能刺破人的耳膜 杀了他 必须杀了他 我要将他撕成一块一块 林雨嘴角翘起 有意避开赵星成 他们逃跑的方向 将仇恨吸引得差不多后 立刻朝另一个方向 飞奔过去 不出意外 寄生花们纷纷朝他追来 一路追赶 藤蔓漫天飞舞 林雨尽量避开 人流量大的地方 却还是不可避免 惊扰到路人 途中经过一个广场时 就将好几对情侣 吓得瘫坐在地上 一动不敢动 好在 有惊无险 寄生花们似乎认准了林雨 对其他人不屑一顾 可惜 任他们如何努力 始终追不上林雨 距离反而再被拉开 渐渐的 寄生花们都想要放弃了 实在拿着人类没有办法 跑得快 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要不 先回去 杀其他几个人类吧 正当他们犹豫之时 却见林雨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嘴中不断喘着气 像是不经意间显露出的疲态 生怕被敌人发现 林雨很快又将速度提了上来 呼吸频率也被他放缓 寄生花们眼睛一亮 林雨的举动被他们尽收眼底 自以为掩饰得很好 可笑可笑 他快不行了 强弩之末了 继续追 只是 又追了一段时间后 他们赫然发现 林雨速度不减反增 而且 还一副轻松自若 游刃有余的样子 这明显是不想掩饰了呀 寄生花 此集 他们已经追着林雨 来到一处公园 距离先前地方起码五六公里 想要折返而回 去杀另外几个人类 已然不太可能 他们只能咬着牙 继续追杀林雨 他们就不信 一个才觉醒二段的人类 能以这样的速度 一直坚持下去 林雨时不时将手 插进衣服口袋 握住里面的赤金色一盒 猛吸两口 到了这时候 状态依旧保持得非常好 唯一不好的是 一盒已经从原本的觉醒四段 被他吸成觉醒三段了 以后 估计用不了多少次 有机会 得再弄几枚一盒才行 林雨笑了笑 忽然停下脚步 转过身 面向一众寄生花 就到这吧 不跟你们玩了 他的目的已经达成 此刻 赵星成和周周 已经脱离危险 并且 应该已经呼叫了支援 他没必要再拿自己当诱饵 下一秒 林雨的身影 直接消失不见 寄生花瞪大眼睛 立刻冲向林雨消失的方向 一根根藤蔓挥舞着 无差别攻击 想要将林雨找出来 然而 却始终找不到他的身影 有些人 追着追着 就不见了 夜晚的公园 冷冷清清 带着几分萧瑟 很快 一声声咆哮响响起 该死 该死该死 该死该死该死 寄生花们对月长好 整朵花都不好了 另一边 林雨静默而立 觉醒二段后 光学隐身的效果 有了显著提升 配上幻境 再配上隔绝声音的戒指 可以让他在 觉醒五六段的敌人面前 很好的隐藏 不被发现 这便是林雨的又一大仪仗 此刻 他默默观察 想看看 这些寄生后 能够不被透视眼镜 发现的寄生花 与普通寄生花 有什么区别 一番观察后 貌似 没有区别 林雨皱眉沉思 寄生花们在发泄完后 翘无声息地离开公园 朝着一条夜市接而去 明显 这是又想找人寄生 隐藏下来 见状 林雨眸光一寒 就这样 放任他们去害人吗 若还是之前 觉醒一段的他 或许无力阻止 但现在 他想试一试 林雨翘无声息地接近 避开一根根藤腕 首先 被他选中的目标是 为首的觉醒武断寄生花 林雨没有贸然出手 而是观察周遭 记住每一只寄生花的位置 并为自己找好一条撤离路线 确保偷袭过后 自己能够安然退走 做完这一切后 林雨缓缓抬起手 手中武器切换成神盲剑 对准那寄生花的脑袋 猛地刺下 寄生花面色疏得一变 瞳孔骤然收缩 眼前一切照旧 似乎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可就在这一瞬 他感受到了致命危险 几乎是下意识的 就要抽起藤腕 挡在自己面前 然而 为时已晚 当时那把剑 距离他的脑袋 只有零 零一公分 扑的一声 长剑划出一道银白剑芒 狠狠刺了下去 搅动两下后拔出 花盘上 被刺出一个深深的窟窿 黑色液体不断渗出 伴随着寄生花 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一同响起 寄生花一双毛子瞪大 怎么也不会想到 先前被他们追赶 侥幸逃掉的人类 竟敢一路跟随 并对他发动偷袭 旋即 他震怒 一条条藤腕 朝着面前挥舞 准备抽死那人类 灵雨皱眉 一次偷袭 并没能杀死对方 对方的防御力 及反应速度 都有些超出他的预料 现在 摆在他面前 有两个选择 一 切换成神盲枪 往那窟窿里补上一下 代价是 要承受那一条条藤腕的攻击 二 果断撤走 代价是 失去杀死觉醒武断 寄生花的宝贵机会 灵雨咬牙 他选 三 神盲剑切换成神盲盾 被他高举着 挡住抽来的藤腕 另一只手中 光雨凝聚成匕首 二话不说 刺进那窟窿 下一秒 灵雨迅速松开手 心念微动 匕首在他控制下 直接炸开 炸成无数光雨碎片 如利刃般 在寄生花脑中飙射 啊 寄生花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 在他脑中 大片血肉组织被撕裂 黑色液体四处建设 灵雨眸光微亮 刚刚那一手 是他灵机一动 想出来的技能 效果出奇的好 眼看就要 给对方送走了 事实上 他这边也不好受 藤腕砸下来 巨大的力道 让他手臂有种要断了的感觉 再来几下 估计真要断了 去死吧 灵雨抱贺一声 手中再度凝聚出一柄 光雨匕首 继续先前的操作 匕首炸开 一连串的扑扑声后 寄生花的脑子 由那外被彻底摧毁 毛子暗淡下来 身躯无力倒下 灵雨灿烂一笑 一百学分 入账 从灵雨发动攻击 到最终杀死对方 其实才过去不到两秒 这时候 剩余的寄生花 也才刚刚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一个个眼睛瞪大 他们中的最强者 居然被一个 觉醒二段的人类 偷袭秒杀了 该死人类 一刹那 他们杀一沸腾 一根根藤蔓 朝灵雨这边 铺天盖地落下 身形辗转藤膜间 很快就从花裙中撤了出来 最终寄生花 连灵雨的影子都没摸到 差点将牙齿给咬碎 随后 又是深深的忌惮 这个人类 特么比妖魔还妖魔 觉醒二段 就能杀五段 要知道 他们都只是三段和四段 很快 这种忌惮就变成了恐惧 因为 那人类又出手了 扑的一声 像是有什么利刃划过 一只觉醒四段寄生花的脑袋 直接被破开 随后是轰一声 一枚威力堪比大炮的子弹打了进去 不出意外 这只寄生花是出意外了 就是不知道 其他寄生花一不意外 灵雨这样想着 就见下一秒 原本还气势汹汹 要杀死她的寄生花们 直接一哄而散 四处逃窜 灵雨 说出来可能没人会信 一群最低也是觉醒三段的妖魔 就这样 被一个觉醒二段的人类给吓跑了 灵雨这当时就不乐意了 这些 都是学分啊 哪里跑 灵雨提剑就追 以她的速度 想要追上一只寄生花不难 只是 一番缠斗后 剩下的寄生花都跑没影了 最终 灵雨拎着一只觉醒三段寄生花的尸体 走了回来 是时候该回去了 灵雨沿原路折返 一路将之前杀死的觉醒四 五 三段的寄生花尸体捡起 来到约定好的路口 灵雨皱眉 并没有看到赵新城和周周 她当即给两人打去电话 结果 灵声响了又响 却是没人接 灵雨面色微变 他们 出事了 接到的一处拐角 藤万漫天飞舞 雷霆划过夜空 一场战斗 不知何时大响 赵新城被一左一右两只寄生花夹击 渐渐地陷入疲态 在她面前 还有两只寄生花的尸体 上面沾染着她的血 周周发丝凌乱 身上衣服多处破碎 露出大片雪白与鲜红 在她周围 有着三只寄生花 对她虎视眈眈 在灵雨将那群寄生花引走后 两人本想着去下一个路口等她 却不曾想 那里也有着一群寄生花等着他们 于是 两人又开始了逃亡 碰巧遇到了 从学校折返回来的秦勇 于是 三人又开始了逃亡 最终被逼入死胡同里 只能选择背水一战 好消息是 他们遇到的寄生花 实力并不强 最强一直不过觉醒二段 其余皆为觉醒一段 坏消息是 有一点多 平均每人都要对付四只以上的寄生花 原以为 他们今天要隔屁在这里了 享年一十八岁 不曾想 生死一线时 几人都爆发出了巨大潜力 硬生生拼杀掉了一半的寄生花 好消息是 觉醒二段的寄生花被 他们杀了 剩下的乌合之众不足为惧 坏消息是 他们的能量物质都快用完了 自己也成了乌合之众 因此 结局仍旧不容乐观 忽然 秦勇猛地大喝一声 冲上去 一手一个将围攻赵新城的两只寄生花 拽了过来 抱进怀中 寄生花奋力挣扎 想要挣脱 秦勇咬着牙 死死抱住 不放手 藤蔓上的一根根道刺 刺进他的血肉之中 仅这一瞬 便让他整个人变得鲜血淋漓 老秦 你 赵新城面色大变 焦急地喊道 秦勇笑着摇了摇头 没什么 来吧 先将这两只给杀了 这时 在他身后 原本与他厮杀的两只寄生花 开始疯狂攻击他 一根根藤蔓朝他后背抽去 对此 秦勇却是毫不在意 来吧 赵兄 赵新城眼眶湿了 老秦 我觉得 你喊开炮 可能会更有感觉 要不 我们重新来一遍 秦勇 赵新城 算了 还是我来喊吧 开炮 雷霆轰落 两只寄生花 被赵新城当场击毙 随后 三人联手 终是在历劫之前 将寄生花全部击毙 三人满身血污 瘫坐在地上 大口喘着气 原本还以为 寄生花有多可怕 现在看 也就那样吗 赵新城咧嘴笑道 对了老秦 你没事吧 秦勇刺了刺牙 有点痛 不过没事 对了 你们说 林雨那边 没事吧 周周眼犯担忧地问 试想 他们这边 遇上一群觉醒一 二段的妖魔 就已经这么惨了 而林雨那边 面对的 最差也是觉醒三段 应该 没事吧 赵新城有些不确定道 说着 他忽然站起身 周周也站了起来 坚定道 走吧 我们说过 要在下一个路口等他的 不能食言 三人步履为奸地走着 十几只寄生花的尸体 被他们捆在一起 拖在身后 另一边 林雨拖着四只寄生花 大步向前走着 一处十字路口 双方相遇 刹那 双方都瞪圆了眼睛 彼此打量 随后 是长达十秒的沉默 赵新城率先打破沉默 林兄 我们正找你呢 可找着你了 林雨笑了笑 是吗 我也在找你们 周周 林雨 你没事就好 林雨 可我怎么感觉 你们有事 随后 又是长达十秒的沉默 可 那个 事情是这样 赵新城江之前 遇到寄生花袭击 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 大致说了一遍 期间各种艰险 被他描绘出来 林雨听后 为之动容 感觉几位同学 真的太不容易了 林雨也将他追击寄生花 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 大致说了一遍 三人听后 以为之动容 感觉寄生花 真的太不容易了 看着林雨身后 那觉醒三 四 五段的寄生花尸体 三人眼神一个比一个复杂 原本 他们还担心林雨安危 生怕他因为引走寄生花 而有什么三长两短 事实却是 林雨啥事没有 反倒是追他的寄生花 死的死 跑的跑 林雨 你 太让我意外了 周周带着几分含蓄 夸赞道 秦勇就比较直接 张口就来 卧槽牛逼 赵新城看看林雨 又看看林雨手指上的戒指 或许 这次是老爷爷出手了 他想 要是自己也能有戒指老爷爷 那该多好 好了 其他的先不用说 赶紧回学校吧 林雨道 赵新城那辆宝石节 在秦勇赶来后 便被寄生花给毁了 一而此刻 只能取出手机 呼叫网约车 林雨目光扫过三人 认真道 我看你们伤得不轻 回去后 去医务室看一下吧 文言 周周下意识看了一眼 自己身上 破损的衣服下 是大片血淋淋的伤口 以及裸露在外的 大片雪白 周周不由翘脸一红 慌忙用手遮掩 林雨摆摆手 没事的 我已经给他们两个 施加了幻景 他们什么也看不到 说着 指了指赵新城和秦勇 周周顿时心中一暖 感激地看了一眼林雨 玄机狐疑 那你呢 可 我当然也看不到了 林雨说 周周愈发狐疑 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在他们身后响起 真意外啊 你们 居然一个都没死 所有人心中都是一灵 豁然转身 什么人 林雨贺问 却见不远处 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袍下的身影 正直勾勾盯着他们 身影脸上蒙着黑布 让人看不清楚样貌 唯一裸露在外的眼睛 闪烁着丝丝红光 当中的杀意仿佛实质 要一散出来 越看 林雨几人心里面越慌 能够无声无息出现在他们身后 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 且直到现在 几人都感觉不到 对方身上有任何气息 双方实力之悬殊 可见一般 赵星成艰难咽了咽口水 忽然问道 林兄 那个 你戒指里的老爷爷 能打得过他吗 一句话 让原本不对劲的气氛 变得更加不对劲 秦勇 周周一脸猛 黑袍人一脸猛 林雨也一脸猛 自己戒指里有老爷爷 自己怎么不知道 下一秒 林雨面色恢复正常 叹息道 赵兄 隐藏了这么久 没想到 一早就被你给发现了 既然这样 那我也没什么 好藏着掩着的了 对 没错 我的戒指里 确实有一位 神秘老爷爷的残魂 林雨表情格外严肃 老爷爷明美老 虽是残魂 却也能发挥出 逍遥九段的实力 对付这黑袍老贼 绰绰有余 秦勇 周周面面相去 怎么也没想到 林雨还藏有 这样一手底牌 紧接着是大喜 这样一来 他们便不用惧 怕这黑袍人了 赵星成哈哈一笑 林兄 那还等什么 赶紧让梅老出来吧 黑袍人眼中 闪过惊疑不定之色 难不成 真有这样一位强者 寄宿在戒指里 旋即摇了摇头 就算有 也不会像那小子说的 有逍遥九段的实力 不然早就出来弄死他了 定是在虚张声势 黑袍人一声冷笑 那便让你这位 梅老出来吧 我倒要看看 他对付我 怎么绰绰有余 赵星成笑了 该说你无知好呢 还是说你无知好呢 他一脸期待地 看向林雨 等待着他将老爷爷召唤出来 可 林雨露出尴尬 而不示礼貌的微笑 道 知道我为什么 要称呼他美老吗 为什么 周周一脸好奇地问 因为 根本就没有老爷爷 周周 众人 下一秒 林雨几人几乎同时吼道 跑 快跑 旋即 转身就跑 黑袍人感觉 刚刚好像被戏耍了 但他没有证据 他的眼中闪烁红光 冷哼道 你们觉得 你们跑得掉吗 周周咬牙 拼尽最后一丝能量物质 给黑袍人施加了五倍重力 又给几人的重力减轻 赵星成同样拼尽最后一丝能量物质 击出一道雷霆 打向那黑袍人 秦勇想了想 捡起一只寄生花的尸体 朝黑袍人丢过去 林雨则不知出一层又一层幻境 用以迷惑黑袍人 雕虫小剑 黑袍人哼一声 身影如鬼魅般消失 又出现 直接站在林雨身后 五倍重力 对其似乎没有任何影响 幻境被他瞬间就识破 另外两道攻击 更是连碰都没碰到他 便是你们几个 影响到了妖大人的计划 都去死吧 黑袍人眸光森冷 一掌朝林雨后脑拍去 这一掌还未落下 林雨变绝 一阵刚风从后方袭来 头皮隐隐作痛 真要是落下 后骨不堪设想 肩不容发之际 他将神盲盾举起 挡在身后 同时打定主意 若神盲盾扛不住 他便动用压箱底的底牌 燃烧成在幻境的那一叶纸 短暂爆发断魂九段的实力 轰的一声 黑袍人一掌落在神盲盾上 直接将神盲盾打得四分五裂 随之而来的是咔一声 迟钝的手发生鼓裂 林雨眼中闪过利涩 这一瞬 他已经通过对方出手时 展露的气息 得知了对方的境界 断魂七段 可杀 牙一咬 林雨就要燃烧那一叶纸 突然 翁一声 一道绿光像是流星一般 从天而降 笼罩住他 林雨面色微变 眼界那绿光 瞬间构建成一个 形似龟甲一般的囚龙 不仅将他 也将周周和赵星成困在了里面 囚龙给他一种 牢不可破的感觉 同时带着一股磅礴的威压 逍遥境 一刹那 林雨有种无力感 面对这种极数的强者 他即便动用底牌 怕是也无济于事 嗯 林雨眼神一动 好像搞错了 绿光并不像是在囚困他们 而更像是在保护 至少 他没有从中感受到恶意 林雨思索片刻 没有再去燃烧那一叶纸 可以的话 他自然不想失去一个S级异能 爆发的时候确实爽 爆发完后 有他哭的 下一瞬 黑袍人的手掌落下 那是一只 像是由稻草编织而成的枯黄手掌 给人怪异质感 碰 手掌与绿光碰撞 一声闷响过后 绿光窥然不动 反倒是手掌被震得爆碎了 碎成一根又一根草线 什么人 黑袍人触电斑的收回手 眼中红光剧烈跳动 赵星成 周周 秦勇三人 接大喜 原本 看着凌羽即将被一掌拍碎脑袋 他们都已经绝望了 不曾想 峰回路转 竟有神秘强者相救 赵星成眼睛一亮 莫不是 没老 周周 秦勇一愣 还真有没老 三人齐齐看向凌羽 眼神优越 说好的 戒指里面没有老爷爷呢 凌羽猛了 这 怎么肥肆 想了想 他试探问道 没老 是你吗 黑袍人彻底不淡定了 戒指里 他们真有老爷爷 逍遥三段 感觉 好像又被戏耍了 抬手一招 一根根草蟹重新飞回 凝聚成一只枯黄手掌 紧接着 他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哪里跑 一声爆喝 如雷霆乍响 下一瞬 就见一道身影 从天而降 那是一个身材微胖的中年人 留着寸头 面目方正 脸上的表情不怒自威 给人极大的压迫感 中年人左手托举着一个巴掌大的龟壳 花纹细腻 右手手指轻弹在龟壳上 只听嗡的一声 龟壳中击射出大片绿光 交织起来 构建成一个巨大的龟甲囚龙 要将那黑袍人囚困在其中 不好 黑袍人面色大变 一咬牙 身体迅速膨胀 而后 整个人轰一声炸开 瞬间 他的身体炸成了漫天草蟹 飘散在空中 恐怖的能量席卷四方 头颅则在这巨大推力下 飞射出去 囚龙落下 未能将其囚困 下一瞬 漫天草蟹又重新聚合起来 重新变成一具身体 并与头颅对接上 这 林雨几人都被这一幕惊到了 也是直到这一刻 他们方才看清 黑袍人的真正面目 那是一只 浑身借由枯黄稻草编织而成的稻草人 脑袋光秃秃 脸部平整 跟被车轮碾过的一样 没有鼻子 嘴巴和耳朵 只有一双血红的眼睛 此刻 那双眼睛正著是这中年人 带着深深的忌惮 没想到 居然是你 稻草人摇了摇头 脑袋上裂开一道口子 声音从里面发出 随后 口子向上翘起一个夸张的弧度 冲林雨几人道 今天就到这里吧 日后再来收拾你们 放心 到时候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话落 稻草人不再犹豫 身体又一次炸开 再聚合 已是在百米之外 旋即一路狂奔 消失在夜色中 中年人试图追击 但很遗憾 追击失败 速度并不是他的强项 可恶 给这妖魔跑了 用力握了握拳 中年人满脸不甘 旋即看向林雨几人 你们没事吧 没事 赵新城 周周 秦勇三人 神色复杂的摇摇头 他们已经认出了来人是谁 哪是什么戒着老爷爷 林雨看了看对方 又看了看对方 手里的龟壳 一副恍然的样子 道 龟老 多谢龟老出手相救 中年人 我是魔独异能协会 特别行动组的组长 王冲 王冲黑着脸道 可 原来是王组长 林雨露出尴尬 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内心则嘀咕 不是说 王冲的能力是占卜吗 怎么就变成龟壳了呢 一想又觉很合理 龟壳 貌似就是用来占卜的 而之所以叫占卜 可能是觉得 叫龟壳太难听了吧 说话间 笼罩他们几人的绿光 被王冲撤去 林雨当即弯下腰 在地上搜寻神盲盾的碎片 满脸肉疼之色 四百学分 就这么没了啊 也不知道 能不能修复 一块块碎片 被林雨捡起 拼在一起 当重新拼凑成一面完整的盾后 林雨尝试着将异能注入 随后 令他欣喜的一幕发生了 一块块碎片 开始如液体一般融化 再度聚合 变成了一柄银白色长剑 完好无损 林雨又将其切换成神盲盾 依旧完好无损 就是说 即便神盲这件道具被打碎 只要将碎片重新搜集起来 便可将其恢复 林雨笑了 四百学分 又回来了 另一边 王冲注意到了地上 那一句又一句的寄生花尸体 从觉醒一段 二段 一直到五段 他当时就惊住了 试探问道 这些寄生花 都是你们杀的 四人的实力 他一目了然 最强的 不过觉醒二段 要说他们能杀死这些寄生花 他是真不敢相信 闻言 赵新成嘴角翘起一抹自信的弧度 自然是我们杀的 怎么 傻眼了吧 看着对方脸上的表情 赵新成顿时感觉扬眉吐气 一阵暗爽 老东西 就问你 惊不惊讶 王冲神色复杂 似想到什么 拿出手机看了两眼 随后 目光落在凌宇身上 你就是凌宇吧 我听松和区的队长提起过你 那次 若不是你参与营救 十二名官方成员都有可能丧命 说着 拍了拍凌宇的肩膀 笑道 想来 这几只觉醒四 五段的寄生花 都是你杀的吧 你很不错 凌宇谦逊地笑了笑 王组长 过奖了 王冲接着又看向秦勇和周周 一番赞赏 你们两个 也很不错 赵星成表示不服 挺胸抬头 接着咳嗽两声 试图引起对方注意 然后 继续被无视 赵星成 对了 将你们之前发生的事 仔仔细细说一遍吧 王冲皱眉说道 他越想越觉 事情不对劲 好端端的 这几人怎么会引来这么多寄生花 更是引来断魂七段的妖魔来杀他们 一定是触及到了什么 旋即 又想起几人身上都带着不轻的伤 嗯 这样 我先带你们去疗伤吧 其他的 之后再说 魔独异能协会总部 并号房 林宇四人并排躺在四张床上 接受治疗 负责治疗他们的是一个身穿红裙的漂亮大姐姐 脸上带着又甜又温柔的笑 你们好 我叫刘娜 今年刚来这实习 说来 我还是你们的学姐呢 这是我的异能 治愈之蝶 却见他双手摊开 四只粉嫩粉嫩的蝴蝶 从他掌中飞出 像是精灵一般 翩翩起舞着 飞到四人跟前 刺溜一声 一号蝴蝶飞入赵新城伤口之中 赵新城先是皱了皱眉 随后眉头舒展 再随后满心愉悦 感觉 一点也不疼了 却见他的伤口 肉眼可见愈合 直至痊愈 二号 三号蝴蝶分别飞入擒泳 周周伤口中 两人的伤也很快痊愈 谢谢刘娜学姐 四号蝴蝶出了点问题 在林宇身边飞呀飞 迟迟不见有进一步动作 林宇感到不妙 问道 那个学姐 我这伤 有办法治吗 刘娜有些惊讶 不应该啊 我的治愈之蝶 会主动寻找伤口 并飞进去医治 你的身上有伤口吗 他问 林宇摇头 骨头断了 不过没有伤口 玄机有些担忧地问 你看 这样能治吗 这个简单 没有伤口 我给你搁一个 不就有了吗 刘娜脸上带着又甜又温柔的笑 说道 很快 一柄长一米二 宽三十厘米的扩刀 出现在他手上 接着冲林宇笔划笔划 来吧 林宇 五分钟后 林宇结束治疗 差点没给感动哭 谢谢刘娜学姐 下次 我自己来哥吧 算了 还是不要有下次 四人随后来到王冲办公室 将你们今晚经历的事 仔仔细细说一遍吧 王冲一脸严肃道 好 周周点点头 再发现 他们所负责的区域 确实存在大量寄生花 他便知道 是他们错怪王冲了 再加上之前的搭救 使得他对对方的观感 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周周努力回思 将事情的来龙俱脉 仔细说了一遍 一旁 林宇三人茶漏补缺 王冲听后 嘴角直抽搐 好家伙 你们几个 还真特么把别人的寄生花 扛到了自己呢 旋即 他眉头皱起 你的意思是 你们那的寄生花 无法用透视眼镜观测 周周用力点头 当时 若不是林宇察觉到不对 我们或许会被杀得措手不及 王冲汗手 若是这样的话 那便能解释 为什么他明明占不到了寄生花 而他们总是说没有 只是 为什么会探测不到 王冲感到困惑 根据你们学校 共享给我们的情报 觉醒进的寄生花 都只是分话题 除寄生外 没有其他能力 他们如何能影响到 透视眼镜的探测结果 另外 他们若真有办法 不被探测到的话 为什么 其余区域的寄生花 又能够被探测到 一连串的问题 问出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周周努力思索一番后 苦笑着摇摇头 完全想不明白 秦勇想啊想 很快 他想明白了 这种深奥的问题 就不是他应该想的 赵新诚想啊想 很快 他也想明白了 这种没有意义的问题 想他何用 其他区域的寄生花 我们之所以能够探测到 或许只是因为 他们想让我们探测到 林语忽然说到 王冲暗自摇了摇头 林语的话 让他觉得不知所云 事实上 他也没指望一个学生 能给出什么好的见解 只是 当他尝试着 细细咀嚼话语中的深意 却是猛的一个机灵 有种头皮炸裂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说 王冲声音迫切地问 林语想了想到 因为我的一项能力 便是幻境 拥有欺骗他人胆观 瞒天过海之能 所以 我就在想 我们会不会也如同 深陷幻境一样 被人欺骗了胆观 王冲没有打断 却听林语继续道 另一件事情 则印证了我的猜想 我之前就有疑惑 我的幻境能力 似乎突然强了一大截 轻松就能将 觉醒二段的寄生花 还有李显盛 玩动于鼓掌间 这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 这是为什么 因为 所有人的感官 原本就被欺骗了 我再想要欺骗他们 自然会变得容易很多 办公室里 一阵沉默 王冲面色 前所未有的凝重 赵新城几人 也有了一种 头皮炸裂的感觉 若真有那么一股力量 覆盖整个魔都 将所有人的感官欺骗 那会有多恐怖 王冲沉声道 若真依照你所言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林语摇了摇头 不是他们 是他 嗯 什么意思 王冲不解 赵新城几人同样不解 林语缓声解释道 我之前就在想 这些分化体 是不是从一只寄生花身上 分化下来的 是不是就是我们之前遇到 逍遥九端那只 如果是 则说明 他的真正实力 远不止逍遥九端 林语表情无比凝重 是什么 导致他不惜自损实力 也要分化出这么多分化体 又是什么原因 导致他实力 跌到觉醒一两段了 都没有选择 重新吸收这些分化体 增强自己的实力 而是用来给我们杀 一连串的问题 问出 让人更加匪夷所思 王冲眉头皱得更深 许久 他问道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林语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不过 我们或许可以 从另一个问题上 寻找答案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林语继续说道 为什么我们几个 突然间会被妖魔追杀 在此之前 我们似乎只做了两件事 一 打了李显胜他们一顿 二 将李显胜区域内的寄生花 扛到我们区域 然后杀死 赵星成眼睛一亮 我知道了 李显胜大家伙 是寄生花的狗腿子 我们打了他 所以 他找来寄生花报复我们 林语 王冲同时看向他 闭嘴吧你 王冲身体微微站立 似乎隐隐把握到了什么 如果说 是因为后一件事情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寄生花 只被允许在特定的地点 或者时间杀死 想到这 他眼睛都在放光 立刻打电话 叫来女秘书 去 将最近 整个魔兜范围内 被杀死寄生花的时间和地点 在地图上丢标注出来 好的组长 女秘书一身干练的职场打扮 留着期间短发 文言 立刻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操作起来 一条条数据 被他整理汇聚 以PPT的形式呈现 可以看出 女秘书在这一方面 很有天赋 不到一小时 PPT制作完成 随后 他开始向众人展示 屏幕上 首先出现魔兜的平面地图 随着他鼠标点出 地图上 出现一个红点 那代表着 第一只寄生花被击毙的位置 随后是第二个红点 距离第一个不是很远 接着是第三个 距离第二个不是很远 随着他的展示 众人的瞳孔渐渐收缩 一个个红点 像是画家用画笔点出 正逐渐勾勒出一幅图案 而在平均每百个红点中 又镶嵌着一个绿点 经女秘书解释 众人知道 绿点代表着 除寄生花以外的其他妖魔 偌大的魔都 不可能只有寄生花一种妖魔 到最后5400多个红点 54个绿点 全部显示在地图上 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 看着屏幕上那朵花 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便是他们想要寻找的答案吗 赵新诚咽了咽口水 问道 你们说 那只寄生花 到底想干什么 王冲一言不发 走到靠墙角的书柜 开始翻找着什么 女秘书点开 异能协会资料库 一番查找 有些不确定道 似乎是某种失传已久的祭祀仪式 具体信息 我这边并没有查到 祭祀仪式 林雨 周周 面面相去 前者神色一下子变得无比凝重 这让我想起之前 冷风他们布置的那个仪式 通过吞噬异能者的义和与灵魂 来强大他们自身 十分歹毒 听林雨这么一说 周周几人面色也凝重起来 要知道 这次这个仪式 可是覆盖了整个魔都 难以想象它的危害 这时 王冲拿着一本泛黄的册子 走了过来 我记得 关于祭祀仪式 这本书上应该有记载 册子很薄 没翻几页 他便找到了想要找的内容 刹那 他的脸色大变 嘴唇都在颤抖 嗯 怎么 几人纷纷看向他 王冲深呼吸几口气 艰难念出当中的内容 万妖记 魔物声 几人一愣 魔物 什么魔物 林雨率先反应过来 试探问道 魔物 该不会就是神秘大物吧 王冲重重点头 几人面色都变了 神秘大物是什么 那可是妖魔的诞生殿 一旦降临 便会有数之不尽的妖魔 从中走出 王冲脸上的表情 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 陈生道 历史上 我们这个世界 其实已经降临过数千场大物 大多数规模都不大 从里面走出的妖魔 基本上都只是觉醒 断魂境 而有极少数大物 规模庞大 且从当中走出的妖魔 实力很强 往往都是逍遥 乃至逍遥以上 这类大物 才会被冠以魔物的称号 册子翻页 王冲看了一眼后 继续说道 大物降临的原因有两种 一种是自然降临 就好比第一次降临的 蔑视大物那样 没人知其为何会降临 也无法预防 另一种 则是由妖魔主动接引 需要通过复杂的仪式 以大量妖魔的生命 作为祭祀 据历史文献记载 接引一场魔物 至少需要一万只妖魔 再服役各种珍贵材料 进行祭祀 所以才有万妖记 魔物生的说法 万妖记 魔物生 林雨几人难难 原来 这才是 那只寄生花的真正目的 一想到 有魔物将要降临魔都 整座城都将化成废墟 数千万人 都将融为妖魔的食物和玩物 几人头皮都入过垫板 有些发麻 必须阻止他们 秦勇大声喝道 一张脸因激动而变得扭曲 王冲汗手 将册子翻到最后一页 看了看后说道 历史上 成功阻止魔物降临的粒子不守 只要在仪式完成前 将之破坏掉就行 此外 还有一种方法 不过这种方法 难以复制 王冲想了想 还是说道 大概在五十多年前 有妖魔为了不被人类发现 偷偷在我华国的戈壁无人区 进行仪式 最后成功引来魔物 结果 不巧的是 恰好那时 我华国研制出了一枚核弹 拿到无人区去试报 然后 轰的一声 淋雨几人都惊呆了 也不知道 当时 魔物中的妖魔 适合心情 秦勇恍然道 难怪 那只寄生花 会选择在城市里进行仪式 为的就是 避免被用核弹炸 周周满脸后怕 不仅如此 他还让我们误以为 是我们找出来 并灭掉了那些妖魔 以此神不知鬼不觉地 进行着仪式 太可怕了 若不是我们及时发现 后果将不堪设想 赵星成一脸阴沉 指着面前屏幕上的图案道 你们看 目前这朵花 起码已经勾勒出了23 也就是说 仪式也已经进行到了23 我们必须在剩下的13 还未完成前 将仪式破坏掉 至于如何破坏 略微沉吟 他道 就按照我们之前的方法来 我们可以 将之后发现到的妖魔 扛到别的地方 再灭杀 灵语提出疑问道 问题是 如何发现妖魔 透视眼镜肯定不能用了 毕竟 我们能不能用这个观测到寄生花 完全取决于 对方想不想 让我们观测到 文言 众人纷纷思索起来 灵语却是已经有了答案 他指了指屏幕上的图案 我们可以先将这个补权 以此确定 接下来进行仪式的地点 并提前守在那里 守株待兔 一劳永逸 周周笑了笑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秦勇也笑了笑 俺也一样 王冲 女秘书对视一眼 皆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危机感 这年头 学生都这么聪明能干的吗 把他们要安排的事情 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感觉 饭碗快要不保了 女秘书点开一个AR绘图软件 尝试着将未完成的图案补权 很快 一朵看起来更加生动 细节更加丰富的花 呈现在众人面前 如果说 之前那个只是出稿 现在这个 便是最终的成品 后续 一共被填充进去 接近4000个点 全部被标记成蓝色 这些点在地图上对应的位置 也被一一找出 你们看 赵新城指着花盘中心区域 激动到 这里是我们之前搜寻的区域吧 除了那三个红点外 全是蓝点 周周点点头 也就是说 接下来 我们只要继续守在那 绝对能守到大量妖魔 林语一声叹息 但以我们的实力 真要是守在那里 怕是会死得很惨 毕竟 前不久 我们才被一只断魂七断的稻草人盯上 话语中 带着深深的无奈 紧接着 他又慷慨激昂道 不过不要紧 为了阻止妖魔的邪恶计划 就千万人于水火 我们愿意赴死 他看向王冲 王组长 让我们去吧 赵新城立刻附和 老东西 让我们去吧 哪怕是死 我们也要死在前线 王冲嘴角抽搐 他也没说不让去啊 去就去 干嘛跟他说 摇了摇头 他道 看在你们发现 祭祀仪式有功的份上 这样 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为你们保驾护航 魔都 某地下赌场 奸笑声传遍四方 这都没杀死他们 废物 一群废物 一根根藤腕 噼里啪啦拍打在地上 末端花盘上 一张原本美丽绝伦的面孔 此刻却是显得无比猙獰 姚大人息怒 满身枯黄的稻草人 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颤声道 您有所不知 那几个年轻人类的天赋与潜力 超乎想象 属下赶到那里时 大人您派去的分化体 已经全被他们给杀了 属下原本是有机会杀他们的 奈何 关键时候 异能协会的王冲赶到 就吓了他们 他将头埋得很低 像是一只卑微的蝼蚁 不敢与对方对视 竟显卑微姿态 不过 还请大人放心 只要一有机会 属下便会立刻过去 杀掉他们 妖大人冷哼一声 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那几处被打乱的地方 纠正过来了吗 他问 纠正过来了 稻草人点头道 照这个进程下去 不出意外 明早便能彻底完成仪式 接引吴王与他的步众降临 他的眼中带着无比的狂热 届时 整座城内的生灵 都将沉浮在吴王的脚下 妖大人冷冷看他一眼 不知何时起 他最讨厌听到的 就是在一句话前面 加上不出意外四个字 小心谨慎一些 遇到任何一场 立刻向我汇报 是 妖大人眼睛微眯 你说 那几个人类 有没有可能察觉到我们的计划 稻草人摇摇头 属下觉得 那几人打乱我们的仪式 应该只是无心之举 发现我们的仪式 他们能看到的 不过是我们想让他们看到的 他话语笃定 脑袋上 一道裂开的口子向上翘起 那些个人类 自以为是他们灭杀了我们 殊不知 他们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妖大人微微皱眉 并没有因为对方的话 而放松警惕 不久前 他才栽在一名人类女子手中 因此不会小觑人类 他开口发出一声刺耳的尖笑 像是在对外传讯 你们 去一些道少风学院 制造麻烦 让那里的人 无暇顾及我们这边 命令下达 很快便有一只 断魂镜的寄生花带队 闯入少风学院 袭击学生宿舍 紧接着是第二批 第三批 去的寄生花 自然是有去无回 不过 他们的目的已经达成 成功让陈瑶等一众人 留在了学院 无暇顾及学院外的事 妖大人笑了笑 直到此刻 他才彻底放下心来 这次 应该不会再出什么意外了吧 紧急调令 异能协会全体成员注意 从此刻起 全员参与灭花行动 任务中 遇到的寄生花 一律不得在当场击杀 需至少离开一公里范围 亦或者带回异能协会 才可击杀 没有为什么 这是命令 异能协会各区负责人注意 从现在起 每位断魂武断以上的强者 带对镇守一块区域 所要做的事情 与上述相同 原本已经下班 和兄弟们在路边烧烤摊 喝酒撸串 亦或是回家造人的异能协会成员 纷纷收到这样的紧急通知 众人都是一头雾水 这任务 他们表示看不懂 但在上级的催促下 他们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动作 投身于这次任务中 地下赌场 妖大人无忧无虑地躺进一处水池中 静等魔物降临 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 在妖魔界 因为血脉限制 每一种妖魔都有境界天花板 比方说 食脑术 境界最高只能达到觉醒一段 想要再提升实力 只能堆食脑葵的数量 寄生花也一样 境界最高只能达到逍遥九段 想要再提升实力 只能堆分化体的数量 数百年前 他便已经是逍遥九段 数百年的时间 他分化出了数万分化体 却依旧只是逍遥九段 他想要变得更强 打破这个限制 目前 他只知道一种方法 那就是 吞噬比他更强者的一合 或者魔合 这个 他做不到 但 他的王能 只要他驻王降临这个世界 王便会给他他想要的一切 想到一世 只要顺利进行下去 便可如愿 妖大人嘴角都不自觉翘了起来 正当这时 一声声尖笑 从赌场外传来 那是他的分化体 在给他传递情报 丙大人 六千零一时那边出了问题 被人扛走了 一世出现小漏洞 丙大人 六千零一时一那边出了问题 被人扛走了 一世出现小漏洞 丙大人 六千零一时三那边出了问题 被人扛走了 一世出现小漏洞 一连数只分化体 都被人扛走了 一连数十个小漏洞 加在一起 可就不是小漏洞了 妖大人面色无比难看 同时狐疑 怎么 感觉有一些熟悉 很快 他知道哪里熟悉了 不就是之前那几个人类干的事吗 好家伙 直接给普及开了 妖大人当时整朵花都不好了 此刻 稻草人已是无比震惊 不久前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 那些个人类 不可能发现一事 但打脸来的 就是这么快 啪 妖大人一腾万抽在他的脸上 直接让他脑袋给转了一百八十度 妖大人发誓 以后 谁再在他面前说不出意外 他先让那人出意外 立刻 将这些漏洞丢不上 妖大人奸声道 紧接着 他又下达另一条命令 将一部分分化体召唤回来 很快 一只只分化体聚集在地下赌场 一同被召唤来的 还有其他妖魔 不过数量不多 与此同时 在妖大人眉心的位置 忽然裂开一道口子 一枚漆黑仿若深渊的眼球 缓缓旋转 隐匿之眼 凡是被他注视过的活物 都会被蒙蔽感官 无法看见他 同时 这些活物又会将这种效果 传给他们看到的活物 使得他们也无法被对方看见 眼球扫过在场每一只妖魔 一种神秘的力量 加持在他们身上 即刻起 他们可以轻松蒙蔽他人的感官 原本 在他的计划中 这些妖魔 是用来给人类杀的 需要给人类看到 但现在 不需要了 去吧 去你们该去的地方 履行你们的使命 攻迎吴王降临 妖大人高呼 众妖魔立刻也跟着高呼 攻迎吴王降临 凌晨一点 东浦区 某十字路口 斗地主的魔性音乐 在那里回荡 凌语 对三 秦勇 要不起 赵新城节节一笑 我诈 凌语黑着张脸 特么 我是你队友 几人来这里 已有一个半小时 手啊手 却始终不见有妖魔 渐渐的 困意袭来 一点点摧毁他们的意志 于是凌语提议 来一把紧张刺激的斗地主 得到了赵新城 和秦勇的一致赞同 当然 他们敢这么玩 最主要原因还是 有王冲给他们兜底 不远处 王冲嘴角抽搐 原本 他还为之前 责怪他们几个 不认真做任务而内疚 现在 他一点也不内疚 瞧瞧 这像话吗 对了 周周 要一起吗 凌语邀请 周周摇了摇头 我不会 王冲汉手 看来 还是有个像话的 但我可以学 王冲 这时 突然 拐角处 响起轻微的脚步声 凌语几人心声警惕 停下手中的斗地主 寻声看去 却见一中年妇人 朝这边走来 路灯下 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一张满是皱纹的脸上 带着微笑 只是 当看到几人时 那表情明显有些不对 下一秒 妇人转身就跑 凌语几人对视一眼 眼眸发亮 来花了 啪的一声 凌语打出一个响指 一个幻境 直接给对方套了过去 妇人脚步一顿 此刻 在她面前 突然有一个凌语 拎着一把剑 朝她劈来 妇人下意识躲闪 然后 她就后悔了 那根本不是真的凌语 转瞬就消失了 而她也因为 这转瞬的停顿 被一个重力场套上 身体一下子重了好几倍 速度迟缓下来 再然后 她就被一拥而上 按在了地上 放开我 妇人奋力挣扎 眼中满是惊恐 你们想干什么 秦勇看着她 有些不确定道 这 确定是寄生花吗 不会搞错吧 周周取出透视眼镜 看了一下 微微摇头 旋即 又点点头 没看到对方身体里 有寄生花 但 没看到 不代表没有 不管是不是寄生花 先将她扛去别的地方吧 凌语道 好 几人汗手 然而下一瞬 妇人突然冲他们诡异地笑了笑 你们几个 都去死吧 呲啦呲啦 妇人的身体 裂开一道道口子 一根根藤腕 从里面伸了出来 刺向所有人 这赫然是一只 觉醒四段的寄生花 刚刚 假装被擒货 便是为了这一刻 偷袭 不远处 王冲眉头一皱 按道 这也太不小心了 郑玉出手救援 却见凌语几人 露出比对方还诡异的笑 像是早就预言好的一样 周周立刻双手合十 瞬间 四股力作用在四个人身上 将他们推开 躲避开藤腕 这边 寄生花的花孤朵 刚从妇人的脸上绽放开 那边 赵新城反手就是一道雷霆 轰向她的花孤朵 凌语则手持神盲剑 一道银白色剑盲披落 紧接着切换神盲枪 对着那花孤朵 就是一枪 秦勇大喝一声 高高跃起 最后给那花孤朵 补上两脚 就这样 原本还想搞偷袭的寄生花 稀里糊涂的 就被反偷袭了 花孤朵都被打爆了 寄生花 王冲嘴角抽了抽 合着她 这是在瞎操心 凌语 赵新城几人相视一笑 八十学分到账 刺激 行了 赶紧将她带到别的地方 可别让她在这里死了 周周提醒道 五分钟后 寄生花香消玉允 凌语几人回到原来位置 紧接着斗地主那魔性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赵新城一边丢出一个方块六 一边问道 我们一开始 用透视眼镜 看不见寄生花 用凌凶的话说 是她通过某种手段 欺骗了我们的感官 可为啥刚刚又能看见了 这 周周 秦勇二人开动脑筋 前者猜测到 或许 他们只能在寄生的状态下 欺骗我们的感官 又或者 他们一旦试图对我们发动攻击 这种欺骗感官的效果就会消失 凌语道 玄机 她的眉头皱起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 那还好说 但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就麻烦了 秦勇一愣 何以见得 凌语道 你们想 如果只有他们对我们攻击 我们才能看到他 那如果他们不对 我们攻击呢 他们要是直接以自裁的方式 进行祭祀仪式 我们又该怎么拦住他们 凌语的话 令得几人纷纷皱眉 真要是发生这种事 他们该如何阻止 魔都 松河区某地 几名官方成员 依照任务所说 将发现的妖魔 统统扛到别处击毙 一番忙活 也是收获了不少战功 这次任务后 我们应该可以用战功 兑换不少修炼资源吧 有人笑道 有人点点头 听说赤岩草 对修炼火系异能很有帮助 也不知道 我的战功够不够兑换 正交流间 他们忽然听到砰的一声 寻声看去 就见一只寄生花 突然出现 并倒在他们不远处 死了 几人小心翼翼上去查看 发现寄生花确实是死了后 都是一愣 随后 他们又注意到 尸体眼中的兴奋 以及脸上淡淡的微笑 瞬间就被 这诡异的荫幕给惊到了 有人不确定地问 他刚刚 难道是在自裁 应该是了 众人纷纷皱眉 原本 妖魔自裁 对于他们来说 绝对是大好事 只是这样一来 他们的任务貌似就失败了 众人心中坠坠不安 赶紧将这件事情汇报上去 无独有偶 类似的事情 也在其他地方上演着 王冲看一眼手机后 面色肉眼可见变得凝重 沉声道 你们说的这种事 在其他地方已经发生了 我们的人 根本来不及阻止 短短几分钟里 已经有上百只寄生花 完成了祭祀 话音落下 斗地主的音乐 戛然而止 场中的气氛 一下子凝重起来 淋雨几人都在想 这是会不会很快 就轮到他们这边 王冲摊开手 掌心出现一个碧绿的龟壳 手指轻敲在上面 下一秒 刺目的绿光喷涌而出 向四方扩散 很快构建成一个巨型龟甲 将方圆一公里都照了进去 他们进不来我们这边 王冲淡淡道 话语中 透着十足的自信 淋雨几人内心稍安 目前来看 他们这边倒是不用再担心了 只不过 其他地方呢 有了 淋雨忽然眼睛一亮 有办法对付他们了 什么办法 众人纷纷看向他 地下赌场 事情进展得还顺利吗 妖大人问 非常顺利 一支分化体会报道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成功祭祀了 八千二百多个祭品 很快便能将仪式 进行到最后一步 好 妖大人脸上挂起阴冷的笑 对于他来说 成功完成祭祀 比什么都重要 可以的话 他并不愿意这样冒险 更愿意将仪式 悄无声息地进行下去 只是尔经 他别无选择 只能放手一搏 人类 你们这时候阻我 就等着之后 我杀光你们整座城的人吧 妖大人嘴角上翘 眸光刺骨 对了 最后的接引之地什么情况 这 我们并不知道 一只分化体颤巍巍说道 我们派去探查的人 并没能活着回来 随后赶忙补充 不过还请大人放心 后来又派稻草人过去探查了 应当很快会有结果 正在这时 稻草人折返回来 启禀大人 属下以探明 接引之地 此刻是王冲负责在镇守 他将他所看到的 一一描述出来 嗯 知道了 妖大人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 所我仪式者 死 亏天静 林宇说道 亏天静 赵星成 周周几人都是一乐 那不是新生考核上 学长用来检测 他们前里的道具吗 前者率先反应过来 眼睛发亮道 我记得 当时学长好像说 这是从校长他老人家那里借的 拥有窥探天机 看破万物之能 因此 完全可以 用他来探测 隐藏在暗处的妖魔 林兄 你是昭妙啊 秦勇 周周一听 眼睛也亮了起来 就连王冲 也是不住的点头 好主意 只是很快赵星成就回过未来 不对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新生考核的时候 他们就应该发现 新生里存在寄生花 为什么会任由他上课时 出来袭击人 秦勇 周周一听 也绝不对劲 有记得当时 他们一个个 心里阴影都吓出来了 为此 他们拼了命的修炼 就是想早日成为异能者 从而不被寄生 还特地建了一个聊天群 取名发愤图强 现在 他们怀疑 一切都是学长学姐算计好的 但他们没有证据 林宇给到他们一个 同情的眼神 现在发现 嗯 不啊 他没有耽搁 当即给陈瑶打去电话 林宇记得 亏天静应该是在陆学长那里 不过他却是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 只能先找陈瑶了 片刻后 电话接通 一个月耳中 透着蓝散的声音响起 这不是小学弟吗 这么晚了 找学姐什么事 对了 刚当寄生花冲进宿舍 袭击学生 听说有人腿被打断了 该不会就是你吧 林宇翻了个白眼 学姐你放心 我好得很 下一秒 他面色骤变 好端端的 怎么会有寄生花冲进宿舍 依照他之前所看到的地图 学院并不在仪式的布置范围内 寄生花找死 才会这时候冲进学院宿舍 除非 他们另有目的 学姐 我长话短说 林宇当即将他这边的情况告诉对方 陈瑶闻听 秀眉皱起 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万妖记 魔物声 没想到 妖魔们竟在酝酿着这样一场阴谋 却听林宇沉声问道 陆学长那边 没出什么意外吧 他严重怀疑 妖魔们也已经意识到了窥天境 可能对他们存在的威胁 所以 这是要不惜代价 冲进少峰学院抢夺 陈瑶微微摇头 没有 他们当我们少峰学院是什么地方 出意外 也应该是他们出意外 林宇一想也是 不禁长松一口气 那就好 陈瑶问道 依照你所说 现在唯有通过窥天境 才能发现隐藏在暗处的妖魔 阻止仪式 是吗 林宇点点头 是 好我知道了 电话挂断 陈瑶当即找上陆云飞 交给你一个任务 陆云飞面色接连变化 最后重重点头 好的学姐 这是交给我 陈瑶感应了一下她的实力 断魂武断 醋没道 有点弱 这样 喊上几位系主任和老师 和你一起去吧 陆云飞一愣 学姐 你不去吗 如果参与这次任务 成功阻止仪式 想来一定能获得大量学分 陈瑶想了想到 相较学分而言 我更想杀了那只寄生花 这边 陈云飞已与战斗系的张主任 李长青 孙老师等人一起出动 几人来到一处 正在进行祭祀仪式的地点 此集 在这片方圆树宫里的街区中 正不断有寄生花 亦或者其他妖魔 突然间从虚无中显现出来 只不过 官方成员们看到的 都是一具一具尸体 对于妖魔们的自裁 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这时 陈云飞突然取出一面 巴掌大的镜子 却见他将镜面对准一个方向一照 结果 什么也没照出来 李长青几人就这样看着他 陈云飞咳嗽一声 这说明 这个方向上并没有寄生花 几人姑且相信 却见陈云飞将镜面对准 另一个方向又是一照 结果 还是什么都没照出来 几人眉头都皱了起来 难道说 就连窥天镜 也无法将隐藏在暗处的妖魔 给照出来 张主任陈吟陈吟 问道 莫飞 还需要内衣内裤什么的 陈云飞 顶着巨大压力 他将窥天镜 再度对准一个方向 刹那 一个身高三米 形似柳树的妖魔 从虚无中显现出来 李长青几人相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如释重负 能找出来就好 此刻 那妖魔 一双眼睛 正满是细血地看着他们 在其看来 这群人类就跟瞎子一样 根本看不到他 待到时间一到 他便要为他们的王光荣献祭 接引王道来 这群人类不可能阻止 下一秒 他就看到 这群人类目光灼灼地看向他 紧接着 如恶虎扑石一般 扑向了他 然后 他身上的枝条 就被一根根砍了下来 再然后 不知被扛到了什么地方 他只知道 他死不瞑目 卧槽 这 官方成员们都惊呆了 竟真的能找出 隐秘在暗处的妖魔 旋即 一个个不由眼睛发亮 众人齐心协力下 很快 试图在这片街区 进行仪式的妖魔 都被找了出来 扛到别处杀死 这边的仪式 短时间内 别想进行下去了 随后 陆云飞几人 又马不停蹄地前往了下一个地点 于是乎 禀报大人 8306号祭品出了意外 导致仪式出现小漏洞 禀报大人 8307号祭品出了意外 导致仪式出现小漏洞 禀报大人 8308号祭品出了意外 导致仪式出现小漏洞 一连上百个小漏洞 呗 又要变成大漏洞了 该死该死该死 得知其中缘由后 妖大人一张脸变得扭曲起来 气急败坏的吼道 整个地下赌场 都要被他的阴浪给掀翻 大人息怒 稻草人战战兢兢扑在地上 眼神闪烁到 就目前情况来看 仪式虽然出现大的漏洞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挽回 只要杀了那群制造漏洞的人 再将漏洞填补上即可 妖大人点点头 那就你去杀他们吧 稻草人面色一僵 大人 你在跟我开玩笑 对吗 那边最弱的也是断魂武断 最强的 甚至可能已达逍遥境 是他能对付的吗 妖大人只是淡淡看他一眼 稻草人咬牙 愿为王与大人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妖大人自然不可能让慈子一个人过去 只是想以慈子为诱饵 试探出那群人的真正实力 好为后面去的人降低风险 至于慈子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死了就死了 他一点也不心疼 稻草人去后不久 他又派遣了一只逍遥镜 树枝断魂镜的妖魔前往 一小时后 稻草人气息违米 折返而回 一脸悲痛之色 妖大人眼睛一跳 暗道不好 但还是强装淡定问道 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 稻草人闻言愈发悲痛 说道 任务失败 他们都死了 妖大人 妖大人当时就淡定不起来了 整朵花都在颤抖 一双眼睛更是森寒到了极点 为什么 活下来的是你 他质问 因为我保命能力强啊 稻草人认真说 四怕大人不幸 他特地又在大人面前 表演了一波身体爆炸 头颅飞顿 大人 您看 我跑得快吗 妖大人点点头 下次 不要再跑了 旋即 他嘴唇用力咬紧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摆在他面前 只有两个选择 一 放弃仪式 从长记忆 这样 便也意味着 他数百年的积累 那些分化体 那些材料 全部打了水漂 二 做最后一波 仪式虽然有巨大漏洞 但若要强行进入到最后一步 接引 也是有一定几率成功的 当然几率不高 如何选择 其实他 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随我 杀入接引之殿 东浦区 十字路口 龟甲护盾艰艇的立在那里 护盾下 随着一事 被成功阻止的消息传回 众人一个个心情大好 嘴角洋溢着笑 林兄 幸亏有你啊 赵星成说 秦勇 周周赞同的点点头 看向林宇 有你真是我的福气 林宇谦逊的笑了笑 过奖了 却听赵星成一脸遗憾的说 可惜了 有这护盾在 妖魔进不来 你们看 其他队伍嘎嘎杀妖魔 我们却是一只也没杀到 接着 他提议 要不 咱把护盾撤了吧 话音刚落 只听轰一声 像是什么重物杂下 整个护盾开始颤抖起来 摇摇欲坠 众人面色都变了 寻声看去 却见一只只寄生花 用他们那布满道次的藤腕 用力锤打在护盾上 此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妖魔 纷纷朝护盾发动攻击 他们的气息连成一片 看起来无比恐怖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又是轰的一声 护盾应声而碎 事实证明 护盾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挺 这一刻 所有人都有种窒息感 眼见妖魔们嘶吼着 如潮水般涌来 他们一个个眼中闪过惊骇 照星成人都骂了 卧槽 这 我随便说说的 秦勇 周周看着他 脸都绿了 有你 我是真的服气 灵雨眉头皱起 怎么会有这么多妖魔 粗略感受下来 这里面 竟是没有一只低于断魂镜的 这是专程来杀他们的 想了想 又摇摇头 杀他们 真没必要如此大动干戈 难道说 是来进行仪式的 灵雨握了握拳 若是这样 说明这里的仪式 比其他地方的都重要 或许就是最关键的一环 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王冲横眉而立 灵雨想到的 他也想到了 手指重重敲击在龟壳上 煞石 刺目地绿光喷涌 再度构建成一个龟甲护盾 将所有人笼罩 下一秒 众妖魔便是一拥而上 朝护盾发动攻击 王冲咬牙 亦能不要前世的消耗 用以维持护盾不破 面色肉眼可见苍白下来 我撑不了多久 快 呼叫支援 他将手机丢给灵雨 此刻 根本无暇分心做其他事 灵雨立刻开始联系 其他区域的人 告知他们这边的情况 速来支援 哼 停下来吧 一声轻笑 带着安抚人心之感 只见虚无中 忽然显现出一根根 足有成年人腰身粗的藤腕 末端则是一个 有美丽面孔的紫红色花盘 是他 灵雨面色一变 认出了对方 雨出见时 一般无二 对方实力 已然恢复到了逍遥九段 而伴随着他笑声落下 灵雨果断放弃了求救 一把丢掉手机 这时候 灵雨只想安安静静地躺平 求救 求救个毛线 周周面带微笑 感觉咱们命不久矣 不过 能和大家死在一块 也挺好 秦勇哈哈一笑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赵新成笑呵呵地 拿出自己的手机 死之前 再来一把紧张刺激的斗地主吧 几人眼睛都是一亮 好主意 于是 在这种生死攸关的场合下 斗地主那魔性的音乐 又响了起来 王冲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们这一个个都想躺平 让我怎么办 他咬着牙 努力维持护盾 心里面却是有一个声音在说 都这时候了 必败之局 努力还有用吗 用力摇摇头 就算失败 也要摆出豪迈的姿态 躺平 是不可能躺平的 下一秒 他默默撤去护盾 脸上挂起如是重负的笑容 真香 妖大人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冷 冰寒刺骨的目光 看向几人 尤其是当看到淋雨时 杀意都要沸腾了 这张脸 他可是不陌生 记得上次 据点被毁 就有这小子参与其中吧 这次 一试被破坏 又又又有这小子参与 不过区区觉醒静霸了 找死 妖大人一声尖笑 抄起一根藤蔓 就朝淋雨刺去 其余藤蔓也没闲着 迅速朝其他人刺去 此刻 绝杀 众人从魅惑之音的效果中恢复过来 心都已经凉了半截 如坠冰枯 要死了吗 淋雨二话不说 就要召唤黑色册子 将上面的纸全部燃烧 不管能不能活下来 拼了 王冲一声爆吼 逍遥三段对上九段 毫无胜算 唯有燃烧一盒 拼了 意在此时 一声轻笑 从天穷上方响起 可算找到你了 紧接着便是一道道耀眼夺目的剑光披落 斩断藤蔓 一白一倩影 随着剑光一起落下 左手持一柄粉白色光剑 右手持一柄黑色锯锤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陈瑶 淋雨 王冲默默打消拼命的念头 眼中重新划过希望 学姐 赵新城几人 险些感动到落泪 貌似 不用死了 有这样一位学姐 真好 当然 若他们知道 对方其实一早就在这附近 故意等到最后一刻再出现 或许就不会这么觉得了 见到陈瑶 妖大人脸上当即浮现一股恨意 咬牙切齿道 你 又来坏我好事 陈瑶笑着摇摇头 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 我并不是来坏你好事 而是 来斩你 话音一落 他直接是持剑力劈过去 另一边 淋雨 王冲几人 顾不得欣赏双方的战斗 立刻跑向远处 这要是被波及而死 就太怨了 旋即 他们的目光 看向那一个接一个自裁的妖魔 随着一只只妖魔倒下 他们的尸体中 开始有一团团黑雾冒出 在空中组成 一个又一个诡异符号 他们像是虫子般蠕动着 一根根黑线被他们吐出 将彼此串联起来 几人瞳孔收缩 很明显 一世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地步 或许就是最后一步 不然 不会有此一项 必须阻止他们 淋雨沉声道 王冲点点头 想了想 他尝试着构建出一个硅甲护盾 将数十只正打算自裁的妖魔 笼罩其中 护盾并未能阻止妖魔的自裁 一只只妖魔倒下后 尸体中依旧有黑雾冒起 形成诡异符号 不过 他们却是被护盾隔绝在了里面 一根根黑色丝线吐出 任凭如何 也无法和外界相连 有效 王冲面色一喜 淋雨几人眼中骤放光明 成功阻止了 然而 妖魔们却是不干了 恶狠狠地注视着 那阻碍了他们一世的护盾 以及制造护盾的人 下一秒 一大群妖魔直接扑上去 疯狂攻击护盾 另有一大群妖魔 杀向王冲这边 嘶吼声不断 王冲没办法 只得给自己等人 也套上一个护盾 并咬着牙 竭尽全力 支撑起两个护盾 不让他们被打破 砰砰砰砰 在妖魔们的一次次攻击下 护盾上出现一道道裂纹 而随着王冲一声爆喝 这些裂纹又开始迅速愈合 此急 他的额头上满是汗水 嘴唇都逐渐发白了 凌鱼几人纷纷面带凝重 很明显 王冲的异能不具备攻击性 一直这样扛揍 迟早会扛不下去 怎么办 周周急声问道 能怎么办 呼叫外援呗 赵星成苦笑道 陈瑶那边 正和妖大人打得有来有回 一时间肯定无暇顾忌他们这边 眼下 只能寄希望于外援了 凌鱼摇头 叹息一声 希望尽快有人来援吧 原本 当看到地图上 那一大片蓝点时 几人都无比激动 认为 这里是块福地 手在这里 定能赚学分 赚到手抽筋 现在 手确实抽筋了 不过却是发消息发的 噼里啪啦 四人手指敲在屏幕上 都敲出了残影 恨不得将球员消息 立刻编辑发送出去 另几人没想到的是 这消息刚发出去 便有队伍支援了过来 这 太快了吧 几人惊叹之余 又是一阵惊喜 来的一共有七人 实力都不弱 为首两人 赫然是断魂武断的强者 一个觉醒的是冰雪类异能 抬手间掀起一片寒冰风暴 击杀数只妖魔 另一个觉醒的 似乎是幻境类异能 所过之处 妖魔们纷纷敌我不分 开始自相残杀 剩余五人的实力 从觉醒八段 到断魂一段不等 联手之下 也是斩杀了数只妖魔 只是 这样的情况并没持续多久 很快 有更多的妖魔注意到了他们 朝他们围杀过来 七人渐渐不敌 陷入颓势 眼看要有性命之威 退到我这边来 王冲吼道 七人没有犹豫 迅速退到王冲这边 王冲将护盾打开一脚 用来给他们通过 旋即立刻又将护盾闭合上 族长 没事吧 七人关切问道 他们都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 王冲的直系下属 没事 还能再撑一会儿 王冲道 林雨几人微微松一口气 虽然现在 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但至少比之前要好不少 族长 喝口水吧 族长 来 擦擦汗吧 为首两人分别拿出水壶和毛巾 微笑着走向王冲 一副关怀备质的模样 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除了林雨 小心 林雨抱吼一声 方才一瞬 他察觉到 那人敲摸摸布置下了一重幻境 试问 这种时候 有谁会对付自己人 除非不是自己人 然而 对于林雨的提醒 其他人都像是没听到一般 赵星成 周周几人还在那里翘首以盼 盼着其他队伍尽快支援过来 王冲还在那里 苦苦维持着护盾 脸上满是汗水 那两人则笑眯眯地地上水壶和毛巾 一切看起来 没有丝毫异常 仿佛是真实发生的事 林雨却是知道 这不过是对方想让他们看到的 事实上 真实情况是 那两人眼神骤然锐利下来 脸上带起冰冷的笑 去死吧 我的好组长 刹那间 一根根深蓝色冰刺凝聚出 被毫不犹豫地刺向王冲心脏 与此同时 一柄长刀被挥举着 是大力臣 劈砍向王冲头颅 对此 王冲一无所知 兴许是维持两个护盾 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 又兴许是 他根本就没有对自己的下属设防 两人嘴角翘起 若此时击杀王冲 他们不仅能获得一枚逍遥镜一盒 放在以往 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此外 他们还等于是替妖魔一方 扭转了战局 届时所获得的奖励 必然也会无比丰厚 两人自然听到了林雨的那一声爆吼 有些惊讶 不过也没太放在心上 区区一个觉醒二段 能改变什么 林雨的嘴角同样翘起 一本黑色册子出现在他手中 一页会有朦胧图案的纸 被他当机立断撕了下来 而后燃烧 熊熊火光里 林雨的气息迅速飙升 觉醒三段 五段 断魂三段 五段 九段 双眸开合间 对方原本那无懈可击的幻境 此刻落在他眼中 却是好比粗质烂造的一般 破 伴随着他一个字念出 那幻境瞬间破灭 所有人纷纷看到真实的景象 顿时面露骇然 这 赵星成几人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 以为自己看错了 那两人居然要杀王冲 五名队员下意识惊呼出声 你们 疯了吗 王冲瞳孔急剧收缩 眼中带着几分难以置信 几分后怕 几分悲意 最后 他一声冷哼 迅速给自己套上一层龟甲护盾 仓促之间 他所能施展出的防御有限 但挡住两人的攻击不成问题 两人脸上的笑容荡然无存 眼看着幻境突然间被识破 必杀一击被挡下 嘴唇都在颤抖 怎么会这样 紧接着 两人心中都是一寒 齐齐望向那先前 他们连看都懒得多看一眼的觉醒二断 现在 是断魂九断 这 两人都有些不敢置信 岂止是他们 此刻 赵星成 周周 秦永人都傻了 瞪着眼睛张着嘴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王冲也猛了 刚刚 是他救下了自己 可这实力 淋雨面色反倒异常平静 可以的话 他自然不想动用底牌 但如果任由王冲被杀 他的下场绝对不会太好 到时候在大量妖魔围攻下 还是会不得不动用底牌 既然如此 那也没什么好可惜的 幻境异能没就没吧 这不 老天又给自己送了一个幻境异能过来 外加一个冰雪类异能 感觉这波 不亏 啪的一声 淋雨一个响指打出 除王冲以及赵星成几人外 其余人纷纷被拉入幻境 对于另外五名队员 淋雨没有半点信任 此刻直接给他们送进迷宫之中 让他们慢慢玩捉迷藏去 至于那围首两人 一阵天旋地转过后 已是敌我不分 都把对方当成了淋雨 且在他们眼中 淋雨二话不说 就对他们发动攻击 两人为了自保 唯有权力以赴的出手 一番厮杀下来 都已是伤痕累累 最后 两人齐齐看向淋雨 愣着干什么 赶紧过来帮我啊 赵星成 周周几人 眼神都古怪了 让淋雨帮你们 帮你们去死吗 王冲想了想 没有对那两人出手 因为没那个必要 眼下 最重要的 还是维持住护盾 淋雨脸上挂起微笑 好 我马上过来帮你 此刻 在那两人眼中 淋雨便是他们的队友 并非两人愚蠢 而是淋雨的幻境 太真实了 完全无迹可循 两人已经杀红了眼 随着淋雨朝他们走来 纷纷冷笑着看向对方 断魂九断又如何 你的实力并非来自你自身 每出一次手 实力都会下跌 都已经跌到六段了 马上便是你的死气 两人随后纷纷招呼淋雨 快 一起上 杀了他 淋雨想了想 答应了觉醒幻境异能的那位 并一脸诚恳 将他手上的刀戒了过来 断魂境的异能道具 握在手中 有种独特的质弹 长刀重约八十公斤 但在淋雨手中 却是举重若轻 只见他挥刀而起 利劈而落 刹那 一道乌黑的刀芒 被他劈了出去 所过之处 虚空都在阵战 最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灵之势 斩在那 觉醒冰雪泪异能的人身上 破 那人当即被斩成两半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淋雨 满是不敢置信 干得漂亮 见状 觉醒幻境异能的人 哈哈大笑 这就解决掉了一名强大的敌人 自己的同伴 果然没叫自己失望 他旋即点指向王冲 沉声道 这家伙 应该坚持不了多久 趁他虚弱 一起上 杀了他 好 凌羽用力点头 挥起长刀 刀锋直指对方 而在对方眼中 凌羽已经大吼一声 持刀杀向了王冲 那人点点头 便也跟着杀了过去 制造幻境 干扰王冲 眼见王冲 这回都没有构建护盾防御 他笑了 族长 看来你是真的快不行了 就让我来送你最后一程吧 殊不知 此刻 王冲正看傻子一般看着他 赵新城几人看了后也摇头 这位 是真没救了 下一秒 凌羽刀锋落下 生死一现 那人终是察觉到了不对 没有半分犹豫 立刻将身体偏移开 但 晚了 扑的一声 长刀还是砍在了他的肩膀上 一整条手臂就这样被砍了下来 幻境 那人捂住鲜血淋漓的断口 一脸错愕地看向凌羽 一个恐怖的真相 浮现在他心头 令得他如遭雷击 你 你 你 那人蹬蹬后退 话都说不利索了 凌羽笑了笑 现在知道 貌似还不晚 至少 能死个明白了 长刀再起 自上而下劈落 伴随着幻境的施展 令对方躲闪不及 成功斩去其另一条手臂 扑扑扑 铃羽并没有停下 又冲着他 连续不间断地劈出竖刀 终于是在第四刀时 成功斩下他的头颅 呼 铃羽长出了一口气 总算是将两人全杀了 此急 他的那一叶纸 即将燃烧殆尽 实力也在迅速下跌 断魂七段 六段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铃羽调集最后力量 对互动外的妖魔 施展幻境 令得他们开始敌我不分 自相残杀 死 看着那一只又一只 倒下的妖魔 又看了看地上的两具尸体 赵星成几人止不住的倒吸凉气 这些 真的是他们的同学 铃羽做出来的 太魔化了 王冲眼神复杂 像素在缅怀着什么 那两人 都是曾跟他一起 出生入死过的 谁能想到 哎 一声叹息过后 他不再想这些 一双眼睛灼灼地注视着铃羽 对方能突然爆发断魂九段的力量 斩杀两名断魂武断 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 看样子 这小子身上秘密不少 想到松河区队长对他的评价 王冲嘴角不由翘起 这样的人才 不趁早拉进异能协会 简直就是异能协会的一大损失 凌羽却是魂不在意众人的目光 反手将两人的异合取了出来 并收起 拿回去给杨主任 应该能做出不错的异能道具出来吧 凌羽小声嘀咕 生怕这些人会多想 另一边站场 说说说 一灯根藤蔓 铺天盖地朝陈瑶落下 一片片花瓣向着他飘飞过去 伴随着阵阵魅惑之音 妖大人可谓杀招进出 森冷的目光 像是要责任而示 陈瑶却是不慌不忙 见招拆招 见光纵横 劈开藤蔓 斩碎花瓣 一柄黑色锯锤 势不可挡 频频朝对方轰落 这是他先前用学分兑换的道具 碎山锤可随心所欲调节大小 且每次攻击附带粉碎效果 别看只是断魂镜道具 在陈瑶手中 直接是将道具威能 展现到淋漓尽致 差点没把妖大人脑袋打烂 该死 发现自己又打不过陈瑶 妖大人忍不住咒骂一声 眼中带着怨毒 玄机冷笑道 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吗 不过是不想打罢了 我只要拖住你即可 待到一事完成 你 以及整座城的人 都要死 他想尝试 扰乱陈瑶的心智 令其露出破绽 陈瑶同样回忆冷笑 是吗 今天 你这一事要是能够完成 我跟你信 他自然也有关注淋雨那边 见到护盾亮起 将诡异符号隔绝 他就知道 不出意外 这波纹了 此集 四面八方 正有一根根黑色丝线 从其他祭祀地点延伸过来 要与这边对接 原本 这些丝线应该是密密麻麻 密不透风的 而今 当中却是出现一大堆漏洞 想要与这边对接 更是痴心妄想 都被护盾给隔绝了 陈瑶看后直摇头 就这 还想成功完成一事 妖大人眼中闪过一丝脚诈 该是那两枚暗子 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眼见两枚暗子 不费吹灰之力 就昏入护盾中 并对王冲发动致命一击 妖大人嘴角不由翘起 人类 不要言之早走 看着吧 一时很快就会继续下去 陈瑶皱眉 感受到事态严重性 就想和上次一样 留下一个假身 真身引身过去支援 却是被对方识破 妖大人竭尽全力牵制住他 眼中划过阴冷之意 只要对方因为那边的事情分心 从而露出破绽 他便抓准时机 给对方来一下狠的 即便杀不死 也要将其重创 陈瑶这边 眉头皱得更深 不仅是因为仪式 更是因为 邵峰这一届的好苗子 可都在那边 他可不能 眼睁睁看着他们 就这样死去 正当他要不管不顾冲过去时 忽然愣住了 嗯 妖大人也愣住了 随后 一双眼睛差点瞪出来 他看到了什么 不 这不可能 两枚暗子竟未能得手 关键时刻 那个他眼中 觉醒二段的蝼蚁站了出来 爆发断魂九段之力 救下王冲 妖大人越看越觉离谱 有些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陈瑶同样倍感意外 看着突然站出来的身影 美目划过一色 小决店 没想到还有这般手段 自语间 嘴角已是带上一抹浅浅的笑意 蝼蚁 你敢 眼见那蚂蚁出手很辣 直接要将两枚暗子格杀 妖大人不干了 抄起一根藤腕 就想过去阻拦 陈瑶冲他呵呵一笑 反手斩去藤腕 紧接着又是一箭横空 一锤子砸落 直接叫妖大人自顾不暇 更别说过去救援了 于是 妖大人便眼睁睁看着案子被杀 鼻子都歪了 该死该死该死 此刻 护盾还坚挺地立在呢 短时间内 一试试别想进行下去了 陈瑶可谓心情大好 抓住对方这一瞬的破绽 犀利的剑光如瀑布般倾泻而下 纸张燃尽 陈瑶的实力重新跌回觉醒二段 看着册子上缺失的一页 心中莫名有些空落落 像是失去了什么宝贵的东西 不过好在 不久后 这一页还可以补回来 收起册子 陈瑶很快放宽心态 随后将注意力转向护盾外 几具妖魔尸体上 在纸张彻底燃尽前 陈瑶全力爆发 一共害得四只断魂 一段妖魔自相残杀 纷纷殒命 其中 两只位寄生花分化体 两只位形似向日葵的妖魔 凌鱼寝势王冲 让其将护盾打开一脚 旋即手脚麻利地 将尸体拖了进来 只见一团团黑雾 从尸体中冒出 构建成一个个诡异符号 凌鱼无所谓地看了一眼 接着 开始在尸体中一通扒拉 最终 被他扒拉出两枚魔盒 望着手中的两枚魔盒 外加地上四具尸体 凌鱼脸上都快笑开了花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用担心 没有高品质魔盒修炼了 另外就是 好多学分 一旁周周瞪着眼睛 掐着手指在那里算 越算越是心惊 断魂一段妖魔 每只一二零学分 灭花行动中 寄生花翻倍 也就是说 不算之前那些 光这几只妖魔 凌鱼便能获得七百二十学分 若将魔盒也换成学分的话 那便是九百六十 特么 赚妈了呀 周周看看凌鱼 又看看地上的尸体 都快羡慕哭了 赵星成 秦勇也不遑多让 目前为止 他们击杀妖魔所获得的学分 还没到一百八 护盾外 妖魔群中 稻草人满脸后怕之色 怎么也不会想到 之前那个在他看来 可以随意虐杀的人类小子 竟能爆发如此威力 若当时 用在自己身上 自己的结局 或许不会比那俩人四妖强 稻草人心有余悸 只觉得 人类真是太可怕了 逍遥静惹不起也就算了 不曾想现在 连觉醒静的都惹不起 五名队员结束捉迷藏 从迷宫幻境中走出 见到眼前一具具尸体 纷纷瞪大眼睛 有些激动 又有些茫然 谁杀的 他们下意识看向王冲 见其摇头 都是一愣 旋即又下意识看向凌语 他们可是记得 这位之前 可是爆发出了断魂九段之力 料想 应该是这位杀的吧 然而 当发现 其现在只有觉醒二段时 都猛了 他们在想 自己是不是还没有从幻境中出来 护盾外 妖魔还在不断进攻 随着时间推移 王冲这边 渐渐有些扛不住了 身体都在发颤 护盾摇摇欲坠 好在这时候 一支又一支队伍 陆续支援过来 兄弟们 杀呀 杀妖魔 领战功 一众异能者手持武器杀入战场 一时间 各种光芒交织 能量沸腾 妖魔们被一支支斩杀 这一幕 不可谓不振奋人心 组长 我等请求出战 五名队员 纷纷抱吼出声 好 王冲笑了笑 打开护盾 放五人出去厮杀 此刻 随着一位位异能者杀入战场 妖魔们的火力被转移 王冲压力锐减 重新稳固住护盾 不仅如此 那些刚刚被击毙的妖魔 大多也被王冲用护盾罩了起来 一个个诡异符号 都被隔绝在里面 一事 要彻底废了 战场之中 喊杀声阵阵 越来越多的队伍支援过来 妖魔们从起初的战友些许优势 渐渐不敌 落败已成定局 另一片战场上 妖大人浑身血淋淋 在陈妖连续不间断的暴力攻击下 明显吃不消了 这边的状况 已经够让他受伤的了 另一边的状况 更是让他眼前发黑 伤不起 一事完了 那些妖魔 白白死了 一切努力复制东流 不 一声尖叫 妖大人心情糟糕透了 恨不能与这群人类玉石俱焚 最终 李治还是战胜了冲动 撤 妖大人大吼一声 所谓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此时撤走 总好过全部阵亡在这 却见他眉心位置裂开 一颗漆黑如深渊的眼球露了出来 直接朝陈妖看去 隐匿之眼 陈妖还以为 对方要使出拨命招式 连忙施展防御 然后 他就惊愕地发现 对方在他眼前消失了 像素从来没有出现过 不好 陈妖眉头皱起 他自己 虽然也能隐身 并且 能识破他人隐身 但前提是 光学隐身 对方隐身原理 明显和他不一样 陈妖目光锐利 看向周遭 未能发现其踪迷 他的面色陡然一变 这时候 绝对不能让对方逃掉 刷刷刷 一道道 剑光横空扫过 对周围进行无差别攻击 然而 终究没能击中目标 哼 正向着一个方向逃顿的妖大人 脸上挂起鸡巢的笑 他要走 又有谁能留住他 等着吧 日后 他定会叫所有人付出代价 下一秒 一道静光照射过来 他在那 一个声音兴奋地叫了起来 妖大人面色一僵 寻声看去 只见一戴着黑矿眼镜的斯文青年 正将一面镜子对准他 整个人无比激动 青年身边 则是站着几名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有人手持羊皮卷轴 看起来不苟言笑 有人手持长枪 看起来骁勇好斗 正是陆云飞 李长青 张主任他们 挨得正好 陈妖嘴角翘起 旋即见指妖大人 颇有些戏谑之意 一起上 杀了他 能群殴自然不会傻乎乎去单挑 好 李长青等人 当即朝妖大人围杀过来 妖大人感觉 整朵花都不好了 眼见自己就要无路可逃 他一咬牙 施展最后的逃生手段 只见他的身体骤然间膨胀 而后轰一声 炸成无数碎块 爆炸的威力席卷四方 裹带着无数碎块 朝四方飞射 而在此过程中 那些碎块纷纷开始生长 很快长成一只又一只寄生花 数量足有上万之多 上万只寄生花 气急发出嘶哑的笑声 来啊 来杀我啊 又想用这招 陈瑶冷亨 一剑扫出 刹那便有数百只寄生花 亡在他的剑下 别看这些寄生花数量多 实际上 每只只有觉醒一 二段的实力 说说说 李长青等人纷纷出手 刹那也击杀了大量寄生花 只是 还是不可避免的 让一大批寄生花 逃出他们的包围 当中 或许就有妖大人的本体 陆云飞则不断调整 窥天境的角度 想将其本体照出 只是由于数量太多 又加上他们朝着不同方向逃窜 一时间 并没能如愿 李长青面色铁青 今日 无论如何 都要将这只寄生花赶尽杀绝 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 随后 他冲着另一边吼道 老王 通知你们官方的人 从现在起 优先击毙寄生花 其他的妖魔 可以先放一放 好 护盾内 王冲答应一声 紧接着 立刻给官方异能者下达命令 林兄 你看好多寄生花 赵新成惊呼 还都是觉醒一 二段的 周周小脸上挂满激动 感觉 这些就像是老天 专门给他们的馈赠 此急 林雨几人 无不是眼睛发亮 他妈 那都是学分啊 而且 还是有手就能捡的学分 王组长 我们请求出战 几人纷纷吼道 王冲看了一眼外边的情况 此急 妖魔们已被杀得溃不成军 几人这时候出去 倒也不会有太大危险 于是 点头放行 护盾被打开一脚 林雨几人 当即兴高采烈地冲了出去 望着遍地走的学分 赵新成结结一笑 刹那放飞自我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昔人 尔等其我 如我 瞧不起我 今日 我便让尔等知道 什么叫默契少年穷 颤抖吧 妖魔 林雨感觉到不妥 很想劝一句 赵兄 悠着点 然而 未等他开口 赵新成抬手 就是一道雷霆轰了出去 原本 他要轰的是一只 觉醒一段的寄生花 不巧的是 那只寄生花 被人掀一步击毙 倒下 然后 这道雷霆 恰好就轰在后方 一只断魂一断的寄生花身上 煞时间 那只正逃跑的寄生花 梳的纸布 转过头 一双冰冷的毛子 注视向他们这边 赵新成有点方 林雨 那个 我不小心打错了 你说 过去道歉 有用吗 林雨看他一眼 你说呢 刷刷刷 下一秒 那只寄生花 直接挥舞藤蔓 朝他们杀来 区区觉醒一段 也敢挑衅于他 找死 赵新成 卧槽跑啊 不用他提醒 林雨几人转身就跑 周周当即给几人减轻重力 又给寄生花增加重力 一系列动作 熟练的叫人心疼 然而 怎么说 那也是一只断魂镜的寄生花 岂是他们能跑掉的 双方的距离 以一个非常恐怖的速度 拉近着 林雨在考虑 要不要和上次那样 依靠暗夜之虚的速度 自己一个人迎走寄生花 旋即 摇了摇头 这次遇到的是断魂镜 即便增加100%的速度 必然也跑不过对方 这时 一道土墙突然拔地而起 挡住寄生花去路 轰的一声 寄生花撞在土墙上 将土墙撞得四分五裂 前冲的身形硬生生止住 你们走吧 这只寄生花交给我 一名外表憨厚的官方成员 冲林雨几人招手道 说话间 又制造出几根土刺 杀向寄生花 见状 林雨几人都松一口气 连忙表示感谢 有了这次教训 几人愈发小心翼翼 见到断魂镜妖魔 都要绕着走 赵星成也不敢随随便便 放飞自我了 就这样 几人一路苟着 终于是被他们逮到了 一只落单的觉醒 二段寄生花 待 赵星成一声大喝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刚刚 二等起我 如我 瞧不起我 现在 话音未落 只听轰一声 林雨手持神盲枪 直接朝对方扣动扳机 寄生花的花盘上 被打出一个窟窿 黑色的液体从里面流出 寄生花亮腔着后退 转身欲逃 一股牵引力作用在他身上 将他又给拉了回来 寄生花奋力挣扎着 想要挣脱 赵星成赶忙补上一道阳神雷 电弧游变其全身 将其麻痹住 最后 秦勇拖着黑色长刀 冲上去 将之终结 长刀是一件断魂镜道具 以林雨觉醒二段的实力 根本无法用意能催动他 当作冷兵器来用 又因为太重 不够灵活 于是 林雨就将他借给了秦勇 极道之力 配上这样一件重量级武器 正合适 一战过后 几人没有逗留 带上寄生花尸体 又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结果 不用他们去找 立刻有十只寄生花 找上了他们 五只觉醒一段 五只觉醒二段 将他们围住 十只寄生花 眼中皆带着冰冷杀意 依照妖大人最后下达给他们的命令 除了用尽一切办法 掩护其撤退外 尤其是那个带头的 刷刷刷 双方之间 没有任何交流 寄生花们挥起藤蔓 就朝四人杀来 小心了 林雨沉声道 眼下 他失去幻境能力 对敌时 必然不会像之前那样轻松 赵新成三人点点头 眼中皆带着凝重 我最多能拖住 一只觉醒二段 一只觉醒一段 周周道 赵新成一咬牙 我应该也能 秦勇想了想 俺也一样 好 剩下的 交给我 林雨道 几人分完工后 立刻迎向各自的对手 周周控制立场 将披向他的一只寄生花 一把推开 又给另一只寄生花套上 五倍重力 与之周旋 一系列动作都很流畅 给人赏心悦目之胆 赵新成则是不断 激出一道道雷霆 打在藤蔓上 不为造成多大伤害 只求能够麻痹住敌人 自身则在两只寄生花之间 辗转藤膜 反复横跳 动作同样流畅 像是在耍猴 嗯 他才是被耍的那个 秦勇的异能没有控制效果 对付起来就要吃力得多 每一根藤蔓向他劈来 他除了尽可能躲闪外 只能挥一刀抵挡 好在这把刀的材质够坚硬 这才让他勉强挡下两只寄生花 林语瞳孔收窄 他要面对的是四只寄生花的同时进攻 对此 他并没有任何慌张 神盲枪举起 面准 扣动扳机 随着轰一声 一只觉醒一段寄生花被当场爆头 打完一枪后 他的身影直接是消失不见 进入光学隐身状态 同时激活手指上隔绝声音的戒指 一个闪身轻松躲开寄生花们的扑击 眼见如此 寄生花们怒吼连连挥动腾蔓 瞪着卡兹兰大眼睛 要将林语找出来 很快 他们的视线便是落在一道若隐若现的轮廓上 没有幻境的辅助 林语的隐身效果并不完美 不过 这对于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一秒钟已过 手臂上的麻痹感减弱 林语毫不犹豫开响第二枪 哄 刀场爆头 旋即 神盲枪立刻切换成神盲盾 挡住袭来的藤蔓 另一只手上点点光雨凝聚 化成一柄匕首 扑扑扑破 匕首在他掌中翻飞 切断一根又一根藤蔓 最后 匕首直接刺入寄生花脑袋中 砰一声炸掉 一同炸掉的 还有他的脑袋 如法炮制 林语很快将剩下那只寄生花也击毙 另外三处 赵新诚三人还在那里与寄生花周旋 随着时间推移 愈发显得狼狈 秦勇奋力劈开一条藤蔓 自身却因闪躲不及 肩头重重挨了一下 煞时间 鲜血飙射 秦勇咬着牙 刚毅的面庞上带着几分痛苦 紧接着 决然挥刀 将一只寄生花劈砍成两半 长刀再起 劈向另一只寄生花 寄生花眸光陡然森寒下来 想一伤换伤 以命搏命 那便来吧 他一个分话题 就算同归于尽 也不亏 下一瞬 他张牙舞爪 就朝秦勇扑去 他并不知道 彼时 凌羽已经光学隐身 巧摸摸来到他身后 巧摸摸挥起神盲剑 巧摸摸展落 扑 寄生花 足 秦勇憨厚一笑 嘿嘿嘿 凌羽同样厚厚一笑 嘿嘿嘿 呲啦呲啦 赵星成弹指间 击出一道道雷霆 不断将寄生花电麻 使他们行动迟缓 正当他耍喉耍得起劲时 脸色疏得一变 能量物质耗尽 没电了 眼见失去麻痹后 寄生花的行动速度 立刻快了起来 他心里面有点方 那个 要不 二等还是来欺我 如我 瞧不起我吧 刷刷刷 寄生花眼中寒光乍现 一根根藤蔓 朝他一前一后刺去 不知是不是听取了他的建议 藤蔓从后方刺向的部位 正是 翘臀 前方则是 赵星成脸都白了 卧槽 林兄 快来救我 扑扑 千军一发之际 林语及时赶到 斩去藤蔓 赵星成大口喘息 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热泪盈眶 林兄 还好有你 说实话 方才一瞬 他差点被吓出心里阴影 林语没搭理他 提着剑 杀向剑势不妙 转身欲逃的寄生花 几乎暗夜之靴 林语很轻易就追上了他 剑起剑落尖 直接将他脑袋给削了下来 另一只寄生花 则被秦勇剁成了两段 老秦 没事吧 赵星成注意到他肩膀上的伤 问道 秦勇笑着摇了摇头 没事 小伤罢了 极道之力 强的不仅仅是力量 而是整具身体 不论是防御 恢复 亦或者敏捷 都远超同级异能者 另一边 周周还在和寄生花周旋 不断控制立场 进行拉扯 自身始终保持在一个安全距离 相较于赵 秦两人 他看起来明显要轻松不少 林语眼中划过一色 战斗这么久 对方能量物质 貌似还没用完 这样的持久力 可以说远超同级异能者 玄机 忍不住看一眼赵星成 赵兄 感觉 你不够持久啊 确实不够持久 秦勇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同为觉醒一段 他和周周 都要比赵星成持久 赵星成一听 当时就不乐意了 感觉自己好像被鄙视了 林兄 你这话就不对 赵星成一脸严肃 辩解到 所谓树叶有专攻 周周修炼的呼吸术 名为神木 优势便是持久 劣势则则是爆发不足 而我修炼的呼吸术苍雷影 恰恰与他相反 他的表情愈发严肃 别看我持久力不行 爆发 可是很猛的 林语笑着点点头 赵兄 我觉得吧 对于觉醒阳神雷的你来说 持不持久 那都不重要 赵星成感觉 自己好像又被鄙视了 但他没有证据 说话间 林语 秦勇再度出手 配合周周 将最后两只寄生花斩杀 望着地上的一具具尸体 几人眼中皆带着笑意 赵兄 你先找个地方恢复一下吧 林语将之前修炼用的 绝心九段魔盒 递给赵星成 随后看向周周和秦勇 我们继续去扫灭几生花吧 对于他的安排 几人没有意义 你们放心 等我将能量物质恢复过来 立刻去与你们会合 赵星成道 说着就地盘歇而坐 手握魔盒修炼 只是 刚一运转呼吸术 他便熬的一声叫了出来 怎么了 秦勇 周周 关切看来 赵星成面容扭曲 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痛 此急 他只觉一股霸道 刚猛的能量 涌入他体内 要将他整个身体都给撕裂 停止呼吸术 看了看手中的魔盒 又看了看林语 惊疑不定道 这 觉醒九段魔盒 林兄 用这个来修炼 确定不会出事吗 毕竟他先前修炼 用的不过是觉醒一段魔盒 林语摇了摇头 没事 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 用的就是觉醒九段魔盒 虽然过程是痛苦了一点 效果却是非常显著 林语没有藏桌的意思 将修炼心得 毫无保留分享了出来 文言 赵新成几人揭面露一色 没想到 修炼一道上 还有这么多门道 使用高品质魔盒 居然会对修炼有这么大帮助 他们似乎知道 林语为什么能先他们一步 修炼到觉醒二段了 多谢林兄提点 赵新成诚恳道 周周 秦勇也纷纷表示感谢 对方愿意将如此重要的信息告诉他们 是真拿他们当朋友 随后 赵新成紧咬着牙 强忍着痛苦 一点一点 吸收魔盒中的能量物质 林语点点头 深表欣慰 他自己 则将手插入上衣口袋 握住一枚赤金色一盒 猛吸两口能量物质 几个呼吸的功夫 便将能量物质恢复上来 一个字 爽 经过再三思量 他并没有将一盒的妙用 告诉赵新成几人 在他看来 那是把双刃剑 一个弄不好 便容易误入歧途 他这也是为了他们好 林语三人继续行动起来 小心翼翼 寻找觉醒一 二段寄生花 而后雷霆出手 将他们击毙 过程可以说非常顺利 一只只寄生花倒下 尸体被他们拖在身后 三人眼眸放光 就好像拎着麻袋捡钱一样 孜孜不倦 一点不觉得累 当然 虽说不觉得累 但能量物质 总有消耗完的时候 这时 秦永和周周 便不得不折返回去恢复 恰好赵新成已经恢复好了 将磨合递给他们 几人就这样轮流着恢复 然后 他们便惊讶地发现 林语一次也没有恢复 能量物质 好像根本用不完一样 秦永忍不住凯叹 林兄 你这持久力 也太猛了吧 周周一脸认同地点点头 即便修炼神木的他 持久力也远不及淋雨 赵新成不懈地摇摇头 一招秒敌 这才是男人的浪漫 持久力 要他何用 这样想着时 他将一抹艳羡 埋藏在心底 三人就这样轮换着 你来我往 渐渐地 天都快亮了 这次 恰好轮换到周周 说实话 忙活了一晚上 他都有些走不动路了 异能者的体魄也有极限 看了一眼空空荡荡的街道 季生花似乎都被灭得差不多了 林语 要不我们回去吧 周周提议 林语想了想 还是点点头 好 说实话 没能找到季生花的本体 对他来说 算是一大遗憾 不仅仅是 因为对方价值400学分 更是因为 对方体内 大概率会有一枚 逍遥九段的磨合 也不知道 其他队伍 找到本体了没有 他自语般说道 这时 短信提示音忽然想了起来 林语拿出手机 点开查看 王冲 感谢诸位的共同努力 经过一晚上的清剿 整个魔都 只剩下三个地方 还有季生花 分别是 和平饭店 东普第一高中 魔都体育场 距离较近者 可直接前往清剿 住 一 本结果为我本人占卜所得 二 季生花的本体 尚未被剿面 三 本人的占卜 并不能区分 本体具体在三个地方的哪一处 若遭遇到本体 且自身无法对付 请第一时间求援 林语眼睛当即就是一亮 他现在所处位置 正好与东普第一高中很近 等于说现在过去 有十三概率 找到季生花本体 我们过去看看吧 林语将信息展示给周周 旋即提议 周周想了想 点点头 好 两人向着东普第一高中的方向走着 途中 周周促起秀眉 问道 林语 你说 倘若本体真在哪 我们真有办法找到他吗 林语面带凝重 对方的担心不无道理 那妖大人 有着特殊的隐匿手段 目前已知除亏天镜外 没有其他方法能找到他 而亏天镜只有一个 不可能同时搜查三个地点 只要妖大人 没有一上来就被搜查到 完全有时间逃往别处 不被察觉 或许此刻 光明正大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都不一定能察觉 得弄清楚 他能够进行隐秘的原理才行 林语说道 就好比光学隐身一样 知道原理 才好破解 想了想 他给陈瑶打去电话 尝试询问 毕竟 到目前为止 唯有陈瑶与本体交过手 电话另一头 陈瑶沉吟沉吟 道 我记得当时 他的眉心裂开 一个黑色眼珠子显露出来 似乎只是看一眼我 我便看不见他了 林语点头 将陈瑶的话细细揣夺 忽然 他眼睛一亮到 也就是说 只要不被那颗眼珠子看到 就能看到他 那我们 为什么不用望远镜 在远处敲咪咪观测 嗯 陈瑶一愣 一旁周周也是一愣 这方法 虽然脑洞大开 但 貌似真的可行 我现在就去买望远镜 二女一口同声道 对于林语的机智 不得不在心里面 喊上一句 666 双方很快行动起来 陈瑶前往和平饭店 从他口中 林语两人得知 陆云飞 他们去了魔独体育馆 现如今 就看哪一方的运气好了 距离东浦第一高中 一公里的五星级酒店 1213号房间 窗帘被拉开一条缝隙 周周戴上透视眼镜 手里拿着望远镜 调整焦距 朝那边观测 一寸一寸的看去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与此同时 林语已经来到学校外 正直早七点 一个个摆摊卖 早点的小商贩 正忙活着 陆续有学生吃着早点 走入学校大门 林语并没有急着进入 在他看来 这个点 接到不似半夜那么冷清 本体必然会主动出来 继续留在里面 等于是在等死 此刻 林语正维持光学隐身状态 在他一侧耳朵上 带着一个微型耳麦 方便周周将观测到的画面 时时播报给他 林语 我看到了 周周那带着兴奋的甜美嗓音响起 B栋教学楼 高二三班教室 正在做职日的高个男生 以备寄生花寄生 C栋教学楼 高三七班教室 正在和同桌手牵手的 双马尾女生 以备寄生花寄生 A栋教学楼 老师办公室 正在准备教学内容的 落塞湖男老师 以备寄生花寄生 林语听后 眉头不由促起 这些 貌似都是分化体 本体不在这里吗 忽然 周周声音音激动 而颤抖地说道 呀 我看到了他的本体 在哪 林语听后大喜 盲问 学校西侧的围墙上 正试图翻墙离开学校 周周回答 什么实力 林语又问 觉醒武断 周周声音凝重道 对方实力明显恢复了不少 你一定要小心 好 知道了 林语立刻前往 学校西侧 一处围墙上 一根根藤蔓攀附在上面 藤蔓末端的花盘上 生有一张妖艺美丽的 面孔 在其眉心位置 裂开一道口子 露出一颗漆黑如深渊的眼球 花盘转动间 眼球扫视四方 凡目之所及 不论是人 意或者监控 都无法看到他 值得一提 这些人和监控 并未被隐秘 是否被隐秘 取决于他的一念间 此刻 藤蔓稍一用力 整朵寄生花 便从围墙上翻了出去 稳稳落地 悄无声息 花盘上 勾起一抹鸡巢的笑 他 妖大人想要躲藏 又有何人能找到他 待到来日 他将实力恢复上来 有这些人好看 突然 他笑容一僵 只见一道若隐若现的轮廓 出现在他面前 这 妖大人有些静意不定 模糊轮廓是谁 他心中也有猜测 对方这时候出现 莫非是能看到他 不可能 妖大人摇摇头 觉得是自己多虑了 对方区区觉醒二端 凭什么能看到他 想到这 他彻底放下心来 眸中划过一抹冰冷 再想 要不要现在直接上去 弄死对方 一番私存 又打消这个念头 这小子有点邪乎 断魂武断 都死在了他手上 保险起见 还是等到实力恢复 再杀他 妖大人默默给面前之人 打上死亡标签 旋即 昂起高傲的头颅 就要光明正大离开这里 不曾想 对面二话不说 就是一道剑芒劈来 刷 紧接着 是轰一声枪响 妖大人惊呆了 这 怎么肥思 来不及思考 妖大人迅速抄起藤万防御 刹那 藤万上便被打出一个祸口 淋雨 她依旧在你十二点钟方向 没有移动 耳脉中 响起周周的声音 淋雨二话不说 对着面前空气又是一件 破 妖大人一根藤蔓 直接被数次而来的攻击斩断 她颤巍巍后退 狐疑问道 是怎么看到我的 淋雨笑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有传说中的火眼金睛 她自然不会将真相告诉对方 妖大人将信将疑 旋即狠狠一咬牙 能看到我又如何 罗姨 本想着饶你一命 既然你非要不知好歹挡到 那便去死吧 花音落下 她的身影显现出来 却见她眸光森冷如冰 抄起两根藤蔓 朝淋雨一左一右杀去 同时 一片片花瓣脱落 朝淋雨飘飞而去 见状 淋雨二话不说 身影后翻 避开藤蔓 同时 神盲剑切换成神盲盾 挡在身前 花瓣飘飞过来 只见他们 正迅速生长出风锐的根须 刺向淋雨 最后刺在盾上 发出令人牙酸的声响 淋雨看着 头皮有些麻 立刻用力将它们甩开 不等她喘息 又有两根藤蔓 向着她刺来 淋雨不得不迟钝抵挡 喷喷地撞击声里 淋雨整个人向后倒飞出去 左臂被挤压得有些弯曲 此急 她目光里满是凝重 同为五段 寄生花的本体 要比分化体 强一大节 再加上 她现在无法施展幻境 因而交起手来 非常有压力 淋雨你还好吗 要不要我过来帮你 或者 我现在立刻呼叫支援 耳脉中 传来周周忧心忡忡的声音 淋雨微微摇头 之前 她就有交代过 对方唯一任务便是观测 否则一旦停下来 给本体跑了怎么办 现在 依旧如此 见状 周周便也不再说什么 继续手持望远近观测 邀大人冷笑一声 眼见淋雨到现在 还没有施展底牌 她猜测 短时间内 淋雨应该没办法施展 这样一想 她便愈发有了信心 张牙舞爪 就朝淋雨扑杀过去 蝼蚁 今日 便是你的死期 淋雨皱眉 眼见一条条藤腕 如由蛇般扭动着 缠绕向她 当即激活暗夜之靴 增加20%弹跳力 随后猛地一蹬地面 刹那 她整个人向后飞跃 在此过程中 背后一对光翼展开 山洞间 不断改变位置 显之又显地躲开 一根又一根藤腕 最后 稳稳落地 落地的瞬间 她二话不说 切换神盲枪 对着妖大人那美丽的脸蛋 就是一枪 哄 妖大人面带寒霜 迅速抄起藤腕防御 挡下这一枪 只是 不等她反击 淋雨便已提着剑朝她杀来 迎白色剑芒接踵而至 妖大人咬牙 不得不继续用藤腕防御 嘎吱声中 藤腕上 被斩出一个深深的窝口 随着又一道剑芒落下 树根藤腕 被硬生生斩断 妖大人又惊又怒 曲曲蝼蚁 竟能将她伤成这样 眼见淋雨一番攻击过后 已是气喘吁吁 渐渐陷入疲态 妖大人冷笑一声 开始绝地反击 一根根藤腕朝淋雨缠绕而去 一片片花瓣 朝她飘飞而去 起料 淋雨像是早就撂到一般 猛的一蹬地面 再度向后方飞跃 背后一对光一扇动 躲开一根又一根藤腕 同时切换神盲盾 挡住一片又一片花瓣 见状 妖大人面色愈发难看 突然间张嘴发出一声轻笑 停下吧 魅惑之音 这可以说是她压箱底的底牌 觉醒武断 施展出来有些困难 然而一旦施展出来 对敌人来说是致命的 不出意外 淋雨下一秒将会放弃抵抗 彻底躺平 等着她杀 而她自然会毫不留情地 将对方杀死 蝼蚁 去死吧 这便是与我为敌的下场 妖大人嘴角擒着一抹冷笑 下一秒 笑容却是僵硬了 只见灵雨迅速摘下手指上的一枚戒指 亦能注入 而后 反手给套在她的藤腕上 藤腕虽然有人手腕那么粗 但其顶端却是极细 有如长毛的毛风 戒指完全可以套上去 再还没有交手前 灵雨就在想 若对方施展魅惑之音 她该如何应对 前几次的经历告诉她 一旦听到这个声音 她便会进入躺平状态 无法摆脱 所以 唯有让自己听不到这声音 旋即便是灵光一现 她手上 正好有一枚隔绝声音的戒指 只要给对方戴上 还管她什么魅惑之音 灵雨嘴角翘起 在妖大人错愕 以及不敢置信的目光下 稳稳落地 落地瞬间切换神盲枪 对着那美丽的脸蛋 就是一枪 哄 这 该死 妖大人给气的 那真是一佛出事 二佛升天 打死她都不会想到 向来无往不利的魅惑之音 会被以这种方式化解 用力将戒指甩飞出去 随后 又不得不再度抄起藤腕防御 她很想再来一下魅惑之音 可惜 那毕竟是底牌 短时间内 无法再动用 灵雨眸光如炬 活动了一下双臂 先前的一轮攻击 令她身体超负荷运作 有些疲惫 尤其是双臂 疼痛混合着麻痹 让她连剑都快握不住 不过 经过短暂的停歇 已经好了不少 此集 灵雨当机立断 进行第二轮攻击 剑起剑落 剑芒接连批出 又斩去树根藤腕 这 酒店 窗帘缝隙后 周周瞪大美目 原本 在她看来 灵雨对上 觉醒五段寄生花 必然会打得十分艰辛 不说胜算渺茫 也差不多 然而 灵雨那有如神来之笔的 一系列操作 却是彻底震撼到了她 哎 还能这样 她就这样 眼睁睁看着 灵雨以觉醒二段实力 将觉醒五段 硬生生压制下来 太不可思议了 和灵雨一比 周周只感觉 自己这点天赋 根本算不上什么 她将一幕幕长颈 硬在脑海当中 留待日后钻研与学习 蝼蚪 该死 该死 妖大人看了眼自己 朔果仅存的两根藤蔓 眼中的杀意都快沸腾出来 恨不得立刻上去 跟灵雨拼命 但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 当务之急 是尽快脱身 妖大人忽然咧嘴笑道 蝼蚪 有件事情 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她指了指身后的东普第一高中 在这所学校中 共有五支分话题 现在 我已经给他们下达命令 见人就杀 你现在过去阻止 心血还来得紧 不然 整座学校的人 都会死 打不过 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方法 灵雨脸色当即沉了下来 声音通过耳麦 传到周周那 周周面色也变得难看无比 而当她调整望远镜角度 看到那一幕幕 血淋淋的场景时 身子不由一颤 灵雨 现在怎么办 她低声问 摆在他们面前 有两个选择 一 放弃寄生花 去学校救人 二 放弃救人 继续和寄生花死� 不管选择哪个 后果都是难以承受的 于她来说 更是会有一种良心上的谴责 这时 灵雨那平静的声音响起 如果让我取舍 我选择 先斩了她 话落 灵雨提着剑 再度朝妖大人杀去 你 妖大人惊怒交加 冷冷问道 难道你就不在意 那些人的死活吗 灵雨想了想 认真道 在意 但我不得不这么选 若不趁现在 将你杀死 等你实力恢复上来 死的人只会更多 周周神色复杂 她知道 灵雨的选择是对的 倒是她 优柔寡断了 妖大人怒急而笑 好 很好 只是 看向灵雨的眼神中 带着深深的忌惮 到了这时 她再没有任何手段 能威胁到灵雨 继续搏杀 败王将成定局 想到这 妖大人狠狠一咬牙 身形飞退 同时 眉心处裂开 一颗漆黑如深渊的眼球 看向灵雨 刹那 她在灵雨的视野里消失了 而灵雨 却是依旧平静 一点也没有因此慌乱 耳脉里 响起周周的声音 十点钟方向 灵雨点点头 灵剑就朝那边劈去 眼见银白色剑芒一道道斩来 妖大人不得不停下来 用硕果仅存的两根藤腕抵挡 藤腕上 很快又被斩出深深的火口 该死 该死该死 随着她对灵雨斩露杀意 隐秘效果瞬间解除 身影显现出来 你 凭什么能看到我 她眼神恶狠狠看来 再度问出这个问题 回应她的是 接踵而至的剑芒 以及一片片 由光雨凝聚的飞镖 将她最后 两根藤腕也斩断 碰 灵雨一脚 将光秃秃的花盘踩在地上 蹲下身子 神盲枪的枪口 抵在花盘上 轰的就是一枪 花盘上 当即被打出一个窟窿 黑色液体飞溅 紧接着 灵雨将一柄光雨匕首插了进去 并迅速松开手 引爆匕首 刹那 无数光雨碎片 在她脑中飙射 啊 妖大人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眼中的光彩渐渐流失 迷流之际 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你问我凭什么能看到你 我都说了 我有火眼睛睛啊 妖大人 就这么死了 周周揉了揉眼睛 反复确认 最后 发现自己并没有看错 真的死了 太好了 她的眼中难掩惺惺 灵雨杀死妖大人后 立刻在其尸体中搜索 很快 一枚半透明的紫红色晶体 出现在她手中 逍遥九段的磨合 灵雨有些激动 这玩意 价值不可估量 对于她来说 更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随后 她又注意到 妖大人眉心的那颗眼球 对方能够隐匿 依靠的便是她 此物的价值 兴许并不输给磨合 灵雨刚打算将之收起 那眼球却像是有生命一般 刹那从其手中挣脱 紧接着 悬浮在半空 像是在注视灵雨 灵雨有些惊异 仔细打量那枚眼球 在如深渊一般的漆黑中 竟是看到这样一幅画面 一个帅气的青年 被残忍剁成无数碎块 然后埋在土里 当成肥料种花 旋即眼睛一瞪 这青年 不就是她自己吗 灵雨当时就毛了 一颗眼珠子 也敢这样威胁她 也顾不上此物的价值 灵雨提着剑就劈了下去 突然 眼球周围 有淡淡的迷雾扩散 将她笼罩 灵雨这一剑 竟是直接劈了个空 整团迷雾 像是介于真实与虚幻间 又像是脱离了这片世界 迷雾中 传来一声悠悠叹息 皆影失败了吗 还有 妖 连你也死了吗 下一秒 声音陡然变得冰寒刺骨 这是不会就这么算了 我 直戏一脉 白眼花王 定要叫等付出代价 觉醒二段的蝼蚁 给我听好了 待我降临之日 便事等死期 声音像是有着一种魔力 明明是灵雨从未听过的语言 却是能让其轻易理解其中含义 伴随着花音落下 迷雾渐渐消散 那眉眼球 却也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彻底消失不见 灵雨 周周 相继陷入沉默 前者莫名有种如芒在被之感 就仿佛 被什么非常恐怖的存在给盯上了 后者按道邪呼 嗯 得赶紧去学校救人 此刻 时间不容耽搁 灵雨顺手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戒指 人前的围墙 一跃而起 落地时 已是翻过围墙 进入学校 灵雨进入的位置 是一片操场 一眼望去 操场上空无一人 灵雨耳阔微动 听到从教学楼方向 传来的尖叫与哭喊 当即朝那边赶去 周周 那边什么情况了 灵雨问 周周调整望远镜角度 观察一会儿后 咬牙切齿道 该死 那些分化体 在疯狂杀戮 死了好多好多的人 兴许是感应到本体的死亡 这些分化体 一个个眼睛血红 仿若蜂魔 事实上 本体一死 他们也无法存活太久 而最后这段时间 他们唯一要做的 便是报复 将他们的位置 报给我 灵雨沉声道 好 此刻的教学楼内 到处弥漫着血腥味 一根根藤腕如镰刀一般 挥洞间 收割着一条又一条生命 妖魔 不 一间教室内 传出一名女生的尖叫 紧接着 那声音戛然而止 女生直挺挺倒在了血泊中 嘎吱 教室的门被尖男打开 另一名女生 面无血色地冲了出来 像是看到了世上 最恐怖的东西 一刻也不想停留 只是下一秒 女生的脚步硬生生止住 一根又一根藤腕 忽然出现在她面前 藤腕末端 一朵妖异的紫红色花朵 正带着几分细血地看着她 啊 一声尖叫 女生彻底绝望 本以为 好不容易逃出地狱 不曾想 迎接她的是另一个地狱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持剑冲了过来 伴随着一道银白色剑芒劈出 那令得她绝望的妖魔 竟被硬生生劈成两半 这 女生瞪大眼睛 愣愣地望着那道身影 那是一个见眉心目 看起来颇为俊朗的青年 面无表情 眼眸锐利如刀 女生像是被深深吸引住了一般 一步步走向青年 眼带泪花 声音软如道 你好 我叫宋元元 刚刚 谢谢你救了我 说话间 她身子忽然一软 不由自主朝青年靠去 面颊飞红 嘴中发出轻微的呢喃 然而下一秒 令她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却见那青年挥起长剑 对着她毫不留情 就是一剑 扑 女生刹那人手分离 死的那一刻 脸上依旧带着疑惑和不解 一只寄生花从女孩尸体里钻了出来 看向凌宇 冷冷问道 人类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对此 凌宇的回答 还是如出一辙 因为 我有火眼金睛啊 旋即轰的一枪 送这只寄生花上路 什么火眼金睛 周周一撇小嘴 刚刚 分明是我提醒你的好吗 凌宇沉沉沉 问 有区别吗 周周翻了个白眼 没区别吗 凌宇就说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 叫 你是我的眼 周周 翘脸微红 按道一句 不要脸 随后 继续充当她的眼 很快 便找到剩余寄生花的位置 并告知凌宇 凌宇立刻前往 将寄生花一一杀死 值得欣慰的是 学校里 还是有不少幸存者的 不过 幸存下来的 基本上都是学生 老师实不存一 大多数老师为了保护学生 不惜与妖魔对抗 结果 都死了 此集 凌宇被一道道或感激 或瞻仰 或崇拜的目光注视着 但她总觉得受之有愧 于是没有多坐停留 匆匆离开学校 与此同时 陆云飞一行人 从和平饭店走出 脸上皆带着遗憾 他们身后 拖着五六只寄生花尸体 可惜都不是本体 很明显 本体在另外两处 陈瑶脚踏飞剑 满脸不快地 飞出魔都体育场 飞剑一端 挂着五六只寄生花尸体 可惜都不是本体 很明显 本体在另外两处 王冲接到两边的电话 得知结果后 双拳不由死死握紧 就是说 本体真正所在位置是 东浦第一高中 她二话不说 当即前往 只是感觉 能够找到本体的希望不大 虽然听陈瑶说 凌宇已经第一时间赶去 但在她看来 若不动用特殊底牌 未必能对付得了本体 况且 一旦本体铁了新要跑 凌宇八成无法阻拦 尝试给凌宇打去电话 结果 没能打通 王冲眉头紧皱 顿时有了不好的猜想 当即 一块碧绿的龟壳 出现在她手中 随着她摇晃 龟壳中 迅速生成五枚铜板 这是她异能的两大效果之一 占卜 可预知事物发展的大致走向 只是这占卜有一个限制 每日最多 只可占卜三次 超过三次 便会反噬自身 这是她今日的第二次占卜 内容为 魔独所有寄生花的位置 随着一枚枚铜板掉落 组成一个图案 占卜结果出炉 魔独已无寄生花 王冲眉头皱得更深 难道 本体被淋雨解决了 还是说 已经逃离了魔独 想了想 她开始第三次占卜 内容为 寄生花是否逃离魔独 结果为 否 王冲先是一愣 转而 是难以抑制的欣喜 岂不是说 本体 真被淋雨给杀了 这时 手机铃声响起 一看 是淋雨打来 王冲面色一僵 想了想 还是接通 淋雨那带着几分笑意的声音响起 王组长 我看你 刚刚有打电话给我 抱歉哈 那时候 为了做任务 手机一直在和周周通话 无法接听你的来电 旋即又道 对了王组长 你刚刚是想问我这边的情况吗 王冲面色愈发僵硬 点点头 是 但 现在不想了 却听淋雨说道 好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寄生花本体 被我给解决了 嗯 我知道了 王冲面无表情的点点头 淋雨疑惑 感觉对方一点也不惊讶 一点也不激动 是怎么肥思 王冲痛心疾首 妈哎 两次占卜机会 就这样给浪费了 此集 赵新成 秦勇已与淋雨他们会合 当得知 淋雨顺手把寄生花本体都给解决了后 两人都惊呆了 玄机一脸艳羡 那可是六百学分啊 若依照先前制定好的分配规则 按功劳进行分配 那么这学分 注定与他们无缘 你们看看 还有没有遗漏的尸体 有的话 赶紧找来 淋雨说道 几人认真查看后 杀死的妖魔尸体都在这里了 至于之前杀死的 则还存放在王冲那里 在刚刚的通话中 淋雨已经得知 王冲正向他们这边赶来 于是 打算等王冲过来 让其将尸体归还他们 期间 陆续有其他队伍赶到 发现寄生花被解决后 又纷纷离去 他们中 有的距离这边实在太远 有的战斗一夜后 实力消耗太大 需要恢复 也有的被一些断魂镜妖魔纠缠住 脱不开身 这才导致 没有第一时间赶到 类似的是 王冲也遭遇到了 就在他占卜出 寄生花隐藏的三处位置后不久 他便遭遇到了 稻草人等数十只断魂镜妖魔的围攻 以王冲的实力 自然无惧 然而 这也令得他 被拖住好长一段时间 事后复盘时 王冲推断 这是妖大人在指使 对方已经打算好再次顿逃 自然不想这时候 自身位置再被占卜出来 所以才要以此来阻止他的占卜 可以说 算盘打得邦邦响 只可惜漏算了一个人 不多时 王冲赶到 一上来便迫不及待 欣赏起妖大人的怡荣 一个光秃秃被打烂了的花盘 哈哈 没想到 这心肠歹毒 差点将整个魔都覆灭的妖魔 也有惊天 王冲越看越是兴奋 忍不住就要张嘴吐上一口唾沫 哎呦喂 使不得 林雨 赵新城连忙阻止 后者一脸严肃道 如此高贵美味的妖大人 岂容被你玷污 王冲被整得 情绪都不连贯了 待其情绪稍稍连贯 林雨干咳一声 提醒道 那个 王组长 尸体 王冲点点头 却见他手指 在左手佩戴的银色手环上 轻轻一点 煞时 荧光一闪 一只又一只妖魔尸体 从中飞出 这一幕 林雨几人 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即便这样 他们的眼中 依旧难掩惊异 空间类道具 一种非常稀有且实用的道具 可任意存取物品 林雨在想 也不知道 自己这次所获学分 够不够兑换一件空间类道具 王冲眼睛微动 意味深长道 林雨同学 鉴于你在此次任务中的优秀表现 我们异能协会决定 魄力对你开放战功任务 见林雨疑惑 他接着解释 本质上讲 和你们学校的学分任务差不多 完成任务后 获得的东西叫战功 用战功可兑换你心仪的物品 林雨觉得 这是没那么简单 他沉吟沉吟 对方这是想以战功引诱我 将我一点一点 骗入异能协会 当即 摇了摇头 多谢王组长好意 不过 就目前来说 单是学校任务 就已经够我做的了 我不见得还有余力 来做你们的任务 王冲脸上的表情 更加意味深长 他笑道 先别急着拒绝 这么跟你说吧 同样的物品 因为供求量不同 导致在你们学校 以及我们异能协会的兑换价格 也有所不同 说着 他指了指左手佩戴的手环 像这样一件空间类道具 在你们学校 怎么说 也要1500学分吧 而在我们异能协会 只需1200战功 当然 你可以放心 战功和学分的购买力 获取难度等 基本来说是一样的 被这么一说 林宇确实有些心动了 怎么接取战功任务 他问 下载一个APP就行 王冲道 当即便将一个链接 发送了过去 一旁 赵新成几人 莫名有些羡慕 以学校新生的身份 截取异能协会的战功任务 想想都觉得 太酷了 王冲看他们一眼 放心 你们也有 嗯 几人面面相去 然后 他们赫然发现 他们和林宇同一时间 收到了链接 分秒不差 很明显 是群发的 几人莫名有种被套路的感觉 就跟广撒网的诈骗短信一样 你以为人家为了骗你 很走心 实际上 你永远不知道 他一条消息 到底群发给了多少人 总之现在 一点都不哭了 王组长 我想知道 你到底还为多少人破了这个脸 林宇痛心疾首地问 没别人了 就你们四个了 王冲干咳道 话音刚落 互有几道身影 自天边飞掠而来 带起阵阵音报 转瞬降落在他们近前 正是陆云飞一行人 以及陈尤 听闻本体出现在林宇那 并被他给杀了后 几人心情那叫一个复杂 大概有1%的欣喜 9%的不可置信 外加90%的 极度 最终 他们还是决定 亲自过来印证一下 一上来 便听陆云飞一脸疑惑道 王组长 你突然发个链接过来 让我给你做任务 几个意思 陈尤皱眉 我也收到了链接 你这不是群发的吧 李长青 张主任 孙老师等 纷纷黑着张脸 群发也就算了 连我们也发 王冲 林宇 随后 王冲陷入长达三分钟的沉默 对了林宇 听说你杀死了寄生花本体 那个 尸体方面给我们看一下吗 孙老师道 只是 下一秒 当感受到林宇觉醒二段的实力 他整个人都呆在了原地 林宇 你 李长青 张主任等 也是一愣 不是说林宇废掉了 实力无法寸进吗 这直接升到觉醒二段 是怎么肥死 几人看向林宇 目光里满是狐疑 林宇感觉到不妙 很快 他们眼中的狐疑 就变成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情绪 其中 蜀孙老师最为激烈 林宇 你 明明没有被废 明明可以修炼 为什么不说 孙老师质问 可 我也没说不可以啊 我想 这肯定是误会 林宇发表自己的观点 然而 有些人的观点 并不会被这个时代认可 即便他很有道理 胡搅蛮缠 臭小子 知道当时 因为你的事情 害得我自责了多久吗 咔咔 孙老师迅速活动了一下手指 手腕上的关节 接着冲林宇招招手 别的先不说 我关你刚刚突破 根基有些不稳 来 让老师帮你夯实夯实 其险恶用心 路人皆知 说实话 林宇有点方 此外 李长青 张主任等 也纷纷跃跃欲试地看来 其险恶用心 老少傅如皆知 说实话 林宇更方了 怎么办 求助的目光看向周围 王冲还在那里沉默 明显没从之前的射死中 恢复过来 赵新成几人都是 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 眼中则隐隐带着兴奋 这让林宇感受不到半点真诚 相比之下 陈瑶和陆云飞就很真诚 脸上始终带着看戏的表情 摇了摇头 林宇知道 其他人根本靠不住 唯有靠自己 想了想 他一脸正色道 几位老师 当即将杀死妖大人 取下黑色眼球后 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一股脑说了出来 内容曲折离奇 不出所料 所有人都被吸引 听完后 纷纷陷入思索 林宇你说 眼球周围突然出现迷雾 然后它就消失了 会不会是它影响了你的感知 陆云飞问 不会 周周站出来 摇头道 当时 我就在远处 用望远镜观测 看到的 和林宇看到的一样 这么说 眼球是真的在迷雾中消失了 陆云飞推了推 鼻梁上的黑矿眼镜 正想再说点什么 展现它的聪明才智 却被陈瑶直接打断 依我看 那迷雾 应该便是 接引妖魔降临的神秘大物 连接着一个 我们未知的世界 只不过 它的规模 比我们已知 任何一场大物都要小 应该只是那名 叫白眼花王的妖魔 开辟出 专门取回它眼球用的 陆云飞面色一僵 没想到论聪明才智 学姐竟要比她略胜一筹 此刻 陈瑶明显已经想明白了一点 而她 想了想 陆云飞问道 学姐 为什么这么说 陈瑶侃侃而谈道 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未从其他寄生花身上 看到如此诡异的眼球 说明这颗眼球 大概不属于她 而白眼花王这个名字 让人不得不怀疑 眼球的真正归属者是她 你们想 谁闲着没事 会将自己的眼球借给别人 除非眼球实在多得没地方用 这 陆云飞顿时毛色顿开 她也想明白了 陈瑶继续道 由此可见 寄生花本体 应该是她手下 很大可能就是要将她接引过来 但最终失败了 所以 最后她才会那般愤怒 张口就要报复 陈瑶分析得很不错 李长青 张主任等频频点头 看向陈瑶的目光 难掩赞赏 林语义微微汗手 与她分析的基本一致 只是 有一点 她到现在都不算特别清楚 于是问道 那白眼花王自称直系一脉 是什么意思 这个 孙老师立刻来的精神 答疑解惑道 妖魔中 根据所属种族 大体可分成三脉 分别是兽系 直系 灵系 顾名思义 兽系 便是兽类形态的妖魔 直系 便是植物形态 灵系 则是各种元素与能量形态 如火灵 雷灵 暗灵 想了想 接着补充 一直以来 妖魔中的这三脉 互相都很不对付 各自占据一方 时常因为地盘而争斗 若不是 有人类这个共同敌人 估计早就展开大规模厮杀了 林语恍然 想到她这段时间遇到的妖魔 寄生花 石脑树 稻草人 白眼花王 确实都是植物形态 很快 林语又发现不对劲 孙老师在回答完问题后 视线依旧没有从她身上移开 仿佛下一句话就要说 哎 让老师帮你夯实夯实 林语面色一白 忽然间手舞胸口 剧烈咳嗽起来 怎么了 孙老师问 林语深吸口气 缓了缓 这才到 可能是我最后在与本体决战的时候 受了一些暗伤 孙老师一愣 玄机皱眉道 这你怎么不早说 要知道 暗伤这东西 最是马虎不得 多少天才 因为治疗不及时 导致在修炼一道上 留下隐患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回学校医治 这一刻 孙老师的表情 从未有过的严肃 好好 林语忙不迭点头 有些感动 同时 有些内疚 周周想说什么 不过想了想 最后还是没有说 这时 陈瑶忽然站出来道 小学弟 我送你回去吧 有些事情 已早不宜迟 谢谢学姐 林语一听 更加感动 却见陈瑶刹那 幻化出数柄光与飞剑 一柄用来占人 另外九柄用来放尸体 很快 十柄飞剑冲销而去 望着这一幕 赵新城几人无不羡慕 一能者到了逍遥境 便可对抗天地剑的规则 比方说 对抗重力 实现飞行 他们何时才能如学姐这般 逍遥天地剑 飞剑上 陈瑶似笑非笑 知道为什么要送你回去吗 林语一愣 下意识道 因为 担心我的暗伤 陈瑶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道 记得你还欠我两件事情没做吗 林语点点头 顿觉不妙 却听陈瑶道 现在 我要你回去以后 立刻给我写任务报告 有了报告 学姐我才好去领学分 她表情异常严肃 领学分这件事情 已早不宜迟 加油哦 小学弟 林语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 学姐我也不勉强 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去 林语 回到宿舍 给手机充上电 林语倒头就睡 醒来时 已经第三天早上 起来洗了的澡 简单吃了点东西后 林语戴上痛苦面具 开始奋笔集书 四小时后 林语摘下痛苦面具 改换绝望面具 继续奋笔集书 终于 又过了四小时 林语放下笔 眼中似有两行青类倘落 真是 太不容易了 发送消息给陈瑶 学姐 任务报告已完成 陈瑶那边 几乎是秒回 学姐带你领取学分 林语将报告交到陈瑶手上 陈瑶看后 一如既往的满意 写得真好 下次 一定还让你写 林语笑得比哭还难看 学姐 我特么谢谢你啊 不过 想到只剩最后一次了 便也咬咬牙 没再说什么 两人来到学分管理处 妖魔尸体早在回校时 便已经上交 并做好记录 一而现在 相对来说就比较轻松了 没有繁琐的流程 两人将任务报告提交 便开始静等结果 恰在这时 又有几人赶来 正是赵新城 周周 勤勇他们 不是因为巧合 而是因为白天的时候 几人向林语请教 任务报告怎么写 顺带着问了一下他 什么时候来领学分 到时候一起 也不知道 我能获得多少学分 赵新城搓了搓手 满脸期待 秦勇 周周 同样满脸期待 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做任务 第一次赚学分 对换处的老师 在那里认真审核报告 期间频频抬头 看向林语一众人 惊为天人 事实上 参与本次灭花行动的 可不止他们几个 不少大二 大三 乃至大四的学生 都参与了 然而说到功劳 与他们根本没有可比性 光是发现祭祀仪式这一点 就不得不计上一次大功 整个审核大概持续了15分钟 待到审核通过 老师开始宣布 所有人获得的学分 赵新城 400 秦勇 400 两人一听 当时给激动的 差点蹦起来 400学分 哈哈 没想到 第一次做任务 就能赚到这么多学分 很快 两人就没那么激动了 周周 500 老师宣布 周周当时 美眸就是一亮 翘脸上绽放的笑容 和他此刻的心情一样美好 说实话 他一开始接这个任务时 心里面的预期是 能有一百学分就不错了 而今的500学分 是他想都不敢想的 当然 他也知道 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有林宇的加入 转头看向林宇 认真道 谢谢 不客气 林宇笑着摆了摆手 赵新城 秦勇两人想了想 很快知道 周周为什么比他们多一百学分了 最后杀死本体的行动中 他有参与 而他们没有 对此 他们除了羡慕以外 还只能是羡慕 却听老师接着宣布道 陈瑶 一千二百 煞时 所有人的目光 纷纷看向陈瑶 赵新城 卧曹 秦勇 卧曹 两人这才意识到 格局小了 周周一步由邓大美目 原本 还有些沾沾自喜的心态 立刻被摆震回来 果然 做人还是应该谦逊 自身虽然优秀 但跟学姐一比 明显还是要逊色不少 陈瑶嘴角微不可见的翘了翘 一副我也想低调 但实力不允许我低调的样子 到 一千二百 还行吧 随后 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看向陈瑶 都很好奇 他能获得多少学分 就听老师宣布道 陈瑶 两千 一刹那 所有人都惊呆了 多 多少 赵新城结巴问 好像是 两千 秦勇以一种不确定的口吻说道 生怕是自己听错 太精识害俗了 从没听说过 有人一次任务能赚这么多学分 不过 想到陈瑶在此次任务中的贡献 又让人觉得 很合理 周周美目复杂 刚还觉得 学姐太过优秀 自己难与她相比 现在 陈瑶完完全全给她上了一课 什么叫真正的优秀 陈瑶脸上的表情 瞬间绷不住了 好家伙 比她高也就算了 居然比她高这么多 陈瑶算了一下 就算扣除 陈瑶击杀本体后 获得的五百学分 剩余也有一千五百 照样比她高 也就是说 除去击杀本体外 陈瑶的功劳 还在她之上 要知道 她不仅重创全盛时期的本体 更是杀死不计其数的分化体 此外 断魂镜的妖魔 她也杀了不少 陈瑶眼眸灿灿 一开始 她以为自己会很激动 大喊大叫 甚至跳起来 然而 并没有 因为 赚妈了呀 感受到其他人 看向自己的眼神不对 陈瑶皱了皱眉 觉得 可能是因为自己不够低调 想了想 学着陈瑶先前的样子 一脸低调的说 两千 还行吧 陈瑶 赵新成 周周 秦勇 众人原本还想着 说上一些恭喜的话 毕竟 确实可喜可贺 现在 不想了 随后 在老师的试一下 几人纷纷拿出学生证 上去领取学分 这一刻 所有人的脸上 揭露出微笑 然而 当看向学生证里的余额 所有人又都笑不出来了 赵新成气急败坏 你你你 怎么就给我加二百 还有二百呢 被你给吃了 秦勇 俺也一样 周周周梅 我这里 只加了二百五十 陈瑶 我就六百 林宇看了一眼自己的学分 只加了一千 众人纷纷用质询的目光 看向老师 希望对方给个交代 老师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抱歉啊 忘了告诉你们了 由于这次任务中 学校所要支付的学分太多 便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 当学生拥有太多学分 而学分兑换出的物品 不够兑换时 必然会导致物品涨价 学分贬值 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通货膨胀 你们能够理解吗 林宇几人面面相去 点点头 然后呢 就把我们一半学分给嘎了 老师摇摇头 怎么会呢 学校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所有学分超过一百的学生 先支付一半学分 剩余一半学分 后续每月返还一百 玄机 与众心肠道 学校这么做 对大家都有好处 你们也不希望 辛辛苦苦赚来的学分 贬值吧 赵新成想了想 后续二百学分 两个月便能返还 勉强可以接受 秦勇 周周两人也觉得 勉强可以接受 陈瑶 林宇当时就不干了 尤其是后者 那叫一个痛心疾首 一千学分 分十个月返还 你们当这是怀胎呢 老师摇摇头 表示自己也很无奈 赵新成等人立刻表示恭喜 事实证明 恭喜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林宇 对了 思想到什么 老师忽然道 学校这边 其实还有一个方案 嗯 林宇一愣 璇吉赶忙询问 什么方案 却听老师道 因为咱们学校这边 体量太小 所以才会有这方面顾虑 而异能协会那边就不会 你们如果集桌想要使用 另外一半学分的话 可以申请转化成 异能协会的战功 再使用 学校则会在后续 将等价值的资源 返还给异能协会 璇吉问道 不知道 你们愿不愿意 林宇沉吟沉吟 眼下 他如果不想等到怀胎十月 再拿到剩余学分 似乎只能将其转化成战功了 玄吉眼神微动 感觉 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具体哪里 又说不上来 一番思虑后 他还是点点头 可以 我愿意 老师点点头 又看向其他人 陈瑶没考虑太久 便也点点头 我也愿意 周周几人 却是有些纠结 他们的学分本身就不多 要是将一半都转化成战功 就会出现两边数额 都不够兑换想兑换之物的尴尬局面 权衡立毙后 他们一致决定 还是等他二到三个月吧 老师微笑点头 那就这样了 方案选定后 将无法更改 他旋即看向林宇和陈瑶 我已经将你们的申请 递交给了艺能协会 不出意外的话 三日内 你们将收到艺能协会寄过来的凭证 嗯 知道了 学分领取完毕 几人结伴离去 赵星成提议 为庆祝我们圆满完成这次任务 我觉得应该去S号食堂 好好吃一顿 林宇第一个表示赞同 赵兄所言极是 周周 秦勇很是不能理解 这两位对S号食堂为何如此执着 不过想了想 他们也没拒绝 随后四人纷纷看向陈瑶 学姐 一起吗 陈瑶表示 自己正打算去一趟S号食堂 那就一起吧 一处宽敞明亮的包厢 五人入座 兔女郎打扮的小雅微笑着走来 看到几人后 有些意外 两位学弟 没想到 这么快又见面了 这处食堂 可不是谁都能经常来的 有些学生来过一次 见识到这里的高消费后 就再也不会来了 没想到 才过去半个月 林宇和赵星成就又来了 还带了三名同伴过来 嗯 看到陈瑶后 小雅又是一愣 学姐 你也来了 这无疑说明 陈瑶也是这里的常客 林宇几人纷纷看向她 没看出来 学姐也很会享受生活吗 却见陈瑶和小雅 简单打了声招呼后 就将学生证取出 递给对方 先把账结了吧 林宇一愣 脱口出道 学姐 你要替我们结账 怎么好意思 不是 我是说 学姐 你真好 赵星成一拍桌子 学姐 以后 你就是我清姐 周周和秦勇 一分分头去感激的目光 陈瑶摆摆手 你们想多了 我要结的是上次 还有上上次的账 嗯 众人听着有些迷糊 什么叫结上次 还有上上次的账 就见小雅有些尴尬的笑了笑 拿着学生证 一路小跑着 去柜台完成支付 又一路小跑着 不知去了吗 回来时 手里已是拿着一件柔韧 性感的内甲 一柄精致 秀气的紫金短剑 学姐 这是你上次赦账时 用来抵押的异能内甲 以及上上次赦账时 用来抵押的紫霄云剑 请收好 众人 林宇嘴角一抽 没记错 这应该就是陈瑶 向杨主任借的三件道具 其中的两件 现在 他终于知道 陈瑶为什么借东西不还了 陈瑶眨了眨眉目 看向林宇一众人 笑道 几位学弟学妹 还在为不知道购买什么道具 而烦恼吗 这两件 都是非常不错的 觉醒镜道具 买它就对了 他开始认真介绍起来 这件异能内甲 最高可防御 觉醒九段的最强一击 你值得拥有 这柄紫霄云剑 可斩出紫云剑气 削铁如泥 你必须拥有 现在 如果有人愿意 将它们一起拍下的话 学姐 我直接给你们打五折 一共二百学分 这 赵星成 秦勇 周玉三人 纷纷瞪大眼睛 还有这种好事 说实话 三人都无比心动 短暂的思考后 赵星成第一个道 卖我爸学姐 周周眼中带着期盼道 学姐 我觉得 他们更适合我 秦勇挠了挠头 诚恳道 虽然感觉不太适合我 但 太便宜了 完全无法拒绝 林宇看看他们 又看看陈瑶 笑笑不说话 却听陈瑶话风一转 不过呢 想要购买这两件道具 有一个前提条件 什么条件 赵星成问 陈瑶笑道 事实上 这两件道具 并非我所有 而是道具开发系的杨主任 你们需要向他购买 当然了 以学姐我跟他的交情 你们过去 只要喊我名字 他就一定会给你们打五折 打骨折还差不多 赵星成嘴角一抽 学姐 那个 我突然就不想买了 陈瑶眉头一挑 你不相信我 不是 赵星成连连摇头 正色道 子曰 君子成人之美 身为数赌论语的读书人 我觉得 应该将这种好事 让给他人 我 自愿放弃敬竹 秦勇大受触动 赵兄仁义 不愧是读书人 陈瑶点点头 看向他和周周 你们两个 谁还愿意购买 两人对事 自然都想购买 试问 花一件道具的钱 买两件道具 躺着就能捡得便宜 谁不想 就在两人都 无法说服自己放弃 最后决定 要不一人买一件时 林雨干渴一声道 听我的 老秦 这种躺着捡便宜的事 你把握不住 让周周去吧 这 秦勇再度挠了挠头 也不知林雨此言何意 嗯 或许是想让我 让一下周周吧 怎么说 人家也是女生 最终 秦勇听取建议 选择放弃 林雨欣慰地点点头 急到之力 皮操肉厚 这位要是去了 难保杨主任 不会帮他好好锤练锤练 换成周周去 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料想杨主任 不至于对他下的去手 周周有些欣喜地 接过两件道具 爱不是手 同时 一双美目频频看向林雨 赵星成满怀感激 小雅全程保持沉默 直到此刻 他才面带微笑道 几位吃点什么 赵星成顿时来了精神 扣着手指道 我要吃 酱包花花 蒸花花 煮花花 炸花花 花花糕 花花乳 酸菜花花 陈瑶 林雨接着又点了几道菜 菜摇上桌 林雨 赵星成当即大块朵仪 秦勇和周周 却是迟时下不去筷子 从卖相上看 这些菜 实在令他们不敢恭味 确定好吃 最后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两人尝了一口 然后 就停不下来了 一个字来形容 真香 一顿饭下来 共消费125学分 平摊下来 每人25学分 林雨这边 算上这次 获得的1000学分 余额共1055学分 扣除25 还剩1030 饭后 林雨告别几人 前往物种研究系 刘主任的办公室 打算购买白新果 而后闭关修炼 来到办公室 敲了敲门 无人回应 嗯 林雨疑惑 询问隔壁办公室的老师后 才知 刘主任开会去了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林雨问 不知道 老师摇摇头 玄疾 善解人意道 同学 你找刘主任什么事 不妨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 林雨也没有客气 向对方表示感谢后 说道 我来 其实是想找刘主任 买白新果 不知道老师 你跟他熟吗 熟的话 可否帮我说一下 让他给我留两枚 老师笑着点点头 我和刘主任 确实挺熟的 不过 恐怕让你失望了 他那的白新果 昨天就卖光了 下一批 估计得等到三天后了 这样吗 林雨确实有些失望 转身欲走 等一下 老师忽然喊住他 说道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这里倒是有另一种果子 可供选择 嗯 林雨脚步一顿 却见老师从抽屉里 取出一个四四方方的玉盒子 打开后 里面躺着几枚乌漆抹黑的果子 这是我们在培育白新果时 出现的变异品种 姑且称它为 黑新果 林雨很想问一下老师 你们取名字都这么草率的吗 但听老师介绍到 黑新果 效果是白新果的一半 服用后增加二 五倍修炼速度 最多维持十二小时 当然 相对应的 价格也会便宜许多 三十学分一枚 林雨原本都不打算买了 但当听到价格后 忽然觉得 优贺 性价比还挺高 他寻思着 反正自己要到三天后 才能买到白新果 那这三天 不如先用一用黑新果 于是 他买了三天的量 也就是六枚 一共也才耗费他一百八十学分 不得不说 确实便宜 回到宿舍 吞服下一枚 林雨直接盘膝 开始修炼 眼下 他共有四枚磨盒 觉醒九段一枚 断魂一段两枚 逍遥九段一枚 一番思虑 他还是只敢使用 觉醒九段的磨盒 其他的 他怕他这点小身板 承受不住 随着呼吸吐吶 能量物质不断被他吸收 就这样 他开始了长达三天的闭关 一间会议室内 张主任 刘主任 吴秋水 等五位系主任齐聚 目光锐利 表情严肃 将此次灭花行动 从头到尾复盘了一遍 嗯 该吸取的教训 都吸取差不多了 灭花行动就说到这吧 吴秋水道 想了想 他提议 下面 我们来说说看林雨 听到林雨二字 众人的表情更加严肃 眼中若有若无见 带着怒意 其中 竖章主任情绪最为激烈 啪一拍桌子 冷哼道 就这小子 简直无法无天 居然假装被废 他说必须严惩 吴秋水醋煤 没这么严重吧 不 我认为 比这更严重 曹主任极力压制着怒火 却是有些压制不住的感觉 说道 他 简直就是七师灭祖 你们说 这种学生 我们要他干嘛 杨主任 刘主任纷纷附和 说的对 七师灭祖 要他干嘛 吴秋水一时静无言反驳 想了想 他道 可他在几次任务中的功劳 以及优秀表现 你们也都看到了 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天才 我们对天才就不能有一些容忍吗 他尝试着寻寻善诱 然而 得到的回复却是 不能 他不配 对于亥群之马 我们必须临容忍 吴秋水悠悠一探 在他看来 凌羽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几位系主任 不知为何 对他会有这样的成见 那么 最后问一下 到时候 让他去哪个系 见其他几位系主任接摇头 吴秋水道 看这样子 你们都不愿意要他了 那就 让他来我辅助就好了 不不 刘主任摆摆手 让他来物种研究系吧 这种问题学生 去你们辅助系 只会成为祸害 曹主任摆摆手 让他来理论研究系吧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我愿意勉为其难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杨主任摆摆手 让他来道具开发系吧 教不言师之舵 我会尽我所能 严加管教 将他培养成尊师重道的好学生 张主任啪的一拍桌子 都别跟欧抢 他要来 也是来我们战斗系 吴秋水 我去 你们几个糟老头子 坏得很 之后 几位系主任 就问提学生的归属问题 展开争论 争到面红耳赤 最后 谁也没能说服对方 要不咱打一架吧 谁赢淋雨归谁 张主任挺胸抬头 傲视其他几位系主任 刘主任冷笑 行啊 怕你不成 曹主任冷哼 别摸鸡 来啊 老子人你很久了 吴秋水双手插腰 奉陪 这一晚 整个少风学院位置轰动 学院论坛炸了 听说了吗 五大院系的系主任 打起来了 差点把咱教学楼 都给拆了 卧槽 还有这事 有谁知道 他们为什么打起来吗 哈哈 这个我知道 听说是为了一个 大义新生 大义新生 楼上的 骗鬼呢 就是 区区一个大义新生 能让五大院系的 系主任打起来 你们还别不信 让我来给你们讲讲 这个大义新生 到底都做了什么 他叫淋雨 随着这条 长达一千字的帖子 发出 论坛一时间陷入沉默 不知是谁先 打破了这个沉默 不可思议 一个大义新生 竟已有 觉醒二段的实力 更是能连跨三个境界 斩杀觉醒五段妖魔 不仅如此 他在这次 灭花行动中的表现 更是让我有一种 惊骇的感觉 一个人 怎么可以这么优秀 他还是人吗 紧接着 论坛又一次炸了 各种字体飘红 什么都不说 牛逼奉上 感觉这位学弟 真是 太酷了 有没有 谁认识这位学弟 帮忙问一下 下次做任务 可不可以待待我 作为回报 我愿意当他女朋友 这一晚 灵语一跃成为 学校的风云人物 而对此 他却是毫不知情 还在那里修炼 一晃三天过去 灵语睁开眼 眸光璀璨如星 感受了一下 境界上 有不小的精进 身体素质方面 也强大了不少 心念微动 一本黑色册子 出现在他手中 可以发现 之前缺失的一页 已经补回 灵语这时候 不由纠结起来 他这里的一盒 磨盒 还真不少 哪个好呢 最终 他将那枚 取自幻境异能者的一盒 放了上去 不论是从实用性 亦或者潜力上来说 幻境 都是当中的佼佼者 何况 经过多次使用 灵语都已经习惯了 实在不想失去这项能力 一盒渐渐破碎 融入 大待半小时后 彻底融入到那一叶纸中 只见其上出现一幅 朦胧图案 有天地 有山水 有人车 有花鸟鱼虫 像是会进世间百态 只要灵语愿意 便可将它们 当成幻境制造出来 重新收录这项能力 灵语有种 失而复得后的喜悦感 很快 他心中又隐隐有些期待 他在想的是 尽快将第三叶纸修炼出来 好让他收录第三个异能 当然 也可以是妖魔 结束闭关 灵语又开始准备第二次闭关 他先是找上刘主任 向他购买白心果 也不知为什么 刘主任这次 似乎特别好说话 与他秉烛常谈 说知道他想要白心果 已经特意 为他留了两枚 灵语受宠若惊 赶忙道谢 并询问对方 下次出果子 能不能再为他留两枚 刘主任语重新尝道 灵语啊 你有没有发现 来我这买白心果的 都是其他系的学生 从来没有物种研究系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灵语一愣 经对方一提醒 他也发现了 陈吟陈吟 他问 因为物种研究系的学生 都比较穷 刘主任 因为物种研究系的学生 可以提前预定 最多提前半个月 往往刚培育出来 就被他们买走了 刘主任给灵语投去 一个你懂的眼神 继续道 灵语啊 距离你进入学校 已经大半个月了 对各个院系 应该都有了解了吧 是时候考虑申请 加入哪个院计了 灵语一副我懂了的样子 点点头 放心吧刘主任 我会认真考虑的 对了 咱物种研究系 内部购买白心果 能打折不 刘主任摇摇头 不能 灵语 那我还是 以后再认真考虑吧 刘主任 灵语随后去了一趟 隔壁办公室 又购买了六枚黑心果 经过三天的尝试 黑心果的效果 还是蛮不错的 在白心果用完后 他打算就用这个 来提升修炼速度了 灵语最后 买来大量食物 囤在宿舍 便开始了新一轮的闭关 一枚白心果入腹 五倍修炼速度开启 盘歇而坐 手握魔盒开始修炼 随着呼吸吐纳 源源不断的能量物质 被他吸收 嘎嘎快 义和变得愈发凝食 雄魂 几乎是一秒一个变化 唯一不太美妙的就是 为维持这个状态 修炼期间 不得吃饭上厕所 一维持就是24小时 时间一到 灵语揉着膀胱 就朝卫生间冲去 再然后 简单吃了点东西 灵语又吞服下第二枚白心果 开始盘息修炼 这次 灵语只坚持23 75个小时 感觉膀胱要炸了 之后的修炼 就要轻松许多 黑心果的持续时间 只有12小时 完全可以承受 一日 二日 三日 等灵语将黑心果也用完时 修为已是来到 觉醒二段后期 距离二段巅峰 仅一步之遥 之后的修炼 灵语没有再依靠外物辅助 而是以自身正常速度修炼 虽然慢 但好处也不是没有 省学分 就这样 又七天过去 这天 灵语豁然间睁开眼 眼中像是闪过一道光 一刹那 他的气息陡然上升一个台阶 浑身上下劈啪作响 突破到觉醒三段了 灵语站起身 活动了一下 能明显感觉到 不论是力量 意或者速度 都比之前强了一大截 接着 他又感受了一下异能 同样 强了不止一心半点 如果说 之前那个是一个小池塘的量 那么现在就是一个超大好的池塘 最后 灵语迫不及待地取出黑色册子 打开 却见第三页上 原本的半叶纸 此刻已经变成了完整的一页 灵语大喜 差点张口就来 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今天 等了好久 终于把梦实现 当即取出两枚异合 三枚魔盒 认真思考 该收录哪个 一枚赤金色异合 当中好似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A级异能 神圣光艳 一枚深蓝色异合 当中好似有一块 亘古不坏的冰川 在异能图谱上 一通翻找查阅 得知 这是A级异能 深蓝之冰 两枚深黑色魔盒 当中有着 两只形似向日葵的妖魔 经查阅 此妖魔名为日葵魔 潜力属中上 大概相当于B级 最后是一枚紫红色魔盒 当中有着 一只含苞待放的寄生花 这个不用多说 潜力绝对有S级 一番对比 该收录哪个 林语心中已有答案 便是你了 他将最后一枚紫红色魔盒 直接放了上去 这一刻 林语心中无比忐忑 要知道 这可是逍遥九段的魔盒 一旦成功收录 那他可真就等于是 获得了一个吊炸天一样的底牌 就是不知道 能成功吗 他的目光紧紧注视着这枚一盒 却见他放上去后 似乎没有任何动静 无法收录吗 林语明显有些失望 但他没有停止 而是继续尝试收录 兴许是因为这个过程 需要耗费的时间比较长吗 五分钟过去 没有任何动静 十分钟过去 没有任何动静 终于 一小时过去 在林语都打算放弃时 磨合的一角 开始融入这一叶纸中 林语当时眼睛就是一亮 他并没有嫌弃这个速度 毕竟 这可是逍遥九段的磨合 能收录就已经很好了 之后 便是进入了漫长的等待期 两小时 三小时 四小时 林语索性开始一边修炼 一边收录 终于 到了第二十四小时后 磨合被完全收录 全新的一页纸上 出现这样一幅画面 一根又一根的藤腕 缠绕交叠 在他们的末端 一朵妖艳的紫红花朵 从含苞袋放到盛开 一张绝美的面孔 呈现在花盘上 心念一动 林语尝试着 将这幅图案变成现实 他将这个过程 称之为 召唤 刹那 整只寄生花 竟针从册子中飞了出来 活灵活现 林语看着他 从实力上来说 和他一样 觉醒三段初期 这其实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想爆发逍遥九段的力量 须将收录的这一页 只燃烧才行 从样貌上来说 跟妖大人不说很像吧 简直一模一样 这似乎 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 磨合就是来自妖大人的 或许是条件反射 林语看着这张脸 便下意识绷紧神经 进入战备状态 生怕对方抽不愣子 给自己来一下 事实是 他多虑了 进一步观察后 林语注意到 在这只寄生花的一双眼睛里 似乎并没有太多灵性 妖 林语试探叫了一声 寄生花一脸疑惑 眨了眨眼睛 完全不能理解此中含义 看样子 并没有继承生前记忆 林语觉得 这样反倒更好 不然 有他头疼 带着几分好奇 林语上去 捏了捏他的脸 别说还挺Q弹 肉嘟嘟 很有手感 旋即 林语又摸了一下 不满道次的藤蔓 很结实 也很锋烈 真要战斗起来 实力想必不弱 林语尝试给他下达命令 不用张嘴 心念一动 便可与之沟通 林语让他对自己发动攻击 刷刷刷 刹那 一根根藤蔓 朝他或批 或刺 或缠绕而来 与此同时 一片片花瓣脱落 朝他飘飞而来 花瓣上开始生长出一条条根须 林语也是一惊 攻势之猛 让他都不得不认真对待起来 一个后空翻 外加一对光一煽动 这才让他堪堪躲开攻击 面对紧随而来的第二轮攻击 他不得不取出神盲盾来防御 框框框框 一阵密集如雨点般的攻击过后 林语连忙喊停 再答 房间都要被你拆了 寄生花乖乖停下 同时 一脸无辜 不是你让我攻击的吗 林语颇为满意的点点头 就对方的实力一般觉醒三段来了 根本扛不住 以后 遇到一些不入流的敌人时 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躺平了 让一朵花来替自己征战 当然 所谓的躺平 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躺平 林语一早就发现了 将他召唤出来后 无时无刻 不再消耗自身的能量物质 看似是他在战斗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 和自己在战斗 没什么区别 嗯 得给你起个名字 林语拖着下巴想了想 忽然 眼睛一亮 你的前身 名叫妖 所以 就叫你 妖后 什么 不太满意 那换一个 你是他生命的延续 就叫你 妖命 什么 还不满意 林语眉头皱起 绞尽脑汁 终于想了一个十分不错的名字出来 小妖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小妖点点头 列中选优 最终选了这个名字 对了 你可以施展魅惑之音吗 林语一双眼睛带着期待问道 小妖想了想后 点点头 并反馈给林语一个意念 有些勉强 林语当即下达命令 施展一个试试 小妖表情一速 浑身绷紧 像是在调集全部力量 最后 汇聚到嘴巴里 并从中吐出一个阴节 林语听到后 只有一个想法 今天不修炼了 世界如此美好 江山如此多焦 所以 我想躺平 这样的想法 大概持续了三秒 三秒过后 林语恢复理智 小妖软绵绵地躺在地板上 林语知道 什么叫有些勉强了 不过有一说一 对敌时 如果让小妖施展出这招 效果绝对堪称炸链 将该试验的 都试验完毕后 林语打开黑色册子 将小妖收了回去 总的来说 收录一只妖魔 不比收录一项一能差 以后 完全可以继续收录 洗了个澡后 手机开机 看了一眼时间 上午十一点 忽然 一条短信引起他的注意 六月六日 赵星成 今天中午 我去食堂吃饭时 遇到蔡坤学长 那家伙因为上次 上上次 上上上次的事情 怀恨在心 二话不说 上来就打我 我被打得老惨了 当中附带一张 眼泪汪汪 身上缠着绷带的照片 赵星成 他还让我告诉你 主动过去找他 否则 见到一次 打你一次 林兄 你可还安好 建议你最近一段时间 还是少出门 尤其去食堂的时候 尽量避开饭店 林语看后 眉头不由一皱 脸也跟着沉了下来 给赵星成打去电话 带对方接通后 林语道 发我的消息我看了 蔡坤现在在 是时候跟他做个了断了 顺便帮你教训一下他 赵星成一愣 旋即 连忙摇头 不行 那家伙几天前 突破到觉醒五段了 你一个 觉醒二段跟他打 太吃亏了 旋即 姐姐一笑 不过 林语 你放心 我早就想到 怎么收拾他了 怎么收拾 林语问 我已经花费重金 请来十几名打手 埋伏在学校外 听说 他今天要出来做任务 等他出来时 我会教他做人 赵星成满脸自信 仿佛一个 胜券在握的将军 随后 他邀请道 要不过来 与我一起共赏美景 林语点点头 好 来到校门外 林语四处张望 最后看向一处花坛 只见花坛的灌木丛里 刷一下探出十几个脑袋 那画面 让林语不禁想起石脑术 赵星成的脑袋赫然在其中 额头上还缠着绷带 他冲林语招招手 示意林语也钻进来 快 那家伙贼得很 一会儿 要是给他发现不对 不出来了 我这计划可就泡汤了 他请的这些 都是校外人士 让他们打少风的学生 他们敢 让他们进学校去打 打死他们都不敢 林语笑了笑 依旧站在原地 钻花坛这种事 他才不去做 只见他啪的一打响指 身影直接消失 光学隐身外加幻境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卧槽 赵星成等十几人瞪大眼睛 和林语这么一对比 突然感觉 他们十几个人 躲在花坛里 有一点沙士比亚的那个 沙比 好景不长 却见一梳着拨拨头的青年 迈着六青不认的步伐 从学校大门走出 来了 赵星成虎去一阵 抬手示意打手们准备出动 蔡坤眉头一皱 走出校门的刹那 感觉到不对劲 暗中像是有人在窥视他 他一边继续向前走着 一边用警惕的目光看向四周 一通打亮 目光最后落向花坛 什么人 他大声鹤吻 赵星成心惊 这家伙的洞察里 端得是敏锐 这便是觉醒武端吗 一切隐蔽在其面前 都无所遁形 等等 赵星成发现了一个 比较尴尬的问题 对方似乎只发现了他们 并没有发现凌语 这 出来 蔡坤声音渐冷 翻掌间 一个水球被他凝聚出 就要朝花坛丢去 给我上 赵星成当机立断 打出手势 可以的话 他愿意打对方没准备好的仗 然而眼下 已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凌语双手抱胸 在一旁看着 好似一个局外人 刷刷刷 却见十几名打手 以各种奇奇怪怪的姿势 从花坛里一蹦而出 旋即冲向蔡坤 凌语感受了一下几人的气息 三名觉醒四段 其余都是觉醒二 三段 说实话 这样的阵容 对付一般的觉醒五段 应是足够 然而 蔡坤毕竟是少风学院的学生 天才中的天才 不可以常理读枝 哗啦 就见蔡坤奋力丢出一个水球 直接将一名打手击飞了出去 水球又以一个刁钻的角度弹回 打在另一名打手的脸上 一声脆响 那打手直接捂着脸 哇哇大叫起来 一个照面 打手们便被来了一个下马威 他们眼中纷纷闪过凝重 此子玩球 好声厉害 蔡坤喝得笑了一声 让我猜猜 是赵学弟让你们来的吧 又或者 林学弟 玄机摇摇头 天真 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凭你们也配来对付 哗啦哗啦哗啦 却见蔡坤的双手 在半空捂出残影 一个又一个水球 被他凝聚出 丢向那一名名打手 啪啪啪啪 水球砸落 发出一声声脆响 仅片刻的功夫 打手们便被打得鼻青脸肿 他们中 有的甚至连异能 都没来得及施展 林宇微微摇头 看了一眼花坛方向 赵兄 你找来的人 不行啊 可恶 赵星成双拳握紧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那边 这么多人 竟真的打不过他一个吗 啪啪啪啪 蔡坤还在那里丢球 一个个水球 在空中划过一道道 优美的抛物线 每次都能精准地 落在打手们脸上 打得他们是叫苦不迭 蔡坤嘴角翘起 像是故意炫技一般 每次丢球 都用不同的姿势 到后来 直接开始闭着眼睛丢 这边的动静 很快吸引来不少路人 以及学生们的围观 你们看 这人玩球玩得好厉害 这不是蔡坤吗 没想到 他对水的掌控 已经到了这一般地步 我去 这小哥哥也太帅了吧 一个人用球 将十几个人 打到屁滚尿流 卧槽牛逼 周围议论声不断 蔡坤听着这些 嘴巴都快里到耳后跟 深吸口气 他一脸高深莫测地说道 这不过是我十之一二把了 玄机 冷冷看向那些个打手 还要继续吗 刚刚 我可是留守了的 继续下去 难保你们不会断胳膊断腿 打手们面色难看 这一番话 简直就是对他们的侮辱 他们 可是有职业涵养的 然而 随着水球一次次打在他们脸上 而他们 却始终连和对方近身 都做不到 他们的信念动摇了 渐渐地 他们萌生了退意 有人说 大哥 要不 咱还是走吧 大哥想了想后 点点头 走 走 蔡坤嘴角当即挂起一抹鸡巢 我让你们走了吗 嗯 想走也可以 跪下道歉 然后 让你们背后的人也过来 跪下道歉 不然 后果会很严重 这 打手们面面相去 下意识看向花坛方向 一副老板对不住了的样子 你们 照星成脸都绿了 怎么会这样 想当初 他邀请凌凶过来 与他共赏美景 可不是为了赏这个 赵星成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要冲出花坛跑路 凌羽摇摇头 看样子 还得他来啊 心念一动 一本黑色册子 出现在他手中 册子摊开 寄生花小妖从中飞出 翘无声息落地 一双眼睛看向凌羽 等待他的指示 在光学隐身和幻境的作用下 并无人看到这一幕 凌羽立刻下达指令 魅惑之音 小妖当即表情一速 绷紧身体 汇聚力量到嘴中 并发出一个阴结 随后 他整朵花都 软啪啪了下来 好在 魅惑之音的效果 成功作用在了蔡坤身上 一刹那 蔡坤丢球的手遁住 同时 内心在想 为什么要玩球 唱条Rip 还有躺平 不好吗 渐渐的 他的脸上挂上一抹安详 像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打手们一愣 看着对方 前后的画风 怎么相差这么大 先前的霸道 嚣张 不可一世去哪了 他们瞪大眼睛看着 犯了一种表达方式的霸道 嚣张 不可一世 那平静的眼神 像是在对整个世界 诉说着不屑 那一脸安详的表情 好似在 告诉在场所有人 你们都是垃圾 让我提不起兴趣 来啊 来打我啊 路人们惊为天人 我去 这是真的高手 我敢断定 不是那种傲视寻熊 俯瞰一整个时代的人 是做不出这种表情的 赵新城鼻子都歪了 这家伙是真特么能装 打手们就这样看着蔡坤 一秒 两秒 三秒 终于 他们忍不住了 上啊 打他 大哥率先发号施令 剩余人纷纷大叫着 随大哥一起一拥而上 见状 蔡坤依旧是一脸安详 心里面 一个声音在告诉他 不行 快反抗 快丢球 你要被打了 另一个声音却说 被打就被打 多大点事 我要躺平 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美男子 两个声音在那里争论 好消息是 面对危机时的本能 使得第一个声音 终于战胜了第二个声音 坏消息是 晚了 框 框框 框框框 蔡坤感觉 自己的脑袋上面 又被硬生生砸出一个脑袋 身上多出了大大小小的脚印 不计其数 他大怒 一声爆吼 一个超大号的水球 在他掌中凝聚 然而这次 还没等他凝聚出 就被一人一脚给踩没了 蔡坤 打手们都惊呆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原以为 他刚刚那是在挑衅 不曾想 这是真的要给他们打 既然如此 我打 哦哦 别打了 蔡坤整个坤都不好了 路人们同样惊呆了 说好的 傲视群雄 俯瞰一整个时代呢 赵星成揉了揉眼睛 完全看不懂 这是个什么反转 先前还霸道 嚣张 不可一世的蔡坤 怎么就 旋即眼神微动 兴许是凌兄在暗中出的手 赵星成越想越绝有可能 眼中情满感动 凌兄 多亏有你啊 有你真是我的福气 凌羽将软啪啪的小腰 收回侧子中 一双眼睛则仔细观察 蔡坤中招后的反应 想看看对方 被魅惑之音影响的时间 结果发现 和他当时一样 足足被影响了三秒 这大大超乎了凌羽的预料 要知道 蔡坤可是觉醒五段 而小腰才三段 居然可以 无视境界上的差距 施加影响 那这魅惑之音 简直堪称神迹 看了一眼地上 已经完全看不出 是蔡坤的蔡坤 凌羽摇摇头 来到花坛边 献出身形 冲赵星成招招手道 走吧 一会儿 老师要过来了 赵星成连忙点头 好 说着迅速从花坛中窜出 两人一前一后 试了服役去 然而 没走几步 却是被一个女人挡住去路 赵星成皱眉 女人三十岁出头的样子 容貌娇吼 神色却是有些憔悴 眼窝深陷 头发凌乱 像是好多天没有打理了 一看就像是被 复兴男人给抛弃了 赵星成可以断定 这个复兴男人并不是他 难不成是 赵星成眼神 当时就古怪了起来 偷偷瞥向凌羽 凌羽眼神更加古怪 他认得这女人 在一张床上 还有一个男教练 可不就是顾明朗的后妈妈 女人上下打量两人 看到凌羽的一叉 有些狐疑 总感觉在哪里见过 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 你们 是少峰学院的学生 他问 是 两人齐齐点头 那 你们学院 是不是有一个 叫蔡坤的学生 女人一双眼睛里 带着恨意 咬牙切齿地问道 啊这 赵星成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你找蔡坤 女人用力点头 并将蔡坤的样貌 描述了一遍 一个波波头青年 长得有那么一点猥琐 赵星成可以确定 这个蔡坤 就是那个蔡坤 顿时 惊呆了 脱口而出道 这蔡坤可真不是个东西 女人一听 颇有认同感的点点头 双眼之中的恨意更浓 该死蔡坤 将她和男教练 困在一张床上 还把她老公给救了回来 害得老公回来后 将她抓了个现行 一顿暴打之后 提出离婚 这么多天 她一直在为家产而打官司 最终 因为婚后出轨 且还是出轨多人 证据确凿 被判禁身出户 一分钱也没分到 原本她过得有多惬意 现在她过得就有多落魄 一切都是拜蔡坤所赐 凌羽眼神愈发古怪 身为当事人 她觉得有必要说两句 却见她一脸义愤填膺道 这个蔡坤 太不是个东西了 女人再度认同地点点头 看向两人的目光 变得无比柔和 像是一弯秋水在气中荡漾 旋即声音酥酥软软道 带我去找蔡坤 好不好吗 凌羽 照星成精地连连后退 立刻给对方指明方向 诺 倒在地上的那个就是 女人一愣 不由瞪大眼睛 仔细打量 先前 因为对方早已被打得 面目全非的缘故 并没有看出来 现在 今两人提醒 她终于认出来了 蔡坤 女人牙齿 咬得嘎吱作响 旋即嘴唇上翘 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没想到 你也有今天啊 只见她三步并坐两步 冲了上去 紧接着 鞋底板就朝对方脸上映去 要知道 那可是高跟鞋 啪哒啪哒啪哒 蔡坤嘴角歪了 胸膛起伏 可以看出 她非常的气愤 那么 哪里来的疯女人 打手们惊呆了 哪里来的女中豪杰 这下起脚来 比她们还粉 一时间 打手们肃然起敬 见状 蔡坤一口牙都快咬碎了 如果说 先前她还怀疑 打手们背后的人 是林宇或者赵星成 那么现在 不用怀疑了 就是这女人 没得跑了 唯一让她想不明白的是 妈的 这女人我也不认识啊 蔡坤总感觉 她这是替人背锅了 但她没有证据 A号食堂 叮 那是高脚杯碰撞的声音 赵 林两人对视 嘿嘿嘿 一番大快躲一后 赵星成请教了一下林宇 有关修炼上的问题 林宇一一答疑解惑 赵星成听后 频频点头 林兄在修炼一道上 果然天赋卓绝 想来用不了多久 便能突破到觉醒三段 林宇笑了笑 你不妨感受一下我的气息 赵星成一愣 旋即 她感受了一下 再然后 便是一声 卧槽 林兄 你你你你 居然已经觉醒三段了 赵星成顿时感觉 吃进去的饭都不香了 明明是同时间 进的学校 明明都是S级潜力 差距怎么可以这么大 不说了林兄 我要回去闭关了 不出意外 之后的一个月 你都见不到我了 然而 事事难料 没多久 所有大义新生的手机上 便收到这样一条通知 今晚六点半 请全体新生 前往阶梯教室 参加思想教育培训 负责培训的老师为 理论研究系 曹主任 预计 以后每晚六点半 都会有思想教育培训 培训将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林雨提前找到曹主任 试图向对方证明 自己的思想觉悟很高 不需要培训 可惜 失败了 理由是 涉嫌骗取学分 没把你调起来打一顿就不错了 林雨走后不久 赵星成也来证明 可惜 也失败了 理由是 脑袋上面长反骨 于是乎 六点半 阶梯教室 哈哈 林兄 没想到 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哈哈 赵兄 幸会幸会 曹主任走上讲台 开始培训 他自然有着自己的小心思 他要用一场无语伦比 别开生面的课堂 折服所有人 尤其是林雨 好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少风学院 最优秀的系主任 到时候 选择什么院系 那还用想吗 自然是要选择曹主任 所在的院系了 然而 现实往往不以人的主观 意识为转移 一堂课下来 包括林雨在内 所有人都只有一个想法 马德 这也太无聊了吧 简直跟老太婆的裹脚不一样 又臭又长 以后选院系 可千万要小心啊 时间匆匆 一晃 一个月过去 这一个月 过得特别有规律 吃饭修炼 加思想教育 为提升修炼速度 林雨大胆尝试了 断魂一断的磨合 结果 那是痛得死去活来 差点没暴体 效果却也是立竿见影 使用后 林雨至少提升了 60%的修炼速度 此外 林雨又兑换来了一枚白心果 树枚黑心果 进一步提速 从觉醒三段到四段 比之前二段到三段 要困难一些 因此 时间也要耗费更久 一般人怕是 至少得三个月 不过 林雨却是只用一个月的时间 便完成了 7月7日这天 林雨从修炼中睁开眼 眸光明亮 气息在这一刻 陡然攀升上一个台阶 突破了 觉醒四段 感受着体内暴涨的力量 林雨的心情不可谓不激动 一本黑色册子出现在她手中 摊开后 可以看到 册子又多出来了 半夜 林雨瞬间就没那么激动了 为什么又是半夜 她当时就有一种迫切的想法 想把这一页补全 得尽快提升到 觉醒五段才行 林雨打算继续给修炼提速 可惜 学分用完了 别说白心果 黑心果她都买不起 林雨倒是想再找几个任务做一下 赚取学分 只是最近 魔都前所未有的太平 先前一战 妖魔都被灭得差不多了 现在 哪还有妖魔给他们灭 对了 林雨这才想起 她还有一千战功可以花 改天去艺能协会看看 说不定 可以兑换到 类似于白心果的东西 时间来到晚六点半 林雨继续来到阶梯教室 参加思想教育培训 同学们 今天是你们最后一次培训 主要内容是 对之前内容进行概括和总结 讲台上 曹主任侃侃而谈地说着 讲台下 学生们思想都快飞到了外太空 听说从明天开始 学校就要放暑假了 我打算来上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赵新城眼睛闪闪发亮爆 旋即看向其他人 你们有什么打算 周周想了想 道我打算花半个月的时间 回家陪陪父母 剩余时间都用来闭关修炼 秦永想了想 说俺也一样 争取在暑假结束前 再提升一个境界 此集 三人的境界都已经来到觉醒三段 这一个月 他们拼了命的修炼 提升不可谓不大 就在他们以为 终于可以与林雨兼并兼时 林雨却是笑眯眯的来上一句 我四断了 为此 几人都不想和他说话了 不过这时候 赵新城还是经不住好奇地问 林雨 你有什么打算 做任务修炼 林雨没做多少考虑 便说道 赵新城摇摇头 我突然就觉得 吕新没啥意思了 周周摇摇头 来日方长 以后有机会再回家陪父母吧 秦永点点头 俺也一样 三人齐齐看向林雨 目光灼灼 那意思再明显不过 做任务 带上我们呗 林雨苦笑 问题是 现在有任务给我们做吗 这 几人不由沉默下来 当前情况 对于他们 就是这么不友好 打开任务APP 可以看到 就一个任务挂在上面 击毙稻草人 等几只断魂镜的落网之鱼 目前 这些妖魔 已经逃离魔都 下落不祥 要求 找到他们 并将他们击毙 奖励 720学分 很明显 这不是 他们能做的任务 不如咱们上一能协会的任务APP看看 赵新城提议 他的话 得到几人的一致认同 于是 几人纷纷下载APP 进入查看 可以看到 除了之前那几个任务外 还有一个任务 维护治安 要求 在魔都的大街小巷上巡逻 维护治安 打击犯罪 奖励 每日十战功 每抓到一名犯罪分子 奖励十战功 这任务 做事能做 可这奖励 赵新城叹了口气 生活如此美好 我还是去旅行吧 周周叹了口气 我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了 我觉得有必要回家看看 秦勇叹了口气 俺也一样 你们开心就好 林雨怂怂间 没再说什么 这时 曹主任总算结束了 思想教育培训 不会却是意犹未尽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又多讲了十五分钟 看着学生们激动地拍打桌子 心疼地皱起眉头 他不由欣慰地笑了 可 本次思想教育培训 就到这里吧 对了 顺便说一件事 从明天 也就是七月八号开始 学校要放暑假 正式开学时间 为九月一号 也就是说 你们距离最终选择院系 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 希望你们回去以后 能够根据自身情况认真考虑 随着曹主任话音落下 学生们一个个欢呼起来 卧槽 终于说完了 这老师是真能说 哈哈 终于放假了 两个月后见 从这一晚开始 陆续有学生收拾行囊离去 到了第二天上午 宿舍楼已经是一片冷冷清清 动动 林宇的房门被敲响 开门后 发现是秦勇 正提着大包小包准备离去 临走之时 过来和他打声招呼 林兄 你不回家吗 秦勇问 林宇笑了笑 不了 反正家里也没人 林宇自小在渠城孤儿院长大 后被一个孤寡老人收养 几年前 老人因病离世 家里便只剩下他一人 无牵无挂 对于他来说 回不回去都一样 秦勇挥了挥手 那林兄 我先走了 两个月后见 好 林宇收拾了一下东西后 也出门了 闲来无事 他想去医能协会看看 医能协会总部 位于魔都的地标性建筑明珠塔 林宇坐上网约车 大概一小时后抵达 你好 请问你来我们这里什么事 两名守卫人员十分有礼貌的 将他拦了下来 如果是遇到妖魔想要报案 或者寻求医能者帮助的话 请前往各区医能协会分部 总部不受理这些业务 林宇摇摇头 他可不是要办理什么业务 只是 就说自己是想进去看看 对方估计更不会答应 想了想 林宇取出一张凭证 给这两人看 并笑道 两位大哥 都是自己人 方便通融一下吗 两人并没有表现出不耐烦 而是认真看了一眼那凭证 刹那 两人表情郑重起来 那赫然是一张战功凭证 上面的数字为 能获得如此多战功的人 绝对不一般 请进 两人客气地让出一条道路 林宇并没有急着进去 而是询问了一下 去什么地方可以兑换掉这些战功 得知是在六楼后 他当即前往 原以为 是类似学分兑换处一样的房间 去了才发现 整层楼都是 刚一走入 便有一位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工作人员 走过来说 要全程为他服务 林宇觉得有些尴尬 就说算了 自己随便看看 只见一件又一件物品 被分门别类存放着 首先映入他眼中的 是一整排战斗类道具 林宇很快被一把黑色长刀吸引 原因无他 同样的长刀 在他宿舍里还挂着一把 永咒之刃 断魂镜 效果 材质坚硬 极难损毁 刀刃锋 轻易可披荆断食 注入足够异能后 可批出永咒刀芒 威力无匹 白天时 攻击敌人 会额外增加50%伤害 并降低敌人50%移动速度 价格 850战功 林宇则舌 没想到 自己这把刀 居然持这么多战功 只可惜 以塔尔金的实力 并不能发挥出 其真正威力 起码得到断魂镜才行 目光一转 又一件道具 引起他注意 道具名刚烈 觉醒镜 可在长刀与弯弓之间 随意切换形态 售价360战功 林宇下意识 拿他与神盲做对比 价格上 这件道具要稍微便宜一些 但却是只有两种形态 综合来说 性价比不如神盲 林宇边走边看 很快来到另一片区域 这边售卖的 都是防御类道具 刹那 他便被一件道具 深深吸引 那是一件白金色的战袍 圣光战袍 觉醒镜 效果 最高可承受 觉醒九段权力一击 开启圣光护体后 最高可承受断魂一断的权力一击 每次受到异能攻击后 可吸收起30%的能量物质 化为己用 售价 400战功 防御力不可谓不强 而且只要被打 就能恢复能量物质 等于是变相增加持久力 这样的道具 说实话 林宇有些心动 只是很快 他又发现另外一件道具 永夜战袍 觉醒镜 效果 最高可承受 觉醒九段权力一击 开启永夜护体后 最高可承受 断魂一断的权力一击 黑夜时 开启永夜的消耗 降低20% 每次受到异能攻击后 可吸收起30%的能量物质 化为己用 黑夜时 能额外转化20% 售价 450战功 两相对比 明显永夜战袍的性价比 更高一些 片刻间的思考过后 林宇拿下永夜战袍 这是一件黑色为底 配有一条条金色云纹点缀的战袍 看起来神秘而不是尊贵 随后 林宇来到辅助类道具的区域 当先便被一枚戒指和一个手环吸引 戒指和林宇手上佩戴的这款 一模一样 无声之戒 觉醒静 激活后 可隔绝自身制造出的声音 售价 200战功 原来 你叫无声之戒啊 林宇笑了笑 这枚戒指 是他从郭怀手指上抠下来的 想来 郭怀应该也是从这里购得 接着是一只银色手环 和王冲佩戴的那款 一模一样 储物手环 觉醒静 效果 内含五粒方米的空间 可任意存取物品 当中为无均无养环境 实物不易变质 售价 1300战功 同样的物品 确实比在学校里卖的便宜 只可惜 林宇还是买不起 有些恋恋不舍的收回目光 林宇暗自决定 等以后自己有战功了 一定要买一个这样的储物装备 玄机 他一拍脑门 格局小了 他忽然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 在异能图谱中 他曾看到过这样一种异能 不仅可以操纵空间 使自身完成瞬移 还能开辟随身空间 存取物品 S级异能 空间 林宇嘴角上翘 只要将这异能收录 不就行了吗 正惊人 谁买储物装备啊 只是一番搜寻 并没有发现 这里有售卖义和的地方 林宇当即找到一位工作人员 向其询问 你们这里 有卖义和的吗 工作人员笑着摇摇头 抱歉 义和为非卖品 文言 林宇有些失望 却听工作人员话锋一转 不过 如果您确实需要 可以填报申请 嗯 好 林宇眼睛一亮 她知道 大概率有戏 林宇被带到艺术长桌下 工作人员递给她一张表格 请认真填写您的个人信息 所需一核的种类 境界要求 以及用途 林宇当即填写 种类她填的是 S级异能 空间 境界要求 自然是越低越好 反正不管什么境界 被她收录之后 都会达到与她自身相同的境界 至于用途 想了想 她填到 一位姓赵的同学 对道具开发特别感兴趣 委托我为其采购 制造道具所需的材料 一句话下来 成功和自身撇清关系 当然 为防止穿帮 还是应该和赵兄打声招呼 林宇当即发送 一条消息过去 很快 那边回复 行 我知道了 林宇 你是真的狗 林宇这才笑眯眯 将表格递给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看了一眼后 笑道 好的先生 我现在就将您的申请提交上去 审核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请耐心等待 林宇点点头 继续在兑换中心逛了起来 一件件道具被他收入眼底 有的效果非常强大 可惜他买不起 也有的效果非常奇葩 令得他嘖嘖称奇 来到天才地宝区域 入眼所见 是一株又一株奇花异草 有猎羊草 服用后 可提升火系异能的修炼速度 有寒霜叶 服用后 可提升冰系异能的修炼速度 有杏宝花 服用后 可令男女双方一边交流感情 一边提升异能境界 效果虽好 可惜 都不怎么适合林宇 这时 林宇忽然被一株样貌奇特的药草吸引 他的根筋很细 叶片成人形 像是一个曼妙的女子 仙女草 姜之含在嘴中修炼 可提升400%修炼速度 持续时间48小时 售价 250战功 效果虽比白星果差一些 但持续时间是他的两倍 且看这介绍 似乎并不用憋着不上厕所 价格方面 感觉也挺合理 什么都不说了 买它 林宇从一排仙女草中 挑选出一株看起来最新鲜的 上面还沾着露水 此刻 他另一只手还拿着永夜战袍 两件加起来 一共700战功 剩余300战功 料想购买一枚一核英是足够 当然 如果实在不够 林宇只能选择先将永夜战袍舍弃 时间不长 先前那名工作人员走过来 说道 先生 是这样 您并非我异能协会的成员 正常情况下 您的申请是不会被通过的 林宇很淡定 他知道 后面应该还有个但是 果不其然 但是 王组长说 您的情况比较特殊 鉴于您在上次任务中所作贡献 他决定为您破一次力 林宇笑了笑 替我谢谢你们王组长 话音一落 就见一男子朝这边大步走来 手中一枚银色一核闪闪发亮 给 王冲亲自将一核递到他手中 林宇赶忙道谢 感受了一下 这是一枚觉醒一段的一核 境界确实够低 多少学分 林宇问道 王冲想了想 空间一能虽然稀有 但这枚一核等级实在太低了 用来制造空间道具 估计连灵 武力方的空间都不到 说实话 他对于我们来说 作用并不大 如果你需要 就卖你五十战功好了 五十战功 这几乎是一个半卖半送的价格 林宇眼睛一亮 多出来二百五十学分 可以让他再度购买一株仙女草 于是他二话不说 又去拿了一株 全部付完款后 林宇正打算离去 王冲忽然叫住了他 问道 怎么样 我们这里的战功还不错吧 林宇点点头 确实不错 王冲嘴角微翘 接着问道 我这里有一个可以转战功的任务 你做还是不做 任务 林宇眼神微动 问道 什么任务 在他看来 估计又是维护治安什么的 这类任务耗费时间不说 获得的战功还非常有限 因此 说实话 他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王冲将任务简单说明 不久前 我们接到有人报案 不渡西南方向十五公里处 出现妖魔杀人事件 需要有人前往调查处理 嗯 林宇有些惊讶 这任务 貌似和他想的不一样 听起来 感觉不错 多少战功 他问 陈英片刻 王冲道 调查出真相 奖励武士战功 此外 若击杀对应境界的妖魔 也可获得相应战功 好 这任务我接了 林宇没做太多考虑 便答应下来 王冲点点头 察觉到林宇此刻的境界 他的眼中带着意外 以及不加掩饰的欣赏 却听他诚恳道 你一个人过去 我也不太放心 这样 再派个人跟你一起过去 玄机 摆摆手 有一点你可以放心 他并不会参与战功的分配 最终 无论获得多少战功 都归你一人所有 好吧 事实上 林宇原本并不想有什么队友 毕竟多个人参与分配 他能分到的战功就少了 不过 听到对方并不会和自己抢战功 林宇便也就无所谓了 没其他疑问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和他 一起出任务了 王冲脸上挂起意外深长的微笑 将一个联系方式报给林宇 随后迈步离去 希望你们年轻人 能够在任务中 多多交流与学习 林宇将刚刚兑换来的一盒 永夜战袍 掀女草 放入随身背包中 随后拨打王冲给他的后码 铃声响了两下后接通 手机里 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女生 你就是我叔叔王冲 给我找的队友 叔叔 王冲 林宇眼神古怪 好家伙 这是想让我带他侄女去做任务 一刹那 他全都想明白了 王冲这侄女肯定是个没什么经验的菜鸟 不然也不会连战功都不要 这是把我当成免费的教学工具了 不得不说 王冲这算盘 打的是帮帮响 你就是我叔叔王冲 给我找的队友 冷冰冰的女生再度问道 是 林宇点点头 我现在 在地下停车场 你赶紧过来吧 好 林宇按照对方所说 来到地下停车场 一辆粉色比亚迪旁 上来吧 车窗摇下 一个皮肤白皙 瓜子脸 大眼睛的少女开口道 林宇拉开车门 坐上副驾 没等他系好安全带 少女直接一脚油门踩下 车子轰一声启动 林宇坐稳后 开始认真打量这位少女 却见他穿着浅蓝色的T恤和热裤 曲线曼妙 一双玉腿看起来又长又直 阳光照射下 带着晶莹的质感 最引人注意的 莫过于那种兵机玉骨中 透出来的清冷气质 出于礼貌 林宇先进行自我介绍 我叫林宇 你怎么称呼 王若冰 少女淡淡道 眼中带着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冰冷 一副懒得跟林宇多说话的样子 有记得 叔叔在给他安排队友时说的话 让他多多关照 多给对方学习的机会 遇到危险时 尽量护对方周全 很明显 自己这队友 是个不折不扣的菜鸟 林宇感觉 好像被人看扁了 但没有证据 摇了摇头 林宇也没与对方太过计较 反正不参与战功分配 将他当成开车的工具人就行了 想了想 林宇问道 对了工具人 我是说 王同学 你能说说本起事件的具体内容吗 王若冰面无表情 指了指林宇面前一份文件 自己看 林宇拿起文件查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昨夜 一对小情侣准备趁岳飞风高 来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途径魔都郊外一片小树林 男友阿强决定停下来做点什么 半推半就下 他和女友小丽一起 抛去一切遮挡 在小树林里唱歌 兴许是太激动 很快 小丽嗓子都畅哑了 突然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小树林的树 像是活了过来 长出眼睛和嘴巴 一条条树枝 像是触手一般 朝他们伸来 两人当时害怕极了 顾不上穿衣服 把腿就跑 最终 阿强成功逃离 小丽却是因为跑慢一步 被密密麻麻的树枝刺穿身体 当场死亡 据阿强最后描述 在他一脚油门 逃离那里时 透过后视镜 隐约看到 一个黑影 将小丽的尸体撕成两半 大口吞噬 凌羽眉头皱起 通过前半段的描述 他第一时间联想到的 是一种树形态的妖魔 擅长以树枝作为武器 进行攻击 从阿强能活下来这一点来看 妖魔实力 应该不会太强 只是 阿强最后面的描述 又让他觉得有些不对 黑影 是之前的树吗 还是说 有另外的妖魔 一下子 事件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这时 王若冰忽然问 看出是什么了吗 凌羽摇摇头 光凭这些旧下判断 为时尚早 等到了现场再观察一下吧 王若冰没有再说话 像是更加懒得搭理凌羽了 在他看来 这明显是一种树形态的妖魔 他甚至能立刻说出五种 符合要求的妖魔名称 而凌羽 却是什么 也答不上来 果然 叔叔这是给我找了一个 毫无经验的菜鸟当队友 车子一路行进 之后 两人没有再做任何交流 一个半小时后 车子在一处坑坑洼洼的柏油路停下 由于路面实在太老旧 很少会有车辆 选择在这条路同行 柏油路的是两片小树林 枝叶茂密 将太阳光遮蔽 在这里起到很好的 阻挡风沙的效果 两人一前一后下车 王若冰表情严肃 告诫道 一会儿跟在我身后 不要乱跑 否则危险来临 我可保护不了你 说话间 他周围的气温迅速下降 一层浅浅的冰霜 在他体表凝聚 觉醒三段的气息 展露无遗 凌羽眼神古怪 对方的异能包括实力 已经算挺不错了 只不过 未免也太自信了吧 你拿什么眼神 王若冰皱起秀眉 哦 没什么 就是觉得 你太优秀了 让我感觉到不小的压力 凌羽诚恳道 王若冰文言 下巴微台 一股骄傲感 油然而生 想了想 他安慰到 每个人的天赋存在差异 这很正常 你没必要和别人做比较 更不需要有压力 何况 我也没你说的那么优秀 在江南大学这一届新生中 我确实算得上是佼佼者 可要知道 排在江南大学前面 还有五大院系 王若冰没有继续说下去 大概意思是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凌羽一脸认同地点点头 王同学 说得太好了 走吧 王若冰再三告诫 让凌羽跟在他身后 不要随意走动 随后 刚先朝一侧的树林里走去 凌羽迅速跟上 两人一前一后 在小树林里走着 王若冰身体略微紧绷 一双眼睛打亮周围每一棵树 自下而上 不放过任何细节 似想要以此看破他们的伪装 然而遗憾的是 他什么都没能看出来 这些树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树 与他猜想中的五种妖魔 特征上来说 完全对不上 他不禁戴眉微皱 这时 忽听身后传来咚咚的声响 像是什么东西 正在有节奏的敲击着 王若冰脸色一变 豁然间转过身 结果 便看到 那个没什么惊艳的菜鸟 正在一棵树下 用指关节敲击着树干 咚咚 咚咚咚 王若冰脸一黑 不是让你不要乱走动吗 刚想出声苛责 却见那菜鸟又咔一下 折断一根树枝 一翻查看后 摇摇头 这是一棵普通的树 当然 仅这一棵树 并不能说明什么 随后 便是一阵咔咔又咔咔 淋雨一口气 查看了二十多棵树 王若冰觉得 这菜鸟实在是太大胆了 离自己那么远 就不怕突然间有妖魔给他来下 检查完毕 结果不禁令的他再度皱眉 二十多棵树 没有一棵是妖魔 这与他预想中 妖魔环丝的场面 完全不一样 淋雨没有停下 继续查看 一时间 各种咚咚咔的声音 不绝于耳 王若冰想了想 也加入进来 两人很快就将两侧小树林里的树 全部查看了一遍 没有异常 淋雨眉头紧锁 此时此刻 没有异常 才是最大的异常 若这些都是正常的树 那为什么在阿强的描述中 他们会突然长出眼睛和嘴巴 并杀死小栗 会不会是那些有问题的树 已经提前逃了 淋雨数了一下 小树林里共有八十八棵树 旋即 又打电话问了一下市政府的有关部门 得知这里 一共也就栽种了八十八棵树 一棵树也没少 此外 从地面上来看 也没有被挖开过的痕迹 这无疑是否定了他的猜想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王若冰忽然道 他的脸上覆盖一层寒霜 淡淡开口 很明显 那个阿强在说谎 昨晚 他们根本没有遇到妖魔 小栗极有可能就是被他杀死的 为了逃避罪责 才编造出这些谎言 他越说越是笃定 一副事实就是如此的样子 所以 我们没必要调查下去了 直接回去 将阿强抓起来 审问就行了 你说呢 原以为林雨会一脸认同 大肆赞扬他的聪明才智 不曾想 林雨却是摇摇头 你说阿强杀了小栗 这不过是你的猜测 我问你 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王若冰吃笑 菜鸟的思维就是愚钝 动机是什么 那还用问吗 小栗根本不是他的女友 而是被他诱拐出来 实施强暴 最后为了掩盖真相 杀人灭口 一通分析下来 头头是道 林雨笑了笑 请问他一个问题 如果真是杀人 为了掩盖罪责的话 我想 阿强只需要说 树林里突然窜出来一只恐怖妖魔 将小栗杀了 没必要把这些树 描述成妖魔 那样的话 根本经不起追查 等于是在告诉我们 他在说谎 如果是你 你会这么做吗 我 王若冰咬咬牙 一时尽无言以对 随后 他一声轻哼 那你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雨沉吟沉吟 可能是时间不对 那种诡异的一幕 要到晚上才会发生 又或者 需要做和阿强他们 相同的事情才行 看我做什么 王若冰翘脸一红 狠狠瞪他一眼 没什么 林雨怂怂间 他不过是这么一说 怎么可能真找对方尝试 看了一眼时间 中午十一点 该吃午饭了 想了想 他提议道 这样 为防止错过什么 我在这里继续守着 你去给我买午饭 王若冰脸都绿了 你个菜鸟 居然好意思 让老娘给你买饭 他当即想要拒绝 哼道 要买饭 也应该你去买 林雨却已是直接找了一片 相对平整的地带 盘西坐下 准备开始修炼 对于王若冰的话 他表示 没听见 王若冰 行 你一个人在这 到时候遇到妖魔 有你哭的 少女气得直跺脚 撂下这句话后 转身就要走 这时 林雨看着脚边的泥土 以及扎根在泥土中的树 忽然想到什么 抬手就将泥土挖了一层下来 整棵树 从树干到树叶 他们都检查过了 唯独一个部位 没有树根 随着泥土一点点被挖开 树根也一点点裸露出来 乍一眼看去 没什么问题 貌似也和普通的树根一模一样 嗯 林雨忽然瞳孔一缩 豁然站起身 拉开背包拉链 取出涌夜战袍 劈在身上 又取出神盲枪 握在手中 第一时间进入战备状态 林雨的举动 引来王若冰注意 他停下脚步 看了一会儿 不禁撇撇嘴 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 不过 林雨随随便便就拿出两件道具的一幕 还是给了他不少的震撼 对方莫非是哪个大家族的子弟 这样看 对方应该还是有些能耐的 想了想 他试探问 怎么了 树根的某处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只见一条树根上 正有一个手指粗的孔洞 一只血红色 布满坚硬鳞片的虫子 从孔洞中一钻而入 很快消失不见 而那孔洞也在一阵蠕动过后 愈合起来 像是根本没有出现过 王若冰瞳孔也不由缩了缩 忍不住后退两步 或许 阿强描述的一切 都是真的 一棵棵树 发生的诡异变化 就与这种血红色虫子有关 现在怎么办 也不知为什么 他下意识就询问起了淋雨 回应她的是轰的一声枪响 淋雨手持神盲枪 对着那棵树的树干 就是一枪 只见那树干上 当即被打出一个焦黑的窟窿 前后透亮 几只通体焦黑 断成两截的虫尸 从窟窿里掉出 紧接着 大概有数十只鲜活蠕动的虫子 从里面爬出 探出半个身子 头顶一根根触角直立而起 上面的眼睛齐刷刷 看向淋雨两人 淋雨仿佛能从他们的眼睛里 看到冰冷与杀意 小心 他提醒一句 王若冰咬了咬嘴唇 二话不说 凝聚出一片冰霜 将那些虫子冻结在一起 对于他来说 不过是抬手间的事情 就在他松一口气 认为这些虫子不足为巨石 令得他头皮发麻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那棵树上 刹那裂开树道口子 一只又一只虫子爬出 注视着他们 随后 是第二棵树 第三棵树 第四棵树 转瞬之间 突然长出眼睛和嘴巴一样 树枝不尽的虫子 眼含杀意 注视着他们 说说说 下一瞬 一根根树枝突然扭动起来 带起破风之声 向着他们获批或抽获刺而来 阿强所描述的一幕幕场景 正在此刻上演 不好 王若冰花容变色 慌忙凝聚出一柄又一柄冰刃 斩向那些树枝 咔咔 相对冰刃而言 树枝显得很脆弱 轻易便被斩断 然而 由于树枝的数量实在太多 且从各个方向刺来 王若冰一时根本无法斩去全部 还是有不少树枝 朝他和淋雨刺来 王若冰迅速凝聚出几面冰盾 挡在自己身周 砰砰砰 树枝刺在冰盾上 冰屑飞溅 清脆的响声不绝于耳 事实证明 他的冰盾足够坚硬 成功抵挡住了树枝 但王若冰的面色 却是十分难看 事发突然 导致他最多只能保全自身 至于淋雨 他根本来不及保护 眼见一部分树枝 就要刺在淋雨身上 只需一秒 淋雨的身体 就会被刺一个对穿 如小丽一样 恨死当场 胡听啪的一声响指 紧接着 王若冰不由瞪大眼睛 赫然看到 一根根树枝突然改变方向 而后成功避开淋雨 像是失去淋雨这个目标一般 什么情况 对于眼前的攻击 淋雨可以有很多种方法化解 例如 用神盲盾抵挡 又或者 用神盲剑 一箭荡平这些树枝 亦或是进入光学隐身 一个人岁月静好 让王若冰替他负重前行 但最后 淋雨都没有选 而是选择了一个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法 幻境 说实话 别说虫子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更是不清楚 他的幻境 能否对这些虫子起效果 答案是 能 不仅能 效果还非常好 这些虫子 轻易就被他蒙蔽了感知 现在 他们要攻击谁 不是他们说了算 而是淋雨 心念一动间 在虫子的视野中 他已经出现在另一个位置 一同出现的 还有王若冰 两人靠在一起 一动不动 对于虫子们来说 这简直就是活靶子 刷刷刷刷 一根根树枝 像是约定好了一般 同时朝那个方向刺去 最后彼此间发生碰撞 一阵咔咔声中 相继断裂 一旁王若冰都看梦了 如果说 之前的一幕 可以理解为 淋雨使用了某种隐秘手段 让虫子忽略掉他的存在 从而停止攻击他 那么现在这一幕 完全无法理解 你 他看看淋雨 又看看那些虫子 嘴巴微张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眼前这位 真的还是菜鸟吗 淋雨面带从容 继续维持着幻境 在虫子的视野中 他俩已经被刺恶地对穿 当场惨死 他也想看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却见一只又一只虫子 密密麻麻 从树干的口子里爬出 从断掉的树枝里爬出 从树底下的泥土里爬出 虫子越聚越多 堆积在一起 很快便出具规模 看起来好似一只 身长三米的血红色巨兽 朝着他们的猎物扑咬过去 将他们的猎物撕成两半 当然 眼下 他们的猎物 不过是两团空气 王若冰看到这一幕 头皮仿佛在过电 密集恐惧症都要出来了 猛然想起阿强最后的描述 后视镜里的黑影 应该便是这玩意 王若冰握紧袖拳 极力克服内心的恐惧 凝聚出一片冰霜 朝着一堆虫子覆盖过去 理论上来说 如此规模的虫子 以他觉醒三段的实力 很难将他们全部冻住 然而 真实情况是 这些虫子 像是根本没有对他设防 也没有任何的反抗 就这样 一点一点被他冻住 王若冰当时都惊呆了 玄机 下意识看向凌语 不确定地问 刚刚 是你控制住了他们吗 凌语点点头 算是吧 文言 王若冰神色一下子复杂起来 看向凌语时 眼中的轻视荡然无存 此刻 对方给他的感觉是 深不可测 看不透 随后 他的眸中划过一抹锐利 趁现在 杀了这些虫子 却见他快速从随身夸包中 取出一把造型小巧的弓弩 淡蓝色 带着金属质感 悬兵弩 一能注入 一支悬兵弩剑当即凝聚出 射向那一堆虫子 枪 一声脆响 大片的虫子被轰碎成渣 兵蟹乱飞 王若冰没有犹豫 迅速射出第二剑 第三剑 第四剑 枪枪枪 一片又一片的虫子被轰碎 整只巨兽像是破碎的冰雕一般 轰然倒塌 淋雨有些意外 不由多看他两眼 有一说一 这位的实力当真不弱 算是和赵星成 他们一个梯队的天才 绝对不是菜鸟 王若冰苏兄起伏 嘴中轻微喘息 一双眼睛却是如同宝石 闪烁着光亮 频频看向淋雨 对方的实力 绝对不在自己之下 看样子 自己小觑他了 他尝试着 感应淋雨的境界 这不感应不要紧 一感应 美眸不由瞪的老大 觉醒四段 这 忽然想到之前 对方夸自己优秀时的玩味表情 想到自己当时一边满怀优越感 一边做出一副很谦逊的样子 王若冰嘴角忍不住一抽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本是那么一说 结果还 真给自己说中了 王若冰现在直觉 整个人都不好了 淋雨的目光有意无意看来 这让他觉得 对方是在暗搓搓嘲讽 但他没有证据 这时 一棵棵大树下的泥土里 又有成片的血红色虫子钻出来 数量足足是之前的两倍 顷刻间 便汇聚成两只身长三米的巨兽 张牙舞爪 朝两人扑来 小心 王若冰面色微变 下意识惊呼 淋雨却是不慌不忙 只见他啪得一打响指 一切未变 又好像都变了 下一瞬 两只巨兽不再扑向他们 而是掉头 互相厮杀起来 王若冰又一次惊呆了 眼睁睁看着 两只巨兽牛打在了一起 大片的虫子 在互相啃咬中死去 你这什么能力 也 太厉害了吧 王若冰忍不住连连惊叹 高冷女神形象 都快维持不住了 好吧 已经维持不住了 幻境 淋雨淡定回答 幻境 王若冰难难 他倒是听说过这个异能 以前 他没太当回事 觉得不就是骗术吗 居然能被评为S级异能 现在 他终于意识到了 这个异能的恐怖 S级 真不是说说的 就两人说话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两只巨兽 便有一只永远的倒下 大片的虫子死去 剩余的虫子 像是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停止相互啃咬 并开始四散而逃 然而 随着淋雨心念微动 这些虫子 再度被套上幻境 无论他们如何逃 都只会在原地打圈 见状 王若冰一边感叹幻境的神奇 一边赶紧凝聚冰霜 将这些虫子冻住 并用悬兵母 将它们射杀 随着最后一只虫子倒下 王若冰脸上不由挂起一抹笑容 任务完成了 过程比他预想中的还要轻松 一切都是因为 有一个非常靠得住的队友 淋雨却有些高兴不起来 掐指一算 此次事件的真相 算是调查出来了 能获得武士战功 至于杀死妖魔 这些虫子单个实力 连觉醒一段都不倒 杀死他们 能获得战功吗 淋雨询问王若冰 王若冰表示 也不清楚 要不 问一下我叔叔 他提议 淋雨点点头 好 那你问吧 王若冰感觉好像哪里不对 但也没有纠结 当即给王冲打去电话 电话响了两下后接通 那头传来王冲的声音 怎么 若冰 任务中遇到了问题 想找叔叔我帮忙 才不是 王若冰下巴微抬 道 任务已经被我们完成了 刘记得当时 他向叔叔提出 想接取异能协会的任务 叔叔那是一百个不愿意 说他太年轻 历练不够 异能协会的任务 对他来说太危险 最后 在他的再三争取下 叔叔答应 先给他一个任务试试水 如果能圆满完成 后续才有资格做其他任务 不然 想都不要想 当时 叔叔可是要多不看好他 有多不看好他 现在 他圆满完成任务 打脸叔叔 只觉一阵畅快 电话那头 王冲颇感惊讶 玄机大肆赞叹 若冰啊 你可真厉害 想必 这次任务能够完成 都是你的功劳 跟那淋雨 没有半毛钱关系 想必 任务中 遇到的难题 都是你解开的 与那淋雨无关 想必 那淋雨全程都在打酱油 跟在你屁股后面 啥也没干 想必 别说了 王若冰哪听不出 这是在暗戳戳嘲讽自己 俏脸一红 恼羞成怒道 我在这次任务中 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好吗 王冲点点头 所以我才说 都是你的功劳吗 王若冰 这天没法聊了 他将手机直接丢给淋雨 自己和他说去吧 淋雨接过手机 也不废话 当即将这边的情况 大致说了一遍 接着问道 我杀了这些虫子 能获得战功吗 王冲皱眉 想了想 倒 将那种虫子的照片 发我看一下 淋雨点点头 当即拍了张照片发送过去 电话那头 沉默几秒后 突然响起一声惊呼 是龙摩秋 你们遇到大麻烦了 快跑 跑 淋雨心里面一惊 听对方语气严肃 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 一刹那 他将警惕提到最高 周围一切风吹草动 都在他的感知中 淋雨打定主意 一旦发现不妥 便立刻跑路 只是 并未发现 这难免让他有些怀疑 于是 他试探问道 王组长 你确定 那什么是龙摩秋 真有你说的那么危险 仅凭一张照片 就说我们遇到了大麻烦 是不是太草率了 一旁王若冰一满脸 紧张地看向四周 看了一会儿后 又狐疑地看了过来 叔叔 你是不是搞错了 哪有什么大麻烦 你们两个 听好了 王冲声音陡然拔高 玄疾 语速飞快解释道 试龙摩秋 乃是大规模群居性妖魔 以其他生物内部的组织器官为识 往往试道只剩下一具躯窍 并由它们来掌控这具躯窍 试龙摩秋 共分为三个生长周期 幼虫期 净化期 橙虫期 橙虫期的试龙摩秋 专门吞噬巨龙这样的主宰性生物 其恐怖程度可想而知 而你们刚刚杀的 是幼虫期的试龙摩秋 刚刚孵化出来不久 实力低微 只能吞噬一些花草树木 飞禽走兽 王虫表情从未有过的严肃 是龙摩秋 将后代传承看得很重 且出了名的记仇 谁灭它们幼虫 它们灭谁全家 凌语瞪大眼睛 你的意思是说 马上会有成虫过来杀我们 王虫摇摇头 那倒未必 以你们的实力 来几只净化期的虫子 就足以置你们于死地 当然 也不排除真有成虫过来杀你们 凌语还能说什么 卧槽 快跑 另一边 王若冰已是迈开一双大长腿 拔腿就跑 凌语刹那激活暗夜之靴 后发先至 赶超王若冰 两人一前一后冲出小树林 接着上车 王若冰二话不说 一脚油门踩下 车辆急迟而去 你们两个赶紧回摩都 我现在就来接你们 王冲沉声道 随着他话音落下 一阵破空之声 从手机里传出 出于方便沟通考虑 双方都没有挂电话 这边 引擎声轰鸣 王若冰将速度开到最快 车都有些快飘起来了 方向盘开始打滑 但他却是丝毫没有要减速的意思 就好像 有什么非常恐怖的东西 在追着他们 咚咚 咚咚咚 林语耳阔微动 一个微不可闻的声音 引起他的注意 你听到声音了吗 他问一旁王若冰 什么声音 王若冰一脸茫然 摇摇头 表示自己没听见 咚咚 咚咚 林语仔细辨认 声音是从座椅下的底盘传来 且愈发急促 林语皱眉 无法确定 这是不是车子本身 因为开太快出了问题 略微沉吟 他忽然说道 把车停一下 王若冰一愣 这时候停车 你认真的吗 见林语表情严肃 他还是一咬牙 踩下刹车 刺耳的摩擦声中 车子一连滑出数十米的距离 方才停下 林语在听 那个咚咚的声音 已经消失了 所以 真的是车子的问题吗 怎么了 电话那头 王冲皱眉问道 王若冰则有些紧张地看来 可能是我多虑了 不知为何 心中总是有一种不安感 好像危机随时会降临 突然 他面色一变 小心 手中的神盲枪 刹那切换成神盲剑 刷刷两下 将两人的安全带斩断 紧接着 一道银白剑盲批出 将整个车顶都给削了下来 在王若冰一脸错愕的目光下 林语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带着他一跃而起 背后一对光翼展开 煽动间 两人迅速飞出这辆车子 砰砰 与此同时 两人身下的座椅爆开 一只又一只虫子钻了出来 他们长约半米 身上布满血红色的鳞片 冰冷坚硬 眼睛里带着煞气 牙齿锋利 朝着两人先前的位置撕咬过去 王若冰身在半空 看着下方发生的一幕 头皮当时就是一炸 自己若还坐在上面 估计屁股都要被咬烂了 不由感激地看了一眼林语 旋即便注意到 林语背后 那一对熠熠生辉的光翼 十分绚烂与华丽 但这绝非滑而不实的招式 靠着他 林语已经能做到短距离飞行 这才能够带他一起脱离危险 这又是什么神奇的能力 王若冰美目划过一抹一彩 两人落地 还没站稳 就感觉 脚下的地面在颤动 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 不好 王若冰面色大变 刚要有所动作 林语已是先一步带着他跃起 砰砰 与此同时 两人脚下的地面炸开 一只只虫子钻了出来 王若冰不由捏了把汗 这要是慢一点的话 他的一双玉腿就危险了 谢谢 他再度感激地看向林语 诚恳道谢 不客气 林语微微汗手 旋即 眉头皱起 觉醒四段的他 虽然可以飞行 但无法坚持太久 何况 还带着个人 一段时间后 他不得不重新落回地面 这时候 两人都有些紧张 时刻关注地下动静 生怕又有虫子 从下面突然钻出来 另一边 先前钻出来的一只只虫子 已经是聚集在一起 相互交叠 组成两只身长七米的巨兽 朝林语两人扑杀过来 这些 应该都是进化期的使龙魔丘 境界从觉醒一段 到觉醒九段不等 聚集在一起时 实力成几何倍数提升 林语尝试用幻境 蒙蔽他们的感知 效果却是甚微 仅少数部分使龙魔丘被影响到 还没等他们掀起叛乱 便被无情镇压 王若冰凝聚出一片冰霜 朝使龙魔丘们覆盖过去 然而 效果更是微乎其微 丝毫无法动住他们 眼见两只巨兽 距离他们越来越近 怎么办 王若冰拉了拉林语一脚 有些慌张地问 能怎么办 跑啊 也不管对方愿不愿意 林语一把还住王若冰的腰肢 将他扛了起来 放在肩上 接着激活暗夜之靴 一路狂奔 时而煽动光翼 飞行一段距离 就这样 逐渐与那一群是龙魔丘拉开距离 事实上 林语这时候 只要动用底牌 黑色侧子的第二 第三叶子 随便燃烧一叶 便可轻松解决这些虫子 只不过 那样一来 完全得不偿失 且万一杀死净化器的虫子后 引来成虫怎么办 王若冰一脸愤愤 就这样被一个男生还住细腰 扛在肩上 一晃一晃 体验感 极差 但他又不好说什么 毕竟林语怎么说 也是在救他 两人保持这样的姿势许久许久 引来不少来往车辆的注意 一道道异样的目光 朝他们看来 小妹妹 你这是被人贩子绑了吗 需不需要大叔来救你 一个跟乔顿一样壮士的中年大叔 摇下车窗 翘起嘴角问道 他乃是一位 觉醒武断的异能者 对于林语所展现出的实力 并不惧怕 反倒对其肩膀上的绝美少女 产生浓厚兴趣 眼中隐隐带着几分银邪之意 王若冰淡淡看他一眼 懒得去搭理 林语呵呵笑道 大叔 要不 你还是思考一下 怎么自救吧 大叔一愣 很快 他就看到 一只知识龙魔丘 大叔 卧槽 刚要一脚油门踩下 其中一只巨兽已经朝他扑来 顷刻间将车子撕成两半 在是龙魔丘们的认知中 这位 可是林语两人的大叔 是他们的家人 家人 都要死 大叔 你们那边怎么样 还好吗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动静 王冲面色骤变 急切询问 然而 并没有得到回应 更是在下一秒 通话咔一下断了 情况紧急 林语带着王若冰 从车上逃出来时 没来得及将他的手机一起带出 导致手机惨遭魔丘毒手 对此 林语只能身表惋惜 可恶 王冲面色愈发难看 明显 那边已经遭遇到不测了 他当即加快速度 朝一个方向飞行而去 带起一阵破风之声 若冰 一定要坚持住啊 叔叔马上来救你 啊 一声凄厉地惨叫 简直要令见者伤心 闻者落泪 跟乔顿一样壮瘦的大叔 直挺挺倒下 一只知识龙魔丘 钻入他的身体之中 吞噬他的血肉器官 吞噬他的义和 眨眼间的功夫 大叔便只剩下一句曲巧 林语 王若冰心中一阵发寒 对于大叔的遭遇 他们只能深表遗憾 那个 能再快一点吗 王若冰问 眼见一只知魔丘 已经快速钻出大叔的曲巧 并再度组成巨兽 朝他们杀来 他属实有些害怕 林语想了想 点点头 把你丢下 我应该还能再快点 王若冰 其实 我觉得 你这速度还可以了 两人说话间 前方的路面突然间军裂 而后砰一声爆开 刹那 一只只血红色魔丘 从地底钻出 林语赶忙一个急刹车 差点没跟他们撞上 下一瞬 魔丘们直接朝林语扑摇过来 林语不得不向后方躲闪 当然 不是每一只魔丘 他都能躲开 因此 又不得不手持神盲盾抵挡 砰砰砰砰 魔丘撞在神盲盾上 发出一连串的闷响 王若冰的心 也跟着狂跳不止 好在 林语最终挡下了这一步攻击 然而 更糟糕的事情来了 因为这一耽搁 后方的魔丘们也追了上来 眼看就要展开何为之势 这 王若冰当时 只觉阵阵绝望 完了 突然间 他感觉到 身体迅速上升 一看 是林语煽动光翼 带着他飞了起来 显知又显地躲开魔丘的扑击 王若冰长松一口气 但很快 神色又变得凝重起来 眼下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林语的飞行 明显坚持不了太久 而下方 一只只魔丘 正死死跟着他们 一旦他们落下 便会被一拥而上 下场可以参考中年大叔 现在怎么办 王若冰声音 有些发颤地问 林语眉头深锁 马德 好一群魔丘 欺人太甚 枉我之心不死 既然如此 那便先灭了他们 林语斩钉截铁地说道 指望老王现在 就出现搭救 不太现实 那么 只能依靠自己 灭了他们 王若冰有些发愣 他们两个 一个觉醒三段 一个觉醒四段 怎会是这些魔丘的对手 林语一双眸子 锐利如刀 却见他随手 抓出一枚赤金色一盒 猛吸两口能量物质 随着他的吸收 一盒境界迅速下跌 觉醒二段 觉醒一段 当感觉在吸下去 一盒要碎了时 林语这才停止吸收 旋即 切换神盲剑 自上而下劈砍 刷 一道银白剑 盲如瀑布般青线下 当即就有数只魔丘 被斩成两截 该死人类 居然敢还击 找死 他的这一举动 无疑是将魔丘彻底激怒 一只只魔丘 重新堆叠 组成一根二十多米的长杆 直挺挺朝林语刺去 林语迅速拉伸高度 来到一个魔丘攻击不到他 他却可以轻松攻击到 魔丘的舒服位置 然后尽情攻击 刷刷刷 一道又一道剑盲落下 随后 切换神盲枪 连开三枪 轰轰轰 以他当前的身体素质 最多可以承受 连开三枪的后座力 林语的另一只手也没闲着 点点光语 在其掌中凝聚 迅速凝聚成一个拳头大小的 手榴弹 旋即毫不留情 朝下方丢去 王若兵惊呆了 原以为 林语最厉害的 是那诡异莫测的幻境 确实 控场能力很强 但攻击力欠缺 现在 他发现 他大错特错了 无论是剑芒 还是堪比大炮一样的手枪 亦或者光语手榴弹 威力都强到不要不要 就见一只又一只魔丘 死在林语手中 觉醒一段 二段 当中甚至还有五段和六段 王若兵被深深震撼到了 也太猛了吧 看着一只只惨死的魔丘 看着林语眉眼间的自信 与意气风发 王若兵瞬间感觉 没那么害怕了 像是受到了莫大鼓舞 咬了咬唇 翘脸上挂上一抹坚定 我来帮你 却见他一手持玄兵舞 对着下方的魔丘 一通射击 嗖嗖嗖 玄兵弩剑落下 数只觉醒一段 二段 三段 乃至四段的魔丘被射爆 对于他来说 这样的战绩 也是非常不错 当然 跟林语一比 就显得他有限 猜 轰轰轰轰 数个手榴弹落下 漫天光雨飞射 极致绚烂 却也极致危险 一只觉醒九段的魔丘 觉得区区人类丢下来的弹 不过二 然后 硬生生扛了下来 没事 见状 数只七段的魔丘 大受鼓舞 他们也决定硬扛一下 以彰显他们的与众不同 然后 他们就真的与众不同了 有的脑壳都被炸了下来 有的尾巴被炸得开叉 有的身体被炸成好几节 好不凄惨 尾巴开叉的魔丘 感觉 整条丘都不好了 呲牙咧嘴 怒尸那人类 回应他的 是人类随手丢下来的手榴弹 外加一道银白剑芒 下一秒 他的脑袋不翼而飞 凌羽仿若一尊杀神 肆意收割着生命 短短半分钟的时间 魔丘阵亡超过十三 他们不再试图攻击凌羽 而是四处逃窜 躲避凌羽的攻击 凌羽嘴角挂起一丝冷笑 顺手给他们套上一层幻境 相较于之前 此刻的他们 无太多精力防备幻境 因而 大把的魔丘中招 在凌羽的操控下 重新聚集到一起 紧接着 轰轰轰轰 王若冰看到了 令得他永生难忘的一幕 在凌羽狂轰乱炸的攻击下 原本凶悍到不可一世的魔丘 正以与他们凶悍程度 相匹配的速度 阵亡着 又过了半分钟 觉醒气断以下的魔丘 死绝 王若冰一双美目 磁溜瞪圆 这也太厉害了吧 到之前 还把凌羽当成是菜鸟 王若冰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到头来 菜鸟竟是他自己 哼 都怪叔叔 当时 若不是王冲说 让他多多关照 保护凌羽 他又岂会误判 咬了咬银牙 感觉 被叔叔坑了 但他没有证据 胡思乱想间 王若冰发现 自己和凌羽 开始向下方降落 这时候 凌羽的飞行时长 已经到达极限 一对光翼 正肉眼可见 变得虚淡和透明 任如何煽动 都无法继续维持飞行 不好 王若冰心头一跳 猛地朝下方看去 只见剩余十几只魔丘 已是聚集在他们的落点附近 眼中闪烁着凶光 积蓄力量 蓄势待发 这些魔丘的实力 从觉醒七段到九段不等 一个比一个危险 能从凌羽那连绵不绝的攻击中 存活下来 岂会有弱者 而今 他们终于等到了反扑的机会 只待他和凌羽落地 他们必会一拥而上 届时 王若冰不敢继续往下想 浓密的睫毛速速颤抖 心也颤抖得厉害 凌羽 怎么办 随着高度不断下降 王若冰甚至能听到 魔丘们吞咽口水的声音 愈发感到窒息 下意识抱住凌羽 抱得有些用力 凌羽也感受到了窒息 被他胸前的柔软挤压的 凌羽 松手 凌羽冷冷道 王若冰看他一眼 见他眼神冰冷 不带任何感情 有些委屈地松开手 下一秒 他开始自由落体 整个人以更快的速度 向下方坠落 他的脸上带着一抹惨笑 就在他以为 他要先凌羽一步落下 给这些魔丘吞噬时 一只苍镜有力的手 忽然抓住他的胳膊 旋即将他整个人甩飞出去 一下子 王若冰便被甩飞出几十米 他表情陷入片刻的呆滞 随后 一声尖叫 他看到 凌羽背后的光益彻底消失 看到他独自一人 落入一群魔丘当中 看到魔丘们朝他扑咬过去 不 王若冰鼻尖一酸 不知不觉间 有眼泪从眼眶中滑落 刷刷刷 看着近在咫尺 露出森森历齿的魔丘 凌羽手心都在冒汗 几次 想要动用底牌 都被他忍住了 理智告诉他 这些魔丘 他未必不能战胜 不过 几只虫子罢了 刹那 凌羽重拾信心 面对魔丘们的攻击 他反应迅速 神盲剑切换成神盲盾 用来护住头部 同时 激活永夜战袍的永夜效果 一抹乌光自战袍表面升起 将他整个人覆盖 该状态下 最高可承受断魂一断的权力一击 不知有没有虚假宣传 料想 挡住觉醒九段 应该不成问题 事实并没有让他失望 一只只扑咬过来的魔丘 尽数被乌光阻挡 随后纷纷被弹飞出去 凌羽也在冲击力的作用下 亮枪后退 下一瞬 乌光消失 这玩意防御力虽强 但及其消耗能量物质 凌羽本就所剩无多的能量物质 直接被抽空了 几只觉醒九段魔丘抓住机会 朝他当头扑来 速度之快 不给人反应的时间 好在凌羽提前防备 神盲盾挡住这一轮攻击 砰砰砰砰 一连串的撞击声中 神盲盾上出现一道道裂纹 已经快要到达极限 凌羽的手臂阵阵发麻 虎口直接崩裂 觉醒九段的攻击 确实让他有些吃不消 他不断后退 以争取喘息的时间 魔丘们自然不会给他喘息 他们眼中充斥着嗜血与兴奋 力齿咬合间 再度朝凌羽扑杀过去 凌羽 王若冰重重摔在地上 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一般 直接爬起来 朝凌羽冲去 泪水在他眼眶打转 看着即将惨遭毒手的凌羽 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决绝 当即就要不管不顾 燃烧一盒 拼了 这时候 王若冰其实大可一走了之 只是 一个声音告诉他 绝对不行 凌羽需要他 哪怕 他的这点力量 看起来微不足道 可是 凌羽需要他 下一秒 他便看到 凌羽随手掏出一枚深蓝色晶体 呼吸间 整个身体随之膨胀一圈 卧槽 凌羽嘴角直抽搐 他就知道 断魂武断的一盒 没那么好吸收 精纯的能量物质 如海浪一般涌来 凌羽只觉 身体仿佛要炸了 立刻停止吸收 膨胀的身体 这才干瘪下来 凌羽也没有办法 谁让他现在只有这一枚一盒可以吸收 过程虽然危险 好在 能量物质一下子就回满了 凌羽二话不说 再度激活泳液战袍的泳液效果 刹那 一抹乌光升起 将他整个人覆盖 一只只魔丘扑杀过来 再度被乌光阻挡 并弹开 这令得他们纷纷震怒 又朝凌羽发动第二轮攻击 哼 打够了没 现在 是不是该轮到我了 凌羽嘴角挂起一抹笑意 破裂的神盲盾 像是液体般融化 旋即 塑形成一柄银白长剑 随着凌羽挥剑 一道银白剑芒 如月牙般批出 叮 剑芒劈在一只 觉醒八段魔丘的鳞片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 魔丘并无大碍 仅是掉落几块鳞片 就在他满脸不屑 觉得这人类的攻击 属实在挠痒痒时 刷刷刷刷 一连七道剑芒劈来 耀眼夺目 晃得他有些睁不开眼 魔丘大惊 却是来不及躲避 一连七声脆响过后 他被劈得皮开肉绽 脑袋都快掉落下来 该死 魔丘一边呲牙咧嘴 咒骂着人类 一边转身就跑 然而 凌羽岂会放过他 光与汇聚 一枚手榴弹 直接被他丢了出去 之前 凌羽开发出了 可以爆炸的光与匕首 经过进一步改良 光与手榴弹问世 从先前的多次试报 结果不难看出 其效果 非常好 哄 一声爆炸 魔丘的脑袋不翼而飞 因为距离很近的缘故 凌羽自身也受到了波及 无数光与碎片 击在他身上 好在 有永夜战袍的保护 他自身并无大碍 嗯 凌羽眼神微动 察觉到 能量物质有些许恢复 应当是触发了 永夜战袍的另一个效果 将受到异能攻击的30% 转化成自身能量物质 这个异能攻击 可以来自他人 当然 也可以来自自己 刹那 凌羽双目放光 像是打开了一扇 新世界的大门 眼看一只只魔丘 再度成群结队 朝他扑来 凌羽那是二话不说 将异能光之神 与施展到极致 漫天光雨在他掌中 凝聚成一个又一个手榴弹 然后直接引爆 轰轰轰轰轰轰 煞时间 凌羽周围光芒万丈 一朵蘑菇云将他笼罩 同时将魔丘们也笼罩 魔丘们当时就惊呆了 这人类狠起来 连自己都炸 偏偏 一通爆炸过后 凌羽自己什么事都没有 还收回不少能量物质 反观魔丘这边 那叫一个惨 好几只被炸得四分五裂 脑袋都炸没了 再来 不得魔丘们反应 凌羽又凝聚出数个光雨手榴弹 徒手引爆 轰轰轰轰轰轰 魔丘们 另一边 王若冰直接看傻了眼 原以为 凌羽被一众魔丘围攻 凶多吉少 结果 确实凶多吉少 不过 是魔丘 所以这一盒 要不 还是不烧了吧 感觉 凌羽不需要他了 望着那立鱼万丈光芒中的身影 王若冰心绪说不出的复杂 轰轰轰轰轰轰 一声声爆炸 不知道炸了多久 就觉得 在一阵又一阵冲击力的作用下 人都骂了 在他周围 一只又一只魔丘倒下 然后 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终于 随着凌羽体内 最后一丝能量物质耗尽 爆炸停歇 笼罩他的污光消失 十几只魔丘中 两只朔果仅存的 绝形九段魔丘见状 眼睛当时就是一亮 经过一番苦熬 他们终于将这人类 熬到游镜灯窟了 此时此刻 反攻的号角 即将吹响 然后 他们就看到 凌羽又抓出一枚深蓝色晶体 猛吸一口 身体膨胀间 微米的气息 一下子又恢复了上来 一抹乌光又将其笼罩 紧接着 光羽凝聚成手榴弹 被他反手丢出 竖刀银白剑芒紧随其后 被他斩出 最后 切换成神盲枪 连开三枪 魔丘 这样一套连招下来 觉醒九段 也扛不住啊 瞬间 就被打得伤痕累累 凌羽微微一笑 一套连招打不死怎么办 那就来第二套 第三套 终于 第四套连招过后 一只魔丘寒含含死 另一只魔丘 开启逃亡模式 一头将地面撞开一个洞 就要钻进去 哄 凌羽一个光鱼手榴弹 又将他炸了出来 接着补上第五套连招 送他去见他的家人们 他将他们都给杀了 王若冰小嘴 张成一个大大的O型 望着那从遍地湿海中 走出的身影 内心震撼到难以复加 那样一群魔丘 在他看来 是根本不可能战胜的 而凌羽 却将这不可能 变成了可能 堪称奇迹 你没事吧 王若冰美目带着关切 问道 对于凌羽先前对他的保护 他还是很感激的 没事 凌羽摇摇头 旋即 沉生道 走吧 先离开这里 眼下 杀死这么多魔丘 是必会吸引来实力更强的魔丘 来追杀他们 好 王若冰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依旧面临危险 两人当即急不离去 方向魔都 行进过程中 凌羽忽然感觉到 地面有轻微颤抖 当即眉头便是一跳 他们来了 王若冰面色微变 他也感应到了 危急关头 凌羽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背后光一展开 带着他飞起 轰然声里 地面炸开 一只身长两米 水桶粗的是龙魔丘 从地底钻出 鳞片血红 目光森冷 口中发出尖锐的嘶吼 紧接着是第二只 第三只 他们断魂静 刹那 凌羽 王若冰 有种头皮发麻之感 后者更是感觉 刚刚变得光明的世界 一下子又黑暗了 依照先前的经验 凌羽飞行最高时长为一分钟 接着便要落回地面 而到了那时 完了呀 凌羽眼中划过绿色 特么 没完没了了是吧 从先前到现在 他数次忍让 并不太想和这些魔丘 不死不休 结果 却是被他们苦苦相逼 非要与他不死不休 既然如此 那便不死不休好了 一本黑色册子 出现在他手中 翻至第二眼 二话不说 就要燃烧 嗯 凌羽神色微动 却见一道人影脚踩绿光 自天边飞绿而来 老王 人影正是王冲 所以 还要烧吗 凌羽想了想 默默收起黑色册子 还是不要烧了吧 啊 叔叔 你可算来了 王若冰当时激动坏了 美目闪闪发亮 用力挥着手 他们得救了 见两人安然无恙 依旧活蹦乱跳 王冲不由常常松一口气 还好 没来晚 旋即 他便看到 地面上那一只只断魂镜魔丘 当时 眉头都立了起来 好一群魔丘 为了追杀一个觉醒三段 一个觉醒四段 竟如此大动干戈 心中不免有几分后怕 还好凌羽有飞行手段 不然 他和若冰都要葬送在这些魔丘腹中 想到这 王冲面色当即一沉 眼中腾起熊熊怒火 你们 找死 魔丘们一惊 逍遥静的气息 让他们感受到致命危险 立刻就要钻入地洞跑路 哪里跑 王冲手中出现一面龟壳 手指敲击间 大片绿光从中喷涌而出 化成一个龟甲护盾 直接就将一众魔丘套了进去 砰砰砰 魔丘们开始疯狂撞击护盾 结果自然是徒劳 随着王冲一声爆喝 护盾开始迅速缩小 魔丘们当时就被挤成了一团 护盾还在缩小 终于 在一声声淒厉的惨叫声中 魔丘们的身体轰然炸碎 一群断魂镜的魔丘 顷刻间死绝 凌羽有些惊讶 原以为 王冲的异能 除占补外 便只有防御作用 没啥攻击手段 现在看 是他格局小了 能踏入逍遥境的人 岂会有简单之辈 下一瞬 王冲落回地面 凌羽便也带着王若兵一起 落回地面 你们还好吧 王冲走过来 关切问道 当然 这份关切和凌羽没太大关系 因此他只是点点头 表示自己并无大碍 王若兵则撅起小嘴 愤愤看一眼王冲 怎么才来 再晚一步 你都赶得上替我收尸了 王冲苦笑 我这已经是最快速度了 嗯 总之 你们没事就好 玄节 看向凌羽 这次 真要谢谢你 在那种危急情况下 抛下队友自己跑路的人 大有人在 而凌羽却是没有 单凭这一点 就足以令他高看几分 当即大手一挥 折指 递上几具断魂镜魔丘的尸体 随便挑一只吧 凌羽也不客气 挑了一只进阶最高的 足有断魂四断 并手脚麻利的 取出其中的魔盒 对于他来说 这无疑是意外之喜 这些 都是识龙魔丘的成虫吗 凌羽好奇问 王冲摇摇头 这些 不过是净化器的魔丘 成虫 实力还要在我之上 这样吗 凌羽颇感惊讶 看样子 一早是他低估了 识龙魔丘的实力 此机 心中不由庆幸 还好来的不是成虫 不然就真的危险了 那个 王组长 我们还是赶紧收拾一下 离开吧 凌羽提议 王若冰一脸认同的点点头 在听到魔丘的成虫 比他叔叔还要强时 他的心里是一阵没底 万一成虫真的杀来了怎么办 王冲笑着白白手 放心 这里距离魔都这么近 真有成虫过来 马上会有同层次的强者来阻击 除非整个魔丘族群倾巢而出 不然 掀不起什么风浪 说是这么说 但他的身体还是无比诚实 快速凝聚一个护盾 卷起地上的尸体 就要带凌羽二人离去 等等 那边还有一大堆尸体 凌羽赶忙说 那些战功可不能不要 你说那些幼虫 王虫摆摆手 先留在那里吧 之后会有人过来收 一惊幼虫识战功 好家伙 论经脉 凌羽嘴角一抽 猜到幼虫应该值不了多少战功 不曾想 这么不值 玄机 他摇摇头 王组长 我说的可不是幼虫 而是拥有觉醒镜实力的魔丘 王冲一愣 略微沉吟 他道 带我去看看 凌羽立刻在前带路 很快 几人来到先前的战场 看着那一只又一只魔丘尸体 王冲惊呆了 下意识问道 这些都是你杀的 纠正一下 是我们 王若冰在一旁哼哼道 王冲点点头 默默无视了他的话 自家侄女几斤几两 他还是清楚的 杀死的魔丘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凌羽 没想到 你的实力已经到了这一步 着实让我感到意外 王冲凯探 粗略看下来 这些尸体中 一大半都是觉醒五段以上 甚至不乏觉醒八 九段 要知道 凌羽才觉醒四段 这时候 王冲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一过来就看到 断魂镜的魔丘在追杀他们 不是魔丘大动干戈 是这凌羽 太特么离谱 王冲想 得抓紧时间 将他招进异能协会 异能协会 可不能痛失这样的人才 王若冰不满的嘟起小嘴 叔叔怎么不来夸他几句 他也很厉害的好吧 虽然 比凌羽是要差那么一点 凌羽眉头微皱 在一块块血肉残骸中 他并没有看到有魔盒 当即就有一个不好的猜想 上前两步查看 然后 猜想成真了 一块魔盒也没有 王冲笑了笑 解释道 魔丘 这类妖魔比较特殊 要到断魂镜 才能凝聚出魔盒 这样一来 获得的战功 必然会少很多 凌羽有些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一脸痛心疾首 走吧 王冲手脚麻利地将地上尸体 用护盾卷起 收入储物手环中 随后招呼几人离去 在他们走后不久 轰的一声 地面毫无预兆 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 像是地震了一样 剧烈震荡 一只体长足有三十米 浑身覆盖血红鳞片的魔丘 从地缝里一跃而出 双目森森 口中发出阵阵嘀吼 该死人类 该死 要知道 魔丘一族 繁衍后代颇为不易 而就在一朝间 他的秋子秋孙 近乎死绝 鼻尖微动 捕捉到几名人类 残余下来的气味 旋即 眸中划过一道锐利寒芒 这笔账 他记下了 日后 定要而等血债血偿 亦能协会 将崩裂的虎口治疗好后 凌羽被带到一间办公室 经结算 本次任务 你一共获得1750战功 王冲告知 嗯 凌羽点点头 只能说 还可以吧 一旁 王若冰一脸羡慕 没有嫉妒 因为 这是凌羽应得的 王冲看他一眼 接着道 按照先前约定 本次任务是对你的考核 没有占功 不过 鉴于你在任务中的优秀表现 叔叔我决定 给予你一定的奖励 说着 取出一只木盒 打开后 可以看到 里面是一株仙女草 王若冰顿时开心起来 然后 他就看到 王冲又把木盒收了起来 先把任务报告写了 再领奖励 王冲接着看向凌羽 你也是 先把任务报告写了 再领占功 王若冰 凌羽 两人纷纷表示抗议 历经千辛万苦 完成任务 已经实属不易 结果 还要让他们写报告 不写 随你们吧 要不要奖励 那是你们的自由 王冲笑着离开办公室 半小时后 沙沙沙 笔尖与纸叶摩擦 发出欢快的声音 两个人 两支笔 两张痛苦面具 王若冰没写几个字 便停下来 皱起绣眉 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往下写 反观凌羽 粪笔集书 写的那叫一个顺畅 王若冰大为吃惊 盲向其请教 林语耐心解答 令得他收获良多 心生敬佩 没想到 林语不仅实力超强 写起报告来 也是一把好手 骑在这一道上的见解 令人叹服 于是 王若冰道 那个 林语 把我这一份也写了呗 作为答谢 他很是大方的 拿出了一枚觉醒三段的磨合 林语摇了摇头 义正言辞 王同学 做人要诚实 自己的报告自己写 怎么能弄虚作假 开玩笑 区区觉醒三段磨合 就想要他写报告 起码也要四段啊 王若冰小嘴一撅 哼道 自己写就自己写 于是 三小时后 他眼巴巴看着林语 拿着写好的报告 领战功去了 而他 才写了十四 距离领他的仙女草 遥遥无期 领完战功后 林语不忘过来 给他鼓励 加油 好好写 我去兑换仙女草了 王若冰 来到战功兑换中心 林语挑了 两株一共七株 可让他在十四天内 保持四倍的修炼速度 料想到时候 突破到觉醒五段 应是不成问题 此集 林语还剩下五百战功可用 该兑换什么 林语不由纠结起来 逛了一圈 倒是看到几件不错的道具 但对于他来说 这些道具有没有 区别都不大 即便兑换了 对他的实力 也没有太大提升 于是 林语打算 将这些战功先存着 等之后需要用了 再过来兑换 没有在异能协会多做停留 当即便要返回学校 林语去前 王冲忽然找上他 道 林语 你知道吗 有这样一个组织 为荡瓶妖魔 守护百姓 大兴华国 抛头如洒热血 战斗在最前线 林语打断他 道 王组长 你下一句是不是要问我 想不想加入这样的组织 王冲干咳一声 是 所以 你想加入吗 林语摇摇头 不想 王冲笑道 没必要急着做出判断 现在不想 说不定以后会想吗 嗯 那以后再说吧 回到学校宿舍 随便吃了点东西后 林语开始了新一轮的闭关修炼 盘膝坐在床上 手持磨合 将一株长得像小仙女的仙女草 含在嘴中 运转呼吸术 呼吸间 只觉一股清凉之意传入肺腑 整个人进入到一种奇妙的状态 该状态下 思维比以往要活跃许多 修炼速度也是快到飞起 一秒一个变化 一盒中 能量物质激增 变得愈发雄浑 一个星期过去 林语的境界来到觉醒四段后期 又一个星期过去 当最后一株仙女草用完后 林语成功突破到觉醒五段 抬眸间 双目如星辰般闪烁 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在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中 林语能明显感觉到 身体素质有了大幅度提升 异能方面 也是一样 无论是威力益或者持久力 都不可同日而语 紧接着 林语迫不及待召唤出黑色册子 翻开 可以看到 原本只有一半的第四页纸 此时已经补全 林语大喜 又可以收录异能了 一枚银色一盒 被他取出 S级空间 正要收录 突然 手机铃声响起 林语皱眉 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来电显示 王若冰 在写任务报告时 王同学被林语在这上面的造诣 深深折服 随后便向他要了联系方式 说以后遇到问题 方便向他请教 所以 这是问问题来了 想了想 林语还是接通 电话那头 响起一个清冷悦耳的声音 林语 那个 你现在方便吗 什么事 说吧 林语打算 对方如果问问题 他就认真敷衍过去 王若冰组织了一下措辞 道 有些事情 电话里不方便说 可以出来一下吗 我在你们学校附近的 红散散咖啡厅 定好了位置 林语 等一下 让我想想 有什么事情 是电话里不方便说的 陈吟陈吟 他道 你该不会是要向我 借钱吧 又或者 借战功 不好意思哈 我家世世代代代都是农民 要吃土豆的话 我可以去地里 给你挖两个来 至于钱 没钱 也没战功 留着娶媳妇用呢 一番话下来 林语真正做到了面不改色 王若冰脸当时就黑了 神特么娶媳妇用 还有 谁告诉你 我是来借钱借战功的了 是我叔叔王冲 他想要见你 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说 王若冰冷冷道 这样啊 林语怂怂肩 不是就好 玄机狐疑 老王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找自己 能有什么事 想了想 他还是点点头 好 我现在就过去一趟 根据提示 林语来到红散散咖啡厅 二楼 靠窗边位置 只见一中年人 戴着口罩与鸭舌帽 坐在那 林语一眼认出 这人正是王冲 不禁疑惑 搞得这么神神秘秘干嘛 坐吧 王冲摘下口罩 笑了笑 示意林语在他对面坐下 待林语入座 他当即叫来服务员 点了两杯咖啡 随后 叫你来是有一个秘密任务 秘密任务 说来听听 林语眨了眨眼睛 王冲点点头 还记得上次任务时 被你们坑死的 绝心武断异能者吗 林语一愣 过了两秒才反应过来 对方指的 应该是那跟乔顿一样 壮士的中年大叔 他当即摇摇头 纠正道 那怎么能是被我坑死的呢 分明是那群 十恶不赦的魔丘杀了他 对此 我深表遗憾 王冲嘴角抽了抽 深吸口气 说道 放心 我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经调查 那人名张德发 是一名穷凶极恶的通缉犯 杀人放火 奸淫掳掠 贩卖人口 无恶不作 这样一个人 被魔丘吞噬而亡 算是罪有应得 林语点点头 王冲接着进入正题道 我们在他身上 发现一封信件 他将信件取出 递给林语 林语打开看了一眼 里面是一张邀请函 张先生 根据我们妖神协会 多日来的考察 你是一位非常出色 不可多得的人才 而今 我们将在半个月后的7月23日 设立考核 招纳新人 考核通过者 可正式加入我们 我们诚妖你 参加本次考核 妖神协会 林语眼神微动 没听说过 不过 这名字 一听就是反骨子啊 试问 正经人 谁会把妖与神联系在一起 王冲点点头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于是 便对这一组织展开调查 经过这些天的调查 我已经有了眉目 顿了顿 他低声道 还记得那只 谋划祭祀仪式 打算接引魔物 最后被你杀掉的寄生花吗 他的名字 就叫做妖 妖神协会 正是原先投效他的一批人类 在他死后 建立其的组织 王冲神色凝重道 这些人 皆是桑敬天良之辈 且当中 很可能就有我们异能协会的蛀虫 必须尽快将他们铲除 不然 难保他们会做出什么 林语点点头 很快反应过来 指了指自己 所以 你想让我拿着邀请函参加考核 然后 进去当卧底 王冲汉手 对 张德发的实力为觉醒武断 我寻思着 你对换了那么多仙女草 实力也差不多到觉醒武断了 所以便想着找你 其他人 我信不过 林语苦笑 真心感谢王组长对我的信任 不过 可能要让王组长失望了 他摇摇头 我拒绝当卧底 为什么 王冲问 林语有什么说什么 根据我对卧底这一行的了解 十个里面九个都死得很惨 剩下的那个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另外 从邀请函上来看 那些人对张德发 是有充分了解的 至少 他们应该知道 他的长相和异能 我这过去 不是分分钟露线 王冲笑了笑 我觉得 你对卧底这一行 可能有什么误解 哪有这么高的死亡率 顶多八成 林语 却见王冲从储物手环中 取出一张薄如禅意的 类似人皮的玩意 人皮面具 断魂镜道具 戴上它 可随意变换身形与容貌 除非是觉醒洞察之眼 且实力在逍遥境以上的强者 否则 无人可分辨真伪 有了他 你还用担心露线吗 林语沉吟沉吟 道 确实 有了他 样貌上 足以以假乱真 可异能呢 这要怎么伪装 王冲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记得没错的话 你可以收录其他人的异能 条件 应该是一盒吧 林语一脸茫然 王组长 你在说什么 什么一盒 王冲喝一笑 麻烦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申请那枚空间一盒 因为你那位姓赵的同学 对道具开发感兴趣 如果真是这样 你应该会将一盒给他才对 最近的行程 并没有去找那位同学 也没有给他寄快递 所以 这里又靠不住啊 林语嘴角直抽搐 好家伙 都给你查得明明白白的了 他还想挣扎几下 其实 是我自己 对道具开发感兴趣 王冲摆摆手 行了 这其实没什么 一个人邪恶与否 并不是看他的异能是什么 我们异能协会 有一个人的异能是 将其他人变成自己的傀儡 听起来很邪恶是吧 但他并没有做邪恶之事 因此 被破格招揽进了异能协会 当然 如果你不希望别人知道的话 我可以替你保密 林语苦笑 事已至此 挣扎好像已无多大意义 哎 大意了呀 悠悠一叹 他道 那还请王组长替我保密 王冲点点头 继续先前的话题 张德发的异能是 绝命之毒 类似的义和 我这里正好有一枚 觉醒武断的 你看 有了他 异能上 你也可以以假乱真 没人比你更合适这次任务了 要不 再考虑考虑 见林语犹豫 他当即道 任务过程中 一旦你感觉到危险 可以随时放弃 接着指了指手中的人皮面具 不管你能否完成这次任务 他都是你的了 另外 若你真的成功卧底下来 助我们剿灭妖神协会的话 还会有额外奖励 却见他从怀中取出一块石头 紫盈盈带着梦幻般的光泽 断魂石 可锻造魂魄 可令觉醒九段的异能者 快速踏入断魂镜 价值两千战功 林语怦然心动 人皮面具 外加断魂石 这样的任务奖励 实在没理由拒绝 所谓富贵险中求 危险就危险一点吧 好 这任务 我做了 王冲点点头 嘴角勾勒出一抹笑意 玄机将一盒 人皮面具 以及一个优盘递给林语 却听他道 优盘里面有张德发的照片 声音 生平事迹 个人喜好与习惯 距离妖神协会的考核 还有一天时间 务必在考核前 将这些都记下来 这样才不容易露险 把东西收起 接着拿起面前咖啡喝了起来 听王冲继续叮嘱 下面我讲一下注意事项 另外是人皮面具的使用方法 15分钟后 我要说的就这些了 剩下的 就需要你自由发挥了 真心祝愿你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王冲郑重道 林语恩一声 随后起身离去 返回宿舍 林语当先取出人皮面具 试验起来 戴上后 诸如意能 脑中观想一个人的样子 刹那 他的体态和容貌都发生了变化 很快变成了那个人 赵星成 对着镜子照了照 不说像吧 简直一毛一样 亲妈都认不出来 当然 声音也需要变一下 这个 通过人皮面具也可以做到 不过 需要对音色进行一点一点的对比 与调整 过程有些慢 大概过了五分钟 林语总算调整完毕 此时他一张嘴 发出来的便是赵星成的声音 节节节节 将U盘插入电脑 点开张德发的照片 对着照片 林语的体型和容貌再度发生改变 接着点开一段音频 按照张德发的声音进行调整 很快 林语就变成了张德发本发 又尝试变换了几次容貌后 林语摘下人皮面具 对于这件道具的使用 已经逐渐娴熟 每次变换容貌 大概需要消耗他15的能量物质 后续维持并不需要消耗能量物质 这对于他来说 完全可以承受 随后 他开始查看张德发的生平事迹 个人喜好 越看越是皱眉 早在学生时期 便展现出了恶贼前置 校园霸凌 欺负男同学 强迫女同学 偷邻居家前 被学校开除 并在劳改所里待了三年 18岁 离开劳改所 同年 家中突然失火 父母被活活烧死 失火原因存疑 他则拿着父母的遗产 出入赌场 封月会所 并结识了一个诈骗团伙的老大 两人相见恨晚 很快便败坝子 不久后 会所突然失火 老大被活活烧死 他顺理成章接管了这个团伙 以及老大的妻子 好景不长 诈骗团伙被警方剿灭 他侥幸逃得一回 随后又加入了一个人口贩卖团伙 因其出色的表现 很快就得到了老大的赏识 被委以重任 不久后 老大在一家酒店入住时 酒店突然失火 老大被活活烧死 他又顺理成章接管了这个团伙 以及老大的妻子 还有就是 老大用半生积蓄购买来的磨合与呼吸术 也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依靠这些 他成功踏上异能之路 随着实力提升 他的欲望逐步膨胀 所做之事愈发令人发指 凌羽将这些一一记下 并很快总结出了他的性格特点 心狠手辣 背信弃义 好色 好人妻 当然 表面上则是一个非常仗义 为兄弟两位插刀的形象 否则 也不可能获得那么多老大的信任 觉得将王德发这个人 揣摩得差不多后 凌羽进入下一步准备工作 收录一能 一枚墨绿色异盒出现在他手中 将之放到黑色册子的第四页纸上 刹那 异盒融入其中 纸张上 出现一片墨绿色雾气的图案 给人致命的危险感 B级异能 绝命之毒 制造出一片毒物 用以攻击对手 说实话 就这异能 凌羽真瞧不上 若不是为了任务 他断不会收录 他打算 等完成任务后 立刻烧了 更换成S级空间 此集 万事俱备 只待明日 参加考核 卧底进入妖神协会 配合王冲 将之剿灭 时间一晃 次日清晨 凌羽进入光学隐身 施展幻境 敲咪咪离开学校 他可不想被人发现 万一 学校里有妖神协会的反骨子呢 根据邀请韩上的提示 考核地点 位于西郊区的一处养猪场 凌羽在那附近 戴上人品面具 变换容貌 旋即献出身形 来到养猪场大门 只见紧逼的铁栅栏后 站着一位保安 目光锐利地看向凌羽 来干什么的 来参加考核 凌羽到 感受了一下对方的气息 觉醒九段 他立刻做出一副谦逊的姿态 保安上下 打亮他两眼 觉得此子一看 就不像是好人 目光不由柔和几分 旋即问道 有邀请函吗 有的 凌羽立刻拿出邀请函 透过铁栅栏的缝隙递了过去 保安接过 看了两眼后 点点头 进来吧 嘎吱 铁栅栏打开 凌羽进入后 被带到一间办公室 随后 办公室的门开一下被关上 保安雷霆出手 一柄短刃 划过一刀寒芒 抵在他的脖子上 周围则又迅速窜出三道人影 手持枪械 对准他要害 凌羽面色大变 有些慌张问 你们 干什么 保安笑了笑 放轻松 考核前 我们首先要确认你的身份 只要你的身份没问题 我们便不会伤害你 后半句话他没说 但已经很明显 却见保安一个眼神 三人中 马上有人打开电脑 调取考核者资料 将照片与真人对比 确认无误后 又问了凌羽几个问题 叫什么 生日是哪一年哪一日 父母是在哪一天出车祸死的 凌羽对答如流 王德发 生日是1973年9月11日 父母死在1991年12月 具体哪一天忘了 另外 他们不是出车祸 而是火灾 见保安看着他 不说话 凌羽立刻补充道 别误会 那只是一场意外 不是我放的火 保安笑了 张先生 恭喜你 身份验证通过 短刃依旧抵在凌羽脖子上 并没有放下 为防止你与外界进行联系 请上交一切通讯工具 并接受检查 凌羽摊了摊手 我除了邀请函外 什么也没带 直接开始检查吧 这是王冲一早叮嘱他的 任何有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 都不能戴在身上 三人中 一人取出透视眼镜 对凌羽浑身上下一通观察后 点点头 视义没有问题 见状 保安这才撤去短刃 行了 带他去考核地点吧 想了想 又对凌羽告诫道 我们妖神协会 只招人才 不招废物 之后的考核上 尽你所能展现自己 凌羽被带出办公室 脑中则还在回荡这句话 只招人才 不招废物 那 一旦被判定成废物 会怎么样 能活着离开这里吗 凌羽顿时感觉不大美妙 他自信动用底牌 能从这里杀出去 但那样一来 得不偿失了 所以 必须通过考核才行 他看向一旁带路的男人 试探问道 大哥 问一下 你们这边 考核通过率 大概是多少 男人露齿一笑 我们最多招十个人 那 来参加考核的 一共几个人 凌羽又问 男人摇摇头 我们一共发了八百张邀请函 具体能来多少不知道 凌羽叹息 希望 少来点人吧 很快 凌羽被带到一栋建筑外 进去等着吧 主考官大概十分钟后过来 男人道 推门而入 里面是一处大厅 一名名男女聚集在里面 粗略一数 至少有二百多人 这样算下来 自己通过考核的概率 有些渺茫了 凌羽顿时感觉 更加不美妙了 听内一片嘈杂 议论声不断 我听说 他们只招潜力在 A级以上的异能者 A级以下 除非是有极其特殊的闪光点 否则别想通过考核 嗯 我也听说了 我的异能是A级 问题不大 我去 那我这C级异能 岂不是废了 不对啊 那为什么邀请韩上说 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不是骗人吗 凌羽眉眼间 透出几分凝重 他目前展露出的潜力是B级 这对他来说 很不友好 不行 必须做点什么 环顾一圈大厅 互见中央有一处高台 高台上 有着一把做工精致的座椅 应当是给主考官做的 凌羽眼睛输得一亮 有了 在所有人或惊愕 或紧张 或尊敬的注视下 凌羽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大摇大摆走上高台 随后往椅子上那么一座 让各位久等了 我是本次考核的主考官 张德发 凌羽声音回荡在场中 带着威严和不容置疑之感 所有人抬头 仰望那跟乔顿一样壮实的中年人 长成这样 也能当主考官 虽有些惊讶 但并没有人去质疑其身份 能够如此淡定 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 不是主考官 还能是谁 下一秒 他们纷纷冲纳张德发鞠躬 主考官好 随后 一个个气息外放 目露凶煞 让自己看起来更像坏人 好给主考官留个不错的印象 凌羽装模作样的点点头 扫一眼下方一众人 道 废话不多说 所有人排好队 接受我的考核 众人一愣 这就开始了 问题是 也没说考核题目是什么呀 感觉太突然了 带着一脸猛逼的心态 他们开始排队 排队的过程 可谓是一波三折 这些人都不是擅长 一个个穷凶极恶 怎会愿意屈居人后 况且 他们也想在这位主考官面前 好好表现一下 于是都开始抢占前面的位置 有用实力震慑住前面的人 令其乖乖让出位置的 有把前面的人一把提起来 丢到后面的 更有施展异能 想要将前面的人打倒 结果反被打倒的 总之 乱就一个字 而就在场面愈演愈烈时 忽听高台上一声爆吼 干什么 造反吗 都停下 所有人动作一致 下意识停下 抬头看向上方 淋雨一声冷哼 一群废物 让你们排队 连个队伍都排不来吗 要你们何用 一撞汉站出来 反驳道 主考官 我们只是想彰显自己的实力 我们一向奉行实力为尊 弱肉强食 那些比我们弱的人 凭什么排在我们前面 对 就是 没错 壮汉的话 得到不少人的认同 他嘴角微翘 高昂着脑袋 准备迎接主考官的赞赏 不曾想 淋雨却是呵呵一笑 说得真好 实力为尊 那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 在我眼中都是垃圾 他点指壮汉几人 你 你 还有你 滚吧 我们妖神协会 不受垃圾 壮汉几人 他妈 这主考官是不是有病 几人眼中滑过道道凶光 很想上去撕了淋雨 不过想到妖神协会那深不可测的底蕴吼 又摇了摇头 最后一声叹息 无奈离场 见状 剩余人纷纷老实下来 乖乖排队 没人再敢当刺头 淋雨满意的点点头 看向队伍最前方的年轻人 叫什么 送礼 年轻人有些紧张道 嗯 施展异能我看看 文言 年轻人立刻施展他的异能 刹那 一把粉红色的伞 出现在他手中 C级异能 坚韧之散 特点是坚韧 除党与外 还可以当盾牌用 伞面收起来后 又可以用伞尖来戳人 强不强大先不说 反正 很实用 淋雨笑了笑 非常不错的异能 我们妖神协会 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你 考核通过了 年轻人当场傻眼 指了指自己 不敢置信地问 我 这就通过了 在他看来 自己大概率会被直接pass掉才对 难道说 自己有什么特殊的闪光点 被主考官发现了 淋雨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好了 就退到一边去 不要耽误其他人考核 好好 年轻人赶忙退到一边 随后上来的是一个三角眼男人 不等淋雨开口 直接施展异能 刹那 一道道蓝紫色雷霆 在其掌中游走 凌厉而又霸气 A级异能 霸王雷 三角眼略微抬起下巴 在他看来 一个C级的人都能通过考核 他一个A级 没理由不通过 起料 淋雨看后直摇头 很遗憾 你没能通过考核 三角眼一愣 旋即 瞪眼 为什么 淋雨随口解释道 听说过阳神雷吗 论威力 你的霸王雷与之相比 差远了 完全无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三角眼点点头 我这异能 和破身前的阳神雷 确实无法比 可问题是 为什么非要跟阳神雷比 这里 也没有阳神雷啊 淋雨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走吧 不要耽误其他人考核 三角眼带着吃了屎的表情 走了 在他之后 是一个身材妖娆 浓妆艳抹的女人 二话不说 上来便对淋雨施展异能 在他双眸之中 荡出一圈圈波纹 化作一圈圈精神波 打向淋雨 A级异能 催眠 淋雨顿觉一阵困意袭来 意识仿佛要从脑中被剥离 眼皮无力垂落 一声轻视 淋雨很快从这种状态挣脱 对方的境界是觉醒三段 对她难以造成太大影响 淋雨淡淡看一眼这女人 催眠 你这效果不行啊 我都没被你搞睡着 很抱歉 你没通过考核 女人嘴角一抽 这算哪门子理由 她尝试认真揣夺 主考官话语中的寒意 旋即眼睛一亮 拢了拢额间的秀法 娇低低道 张大哥 凭您如此强悍的实力 我岂能轻易将您搞睡着呢 单用异能 肯定不行 但我觉得 若是配合上我的身体 应该不成问题 话语中 满满都是暗示 边说边扭动两下屁股 潜规则嘛 她懂 淋雨皱眉 连连摇头 抱歉 我们妖神协会看中的 是实力 是天赋 是聪明才智 而不是肮脏的身体 女人 那个 我觉得我的天赋和实力 还行啊 淋雨有些不耐烦的挥了挥手 我说你不行就是不行 走吧 不要耽误其他人考核 女人走了 走的时候 鼻子都歪了 众人面面相去 感觉这主考官 脑子有点不大正常 之后 一个又一个考核者 上来进行考核 结果 C D级的都被留了下来 A B级的都被以各种奇葩的理由 撵走 简直了 淋雨脸上挂起淡淡的笑容 事实上 这些人并不会真的被淘汰 若淋雨猜测为真 这座养猪场一旦进来后 无法离去 他们很快就会被押送回来 而淋雨之所以还这么做 是为了引起主考官注意 凸显出他的与众不同 他因有一种直觉 这处大厅 一直在被真正的主考官监视 之所以迟迟不来 应该是想先暗中观察一番 一间监控室内 两道身影看着监控画面 其中一个是浑身枯黄 双眼星红的稻草人 此刻 那双眼睛瞪得像铜铃 另一个是一朵五颜六色的花朵 回梦花 此刻 花盘上的嘴角直抽搐 这个张德发 也太大胆了 居然敢冒充主考官 简直无法无天 回梦花道 稻草人点点头 笑道 可我们需要的 不就是这样与众不同的人才吗 你想 他现在能将一众考核者 耍得团团转 以后就能将异能协会 耍得团团转 回梦花眼睛一亮 这倒也是 这样的人招进我们妖神协会 日后必能当大用 所以 我们直接把他招进来 稻草人眯了眯眼 不急 先看看他后续的表现 说实话 我很期待 下一个 送走第N个人后 凌羽看着面前一位少女 眉头当时就是一皱 少女体态修长 觉醒一段境界 样貌说不上有多好看 却也算耐看 这人 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 凌羽在记忆中一通搜索 终于记起 在哪里见过了 少风学院 新生考核上 貌似是在第三关被淘汰 然后说母亲生病 想要陈瑶再给他一次机会 结果陈瑶没给 想不到 他最终会来这里 凌羽冷冷问道 叫什么名字 江云 少女回答 说话间 一滴滴水珠 在他的双手间凝聚 随后轻盈舞动 A级异能 沉露之水 紧张地握了握拳 一双眼睛带着期盼 看向凌羽 张考官 我这一能还可以吗 凌羽摇摇头 平平无奇的异能 像你这样的 没资格入我妖神协会 这 江云眼中的期盼 瞬间变成沮丧 这是他第二次被人淘汰了 为什么 明明我的潜力 已经超过90%的人 为什么一上来 就要把我淘汰 他咬牙问 凌羽眸中 盈盈闪过寒芒 没有为什么 走吧 别影响其他人考核 江云用力咬住嘴唇 想要说一些祈求的话 却是怎么也开不了口 最后 一声不吭地走了 一众考核者纷纷摇头 又一个A级被送走 再看看 通过考核的 都是群什么牛马 他们不禁为妖神协会的未来 感到深深忧虑 意在这时 喷一声巨响 大厅的一面墙壁 被撞得四分五裂 随后 一根又一根漆黑 都缠绕着一个人 他们脸上呆着惊恐与茫然 被跟丢拉机一样 丢在地上 正是之前被淋雨淘汰走的一批人 这 众考核者面面相去 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江云也是一愣 寂寞往后退几步 有些畏惧地看着那藤蔓 在那藤蔓的末端 长着一个形似章鱼的脑袋 十分争鸣可不 显露出来的气息 也给人巨大的压迫感 断魂九断 章鱼脑袋上 一双幽绿的眼睛 扫射场中众人 最后 落向高台上的淋雨 说实话 淋雨心里面有点方 不过面上 依旧淡定 并且 面不改色地与之对视 有趣 章鱼脑袋带着几分笑意 一根根藤蔓被他收回 几个弹跳间 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 众人面色发白 对于这里会出现妖魔 并不意外 但却是有些畏惧 尤其是刚刚被丢进来的人 然而 还没等众人缓过境 又两道身影走了进来 一个浑身枯黄 双目星红的稻草人 一朵五颜六色的花朵 花盘上 生有一张妖异的女子面孔 花盘下 是金羽叶 构成躯干与手臂 最底端 八条根须 像是蜘蛛的八条猪腿 在地面上快速爬动 两只妖魔的气息 同样给人巨大的压迫感 断魂七段 众人再度被惊出一身冷汗 他们的实力 普遍在觉醒一段到六段之间 最高的 不过觉醒九段 淋雨眼皮跳了跳 万万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熟人 哦不 熟妖 不过想了想 又觉得很合理 稻草人他们 应该都是妖大人手底下 存活下来的余孽 却见稻草人脑袋上 裂开一道口子 笑道 各位好啊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你们本次考核的主考官 稻草人 接着指了指一旁的五颜六色花朵 这位 是回梦花 想了想 又补充道 之前你们看到的那家伙 名叫狮藤 众人下意识忽略掉后面的话 主考官 啥情况 这两个是主考官 那 众人齐齐抬头 狐疑的 看向高台上的张考官 却见淋雨直接从高台上一跃而下 接着冲到草人 与回梦花聚了一躬 两位主考官好 众人 卧槽 一刹那 他们脸都绿了 感情这家伙在冒充主考官 将所有人当猴耍 岂有此脸 张德发 你个老六 众人一个个眼带煞气 想打人 尤其是被淋雨淘汰的人 牙都快咬碎了 江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一双眼睛喷火地看向淋雨 他妈 一起上 打死这老六 不知是谁先吼了一声 随后 一呼百应 众人当即就要一拥而上 把淋雨给撕了 淋雨满脸委屈 诸位 我觉得 我们之间可能存在误会 俗话说 人心险恶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坏人 必须处处小心提防 我这是为了给你们好好上一课 众人嘴角一抽 我特么谢谢你啊 这老六 属实不要脸 今天 说什么 也要将他狠狠打一顿 以解心头之恨 淋雨悠悠一叹 这些人 属实不太友好 他当即一个闪身 躲到稻草人身后 正色道 主考官 你看 这些人严重扰乱考核秩序 当着你的面打人 我觉得 有必要好好管一管 稻草人摆了摆手 都停下来吧 目光扫过众人 淡淡道 你们这么多人 被他一个人耍得团团转 不觉得羞愧吗 瞧你们那一个个 无能狂怒的样子 让我很失望 张德发说的没错 你们 就是一群垃圾 众人纷纷停下手中动作 羞愧地低下头 主考官教训的事 只是 看向淋雨的目光 依旧满事不善 慧梦花笑了笑 带着几分玩味道 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他一个 像话吗 有本事 就在之后的考核中 堂堂正正击败他 届时即便打死他 我们也不会说什么 众人眼睛一亮 也就是说 他们有机会在后续的考核中 打死淋雨 那可太好了 淋雨神色微变 那可太不好了 此刻 他感受到来自众人 以及主考官的满满恶意 心说 自己真是 太难了 稻草人立刻宣布道 考核共分三关 每一关满分一百分 最终三关下来 分数排名前十的 可直接加入我妖神协会 那剩余人呢 江云小心翼翼问 直觉告诉他 没通过考核的人 下场或许不会太好 慧梦花嘴角 透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剩余的人 会被交给诗藤 接受他的魔鬼特训 结束训练后 也可以加入我们 似乎是不想 在这个话题上继续下去 他接着宣布道 下面进入考核的第一关 检测异能潜力 得分规则如下 B级二十分 C级四十分 B级六十分 A级八十分 S级 好吧 你们中貌似没有S级 摇摇头 眼中略带一丝失望 玄机道 另外 境界在觉醒五段之上的 每超过一个境界 加五分 好了 所有人一字上来 接受检测吧 这一关没什么好说的 是几分就是几分 众人依次在回梦花面前 展露自己的异能 稻草人则在一旁记录 宋礼 四十分 收起坚韧之伞 沮丧的低下头 宋礼忽然觉得 还是之前的张考官好 江云 八十分 江云眼中带着几分欢喜 旋即哼一声 看向后方的凌宇 老六 我倒要看看 你能有几分 凌宇上前 施展异能 刹那 一股墨绿色毒物 从其体表渗出 B级异能 绝命之毒 静界 觉醒武断 惠梦花看一眼后 收回目光 宣布到 张德发 六十分 江云顿时嘴角一翘 下巴微弹 还以为你这老六 有多厉害呢 就这 其余被凌宇淘汰的人 也纷纷出言嘲讽 话语声刺耳 此刻 他们心情大好 那个张考就将他们淘汰 说他们是垃圾的老六 结果还不如他们 想想都觉得舒坦 这时 却听稻草人道 张德发 鉴于你之前的优秀表现 我决定 给你额外加四十分 所以 你本关的分数是 一百 灵雨一愣 玄机笑了 笑容灿烂 多谢主考官赏识 我会好好努力 争取让咱们妖神协会 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嗯 好 稻草人欣慰地点点头 江云等人顿时就不好了 心里面很不适滋味 这老六区区 毕级异能 居然骑在他们头上 哼 等着 后面两关 有你好看 随着众人陆续完成第一关考核 灰梦花勾起一抹笑容 下面开始第二关考核 所有人聚集到我身边来 文言 众人纷纷走向灰梦花 眼中带着些许疑惑 却见他扭动花盘 张嘴 深吸口气 吐出大片花粉 接着再吸 再吐 吞吞吐吐间 众人周围的空气中 已是充斥大量花粉 带着奇异的花香味 有人觉得好闻 下意识多吸了两口 然后 整个人都摇摇晃晃起来 没多久 便倒地昏睡 淋雨皱眉 察觉不对 第一时间平住呼吸 不去吸着花粉 结果安然无恙 看来 只要不吸就没事 他心中这样 不少人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平住呼吸 然而为时已晚 但凡不小心吸上一口的人 最终都摇摇晃晃倒下 昏睡了过去 江云拍了拍胸脯 暗自庆幸 刚刚 他一直在观察淋雨的一举一动 见其平住呼吸 立刻效仿 最终成功逃过一劫 此刻 二百多人中 只有不到六十人还未倒下 就在他们以为 已经通过考核 获得高分时 却听回梦花惊讶道 你们都凭住呼吸干嘛 我让你们这么做了吗 旋即催促道 赶紧的 吸呀 众人一愣 刚打算照做 似又想到什么 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淋雨 他们第一次 因为信了老六的话 被这老六当猴耍 所以 这次 主考官是想用同种方法误导他们 若他们再次上套 估计会被当作蠢的无药可依 分分钟打零分 于是 众人分分不为所动 无视会梦花的话 会梦花嘴角一抽 不是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 赶紧吸呀 想了想 又解释一句 第二关考核 需要在我编织的梦境中完成 吸入花粉 才能入梦 结果 众人依旧不为所动 一个个眼神坚定 像是在说 放心吧 主考官 任你花言巧语 都休想迷惑我们 会梦花 我可以向妖神启示 我的话 句句属实 没有骗你们 都给我吸 他尖叫 感觉整朵花都不好了 稻草人也站出来道 第二关的考核 确实要在梦境中完成 都吸吧 林雨略微沉吟 还是吸了两口 很快 他摇摇晃晃倒下 众人 原本都有些犹豫 见状 也都将信将疑地吸了起来 随后 一个个倒地昏睡 林雨只觉眼前一花 下一秒 他便出现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 烈日悬空 周围是茂密的丛林 一眼看不到边 一股热带于林独有的炎热 潮湿之感 扑面而来 林雨眼中划过一色 他知道 自己应该是被拉入了一个梦境当中 但如果不是被提前告知的话 完全感觉不出来 跟现实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思想到什么 当即捏了捏脸 接着查看了一下身体 还好 还是张德发的样貌 由此来看 人凭面具的伪装效果 还是很强大的 在梦境中也能伪装 这时 耳边忽然想起回梦花的低语 欢迎各位考核者 来到我的梦境 第二关考核内容为 生存 所有人 想尽各种办法 在雨林中生存下来 最后一个存活下来的人 可获得满分一百分 倒数第二个 可获得九十九分 倒数第三九十八分 以此类推 分数逐一降低 最低零分 好了 我宣布 第二关考核 正式开始 同样的声音 也在其他人耳边响起 此时此刻 二百多人正均匀分布在整片雨林当中 一个个面带思索 制定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林雨低眉沉吟 考核内容是生存 那么 最简单 也是最稳妥的办法 便是找个地方苟起来 不过 这一点 应该所有人都能想到 真要是这样 这个考核 还有什么意义 林雨觉得 在这梦境中 一定会有什么东西 促使考核者之间 不得不相互厮杀 因此 与其想着 如何苟到通关 倒不如想想 如何在厮杀中存活下来 思寸间 林雨忽然发现一个问题 自身境界 从觉醒五段 变成了觉醒一段 身体素质 也变成了觉醒一段 料想 其他人应该也一样 也就是说 所有人的实力 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想要存活 唯有让自己变得更强 林雨眼神渐渐发亮 他大概知道 这考核要怎么玩了 这时 林雨身后 忽然响起沙沙声 扭头一看 只见一条身长三米有余的斑斓巨蟒 正一点点朝他靠近 眼神贪婪 不断吞吐蛇性子 赫然是一条蛇型妖魔 林雨嘴角翘起 区区觉醒四段 也敢来偷袭我 很快 他想起 自己现在只有觉醒一段 卧槽 林雨拔腿就跑 搜 巨蟒快速如动 在后方穷追 冰冷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林雨 像是不吃掉他不罢休 渐渐的 双方距离拉近 巨蟒一跃而起 朝他扑来 林雨眸中泛起寒芒 若是正常情况 即便只是觉醒一段 依靠他收录的两大S级异能 外加一只S级妖魔 照样可搏杀对方 然而当下 自身大概率被回梦花监视着 几项能力都不能施展 林雨只能施展绝命之毒 挥手间制造出一片墨绿毒雾 朝巨蟒双眼覆盖过去 如此程度的攻击 自然无法对其造成实质伤害 不过 却是成功遮挡住其视线 趁此机会 林雨一个闪身 躲开其扑击 换了的方向 继续顿逃 等巨蟒视线恢复清晰 林雨已在数十米之外 巨蟒大怒 感觉自身受到侮辱 一声嘶吼 再度朝林雨追来 林雨故技重施 不断制造出毒雾 遮蔽其视线 自身则不断变换方向 终于 在蒂恩次失手后 巨蟒一副吃了屎的表情 停下来 不追了 林雨大口喘息 累得够呛 旋即 连连皱眉 她有理由怀疑 这只巨蟒 是会梦花特意为她安排的 甚至 就是其本尊 等着吧 迟早嘎了你 这时 一道人影同样喘着气 朝她这边走来 那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短发女人 一脸惊魂未定之色 见到林雨后 她笑了笑 那个 张德发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苏梅 她声音极具温柔道 别紧张 我对你并没有敌意 我想 你应该也发现了 威胁我们生存的 是几乎无处不在的巨蟒 我觉得 我们没必要打伤打死 完全可以联手 共同对抗巨蟒 林雨一脸认同的点点头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两人距离越来越近 很快便面对面 女人笑着伸出手 欲助我们合作愉快 林雨也笑着伸出手 只不过 在快要与对方接触的刹那 一大片毒雾从其掌心渗出 直接将女人大半个身子笼罩 啊 女人一声尖叫 刚刚用异能凝聚出一块板砖 还没来得及朝林雨拍下 身体便被腐蚀得不成样子 半边身子血肉模糊 女人尝试还击 然而 她绝望地发现 在毒雾作用下 行动变得无比迟缓 双臂使不上力 下一秒 一只苍劲有力的手 扼住她的脖梗 旋即一扭 伴随着一声惨叫 女人身影消失 余下一枚灰色晶体 落到林雨手中 觉醒一段异合 林雨笑了笑 这才是考核的正确完成方式 不断击杀其他人 吸收他们的异合变强 现实中 林雨肯定不会做 这已经超出了她的底线 可这是幻境 远处 一棵大树上 巨蟒将这一幕静观眼底 点点头 眼中带着几分赞许 不错 很有悟性的一个人 且足够奸诈 足够心狠手辣 对于林雨的表现 会梦花表示 相当满意 该死 张德发 该死 大听中 女人从睡梦中惊醒 一边捂住隐隐作痛的脖梗 一边咒骂 目光看向还在昏睡中的林雨 无比怨毒 当即就要冲上去 弄死她 突然 一只枯黄的手掌 扼住她脖梗 将她整个人提起来 重重摔在地上 警告一次 不得影响其他人考核 再有下次 死 稻草人冷冷看着她 是 主考官 女人一脸惊恐地点点头 稻草人随即宣布到 苏梅存活排名 211得分 零 女人顿觉身无可恋 林雨手握一盒 正要吸收 忽然 在她不远处 一到刺目的光束升腾而起 直冲云霄 光芒堪比太阳 普照十方 林雨微微一惊 二话不说 迅速与那光束拉开距离 不知道那是什么的时候 尽量远离 万一 是足以致命的危险呢 林雨微眯着眼 忍受眼部的灼痛 一边后退 一边仔细观察 渐渐的 那光束的光芒暗淡了 显露出里面的东西 一尊形似向日葵花的妖魔雕像 嗯 林雨猛了 什么鬼 片刻后 光芒彻底消散 雕像静静立在那 一动不动 出于谨慎考虑 林雨依旧在后退 这时 雕像忽然开口了 人类 见了本大人 还不来参拜 林雨脑中闪过问号 惊疑不定地看着雕像 在想 要不要直接上去 给这玩意砸了 装什么大尾巴狼呢 旋即 摇了摇头 这是妖神协会的考核 要知道 妖神协会 可是隶属于直系一脉 因此 在这考核中 对植物形态的妖魔动手 下场必然会很惨 即便只是雕像 简单分析后 林雨走向雕像 面带恭敬之色道 张德发 拜见大人 雕像悠悠看着他 拜见 你倒是拜啊 林雨身形战的笔直 丝毫没有跪下来参拜的意思 见对方看过来 不太友善的样子 他觉得 有必要和对方改善一下关系 想了想 他夸赞道 大人 你是我见过 与林里最美的花 雕像 却听林雨继续道 大人 我对你的敬仰 有如那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又如那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只因你 太美 雕像感觉 自己被冒犯了 但他没有证据 林雨话锋一转 敢问大人 你此番降临 可是有宝物赐予我 雕像 不会吧 大人 我如此尊敬你 你竟然 连一件小小的宝物 都不愿意赏赐 林雨摇摇头 一脸痛心疾手 雕像喊住林雨 只见他一张嘴 吐出一把青铜长剑 古朴 厚重 却又不失丰锐 一看就是一件 品质相当不错的 异能道具 林雨眼睛 当时就是一亮 雕像悠悠开口 人类 想要吗 可以给你 不过 我奉行的是 等价交换 你能给我什么 林雨想了想 我可以给大人唱首歌 指引你 太美 雕像嘴角直抽搐 某一刻 他甚至想要 直接抱起杀人 缓了缓 他道 你手中的异合不错 给我吧 林雨略做沉音后 点点头 当下 一枚觉醒一段的异合 对他实力 并不会有太大提升 但获得这样一件 异能道具 绝对能让他实力 提升一个台阶 从而有希望 获得更多异合 双方很快完成交易 林雨手握青铜长剑 挥一动两下 顿时 一股锋锐灵力之感传来 人类 期待你的后续表现 雕像一口吞下一盒 随后消失不见 像是从未出现过 显然 他也是会梦花 嗯 林雨耳阔微动 听到好几个方向上 传来的脚步声 此刻有不少人 正朝他这边靠近 料想 是被先前的那道光束 吸引而来 林雨没有迟疑 当即一跃而起 跳到一棵大树上 并利用茂密的枝叶 遮挡住身形 完美隐藏下来 脚步声越来越近 透过枝叶缝隙 林雨看到 一个方向上 走来一男一女 两人环顾周遭 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最终 摇摇头 男眼失望 女子皱眉道 奇怪 刚刚明明看到 这里突然出现一道光束 光束里 似乎藏有什么宝物 老公你说 为什么现在 咱什么也没看到 男子摇摇头 不知道 或许 那是用来误导我们的呢 玄机 面色微变 不好 来的不止我们 小心 闻言 女子面色也是一变 听到另外两个方向上 传来的脚步声 两人当即进入战备状态 这时 女子忽然提议 要不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男子眼睛一亮 点点头 好主意 于是 两人也躲到一棵大树上 距离凌羽所在大树不远 凌羽嘴角翘起 她有一种预感 接下来 会上演一场好戏 不多时 两道身影 分别从两个方向赶来 环顾周遭后 先是惊讶于 此地空空如也 什么宝物都没有 随后 两人对视 眼中同时流露凶光 一个像是在说 你瞅啥 另一个像是在说 瞅你咋地 当然 凌羽的解读 不一定正确 总之 两人互看不爽 互相忌惮 生怕对方突然出手 嘎了自己 本着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两人没有迟疑 纷纷施展异能 朝对方发动攻击 死 两人中 一名壮汉的全身 覆盖棕色毛发 身体膨胀一圈 像是一头棕熊 双手之上 长出熊爪 B级异能 熊变 只见他一个扑击 便将另一个 D级异能的青年扑倒在地 双爪用力一撕 将其脑袋硬生生 撕成两半 青年身影 请客消失 只余下一枚 淡黄色晶体 哈哈 壮汉抓起一盒 放声大笑 我知道这一关 考核怎么过了 杀死他人后 吸收他人一盒 可令自身不断变强 届时 存活到最后 还不是轻轻松松 壮汉咧着嘴 当即就要 将这枚一盒吸收 大树上 一男一女对视 瞬间醍醐灌顶 原本 他们还以为 需要获得光束中的宝物 才能令自身存活下来 现在看 是他们想偏了 真正想要存活 还得吸收一盒 两人没有犹豫 纷纷从树上跃下 扑杀壮汉 壮汉大惊 没想到 居然有两个老六 一直隐藏在此 并且趁他不被偷袭 顾不上吸收一盒 再度施展一雄变 用意迎敌 男子淡淡一笑 刹那 在他体表覆盖上一层厚厚的 岩石铠甲 与壮汉对撞 轰一声过后 男子体表岩石大面积碎裂 整个人亮枪后退 壮汉胸膛凹陷 手臂弯折 同样亮枪后退 女子抓住机会 扑了上去 目光森森 在他屁股上 长出一根巨大的黑色蝎尾 直接朝壮汉 脑袋上刺了下去 啊 一声惨叫 壮汉一张脸 刹那变得漆黑 脑袋中流淌出黑血 明显深受剧毒 你们 壮汉低吼 眼中满事不甘 在一男一女随后的攻击下 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枚棕色晶体 哈哈 一男一女人 手一枚一盒 放声大笑 兄台 多谢你告诉我们 正确的通关方法 还有 多谢你的一盒 两人心情无比舒畅 觉得通关有望 片刻后 男子严肃道 行了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 把一盒给吸收了 嗯 女子点点头 两人转身就走 然而 就在他们转身的瞬间 搜 一道身影 从大树上一跃下 一把青铜长剑 朝着那女子当头披露 女子大惊 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还有老六埋伏他们 特么 千钧一发之际 女子屁股上再度长出蝎尾 奋力刺出 试图挡住这一剑 然而 青铜剑的风锐 远超他想象 扑的一声 蝎尾直接被斩断 长剑再度挥砍 一道青铜剑盲展出 要将女子当场格杀 女子大害 危急关头 求助男子 老公 救我 小娇 男子一声爆吼 浑身覆盖岩石铠甲 就要冲过来 替女子挡下这一剑 一在此时 林语抬手间 制造出一片墨绿毒物 将她笼罩 壮汉不慎吸入一口 口鼻受到严重腐蚀 另外 在毒素影响下 行动也迟缓下来 无法对女子施以援手 不 女子绝望了 一盒还没在手里捂热呢 这就要死了 张德发 你个老六 她越想越气 林语怎会有这样一剑一能道具 难道说 光束里面的宝物 被她获得了 该死 一声尖叫中 女子被拦腰斩断 随后消失不见 余下一枚深黑色晶体 林语笑着 接住这枚一盒 另外还有女子手上掉落的一盒 随后 目光看向男子 你的一盒 也拿来吧 张德发 我杀了你 壮汉目自欲裂 不管不顾朝林语扑去 明显已经丧失理智 结果自然是毫无悬念 破 青铜长剑配合毒物 直接将其斩杀 又两枚一盒落到林语手中 手握四枚一盒 林语心情舒畅 感觉通关有望 随后 她离开这片区域 来到一片相对而言 更为安全的区域 跃至树上 遮掩住身形 接着开始吸收一盒 一股股精纯的能量物质 被她吸收 虽是梦境 那种极致的舒爽感 却也和真实一般无二 说实在的 林语并不太喜欢这种感觉 相比之下 她更喜欢吸收磨合时 那种痛苦和摧残下的洗礼 不过这时候 她还是要装出一副 享受与陶醉的样子 因为她很清楚 自己大概率正被监视着 林语所在大树的枝干上 翘无声息长出一双眼睛 对着林语一同观察 片刻后 又翘无声息消失 随着吸收 林语的修为不断攀升 十五分钟后 她将四枚一盒全部吸收完 实力成功突破到觉醒二段 意在此时 大概两公里外 一道刺目地光束升腾而起 直冲云霄 林语眼神微动 不出意外 光束里 应该又是那尊雕像 又会有赏赐 并且应该还会有一批人被吸引过去 将他们嘎了 又能获得大量议和 综上所述 不过去 简直天理不容 林语从树上一跃而下 朝光束方向奔行而去 莫名有种吃鸡游戏里 捡空头的极势感 随着光束渐渐暗淡 直至消失 林语也在逐步靠近 突然 一只体长三米的斑斓巨蟒 出现在她视野中 吐着蛇性子 朝着她就扑杀过来 林语手握青铜剑 眉头微挑 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 当时就想 要不要上去 与对方殊死一搏 下一秒 只见那巨蟒仰头 发出一声高亢的嘶吼 像是听到她的召唤 刹那 又有两只巨蟒 从阴影里爬了出来 双目森森 直奔林语而来 卧槽 林语血气一下子就方刚不起来了 没有犹豫 拔腿就跑 在这一道上 林语算是比较有经验 不断利用毒物 遮挡巨蟒视线 再配上比蛇还要皮的走位 最终还是没能摆脱追击 巨蟒依旧在后方穷追 林语咬咬牙 继续重复先前操作 一追一逃间 时间飞快过去 十分钟后 当发现 每次都差那么一丢丢 却是怎么追 也追不上林语时 巨蟒纷纷停下来 放弃追击 累了 不追了 林语便也停了下来 此急 她气喘吁吁 眼含警惕 看向四周 这里 距离光束出现的地方 已经不远 哄哄 前方从林里 隐约传来打斗声 林语想了想 小心翼翼朝前靠近 穿过一片灌木 来到一棵大树后站定 探出半个脑袋观望 只见前方空地上 一共十二人 正爆发一场混战 一段臂男子 身披青铜盔甲 被另外十亿人围杀 盔甲很结实 在众人的连番攻击下 依旧没有破损 一看就是一件品质 相当不错的异能道具 应当是从雕像那里获得 林语想 只是 被如此多人围杀 男子即便身披盔甲 仍旧寡不敌众 没多久便已游进蹬枯 你们 该死 啊 男子一声怒吼 满心不甘地倒下 不久前 他与雕像大人达成交易 因为没有什么等价值之物 无奈只能砍下一条手臂 献给大人 在他看来 非常值得 能获得这样一件 堪称保命神器的道具 对于他存活下来 可以说 有巨大帮助 相比之下 失去一条手臂 又算得了什么 不曾想 盔甲刚披上 还没午热呢 就有一群人赶了过来 一个个 眼神贪婪地 看着他的盔甲 有人让他识相点 乖乖脱下盔甲 男子自然不愿意 随后 便有了这场 针对他的围杀 最终 寒恨而亡 他的身影消失 只余下一枚一盒 一套盔甲 此即 十一人纷纷眼冒绿光 谁要是能获得这套盔甲 必定能大大提高生存率 于是乎 一场更为惨烈的混战爆发 所有人为之强迫脑袋 凌羽将一幕幕收入眼底 很是沉得住气 并没有急着去争夺 十一人中 以一个鹤发中年人的实力为罪 混战中 他最先杀到青铜盔甲前 然而 就在他满怀激动 准备弯腰捧起盔甲时 另外十人突然间向他疯狂进攻 猝不及防下 中年人脑袋直接被打爆 再之后 接近青铜盔甲的是一个虎背熊腰 长得像传说中 钟馗的女中豪杰 结果 女中豪杰也死在其他九人的攻击中 混战到了这里 所有人心中都是异力 他们十分确定 他们一旦获得 或者即将获得青铜盔甲时 便是他们的死亡之时 没人能抵挡住剩余人的疯狂进攻 该怎么办 很快 他们有了答案 结盟 眼神交流间 九人心照不宣 停下争夺 一青年笑道 你们也看到了 这样争夺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不如先划分阵营吧 同阵营的人 一致对外 先灭掉其他阵营的人 再来进行最后的争夺 青年的话 得到一众人的认同 他接着笑道 我明里昂 觉醒的是A级异能 黎明之火 谁愿意与我一个阵营 剩余八人略微迟疑 青年的实力 无庸置疑 加入他的阵营 应该更有希望 灭掉其他阵营 但在最后与他的争夺中 会很吃亏 思寸间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 脚底下的土壤 正染上一抹墨绿色 一株株嫩绿的草 顷刻间变得枯黄 这时 一个声音忽然道 那个啥 你们在聊什么 男人从一棵大树后走了出来 众人先是一愣 随后 一个个面露不善 张德发 刹那 林语感觉到 一股股恶意扑面而来 尤其是当众人 看到他手中青铜剑石 一个个眼中的贪婪不加掩饰 一肩嘴喉塞的男子冷笑 张德发 没想到 你也获得了异能道具 识相的话 就赶紧把道具交出来 不然 之前那位的下场 就是你的下场 青年嘴角微翘 我提 咱们先连手干死张德发 再来商议后续划分阵营的事业 话音落下 众人纷纷一动 打算对林语 展开何为之事 林语笑了 我说诸位 这么急着送死吗 只见他抬手一个响指 啪 煞时间 大片的墨绿毒物 从众人脚下土壤中渗出 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灵之事 将他们笼罩 之前那么长时间 林语可没有闲着 而是源源不断 将毒物注入土壤当中 喂的便是这一刻 啊 不 张德发 你该死 毒物中 响起一声又一声惨叫 所有人 从头到脚开始被腐蚀 行动一个比一个迟缓 他们拼了命 想要冲出毒物 与此同时 林语提着剑走了进去 一道青铜剑芒劈出 破 在尖嘴猴塞男绝望的目光下 他整个人被硬生生劈成两半 紧接着 长剑再起 将青年斩首 破破破破破 林语仿若一尊杀神 剑起剑落尖 将剩下的人一个 接一个斩杀 最后 一个胖胖女人连滚带爬 想要去剪地上的青铜盔甲 有了他 或许能够反败为胜 然而 刚刚捧起盔甲 又在毒物的腐蚀中 无力倒下 所有人的身影尽数消失 余下一枚又一枚一盒 林语笑着将它们一一捡起 算上之前死去的人 共十二枚 接着 又捡起青铜盔甲 披在身上 笑容愈发灿烂 这一搏下来 大风收啊 不远处 巨蟒目睹全部过程 不由频频点头 到目前为止 张德发的表现 堪称完美 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 来到一片相对安全区域 将十二枚一盒禁数吸收 林语实力 飞速提升到觉醒四段 此即 他眸光如炬 环顾周遭 很快 注意到不远处 隐藏在灌木中 似准备抽不愣子 给他来下的巨蟒 林语心中冷笑 想到之前 被巨蟒各种支配 现在 该是报仇的时候了 看我不嘎了你 林语假装若无其事地走过去 接近时 突然爆起 一道青铜剑芒 直接劈了过去 巨蟒瞪大舌目 因为觉得张德发 发育得太舒服了 无人能制裁 便打算来一场 猝不及防的偷袭 给他制造点麻烦 不曾想 这张德发竟发现了他 并率先对他发难 这下 轮到他猝不及防了 迅速扭动身体 想要避开 然而 由于体型太过庞大 避之不及 还是被剑芒斩中 煞时 巨蟒背部 被展开一道巨大窝口 鲜血直流 巨蟒震怒 仰头 发出高亢嘶吼 开始呼朋唤友 沙沙 草叶摇动 又两条巨蟒 朝这边奔来 三蟒当即对凌羽 展开何为之事 人类 你必要为你的冒犯 付出代价 随着一声嘀吼 他们同时 朝凌羽扑杀过来 凌羽平静对之 三条巨蟒境界 与他相当 够不成致命威胁 再加上他有青铜剑 与青铜盔甲 两剑大杀器在手 完全可以一战 枪枪枪 凌羽以青铜盔甲的 强大防御力 硬扛巨蟒攻击 一连串金铁交鸣声中 他接连不断后退 巨蟒一波攻击下来 并未对他造成实质伤害 紧随其后 便是凌羽的猛烈反击 大片毒物升起 遮蔽他们的视线 同时 在毒素的作用下 他们的行动 逐渐变得迟缓 刷刷刷 凌羽抓住时机 劈出一道道剑芒 将三条巨蟒 劈得是血肉横飞 巨蟒们连连惨叫 整条蛇都不好了 无法无天的人类 居然敢这样对待他们 知道他们是谁吗 住手 本大人乃是 一号巨蟒大叫 在这梦境中 出现的每一只妖魔 每一尊雕像 都是回梦花的意念所化 他们的一切感知 最终都会传递给回梦花 包括痛感 凌羽其实早有所料 不过那又如何 不等一号巨蟒把话说完 他便一箭将之消首 旋即 一声吃笑 一条蛇罢了 也敢妄称大人 见状 剩下两条巨蟒 不由一哆嗦 二号巨蟒当即开口 我是会 你会啥 我看你啥也不会 扑 凌羽一箭将他消首 你你你 三号巨蟒又惊又怒 该死人类 我是 你是真的废话多 扑 凌羽又一箭将他消首 望着三具巨蟒尸体 他只感觉 整个人都通透了 一身轻松 好你个张德法 胆大妄为 一身反骨 冰冷的声音 传入凌羽耳中 与此同时 刺目的光束 从他面前升腾而起 直冲云霄 随着光芒逐渐暗淡 一尊慧梦花的雕像 逐渐显现 气息射人 双目喷火地看着他 说实话 凌羽心里还是有点方的 毕竟 刚刚嘎了对方三次 对方就算过来生吞他 都是有可能的 面上 凌羽却是不动声色 疑惑到 主考官大人 所谓何来 所谓何来 雕像看着他 冷冷道 刚刚 为什么要杀斑蓝蟒 因为他们该杀 在雕像杀人般的目光下 凌羽不卑不亢道 敢问 咱们妖神协会里 可有受戏一脉的大人 雕像下意识摇摇头 没有 却听凌羽一脸正色道 既然没有 那我为什么杀不得 这些斑蓝蟒 欺我 如我 偷袭我 若我还不反抗 那么有朝一日 受戏一脉 欺我妖神协会 如我妖神协会 偷袭我妖神协会 我或许也不会反抗 因为 我的心已经麻木 所以 无论如何 这斑蓝蟒 我都非杀不可 雕像沉默 一时静无言反驳 莫名觉得 这张德发说的好有道理 斑蓝蟒确实该杀 可 可嘛 这些斑蓝蟒 是他意识所化 这不等于在杀他吗 雕像嘴角狠狠一抽 半上憋出这样一句话 你 杀得好 别在梦境里杀了 林雨芒不迭点头 大人之言 我必牢记于心 雕像心情 属实不太美妙 摇摇头正打算离去 林雨突然道 大人 那个 你此番降临 是不是该赐予我宝物啥的 雕像嘴角再度狠狠一抽 玄机笑道 要宝物可以 拿同等价值之物来换 你准备拿什么交换 他打算 趁此机会 狠狠坑林雨一波 以解心头之恨 比方说 收走青铜剑 然后给他一件 没啥软用的道具 又比方说 让他用胳膊或者腿来换 林雨笑了笑 却见他挥起青铜剑 刷刷几剑 这些怎么样 雕像 他很想说 不怎么样 这本来就是他的 但根据考核规则 他不得不交换 而且 还不能拿没用的东西敷衍 因为对方出手 便是三枚磨盒 与其价值相匹配的道具 就没有没用的 咬了咬牙后 他张嘴 吐出一个青铜质地的头盔 又一吸 将三枚磨盒吸了进去 旋即 一声不吭地消失在原地 林雨戴上头盔 敲了敲 感觉很结实 嗯 尝试活动了一下 林雨顿时发现 与之前有所不同 原本 披上盔甲 因为盔甲自身的重量很重 导致林雨的速度不可避免 会下降一些 而现在 林雨的速度 非但没有下降 反而提升了 并且 每次挥剑时 力量也比原先提升了很多 林雨顿觉惊异 难不成 凑齐青铜三剑套后 还会有特殊效果 那可真是 太酷了 握了握拳 感觉自己现在 已然可以大杀四方 耳阔微动 忽听多个方向上 传来脚步声 应是被先前光束吸引而来 没有迟疑 林雨当即躲到一棵大树上 然而 这次来的人 明显要谨慎许多 每经过一棵树时 都会往树上丢一发攻击 以查探上面 有没有老六隐藏 碰 一男子随手捡起地上 一块碎石 往树上一丢 枝叶翻飞间 一道青铜人影 显露出来 男子 卧槽 真特没有老六 当即后退两步 进入战备状态 另外六人迅速围了上来 与男子结成阵型 显然他们一早便已经结盟 以人数上的优势 他们杀死不少对手 吸收一盒 以至于 各个实力不低于觉醒二段 为首者更是不低于觉醒三段 在他们看来 凭借这样的实力 在雨林里都能横着走了 直到他们遇到林雨 觉醒四段 外加一整套一能道具 七人越看越是心惊 尤其当看到 林雨冲他们微笑时 心中莫名发寒 这时 另外三个方向上 陆续有队伍感到 分别是七人 八人 十人 一个个实力 从觉醒二段到三段不等 其中一支队伍的带队者 是一个体态修长的少女 江云 在看到林雨后 包括江云在内 所有人无不是瞪大双目 暗自心惊 旋即 双目又开始放光 先前丢石头的男子当即高呼 诸位 还等什么 这老六之前教我们当猴耍 现在被我们遇上 此乃天业 马上有人附和 是啊 大家伙还等什么 一起上 弄死他 到时候 他身上的道具 他的义和 大家伙各凭本事获取 话音落下 所有人纷纷一动 林雨所展露出的实力虽然恐怖 可俗话说 双拳难敌四手 他们就不信 这么多人 还拿不下他 随着各自队长一声令下 一共三十二人 迅速将林雨包围在其中 眼见林雨已如问中之鳖 插翅南飞 将云嘴角翘起 鼻中传出一声冷哼 张德发 没想到 你也会有惊天吧 林雨嘴角同样翘起 这么多人过来送你喝 那我张某人 便勉为其难收下好了 事实上 一开始 那七人到来并发现他时 他便可轻松灭之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万一 把后面来的人都吓跑了 怎么办 他比较喜欢一网打劲 刹那 林雨从树上一跃而下 挥手间 大片毒雾被他制造出 朝周围扩散 同时 青铜剑自上而下批出 直指人群中 叫得最欢的丢石头男 丢石头男大惊 盲用异能幻化出一面圆盾 挡在头顶 并招呼诸位同道 助他一起防御 结果大为不妙 同道纷纷将他的话无视 相比之下 他们更愿意集中火力 攻击林雨 好在 他的六名队友 没有放弃他 纷纷施展异能 煞时间 各种防御手段 加持在他头顶 结果依旧大为不妙 七人合力 依旧抵不住那剑盲 随着一声脆响 防御爆碎 接着便是一声惨叫 丢石头男 当场被劈成两半 玄机消失 另一边 三支队伍 共二十五人集火 对林雨展开猛烈攻击 结果更加大为不妙 只见林雨不闪不避 硬扛下所有攻击 净毫发未伤 那盔甲 还有那头盔 太硬了 这 所有人面色难看到了几点 一个照面 他们便损失一人 反观林雨 没有任何损失 得想办法 将他盔甲和头盔摘下来 有人提议 他的提议 得到众人一致赞同 嗯 我有办法了 我们可以 众人纷纷竖起耳朵 期待他能说出什么好办法 却见下一秒 一道青铜剑芒斩落 那人直接没了 众人 与此同时 大片毒雾开始将他们覆盖 不好 江云花容变色 察觉到毒雾的效果 虽不会立刻要了他们的命 却是会不断腐蚀 并麻痹他们 必须马上离开毒雾 江云停止攻击 迅速操控水滴 凝聚成一箭薄杀 劈在身上 抵御毒雾 旋即转身就跑 薄杀渐渐染上一抹墨绿之色 被毒雾污染 毒素开始与他身体接触 然而 其他人便没这么好运了 即便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抵御毒雾 所有人的皮肤 开始染上一抹墨绿之色 迅速腐蚀 溃烂 毒素侵入身体 令得他们肌肉麻痹 行动一下子变得迟缓 说说说 一在这时候 灵雨提着剑 像是小说里的大反派 一通乱砍 眨眼间 便有数人倒在他剑下 操 这张德发 简直变态 他妈给变态开门 变态到家了 众人 只觉遍体生寒 如坠冰枯 不禁在想 当时 谁给他们的勇气 能够轻松拿下他 张德发 停手吧 之前的事情 我们可以过往不咎 真没必要打声打死 有人到 马上有人附和 是啊 大家可以坐下来 好好聊 和和气气 和气生财 灵雨喝一笑 不必了 我觉得我们之间 没什么好聊的 若不是 他当下实力够强 估计他的道具 他的义和 都要被当战利品瓜分了 刷刷两件 直接送这两人 提前结束考核 旋即 长剑再起 斩向剩下之人 扑扑扑扑 剑起剑落尖 众人如同麦子般倒下 他们自然有尝试拼命还击 然而 无用 灵雨不但防御强盗变态 速度也快他们一大截 只见他 扛着所有人的攻击 突突突就杀了过来 从左杀到右 又从右杀到左 杀到最后 整片毒物中 只剩他一人 灵雨嘴角挂起笑容 快速捡起地上 一枚枚一盒 很快 三十一枚一盒到手 这波赚妈了 毒物外 江云一直在对灵雨 进行远距离攻击 一滴滴水滴 拼命往灵雨身上砸 然后 他便绝望地发现 灵雨啥事没有 更是眼睁睁看着 其他人一个一个被他送走 到最后 江云彻底毛了 把腿就跑 哼 哪里跑 灵雨提见欲追 忽然 数公里外 腾起刺目的光束 直冲云霄 紧接着 另两个方向上 分别又是两道光束腾起 嗯 灵雨略感诧异 一下子来三尊雕像 看样子 这是想要争斗 变得更加激烈 以加快考核进程 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此急 灵雨只能在他们中 选择其一 不由有些迟疑 选哪个好 另一边 江云长松一口气 拍了拍胸脯 特意避开三道光束所在方向 料想 张德发应该不至于 再来追他了吧 下一秒 他就见到 灵雨提着剑 朝他这个方向追来 江云 他很想问一句 大哥 你图啥 另外三处 可是都有宝物即将出世 不比他更有吸引力 灵雨自然有他自己的打算 眼下他身怀三十一枚异合 外加青铜三件套 真要去那几处参与争夺 估计他率先会成为被争夺的对象 这其实也没什么 他无惧 怕就怕 这边留下一个火口 四处散播消息 最后把全地图的人都给拉过来 一个个高呼 天下苦张得罚久矣 来讨伐他 那他就危险了 哐哐哐 盔甲碰撞 发出清脆声响 灵雨身披盔甲 速度却是快到飞起 这让江云直呼 不可学 后方 盔甲碰撞声越来越近 用不了几秒 他就要被追上了 江云不由一阵瑟瑟发抖 突然 在他前方 出现一片灰蒙蒙的雾气 朝他迎面飘来 雾气所过之处 天空大地 花草树木 还有一条条巨蟒 都于一瞬间消失 像是被永久抹去了一般 只于下一片灰蒙蒙的雾 这 江云瞪大眼睛 满脸惊骇 灵雨也是一惊 可以预料的是 自身一旦进入灰雾中 也难逃消失的下场 局目远眺 只见那灰雾连成一片 隐隐成一个包围圈 围住雨林 并逐渐由外围朝中心推进 这是要将所有人 强行赶往中心区域 江云感觉 未来一片黑暗 前方 灰雾已经距离他不足三米 后方 灵雨也距离他不足三米 这他该咋找 咬了咬牙 他转身走向灵雨 张德发 放过我好不好 灵雨笑着摇了摇头 不好 此刻 两人静在咫尺 灵雨挥起长剑 毫不留情斩落 不 请等一下 只要你放过我 我可以当你的手下 见灵雨丝毫不为所动 他苦笑道 请主考官大人见证 此刻起 我将完全听从张德发号令 若有背叛 便让我失去继续考核的资格 随着他话音落下 一个会梦花的图案 自虚空浮现 烙印在他眉心 像是某种誓约就此达成 事实上 每一支队伍得以组建 队员之间彼此信任 靠的便是这种誓约 江云看着灵雨 面露哀求 这样 你总该放心了吧 留下我 对你来说 只有好处 常见在距离他驳梗 只剩灵 零一公分时 停了下来 灵雨略微沉吟 点点头 多一个觉醒三段的手下 对他确实会有些帮助 走吧 他摆了摆手 示意尽快远离挥舞 一路奔行 总算远离挥舞 来到一片相对安全区域 灵雨盘膝坐下 稳妥起见 打算先吸收完一盒 将实力提升上来 再去参与后续厮杀与争夺 看一眼江云 知道做什么吗 后者点点头 我会在附近为你警戒 排除危险 眼中流露极许复杂 身为A级异能的天才 心有傲气 不曾想会沦落到 给一个B级异能的大叔当手下 悠悠一叹 这绝对是他一生中 洗不去的污点 奈何 事约都立下了 纵有不甘 也只能乖乖听话 随着一枚又一枚一盒被吸收 灵雨实力迅速攀升 觉醒五段 六段 七段 过程大概持续一个小时 而在这段时间内 另外三处地点 正上演一场场激烈竞竹 第一处 光束的光芒渐渐暗淡 显露出一尊形似辣椒的雕像 宋礼小心翼翼接近 好奇打量 听说 只要付出相应代价 便能向雕像换来一件宝物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却听雕像突然间开口 人类 见了本大人 还不参拜 宋礼一惊 当即整个人匍匐在地上 虔诚参拜 拜见大人 低下头 不敢与雕像直视 玄机 小心翼翼取出一枚一盒 问道 大人 可否用他来交换一件宝物 可 雕像张嘴 吐出一双鞋子 随后一吸 吸走一盒 玄机消失 宋礼满心激动 穿上鞋子 稍移注入异能 便感觉 整个人都轻盈了许多 速度至少提升一倍 正当这时 一群人杀了过来 眼带凶光 见他只有觉醒二段 并且 异能还是个C级 二话不说 便欲杀人夺宝 说说说 一道道攻击朝他落下 宋礼满脸惊恐 撑起坚韧之伞防御 然而没两下 便被打破 事实证明 这伞并没有听起来那么坚韧 你们 别过来 宋礼大叫 眼见那些人不听他劝阻 依旧朝他杀来 宋礼面路凶狠 转身就跑 你们给我等着 等我实力提升上来 有你们好看 恐怕 你是没这个机会了 十项点的话 赶紧交出宝物 我们或许能让你死的体面线 一群人对他展开围追堵截 宋礼一路逃亡 速度上 虽然占有优势 但毕竟实力摆在那 能量物质 支撑不了太长时间的消耗 想必 用不了多久 便会被追上 第二处 一尊形似南瓜的雕像显露 机队人马几乎同一时间抵达 上来 无需废话 直接展开厮杀 各种异能相互碰撞 是一个浓妆艳抹 体态妖娆的女子 亦能为催眠 双眼之中 一圈圈波纹荡漾 扩散 精神层面的攻击 叫人防不胜防 一刹那 便有好几人被他搞睡着 倒地不起 结果可想而知 被轻松斩杀 依照一开始建立起来的优势 女人所在队伍 逐渐占据上风 击败其他队伍 当然 自身也损失惨重 最终 只剩下他和另外两名队友 女人走向雕像 匍匐下来 参拜 随后 他做了一个无比疯狂的决定 将此番战斗获得的二十八枚一盒 全部用来做交易 女人目光灼灼 期待着雕像 能给他一件无与伦比的宝物 结果并没有让他失望 只见雕像张嘴 吐出一把形如月牙的弯弓 结果弯弓 尝试着射出一箭 So 箭矢射在一棵大树上 大树安然无恙 皮都没有被戳破 嗯 女人先是一愣 旋即反应过来 射出来的箭矢是精神层面的攻击 正巧 有个觉醒四段的强者 带队杀了过来 欲抢夺弯弓 女人便直接拿他们做起了实验 只见她一箭射在那觉醒四段强者身上 强者当即魂飞魄散而亡 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这一幕 直接将队友和敌人全部震慑 女人心中则是乐开了花 得此神功 必可横扫一切敌 何愁不能笑到那最后 第三处 一尊尸藤雕像显现 看起来有几分阴森恐怖 在这里 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混战 一共二十人参与战斗 规模不算大 之所以说惨烈 是因为最后胜出者 乃是三角眼男人一方 先前 三角眼与尸藤达成交易 获得的东西是 一堆材料 一张图纸 材料 是用来布置仪式的材料 图纸 是用来布置仪式的图纸 三角眼在击败其他队伍后 并没有直接将他们杀死 而是通过异能霸王雷 将他们麻痹 随后就地布置仪式 各种材料 组成一个骷髅头的图案 随着血液滴入 一根根血色触须探出 刺入那些人的大脑 源源不断抽取着什么 触须另一端 与三角眼相连 他以此吸收他们的异合与魂魄 实力迅速飙升 觉醒四段 五段 六段 一直到六段巅峰 三角眼放声大笑 果然 和雕像大人说的一样 通过仪式进行提升 比直接吸收异合 效果好多了 眼下 他颇有一种俯瞰天下的感觉 料想此时此刻 在这片雨林中 他应该算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一身实力 怕是无人能敌 那就 让我来终结这场考核吧 凌羽吸收完毕 双目迸发璀璨兴芒 气息上 给人以强大压迫感 隔着老远 江云都下意识缩了缩脖子 不得不承认 这张德发 确实有些能耐 一个平平无奇的B级异能 却能在考核中 有如此耀眼的表现 当然 他不觉得自己输了 若不是过早与对方遇上 他现在估计发育得很好 最后赶超对方也不是问题 怪就怪自己运气不佳吧 呼的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以及喊杀声传来 寻声看去 只见一道身影在前面跑 模样颇为狼狈 后方一群人围追堵截 他们正朝他们这个方向来 江云没有迟疑 立刻跑去给凌羽报信 大叔 有敌接近 事实上 不用他提醒 凌羽一早便有察觉 且他一眼便认出了最前方的身影 叫什么他不记得了 只记得 这个人非常坚韧 此集 宋礼已是被追杀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能量物质 已然被脚上这双鞋子抽空 原本 他都绝望了 而当看到凌羽时 他又燃起希望 张考官 救我 宋礼高呼 四生怕凌羽见死不救 当即将一双鞋子脱下来 举高高 并冲凌羽晃了晃 张考官 只要救我 他 就是你的了 凌羽隔着老远 凌羽都能闻到 一股特殊的味道 从鞋子里飘出来 脚臭 而且 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臭 像是臭鸡蛋 螺丝粉 老坛酸菜的混合味道 可以说 臭到清新脱俗 说实在的 这鞋 他是真的无福消瘦 于是 他诚恳地看向江云 你拿去穿吧 江云狐疑 这家伙有这么好心 往前走两步 刚要伸手去接 下一秒 气味飘入他鼻中 他不由面色骤变 这鞋 要人命啊 江云连连摇头 大叔 如此特别的宝物 我觉得 刚打算拒绝 没心地会梦花印记 忽然亮了起来 这是在警告他 不可违背淋雨意愿 否则 将直接取消考核资格 江云 他还想挣扎一下 那个 我的脚比较小 只有三十七码 那鞋给我穿 可能不太合脚 小妹妹 你多虑了 宋礼赶忙说 这鞋可随你的脚型 改变形状大小 绝对合脚 江云 最终 江云含泪接过 那双腹有味道的鞋子 含泪给自己换上 宋礼有一种感觉 他好像被嫌弃了 但他没有证据 另一边 追击者们不干了 那鞋 已经被他们视为囊中之物 现在 却是落到他人手中 很好 连我看上的东西 你们也敢抢 为首者冷笑 既然如此 都去死吧 他一招手 一群人气势汹汹 将林雨三人团团围住 事实上 他的目光 早已不在那鞋子上面 而是盯上了 林雨的青铜三剑套 眼中贪婪不加掩饰 则则 这些 马上也是他的了 宋礼有点方 小声问江云 凭咱们三个 能打得过他们吗 对面最强者 已然觉醒四段 其余十二人 皆为二段 三段 他们这边 他觉醒二段 江云三段 林雨 他则有些看不透 心虚五段吧 感觉 应该可以对面一站吧 他不是很确定 江云翻了个白眼 一群跳梁小丑罢了 这时 就见一道身影 如鬼魅般冲出 常见一挥 对面围守者人头 直接落地 卧槽 惊叫声中 围守者从梦境中行转 茫然地看向四周 这一刻 他整个人都是猛的 张德发 觉醒七段 特么开挂了吧 剩余十二人 只觉头皮发麻 满脸惊骇 与不敢置信 一秒都不到 他们老大就没了 随后 一阵绝望 说说说 青铜剑再度挥砍 像是割韭菜般 轻松收割他们的生命 他们甚至连惨叫 都发不出 几个呼吸的功夫 十二人全部阵亡 这 宋里惊呆了 他有猜测过 凌羽或许很厉害 但万万没想到 这么厉害 不是觉醒五段 而是七段 简直要逆天了呀 当即 一脸殷切地看向凌羽 张考官 哦不 张爸爸 请问 您缺干儿子吗 凌羽摇摇头 那您缺手下吗 凌羽摇摇头 宋里想了想 那不知 您缺什么 凌羽想了想 道 我缺一盒 宋里 那个 我还有事 告辞 话落 转身就跑 身影一闪 凌羽出现在他前方 长剑横斩 宋里快哭了 张考官 你做人不地道啊 收了我的鞋 还不肯放过我 凌羽摇头 淡淡道 我有说过 收了你的鞋 就放过你吗 另外 我有收你鞋吗 宋里想了想 一时静无言反驳 凌羽倒也不是非要杀他 觉醒二段的一和 对他来说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凌羽所担心的 和之前一样 留下一个活口后 就有可能四处散播消息 到时把整个地图的人 都喊过来讨伐他 怎么办 宋里开动脑筋 在想 自己还有没有活命的办法 忽然灵光一现 道 张考官 我可以请主考官大人见证 立下誓约 不做对您不利的事 您看 要不高抬贵手 放我一马吧 凌羽略微沉吟 点点头 可 誓约很快立下 宋里不敢多做停留 生怕凌羽反悔 赶忙告辞离去 江云面色有些不自然 几次欲言又止 怎么了 凌羽问 江云就说 那个 自从穿上这双鞋子后 我感觉 脚底板有些痒 她的眼中流露极取期待 袭击对方能够体恤一下 她这个下属 凌羽就说 没事 忍一忍就过去了 江云 旋即 凌羽随手将一枚觉醒四段 两枚觉醒三段一盒丢给她 吸收了吧 这些低境界一盒 对凌羽来说 已经没有太大效果 而有了他们 江云实力 应该能提升到觉醒四段 凌羽也没有将一盒全部交与她 剩下的 她打算留给自身 用以恢复能量物质 此急 后方大片灰雾 已朝他们这边临近 两人不得不继续向中心区域前进 期间遇上巨蟒 江云发现 原本应该凶残无比 带着考核者一通追杀的巨蟒 竟是见了淋雨后 掉头就跑 顿觉匪夷所思 也不知道 他们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 来到一片较为安全区域 江云躲到一棵大树上 开始吸收磨合 这样吸收 没有盘膝坐在地上吸收来得快 但胜在安全 毕竟 她可没有人在附近为她警戒 淋雨交代一句 小心挥晤后 便一个人走了 让她吸收完一盒后 再去与她会合 此急 三个方向上 有三道光束生团起 直冲云霄 光芒普照十方 几乎所有幸存者全部出动 参与禁竹 淋雨前往距离她最近的一处 一尊行刺向日葵的妖魔雕像显现 一群人赶制 开始为了她 打生打死 以获得她所赐予的宝物 战斗可以说 一上来便是白热化 然而 没打多久 便停下了 一位不速之客赶制 令得所有人纷纷放弃争夺宝物 转头争夺那不速之客 事实上 这哪是不速之客 简直就是宋财童子 一身青铜盔甲 外加一个青铜头盔 一把青铜剑 所有人事先落在上面 就一步开了 一人高呼 天下苦张得罚久矣 诸位 难道忘了 之前这家伙 是怎么把我们当猴耍了吗 现在 是时候给她点颜色看看了 话语义正言辞 得到所有人的响应 一时间 所有人纷纷联手 共同讨伐此贼 结果 那贼啪一个响指 大片墨绿毒物生腾 像是一只红荒巨兽 将他们一口吞没 旋即便是一阵扑扑扑扑 割韭菜的声音 众人当时人都傻了 觉醒气断 这哪是什么宋财童子 分明就是超级大boss 他们也尝试过反击 然而 无用 无论是速度翼或者防御 凌羽都甩他们一座珠穆狼马蜂 而她的攻击 则威力无匹 无人能挡 在一阵绝望声中 众人团灭 凌羽手脚麻烈 捡起地上所有一盒 接着走到雕像前 大人好 大人 我们又见面了 幸会幸会啊 雕像看着她 眼神复杂 不得不承认 这张德发 确实优秀 然而 这种优秀 太过与众不同 似乎已经超过正常人类的范畴 连她这个妖魔都有些 欣赏不来 凌羽想了想 做出一个大胆的尝试 她将剪刀的一盒 全部递了上去 大人 我们来做交易吧 雕像点点头 张嘴 吐出一件黑紫色披风 其上绘制有复杂的魔纹 旋即将一盒统统吸走 消失原地 凌羽接过披风 披上 尝试着使用 很快 她知晓了该道具的功能 提升异能十倍毒性 凌羽制造出的毒物 由墨绿色变成紫黑色 刚一施展 地面直接被俯视出了一个深坑 这毒性 差点没把 她自己吓一跳 旋即 双眸灿灿 很不错的道具 将她的B级异能 往上提了一个台阶 堪比A级巅峰异能 这时 一道体态修长的身影 感知 将一盒吸收完后 将云成功提升到觉醒四段 随后 她便火速前来 与凌羽会合 原以为 这边会有一场胶着的混战 不曾想 战斗早已结束 凌羽更是连战利品 都已经获得到手 不得不说 这件披风很适合凌羽 让她看起来 更像小说里的大反派了 走吧 凌羽招呼 此集 灰屋又朝他们逼近过来 可以看出 她推进的速度 正越来越快 两人不得不继续 朝中心区域进发 凌羽交给江云一个任务 让她去前面探路 探草丛 以免有人埋伏 江云内心是抗拒的 以凌羽的变态防御力 还怕有埋伏 要怕也是她怕好吗 但实际行动上 不允许她抗拒 于是 她凝聚出一滴滴水滴 护持在左右 并激活脚上这双 富有味道的鞋子 开始探路 结果 还真有埋伏 一男子突然从一片杂草丛里 窜了出来 却见她浑身覆盖 一层厚厚的鳞片 酷似穿山甲 双掌之上 长出尖锐的爪子 直接朝江云当头抓去 她在此地埋伏多时 因为挥雾正朝中心推进 所以 她料定 会有人被挥雾驱赶过来 江云大惊 好在她早有准备 迅速侧身横移 并操纵水滴 与对方搏杀 凌羽自顾自向前走着 经过他们时 看也没多看一眼 同为觉醒四段 若江云连一个 B级异能的人 都对付不了 那凌羽不介意 提前送她结束考核 要这废物下属何用 几分钟后 江云一蹶一拐地跟了上来 凌羽皱眉 受伤了 江云摇摇头 欲哭无泪道 脚底板 更痒了 凌羽给了她一个鼓励的眼神 忍住 江云咬了咬牙 继续探路 之后的一段路程里 又被她探出好几个老六 不用凌羽出手 全部被她击毙 这时 又一个老六被她探了出来 嗯 是你 江云有些意外 趴在草里的 不是别人 正是送礼 别误会 我可不是在埋伏谁 送礼盲解释 我只是想 找个没人的地方勾起来 尽量晚一些被淘汰 想了想 她将前不久打听到的一些情报 告知凌羽 考核者中 出现两位至强的存在 一个异能是催眠 另一个异能是霸王梅 他们的实力远超其他人 每人都在两次宝物争夺中胜出 隐隐有效到最后的架势 现在 中心区域已经被两人占领 他们联手 不允许其他人进入 这样一来 随着挥舞 将中心区域以外的地方吞没 其他人都被淘汰 第一第二名 只会在他们中产生 宋礼叹了口气 话语中 满事无可奈何 我们剩下这些人 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 只能在中心区域外进逐 谁要是敢进入 直接会被他们打死 有这回事 凌羽摇摇头 满脸愤慨 这两人太过分了 宋礼赞同的点点头 我也觉得他们过分 却听凌羽说 他们不知道 中心区域已经被我预定了吗 宋礼 在凌羽的询问下 宋礼又将那两人的大致实力告知 一个为觉醒七段初七 所获宝物为一把弯弓 专门灭人魂魄 另外一个为觉醒七段中七 所获宝物为一把锤子 可提升雷电威力 凌羽有些惊讶 他现在也不过七段后七 没想到 两人的实力都快赶上他了 据宋礼描述 两人都进行了特殊的献祭仪式 这才使得实力暴涨 为此 他们连手下都没放过 凌羽点点头 他大概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了 大叔 我们现在杀过去吗 江云问 不急 先将外围扫荡一遍吧 凌羽道 那两人毕竟都是觉醒七段 最好还是稳一手 实力进一步提升后 再去 凌羽带着江云 宋礼一路扫荡 江云负责拼了命的战斗 宋礼负责当诱饵 引蛇出洞 两人打心底抗拒 然而 实际行动上 不允许他们抗拒 凌羽负责将获得来的一盒吸收 偶尔解决一下 江云解决不了的对手 就这样 凌羽实力稳步提升至七段巅峰 继续扫荡 直到耳边响起提示音 剩余存活者数量十 剩余存活者数量九 剩余存活者数量八 到五时 凌羽方才停了下来 此集 整片雨林中 除他们三人外 便只剩下那两人了 比较遗憾的是 凌羽未能突破到八段 并非一盒数量不够 而是品质不行 现如今 五段以下的一盒 对他来说 基本无用 想了想 将剩余一盒交给江云 让他吸收 将他实力提升一下 总归有点用处 至于送礼 还是算了 这位的异能太过优秀 江云盘息而坐 吸收 二十分钟后 成功突破到六段 此集 挥舞进一步推进 再度临近他们 三人没有耽搁 即此动身 前往中心区域 宋礼内心是抗拒的 他觉得 自己能存活到现在 已经是奇迹了 对于后续能否存活 他完全不抱希望 以他的实力 参与决战 居后铁定第一个被虐杀 与其这样 还不如张考官 要不 您现在就杀了我吧 宋礼提议 淋雨摇头 这怎么行 待会儿 还需要你发挥关键作用呢 宋礼疑惑 实在想不明白 自己能发挥什么作用 不多时 三人抵达中心区域 前方 一男一女两道身影 遥遥在望 一个三角眼男人 一个身材妖娆的女人 三角眼嘖嘖道 之前 我曾尝试去寻觅 其他几件出世宝物 却是一件都找不到 问过不少人 却都没问出 是谁获得了他们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想他们会不会被同一人所得 若真的样的话 那人实力可见一般 于是我便多留了一个心眼 找了个人与自己联手 为的就是仿你这么一手 他的嘴角微微翘起 事实证明 我的想法非常正确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那个人会是你 张德发 说话间 眼神中除惊讶外 更多的是敌意 女人眼神中敌意更浓 几乎是咬牙切齿的 张德发 来得正好 敢戏耍老娘 看老娘不活寡了你 凌羽散漫一笑 两位 见了我 怎么不喊考官大人了 太没礼貌了吧 你 你 女人鼻子都歪了 当即手举弯弓 一箭就朝凌羽射了过去 箭矢横空 带起破空之声 凌羽看起来依旧散漫 随手一道青铜剑芒劈出 展向箭矢 枪 下一秒 她眉头微皱 箭芒直接从箭矢上穿插而过 后者像是没有实体一般 无法被斩中 精神层面的攻击 凌羽做出判断 事实上 她一早便有猜测 现在不过是想证实一下 像这样的攻击 确实令人防不胜防 在未想到化解办法前 凌羽只能尽量躲避 却见她一连几个后跃 显之又显的避开箭矢 与此同时 先前批出的青铜剑芒 一往无前 展向女人 女人迅速侧谱闪避 同样显之又显的避开 模样却是略显几分狼狈 此即 她发丝凌乱 表情已由愤怒 逐渐变为凝重 这张德发没那么好对付 凭她一个人 大概率拿不下 当即招呼三角眼 一起上 弄死她 三角眼早就蠢蠢欲动了 文言立刻挥舞一杆大锤 制造出数丈长的雷电 轰向淋雨 你的对手是我 一道修长身影站了出来 脚踏水浪 操纵漫天水滴 拼尽全力 勉强拦住三角眼 小妹妹 认真的吗 再不走 哥哥我可要生气了 三角眼嘴角翘起一丝玩味 旋即 眸光渐冷 觉醒六段罢了 真以为能拦住我 找死 她当即加大攻势 若少女继续阻拦 她不介意先将她杀了 江云咬了咬嘴唇 面对迎面来 毁灭般的攻击 一步不退 自从成了淋雨手下后 她便觉 未来无望 或许会被对方当作炮灰 又或许会成为对方的预备一合 总之 肯定存活不了太久 不曾想 竟能够存活到现在 江云想 既然她没有害死自己 那自己就为她全力以赴 站上一场吧 算了一下 即便此时战死 分数也有九十六 对她来说 够了 刷刷刷 漫天水滴如子弹般 积射而出 江云激活脚底下 富有味道的鞋子 速度提升一倍 尽可能躲避攻击 与对方周旋 天穷之上 会梦花的身影 不知何时出现 目光注视下方 带着急许期待 剩下的这几个 都很优秀 嗯 除了内心送的 她倒要看看 谁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另一边 凌羽与女人 也已展开激烈厮杀 长剑翻飞 一道道剑芒 接连不断 被凌羽批出 扑扑扑 女人纵使身轻如燕 腰枝如水蛇般扭动 也难以避开 如此密集的攻击 被树到剑芒斩中 一群开裂 血肉横飞 大片雪白与鲜红裸露在外 女人气息渐渐衰弱 一副快不行了的样子 张考官 牛逼 太酷了 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 宋礼在凌羽试一下 为其摇旗助威 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料想 这便是所谓至关重要的作用吗 随着她的不断呐喊 凌羽迅速占据上风 将女人打得是节节败退 这样一看 宋礼觉得 自己真的是太重要了 张德发 停一下 女人忽然喊停 一双眼睛楚楚可怜看向凌羽 都把人家打成这样了 你还真下得去手 回应她的是接踵而来的一件 女人连忙躲避 似有意似无意 胸前布料不慎被斩中 春光乍现 她玄机一脸诚恳道 我承认 你很厉害 我打不过你 但如果继续和我打下去 即便最后杀了我 你势必也会元气大伤 到时候 第一名注定与你无缘 只会白白便宜别人 话语声轻柔 不如 你我联手吧 杀掉其他人 最后我再把第一让给你 我只要第二名 不得不说 女人的提议很有诱惑 再配上那极具诱惑的外表 谁能拒绝 林雨皱了皱眉头 似乎有些迟疑 有些纠结 女人笑道 还犹豫什么 只要与我联手 第一名的位置 破手可得 林雨似乎心动了 停止对她的攻击 女人微笑着看向她 眼波盈盈 突然间 眼神陡然变得锐利 一圈圈波纹在其眼中荡漾 朝林雨扩散而去 亦能催眠 并且 是全力以赴下的催眠 从战斗开始到现在 她一直在积蓄力量 为的便是这一刻 她深知 她的实力远不及林雨 想要赢 唯有出奇之胜 不好 宋礼面色微变 呐喊声戛然而止 天穷上 会梦花赞赏地点点头 这一招 漂亮 旋即 脸上带着饶有兴趣之味 她倒要看看 林雨如何应对 只见林雨不慌不忙 像是早就准备好一般 一把扯过宋礼 挡在自己身前 宋礼 一圈圈波纹作用在她身上 眨眼间的功夫 宋礼直接被催眠 昏睡倒地 波纹略微停顿后 继续扩散 然而 便因为这一停顿 导致林雨有了反制的时间 身形暴退 几个起落间 脱离了波纹的扩散范围 这 女人面部表情僵硬 没想到 林雨如此轻松 就将她的招式化解 要知道 像这样 汇聚她全力的一击 短时间内 无法再施展 该死该死 女人咬牙切齿 早知如此 就应该先将 那宋礼弄死 她顿时有些气急败坏 天穷上 会梦花笑了笑 提前预判 见招招 林雨的表现可圈可点 林雨也笑了笑 前前 她一直远距离攻击 没有靠近对方 便是担心 气突然间施展催眠 令她猝不及防中招 而将计就计 引诱对方使出这一招后 她便不再有顾虑 林雨脸上挂起几分不屑 看向女人 还以为你要憋什么大招呢 就这 说话间 大片紫黑色毒雾 被她翘无声息 注入脚下土壤之中 随着她心念一动 迅速朝女人那边扩散 女人这时候 已是气得胸口起伏 手举弯弓 就要对林雨 展开连番射击 说的 她面色一变 立刻向前飞扑 与此同时 大片紫黑色毒雾 从她脚下冒起 刹那将她原本 锁在位置覆盖 女人显知 又显避开毒雾 心中一阵后怕 不等她缓过境 一道青铜剑芒 朝她劈来 紧随其后 又是一道 身在半空 无法借力 女人奋力扭动身体 试图避开 结果 只躲开一道 扑 另一道剑芒 直接将她一条手 臂斩了下来 女人在一阵尖叫中落地 一张脸 已然变得惨白 脸滚带爬 开始逃窜 继续站下去 她必死 只能尽量拖延时间 并寄希望于三角眼那边 尽快解决对手 过来支援 该死该死 我快不行了 你倒是快点过来 女人一边跑 一边叫 眼见林雨提剑朝她追来 她彻底慌了 另一边 江云在雷霆肆虐下 岌岌可危 她的身体寸寸焦黑 人都骂了 若不是脚上 这双鞋子 为她提速 多次躲开致命攻击 兴许早已阵亡 三角眼面带绿色 察觉女人那边状况不妙后 立刻对江云 展开更疯狂的攻势 尽快将其斩杀 好去支援女人 锯锤挥舞 雷霆如一条 由蛇般击射出 江云已然闪避不及 呲拉一声 雷蛇撕裂开她的后背 大片血肉与骨骼 在雷霆肆虐中 化作焦叹 她的脸上滑过一抹痛苦 脚步未停 继续向前飞奔 试图与对方拉开距离 然而 她的速度终究是受到影响 慢了下来 三角眼很快追赶上 出现在其身后 挥起锯锤 是要一击必杀 江云勉强凝聚一面水盾 挡在身后 旋即苦笑着摇摇头 这一击 她必然挡不住 事已至此 她也无可奈何 她已经尽力了 嗯 江云眼神微动 她此刻来到的 正是凌羽先前战斗的位置 在她的右手边 宋里正直挺挺地 倒在地上昏睡 值得一提 她并没有穿鞋 性感的脚丫子裸露在外 不管三七二十一 江云直接抓起对方的脖子 将她提了起来 奋力朝后一丢 嗯 三角眼一愣 只见宋里被丢镖枪一般 朝她丢来 一对脚丫子 如同镖枪的枪尖 直指她的嘴巴 此刻 她有两个选择 一 改变攻击目标 先将宋里打死 那样 江云便会逃过这一劫 继续与她周旋 拖延时间 二 无视宋里 继续攻击江云 那样 她势必会吃到这一双脚丫子 电光石火间 三角眼做出选择 锯锤去世不改 继续轰向江云 与此同时 那双性感的脚丫子 距离她的嘴 以不足两公分 一股难以形容的味道 飘入她鼻中 卧槽 三角眼眼睛直接瞪圆 一刹那 心中翻江倒海 然而现在后悔 为时已晚 拖的一声 脚丫子狠狠印在她嘴巴上 煞时间 一股难以形容的味道 从她唇中流入 直冲大脑 那感觉非常糟糕 当时 她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 胃里翻江倒海 这一脚的风情 属实有点要命 一阵干呕声中 三角眼几乎是出于本能 改变锤子的攻击方向 轰一声 送礼被送走了 走得很安详 而江云就这样 成功逃过一劫 随后 继续与三角眼周旋 天穷上 会梦花嘴角不停地抽 江云能够死里逃生 原本 是挺让她意外与欣慰的一件事 这说明 江云很优秀 只是 这种优秀 让她有些 欣赏不来 会梦花就纳闷 原本挺正常的一个人 怎么跟了张德发一阵子后 就变成这样了 还能变回来吗 凌语将毒物 源源不断注入脚下土壤中 随着她心念一动 毒物迅速朝女人追赶过去 女人竭尽全力逃跑 涌起阵阵无力感 只得继续向三角眼求援 刚要大声呼喊 她就看到对方 吃下一对性感的脚丫 连连干呕的场景 女人都给整不会了 下一秒 脚下土壤中 涌起大片紫黑色毒物 刹那将她覆盖 啊 不 女人的皮肤 血肉 瞬间被腐蚀的溃烂 让她感到极致痛苦 忍不住尖叫起来 张德发 老娘跟你拼了 浑身陷入强烈麻痹的她 已然逃无可逃 这样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 回身朝凌羽扑杀过去 打算疏死一搏 一盒刹那燃烧 她的眼中 一圈圈波纹荡漾 扩散 又一次全力以赴的催眠 燃烧一盒后 女人坚持不了太久 但只要能在死之前 杀了凌羽 那便值了 然而 令她绝望的是 凌羽似乎早有防备 在刚刚毒物覆盖她时 没有选择上来追击 而是迅速飞顿 此急 凌羽已经和对方拉开较远距离 防的就是对方临死前的反扑 一圈圈波纹扩散 大部分难以命中她 少部分命中 问题不大 凌羽仅仅只是 感觉到一阵困意 上下眼皮 开始想要打架 用力咬住嘴唇 调动全部精神 很快就将困意抵住 凌羽仔细观察女人 确认对方燃烧一盒后 她转身就跑 不是她怕对方 而是 真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个死人身上 张德发 你给我站住 女人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原以为可以输死一搏 结果搏了个寂寞 她立刻朝凌羽追赶过去 凌羽立刻加速 凭借实力上的优势 外加青铜三件套的提速效果 女人怎么可能追上她 女人都快哭了 在无比郁闷和不甘中 她的一盒彻底燃烧殆尽 身影消失 愣是连凌羽的影都没摸着 天穷上 会梦花嘴角又是一抽 一开始 女人这种拼死也要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做法 深得他意 令得他频频点头 心说 我妖神协会 要的就是像这样 敢打敢拼的人才 结果 会梦花就纳闷 原本一件可歌可泣的事情 怎么一和张德发扯上关系 就变位了呢 另一边 三脚眼带着江云一通追杀 眼睛都杀红了 该死该死 给老子去死 哦哦 锯锤挥动 一道道雷霆 朝着江云击射 呲啦呲啦 江云利用灵巧的走位躲闪 最终 由于伤势过重 行动渐渐迟缓 被雷霆击中 抽搐着倒地 焦黑的身体寸寸军裂 眼看是活不成了 气息奄奄之际 三脚眼一脸凝笑 走上前 脱去鞋子 抬一脚就往他脸上踩去 先前你带给我的屈辱 现在 我要你加倍奉还 你 休想 江云艰难抬起手 操控水滴 想要自我了断 然而下一秒 一道雷霆直接披露 令得他浑身麻痹 在南动弹分毫 三脚眼放肆地笑着 正当他脚底板 即将落下之时 嗖 一只箭矢朝他当面射来 带起破空之声 三脚眼一惊 连忙侧扑闪避 刚一落地 紧随而来 又是一只箭矢 三脚眼忙又继续闪避 大口喘气 胸膛起伏间 只见林宇身披青铜甲 手持弯弓与青铜剑 朝着他这边杀来 张德发 三脚眼咬牙切齿 内心涌起滔滔怒火 不知为何 他就觉得 先前那一脚的风情 定是此人在背后出谋画策 风格太像了 该死该死 锯锤挥动 携大量雷霆 朝林宇轰杀而去 林宇眸光如刀 青铜剑劈出 剑起剑落肩 一道道剑盲劈斩出 雷霆与剑盲不断碰撞 能量余波动荡 席卷四方 最终 剑盲占据上风 强强的剑鸣声中 雷霆溃散 扑扑声中 剑盲斩落 呼呼声中 独物声腾 破空声中 又一只箭矢被林宇射出 林宇可谓火力全开 不想浪费 哪怕一秒钟的时间 面对这一波接一波的攻击 三角眼起初还想抵抗一下 然后他就自闭了 浑身遍布斩痕 血肉横飞 紧接着被腐蚀的刺刺冒烟 迅速溃烂 剧痛与麻痹中 他眼睁睁看着箭矢 激射向他眉心 而他却什么也做不了 不 绝望声中 三角眼直接被送走 江云吊着一口气 看着两人的战斗 似乎不愿意错过什么 直至三角眼被送走 他才缓缓闭上眼 身影也随之消失 此集 为林宇一人独立场中 身披青铜甲 鹦鹉不凡 像是沙场中 笑傲群雄的将军 天穷上会梦花眼神悠悠 对于最后胜出者 他原本准备好一大堆激励的话 但见识林宇后 突然就不想说了 最后 只单单说了一句 考核结束 随着他话音落下 整片梦境寸寸瓦解 大厅中 众人陆续行转 都无法接受 自己这么早就被淘汰的事实 看着 还在沉睡的人 那叫一个不爽 不过 有稻草人正常 他们倒也不敢乱来 而当只剩下最后五人 还未被淘汰时 众人开始热切讨论起来 猜测谁能成为第一 有人看好三角眼 他的霸王雷霸道绝伦 是第一名的有力争夺者 有人看好妖娆女人 他的催眠 叫人防不胜防 或能出奇制胜 也有人看好江云 认为他有可能成为黑马 没人看好宋礼 只因他的异能太过拉垮 也没人看好凌宇 只因众人对他的观感 极差 结果不出所料 五人中 宋礼第一个被淘汰 只见他一连猛 像是自己怎么 被淘汰的都不知道 随后被淘汰的是女人 他的情绪有些激动 面带潮红 完全是被弃的 再然后是三角眼 他的面色尤为难看 跟吃了一坨屎一样 也不知道 他都经历了什么 两大夺冠热门 接连被淘汰 令众人大跌眼镜 旋即将希望纷纷寄托在江云身上 小妹妹 加油 干死那张德发 绝不能让他成为第一 然而下一瞬 被他们给予厚望的江云 也跟着被淘汰 这样的结果 众人纷纷表示 接受不了 在他们痛心疾首的注视下 林宇最后一个行转 林宇当时就觉得 众人看自己的眼神有些不对 悠悠一叹 怪只怪自己太过优秀 树大招风 稻草人的朗笑声在场中回荡 张德发 恭喜成为最后的胜出者 获得满分 一百 一双眼睛看向林宇 带着不加掩饰的赞许 仅是B级异能的他 却是能战胜一众A级异能 从中脱颖而出 必是有过人之处 询问的目光看向灰梦花 他的表现还不错吧 灰梦花想了想 点点头 岂止是不错 简直 空前绝后 稻草人 哈哈 得此优秀人才 我妖神协会必能大兴 林宇颇感欣慰 两位主考官 终于意识到他的优秀 至于大兴妖神协会 想想就好了 却听稻草人接着到 考核结束 两关分数加在一起 排名前十者 可被直接录用 翻开手中小册子 他随即宣布到 第十 送礼 一百四十一分 秦开 一百四十一分 刘湘 一百四十一分 想了想到 你们三个 只能录用一个 打一架吧 谁赢谁被录用 文言 三人出列 展开激烈厮杀 最终 送礼胜出 靠的 自然不是他C级的异能 而是他觉醒六段的实力 此刻 送礼异常激动 没想到 自己竟能从这么多 优秀之人中 脱颖而出 很快 他感觉哪里不对 只见三角眼 一双三角眼 狠狠盯着他 像是要责人而逝 怎么肥四 他想了想 试探问道 大哥 咱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我特忙 三角眼眼睛都红了 他想杀人 可惜没能成功 关键时刻 稻草人出手阻止 却听他冷冷道 我不管你们 在考核中 有什么恩怨纠葛 今后 都是自己人 不可自相残杀 遗者 直接处死 我 三角眼感觉 整个人都不好了 稻草人继续宣布 第九名 第八名 第四名是妖娆女人 分数一百七十七 第三名是江云 分数一百七十九 第二名是三角眼 分数一百八十三 觉醒六段的他 额外加了五分 最后 稻草人郑重宣布 第一名 张德发 二百分 话音落下 所有人纷纷看向淋雨 眼神一个比一个复杂 即便他们不愿意承认 但满分的成绩摆在着 张德发 确实优秀 这时 会梦花道 对于考核的前三名 我们将给予奖励 分别是第一名 二百妖审点 第二名 一百妖审点 第三名 五十妖审点 玄机 解释道 妖审点 可在兑换中心 兑换物品 包括但不限于修炼资源 亦能道具 甚至 供你们消遣的玩物 话落 他将三张卡片 分别交到三人手中 卡片里 存的正是妖审点 林宇笑了笑 也不知道 二百妖审点 能兑换什么好东西 一时间 众人看着他 眼神更加复杂了 满满都是羡慕极度恨 这时 一根又一根漆黑藤万伸了进来 藤万末端 是一个酷似章鱼的脑袋 考核结束了是吗 石藤问 稻草人点点头 刹那 石藤的眼睛里 透出难以抑制的兴奋 你们带通过者走吧 剩下的人 交给我处置 不知为何 听到他的话后 众人的背后纷纷冒起寒意 稻草人点点头 走吧 招招手 是一考核通过的石人 随他和灰梦花一同离去 林宇走出大厅不久 便听身后 响起淒厉的惨叫声 不 大人 求求你 放过我吧 我不是废物 我不想死 摇了摇头 这些人的结局 果然和他猜想的一样 江云皱着眉 不说话 宋礼心中涌起振振后怕 自己差一点就 稻草人 灰梦花的脸上 接挂起耐人寻味的笑 前者科普道 尸腾 之所以叫尸腾 是因为 可以将活人转化成 受他摆布的尸体 刹那 几人有种头皮发麻之感 惠梦花笑道 不必为那群废物感到可惜 有些人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还不如变成尸体好用 文言 三脚眼 妖娃女人等 纷纷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 大人所言即是 一行人坐上两辆商务车 一路兜兜转转 来到南兴小镇 南兴酒店 经介绍 这里乃是妖神协会 最重要的据点 车辆驶入地下停车场 一行人下车 稻草人 会梦花交代几句后 迈步离去 消失在停车场深处 那边 有一个隐蔽入口 通往地下据点 林宇等人 则被一位打扮妖艳的男子 带到酒店五楼 一间豪华餐厅的包厢中 欢迎各位加入妖神协会 男子胸口上 别着一枚粉色胸针 微笑道 我明马光 负责后勤工作 这是为各位准备的迎新宴 请尽情享用 一张圆桌上 摆放着一盘盘 丰盛精美的菜品 此时临近黄昏 经过大半天的考核 林宇等人皆以鸡肠碌碌 见状 立刻坐下 吃了起来 能够一起加入妖神协会 便是缘分 我敬各位 三脚眼熟络的敬起了酒 挨个进了一圈 似有一似无异 漏掉了林宇 送礼 江云二人也被漏掉了 或许是因为那一脚风情的缘故 林宇一边吃着食物 一边思索 无视三脚眼这一举动 对方在想 怎么给他难堪 他却在想 什么时候把王冲召唤过来 灭了妖神协会 双方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送礼感觉很郁闷 莫名其妙就被针对了 怎么肥肃 有些狐疑 看向林宇 小声问道 张考官 能和我说说 当时 我被催眠后 都发生什么了吗 林宇一脸严肃的摇头 接着看向江云 江云一脸严肃的摇头 没什么 送礼 这时 妖艳男马光 查看完一条短信后 忽然兴奋地跳了起来 哈哈哈哈 众人纷纷疑惑看着他 三脚眼问 马兄 怎么了 什么是这么高兴 马光暗那下内心的躁动 道 就在不久前 我们的人 抓到了异能协会 在外执行任务的一位女性成员 大家应该都知道 异能协会 乃是我们的死敌 对于俘虏来的异能协会成员 尤其是女性 说到这马光已是满脸吟笑 三脚眼一愣 随后也吟笑起来 身为通缉犯的他 没少被异能协会追杀 而今 异能协会 一位女性成员被俘虏 令得他不可抑制地兴奋起来 他迫不及待问 马兄 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我愿意无条件配合 马上有人附和 是啊 我也愿意 玩过这么多女的 还从没玩过异能协会的呢 凌羽微微皱眉 却听马光一本正经说道 这可不是你们想玩就能玩的 都说了 要给他们充分的尊重 玄机 嘿嘿笑道 像这样的俘虏 我们会送到兑换中心 明码标价 只要你有妖神点 便可兑换他们 每次可拥有他们十二小时 在此期间 想对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这 众人面面相去 还可以这么玩 有人满脸遗憾地摇摇头 可惜了 我没有妖神点 三脚眼眼中透出极许兴奋 他身为考核的第二名 被奖励了一百妖神点 不如 想了想 他问 玩一次 多少妖神点 马光笑了笑 看勤块定吧 一开始 或许要四十到六十 后面被玩多了 会降下来 玩完后 降到个位数都是有可能的 淋雨眉头皱得更深 将俘虏来的女性 当作货品出售 让他们受尽凌辱 这群人 该杀 马光又看了一下手机上的短信 兴奋到 俘虏已经摆上货台 接下来会有展示画面 大家想不想看一下 想 三脚眼几人几乎一口同声 在他们期待的目光下 马光打开包厢里的大屏幕 很快 屏幕中 当即出现一个身穿异能协会制服 被铁链捆腹的女子 身材匀称 容貌娇好 一头长发凌乱地披散着 嘴唇发紫 面色白到吓人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这群畜生 女子奋力挣扎着 一次又一次 却是于事无补 最后 绝望落泪 梨花带雨的样子 显得楚楚可怜 三脚眼瞬间双目放光 这是他喜欢的类型 却见屏幕里 出现一个高瘦男子 开始像介绍商品一样介绍到 七岁 异能治疗 静见 觉醒六段 身高 169 胸围 女子痛苦地闭上眼 眼泪巴达巴达往下流 男子却是越说越起劲 开始叫卖到 第一次价格会贵一些 61审点 当然 贵也有贵的好处 你们可以尝试 从他口中套取异能协会情报 套到一条有价值的情报 奖励31审点 套个两条 可就相当于白嫖了 所以 还等什么 快来兑换中心兑换吧 晚了可就便宜别人了 男子的话 极具诱惑力 而画面到这里 便停了 屏幕变成了黑屏 没人知道 女子接下来会遭遇什么 会不会立刻被兑换走 宋里沉默地低下头 不知在想什么 江云咬了咬下唇 眼中透出极许不忍 但很快 这种不忍就变成了默然 双手无力地放在桌子上 凌羽舒展眉头 某一刻 他有想过 尝试将俘虏兑换下来 并解救 反正眼下 妖神协会的核心据点 已经找到 是时候联系王冲 灭掉这群杂碎了 但很快 他察觉不对劲 首先 他刚来到核心据点 就有一位 异能协会成员被俘虏 未免太巧了吧 而且 马光将这件事情 告诉他们时 显得有几分刻意 尤其是将画面展示给他们 好像 生怕他们看不到那女子一样 所以 有没有一种可能 考核并没有结束 现在 正在进行第三关考核 目的是 确认一下 这十个人里 有没有官方的卧底 若真如此 那这妥妥就是一个陷阱 真去傻乎乎解救那俘虏 俘虏说不定反手在背后捅你一刀 这时 三角眼内心一番天然交战后 站了起来 问道 马兄 兑换中心在哪 眼神中 写满了极可难耐四个字 再 马光带着几分笑意 回答道 三角眼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 马光接着笑盈盈看向凌语 你可是有二百妖神点 就不想将俘虏兑换过来玩一玩吗 凌语心中一沉 愈发觉得 这是陷阱 一件监控位道具 也就是说 自己的一举一动 可能都在被监控 酒店地下 一监控室内 稻草人看着屏幕上的监控画面 手中则拿着打印好的十份资料 上面是十个人的生平事迹 此刻 他正将画面中 所有人的反应 与他们的生平事迹进行比对 很快 一连七个人被他排除 这几个 不是卧底 剩下的三人 分别是宋礼 江云 张德发 三人对凌辱俘虏 或多或少表现出不满 他们中 有卧底 寄生花问 再度将三人的生平事迹 认真查看一遍后 稻草人道 宋礼 江云可以排除 他们的家人遭受过类似的对待 由此反应 实属合理 且 两人与官方有着深仇大恨 不可能是卧底 会梦花皱眉 那么 只剩下张德发了 他是卧底